身体纠缠 汗滴交融 这一晚 虽荒唐疲惫 却又淋漓尽致 对于第一回品尝男女之事的中路来说 天亮后 他唯一的感受就是 此时浴室里的那个男人 简直不是人 是一头恶狼 昨晚他在一场饭局上被人灌醉 背后算计他的人 企图将他送上一个肥头大耳的老男人的床 他用烟灰刚砸的那老男人头破血流后逃了出来 然而 他又因为罪意汹涌 而扑倒了另外一个房间门口的男人 在他模糊的视线里 那个男人模样帅出天际 在他扑过去的时候 又摸到他的身材也超棒 满手 全是精瘦结实的肌肉 他当场就放纵自己沉沦了 只是 一夜荒唐过后 现在就尴尬了 他要怎么面对浴室里那个全然陌生的男人 好像除了逃走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之外 他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中路飞快地穿好自己的衣服 刚要往外跑 又想起什么 他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翻了半天 好不容易翻出了二百块钱 瞥了一眼浴室的方向 他将钱放在了床头柜 然后在浴室水声停下的同时 窜出了房间 他之所以放钱 是想暗示浴室里的男人 昨晚就是一场成人之间的游戏 无需放在心上 也千万别追究 当然 他也想多放点钱的 奈何如今是手机支付的时代 他包里就只有那两百块现金 回到家后 中路洗了个澡倒头就睡 他实在是太累了 昨晚他几乎一夜没睡 那个男人饥渴难耐似的 将他翻来覆去折腾 中路响起来就咬牙切齿 一觉睡到滑灯出上 总算恢复了些体力 不过 下一秒他 就被手机上的一条信息 给气得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是一个陌生号码 给他发来的一段音频 哎呀黄总 您就放心好了 我今晚一定 把中路送上您的床 房间我都开好了 到时候 您提前去等着就是了 黄总 您睡了中路可别食言啊 您新剧的女儿可要用我 中路气得浑身发抖 因为这个说话的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她当好友来对待的宋言 中路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宋言也没有什么名气 许是因为都不红 所以两人很有共同语言 经常约着一起吃饭玩耍 有世系的机会都会互相推荐 中路自认 他对宋言虽不能说掏心掏肺 但至少真诚坦荡 却没想到 宋言竟然这样龌龊卑鄙 为了得到一个角色 而在背后算计她 那个陌生号码 还给他发了另外两条信息 一条是宋言此刻的地址 另外一条 则是宋言跟那老男人黄总调情的语音 中路冷笑一声 收起手机保存好证据便出门了 他不是忍气吞声的性子 他要去找宋言算账 中路到达宋言所在的 东盛会所门口的时候 一辆黑色限量版 兵力欧鹿也缓缓停在了路边 后座随后下来了一个男人 西装革履 气度沉稳 气质跟他的座驾一样 神秘低调 却又巨傲金贵 男人的视线 落在不远处会所门口的女孩子身上 他穿一身简约的白色短T 搭配高腰牛仔裤 堪堪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蛮腰 明明是简约的衣着 但因为身材比例太好 又腹白貌美 以至于他整个人看起来 疯腰长腿 摇曳婀 想起前一晚 掌心里的滑腻娇嫩 男人眸色暗了暗 迈着长腿走了过去 中路被安保拦在了门口 说是只有会员才能进入 让他进去 就在他着急的时候 耳畔传了一声低沉 却很有威严感的吩咐声 谢谢 中路一心只想赶紧冲进去 手撕宋妍 所以只匆匆看了男人一眼 到了声谢 便进了会所 找到自己的目标房间 他毫不客气地 就推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一派纸醉精迷 年轻的男男女女们 粘在一起 喝酒唱歌滑拳 好不惬意 中路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富二代 立起闻身旁的宋妍 他冷笑了一声 上前端起一杯酒 手起杯落 就泼在了宋妍脸上 宋妍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一边狼狈不堪地抹着自己的脸 一边痛骂着 中路 你发什么疯 中路嘲弄道 我发疯 你算计我 还倒打一耙说我发疯 中路以为宋妍被自己当场质问 好歹也狡辩一痛 谁知宋妍却身体一歪 倒在旁边立起闻的怀里 娇滴滴地说 立少 你知道吗 昨晚中路可是跟黄总在一起过的夜呢 中路冷笑 好一朵黑心肠的小白脸 想必宋妍是知道 跟他继续争执下去 不会有好果子吃 干脆避重就轻 直接重伤贬低他 从而让立起闻厌恶他 没错 宋妍惦记这个富二代立起闻好久了 奈何立起闻却整天变着花样追中路 中路也跟宋妍澄清过很多次了 他根本没看上立起闻 甚至可以说是厌恶这种 将女人当玩物的顽固 如果宋妍喜欢 大可以自己去追立起闻 但中路没想到 宋妍竟然会对他下手 真是蠢到家了 难道宋妍以为立起闻厌恶他了 就能喜欢上他宋妍 想到这里 而是掏出自己的手机对宋妍说 来来来 大家好好听听 看看是谁早就爬上了黄总的床 看看 你是怎样算计我的 中路说完 放了他手机里的那两段音频 宋妍很显然没想到 中路手里有这样实打实的证据 当场就双腿 一软瘫坐在了沙发里 另外 难道黄总没告诉你 我昨晚用烟灰缸 把他的头给砸破了 逃了出来 中路当然不会忘记自证清白 包厢里的人顿时都鄙夷地看向了宋妍 丽启文更是拎着宋妍的胳膊 毫不客气地将他给丢了出去 顺便喊了安保 来将宋妍给拖走 中路 我杀了你 宋妍淒厉的喊声 回荡在喧嚣的走廊里 中路满不在乎地转身 打算走人 丽启文大步上前拦住了他 神色似笑非笑 露露 你不会是 嫉妒我最近跟他走得近 所以才这样整他的吧 中路都要悠了 神他妈他嫉妒宋妍 他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他被那奸人给算计了 当然要报复回来 哪来得极度 启文 就在丽启文想揽住中路的肩 将他留在包厢的时候 一道极其严肃的声音响了起来 丽启文浑身哆嗦了一下 要揽住中路肩头的手 瞬间收了回来 他紧张地看向包厢门口 三 三叔 中路也回头看过去 正是刚刚在门口帮了他的那位男士 刚刚他一心想手撕送颜 所以没仔细看对方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对方不仅面容冷峻逼人 浑身上下还散发着身居高位的压迫感 怪不得丽启文连说话的声音都抖了几分 三叔 你怎么在这儿 那向丽启文开口说话 男人回的简短 约了人在这儿谈试 路过听到你的声音 过来看看 见书指两人在说话 中路转身走了出来 不过他倒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等在了走廊 没一会儿 就见男人走了出来 剪裁合体的西装 包裹住他齐长挺拔的身躯 腰线静瘦 肩宽腿长 衣冠瘦 中路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脑子里竟然蹦出这样一个词来 呸呸呸 中路心里骂着自己 怎么着也应该是衣冠楚楚啊 为了掩饰自己内心对人家的诋毁 他连忙垂眼道谢 丽先生 刚刚谢谢您帮我进来 这人既然是丽启文的三叔 那应该也信你吧 谁知中路话音落下之后 那人却半晌都没有回应 在中路低垂的视线里 只能看到男人黑色的西裤裤管 还有那一双高档的手工皮鞋 中路对服装和时尚也有研究 一眼就看出 男人这一身行头都昂贵奢侈 面前照下一片阴影 男人微微俯身凑近了他几分 眼神会莫难懂 不认识我 中路一脸茫然的抬眼 他为什么这样问 他今天是第一次见他 当然不认识他 丽敬东在那一双漂亮明润的姓眸里 看出了真真切切的陌生 看向他的眼神不由得危险了几分 昨晚他在他身下像只小野猫 挠得他后背到现在都有些火辣辣的 这会儿他却不记得他了 他这是在跟他玩欲情故纵 想到昨晚一些香烟的画面 身体内有火窜了上来 他故意扯了扯领带 露出了脖梗上一处醒目的吻痕 故意提醒着他 这是他的杰作 中路 这男人是有暴露癖 还是怎么的 给他一个小姑娘 看这种暧昧的东西 像话吗 很好 见他依旧是油盐不尽的样子 丽敬东舌尖抵了抵后槽牙 撂下这样一句话 随后便转身走人了 中路只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总觉得男人刚刚那句话 有些咬牙切齿的意思 好像他得罪了他似的 就因为他不认识他这种 看起来很了不起的大人物 他就生气了 只是 男人离开后 中路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男人身上的味道有些熟悉 他在空气中又用力嗅了嗅 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怎么跟昨晚 那个男人身上的气息那么相似 不会昨晚那个男人 是他吧 昨晚那个男人 具体长什么样子 中路是真的没看清 因为当时实在是意识模糊 他对昨晚的记忆 只有身体上的酸疼 哦对了 还有男人 胸口那个盘旋着 俯冲而下的阴损纹身 给了他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中路回家后 第一件事 就是在网上搜索 力启文三叔 虽然这段时间 力启文一直在追他 虽然大家都说 力启文背景雄厚 但他从未关注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 跟力启文有什么牵扯 这一搜不要紧 搜出来的东西 差点让中路跌落沙发 官方资料的介绍倒还好 上面写着力启文的三叔 名叫力启东 今年32岁 是如今力家商业帝国的掌权人 让中路惊骇的是那些八卦新闻 比如传闻力启东 是商场上令人 闻风丧胆的狠角色 狠利残酷 凶名远播 只手遮天 这几个词 中路想想就干颤 听说 他为了夺权上尉 弄死了大哥力广琴 也就是力启文的父亲 弄摊了二哥力广宁 力广宁 如今对外亮相的状态 全是坐在轮椅里 最近力启东 更是将轻爹力老爷子 祈祷中风入院 中路瞪着电脑无嘴惊呼 力启东这是妥妥的封批 偏执大反派一个呀 太恐怖了 他现在只祈祷一件事 昨晚那个男人 千万不要是力启东 不然他就完蛋了 万一力启东觉得 他是贪图富贵 想嫁入豪门 故意去招惹他的 怎么办 他那样的狠角色 弄死他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他已经十八线开外了 在娱乐圈本就走得艰难 要是再得罪了力启东 他怕是真的要卷铺盖 回家给他妈的服装店 当模特了 去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把脸 冷静了半上 中路觉得 如今他要做的就是 确认一下 昨晚那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力启东 可他要怎么确认 他真的不记得对方的长相 难不成他要去 扒了力启东的衬衫 看看他胸口 有没有那个阴损的纹身 不过按照传闻中 力启东残暴的性格 他要是敢扒他衣服 下一秒 他就能被他给掐断脖子吧 思来想去 半天没有结果 中路决定从力启文那里入手 先间接打探一下 关于力启东的那些传闻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样想着 他拿起手机 给力启文打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中路连忙说 力启 我有点是想跟你打听 什么事 力启文的声音 听起来很愉悦 估计是因为 他终于主动给他打一次电话了 中路斟酌着词语 就是关于你三叔 哪曾想中路话都没说完 就被力启文没脑子打断了 我三叔 中路 你不会是 看上我三叔了吧 中路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被力启文的话给吓死 看上力启东 怎么可能 他还没活够好不好 可不想去跟那样的活颜望 有什么交集 想到这里 他连忙解释 怎么可能 他都一把年纪了 中路说的也没错 力启东都32岁了 而他还差几天 才才满22岁 正是如花般娇嫩的年纪 大他十岁的男人 对他来说 确实属于一把年纪了 中路完全不知道 他口中那个一把年纪的男人 此时正坐在力启文对面 他的话隐隐约约落在了对方耳中 力启文心虚地吞了吞口水 他能感受到 他三叔周遭的气压骤然降低 害得 他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他忐忑地问那端的中路 那 那你想问什么 中路回 就是 外界关于他的那些吓人的传闻 到底是不是真的 力启文浑身一僵 紧张地抬眼看向对面的力启东 就见他那高高在上的三叔 忽然伸手拿了他的手机过去 物资声音沉沉开了口 钟小姐 既然是关于我的问题 不如亲自问我比较好 力启文跟见了鬼似的 差点跳起来 中路 这是什么大型射死现场 想打听当事人的八卦 却被对方当场抓包 惊慌失措之下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完了完了 他完了 中路 将手机丢在一旁 在自家客厅抱走了好几圈 他哪里能想到 力启东刚刚就在力启文身旁 他不但打听他的八卦 他还说他一把年纪了 还有 如果昨晚那个男人 真的是力启东 他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他早晨逃走时 在床头放了200块钱 如果对方真的是力启东这样的大佬 那这200块对力启东来说 就是羞辱了 许氏觉得自己 已经错得无药可救了 中路最后反而淡定了 干脆关了电脑睡觉去了 隔天一大早 中路去了趟医院 他的经纪人纪灵 这几天兰尾炎手术住院 他去探望 许氏流年不利吧 他刚从电梯出来 迎面就看到力启东 从一间病房出来 在他身后 是气急败坏的咆哮声 和悲碗摔碎的声音 那里面八成是他最近住院的 父亲丽老爷子 看来父子关系 确实如传闻那般 极其差劲 想都没想 中路掉头就走 打算装作没看到力启东 虽然还没确认 那晚的男人到底 是不是他 但冲着他那些残暴害人的名声 中路也只想绕路走 站住 身后传来 让他干颤的一声 他只好顿住了脚步 男人迈着一双长腿走过来 在他面前站定 语气不悦 跑什么 中路总觉得 他这语气 好像跟他很熟人似的 但 他们很熟吗 唇角扯起理解性的笑容 他恭恭敬敬跟他打招呼 您好 利先生 谁知利静东也不接话 只眯眼冷冷地凝着他 中路哪里能承受得住 这一般来自权力 最顶端的人的凝视 这堪称死亡凝视了 于是他只好又问道 利先生 您喊住我 是有什么事吗 利静东默默回了他一句 这话 难道不应该我问你 中路一头雾水 什么意思 昨晚不是想打听关于我的事 现在我人在你面前了 怎么不问了 利静东抛给他这样一句 中路瞬间射死 明艳照人的面容 非常一抹尴尬 这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因为太无措 所以他只好别开了眼 最后视线定格在利静东的衬衣扣子上 许氏来医院探病 他没记领带 衬衣扣子也松散地解开了上面两颗 跟昨晚在会所看到的西装革履 衣冠楚楚相比 此时的他多了几分慵懒 中路好想给他扯下下面那粒扣子 扯下后 就能看清他身上有没有纹身了 因为太过于执念 以至于中路盯得有些忘我 钟小姐 头顶上方传来男人悠悠的声音 中路连忙回神 就听利静东也遇到 这么缠男人的身子 中路 他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什么叫他缠男人的身子 他那是太想知道他胸口到底有没有 那个纹身了 中路欲哭无泪 尴尬又羞窘 还有小小的气恼 想他中路也是伶牙利齿 从不肯吃亏的人 怎么到了利静东面前 竟然被他给逼得毫无招架之力 当然 他的不满也只陷于暗暗磨牙 这人那些害人的名声 让他不敢造次 怕没命 钟路 与其网上去看那些传闻 不如自己亲自来了解 男人抬手按住电梯的开门键 神色灰暗不明地丢给他这样一句 便进电梯离开了 钟路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利静东刚刚说 不如自己来了解 这个来自 就很诡异 怎么感觉他是在邀请他去了解他呢 可他那样心狠手辣的男人 谁敢去了解他 真了解了他 还能活着离开 钟路想想就觉得可怕 连忙摇摇头 打消了自己乱七八糟的念头 找到继灵的病房探病去了 钟路跟利静东的第三次见面 是在两天后 利启文举办的一个party上 地点还是在东盛 利静东的地盘 利启文喝了几杯酒之后 将钟路单独叫了出来 真情告白 露露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自从遇见你之后 我看别的女人都没有了味道 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其实利启文长得很好看 在一众富二代里 算是英俊潇洒的 只是钟路实在是对顽固美好感 但也不能直说 于是也学着利启文的神情 掏心掏肺道 利少 我跟您说的也是真心话 我真的真的对谈情说爱 一点兴趣都没有 利启文摆明了不幸 怎么可能有人 对谈恋爱没兴趣 更何况 后面那句话 利启文收敛了一下没说出来 那就是 更何况 还是跟他这样 又英俊又有钱的富二代谈恋爱 这么多年 他身边从未缺过女人 他看上的女人 最后都得到了 除了钟路 但越是这种得不到的 反而愈发信仰难耐 钟路双手合十诚恳道 智者不入爱河 建设美丽中国 利启文 他这是什么傻X言论 古色古香的屏风后 喝了酒出来 透气的力进冬刚好驻足 于是就听到了钟路的这番话 他有些想笑 小姑娘倒是花样挺多 智者不入爱河 建设美丽中国 视线 落在那美艳的人儿身上 掐腰小背心 愈发显得他那腰肢盈盈一握 扶若宁知 让他不由地想起 那一碗极软的腰肢 那香利启文还想说些什么 不过被包厢出来的人给拉走了 钟路总算松了口气 不过 下一秒 他就被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男人 给吓得性谋远整 红唇微气 钟路回过神来之后 转头看了看身后的屏风 心想 他刚刚跟利启文的对话 利进冬不会又听到了吧 人都站在他面前了 微笑着寒暄 利先生 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衬衣 卷起的袖子下 露出半截线条有力的小臂 将成熟男人的魅力 发挥到了极致 以及黑衬衣 让他更有传闻里那种 撒旦六亲不认的冷酷感觉了 钟路觉得 空气都莫名冷了几度 利进冬直言 既然不喜欢启文 何必来参加他的聚会 钟路有些欲言又止 他想对回去的 他想说他这样身在高位的人 当然不懂 他这种十八线小明星的苦衷 他虽然不喜欢利启文 但也不能得罪彻底吧 但想着利进冬的不好招惹 他只好婉转了语气 人情世故而已 人情世故 利进冬挑了挑眉 似是若有所思 伴上后他忽然开口 这么说 如果我邀请你来我的party 你也不敢拒绝了 钟路 这都哪跟哪啊 利启文邀请他参加party 是因为利启文看上他了 变着花样找借口喊他出来追他 利进冬邀请他参加他的party做什么 他们又不熟 难道他也看上他了 想到这一点 钟路不由的后背一阵发凉 看向利进冬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探究 利进冬看出了他的几分剧 故意没理会 周六晚上 我有个私人party 邀请你来参加 他说完就迈着 长腿进了隔壁包厢 剩下钟路站在原地 心情凌乱 利进冬这到底是认真的呢 还是故意作弄他 就因为他上回 说他一把年纪了 他就这样吓唬他 欺负他报复他 哼 果然跟传闻一样 牙字必报 资猪必叫 深呼了一口气 平复了几分心情后 钟路冷静分析 利进冬的邀请 绝对是一种作弄 毕竟他那种大人物的party 肯定需要邀请函 而他不过是口头对他说了说 肯定不作数 深夜 应酬完的利进冬 由司机送回家 助理沈行舟陪同 副驾驶的沈行舟 转头看向后座里 闭目养神的男人 斟酌着话语问道 利总 您真的要邀请钟小姐 到您的住处吃饭 多注重自己的隐私 连他这个跟随多年的私人助理 都极少被允许进入到利进冬的家 如今 利进冬竟竟然会邀请钟路去吃饭 沈行舟刚刚听到这个吩咐的时候 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 差点惊掉 嗯 利进冬倒是应得很平静 沈行舟又说 他好像并没有认出您是那晚的人 您觉得 他还是在欲擒故纵吗 那一晚之后 利进冬就让他查了钟路所有的信息 虽然查明他也是被人算计了 但利进冬这样的身份地位 还是不得不防 万一他是有心人刻意安排的美人计呢 所以这几次利进冬频繁遇到钟路 都是在故意试探 不过利进冬倒是没想到 钟路那晚醉得那么厉害 竟然记不起他的长相 会所那次出见 他对他全然的陌生 不像是装的 他却记得他那张脸 明艳动人 美得纯粹 勾魂舍魄 想到这里 他似是笑了一下 回了沈行舟一句 不太像欲擒故纵 他又道 所以得在私人场合找个机会 李进冬判断 钟路现在怀疑他是内腕的人 但又没法确认 他八成是记得他胸口那个阴损纹身 否则上回在医院遇见 也不会那样盯着他的领口 而要展示那个纹身给他看 当然要在私人场合 他的身材 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能看到的 沈行舟明白了李进冬的意思 不过下一秒 他又有些不解 可如果他不是欲擒故纵 那您这样优秀的男人 几次出现在他面前 他竟然不心动 沈行舟跟在李进冬身边多年 可是真真切切见过各色女人们 都是怎样往李进冬怀里扑的 花样百出 底线全无 现在中路竟然不纠缠李进冬 沈行舟不懂 大概是智者不入爱河 建设美丽中国的缘故 李进冬想起那天 听到中路说的话 唇角微微上扬 沈行舟见鬼似的 看了自家老板一眼 他老板怎么忽然说这么 俏皮的话 这实在是 不符合他嗜血残忍的人设 而且还笑了 今晚他都见李进冬笑两次了 要知道沈行舟 跟在李进冬身边有五年了 见过他笑的次数 不超过五次 不过沈行舟也没再多说什么 尽职尽责将李进冬送回家 再尽职尽责 准备周末李进冬宴请中路 要准备的食材 星号 周六傍晚 中路早就将李进冬的邀约 抛在了脑后 在家窝了一整天的他 鸡肠鹿鹿 于是决定下楼觅食 因为打算就进去 小区门口的烧烤电炉串 所以 他衣着简约的就下楼了 翻不写短裤小吊带之外 再套一件大大的格子衬衣 舒适又休闲 不过中路刚出单元楼 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 站在一辆车前的沈行舟 中路转身就想跑 他认识沈行舟 会所那次他跟在李进冬身边 谁知沈行舟 却是预判了他的计划 几步追了过来拦住了他 礼貌地笑着邀请 钟小姐 李总让我来接您赴约 中路咬了咬牙 有些恼火 又有些无奈 他哪里能想到 李进冬竟然真的邀请他 参加什么派对 他以为他不过是 作弄作弄他而已 中路也是个机灵的 当即也冲沈行舟笑了起来 那你等我一下 我上楼换身衣服 这身太随便了 上楼之后 他可就不会再出来了 到时候 沈行舟就算把他家的门铃 按刀冒烟 他也不会理 然而沈行舟也是只老狐狸 他可是在李进冬身边淬炼过的人 自然瞬间就猜透了 中路心里打的什么注意 直接就拦下了他道 没事没事 是一个私人晚宴 随便穿就行 沈行舟都这样说了 中路只好随他坐进了车里 中路以为沈行舟会载他去某家餐厅 谁知车子 最终却停在了一座气派 而又豪华的别墅前 别墅前有一个打理得很是漂亮 且宽敞的花园 此时那花园的草地上 搭了白色的露营天幕 天幕下摆着很有质感的藤椅和长桌 那天幕边上还点缀着串灯 浪漫氛围拉满 中路有些猛 下车后他边打量着这一切 边不解地问沈行舟 这里是 沈行舟微笑着回他 我们厉总的家 中路 他笑不出来了 厉静东这是在搞什么 不是说邀约他参加party吗 怎么跑他自己家里来了 而且还一个人都没有 中路求助似的看向沈行舟 沈特助 待会儿你也会在这儿吧 沈行舟摊了摊手 怎么可能 我这就要走了 中路一听 连忙抓住了沈行舟的胳膊 别别别 你老板那么恐怖 我害怕呀 之前他几次遇见厉静东 都是在公共场合 安全上有保障 可这次是在厉静东家里 他的地盘上 中路响起外界那些 关于厉静东的传言 腿就有些软 沈行舟故意打去他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厉总是一个非常温和好 相处的人 中路震惊地睁圆了眼睛 温和好相处 你确定 咱们说的是同一个人 厉静东此时正好从家里走出来 一眼就看到 中路抓着沈行舟的胳膊不放 当然也听到了他质疑 沈行舟说他温和的话 沈行舟在自家老板 梁嗖嗖的视线里 迅速将中路的手扒了下来 然后恭恭敬敬告辞 厉总 我先走了 说完他便转身 上车走人了 跑得比倪丘都快 中路自认身手也不错 竟然没抓住他 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转头看向厉静东抗议道 厉先生 这就是您说的私人party 男人挑了挑没 怎么了 不够私人吗 中路 他严重怀疑厉静东是故意的 故意把他的话给堵住 他想表达的不是不够私人 而是太私人了 私人倒只有他们两个 男人无视他的抗议 提议道 吃烤肉怎么样 中路瞪向男人 他们还有这鬼默契 他今晚莫名很想吃烧烤 他就提议吃烤肉 但现在问题是 他们俩谁来烤 厉静东看起来就不像个 会动手烤肉的人 他那双手 应该只适合悄悄键盘 轻松入账 以亿来计算 很可惜 他也不会 他虽然没有厉静东那样的富贵命 但他没有做饭的天赋 小时候差点给他妈 把厨房烧了之后 家里人再也没让他进过厨房 就在中路发愣的时候 厉静东说了一句 愣着干什么 去坐吧 中路听他这话的意思 是他来烤 然而 他这样的千亿大佬 亲手给他烤肉 他哪里敢真的过去坐着等吃 于是他只好提议道 我也帮忙吧 厉静东倒也没拒绝 转身迈着长腿 回屋拿食材了 中路忐忑地跟在他身后 也走了进去 他以为按照厉静东的千亿身家 他家得装修得很是富丽堂皇呢 没想到竟然很舒服 简约的黑白灰色系 跟他的人一样低调内敛 却又高级感十足 厉静东从厨房端出 已经腌制好的肉串和其他食材 中路则是端了水果 跟在厉静东身后的他 想了想 还是再次小心翼翼确认了一遍 厉总 我们真的要吃烤肉吗 厉静东瞥了他一眼 怎么 不敢吃 怕我给你下毒 中路扁了扁嘴没说话 他倒不是怕他下毒 他是怕他不会烤今晚 两人都要饿肚子 他更怕吃了他这样的大人物烤的肉 会折瘦 食材都端出来后 厉静东开始动手烤起了肉来 许是因为居家的缘故吧 他今天穿得很休闲 亚麻材质的休闲衬衣 优雅中带着几分禁欲气息 那张脸更是 饶是在娱乐圈 见惯了各路高颜值的男明星 中路都觉得 厉静东这张脸不是一般的货人 看着看着就有些出神 在厉静东递给他一根烤好的肉串时 他都没回神 男人低声笑着打去他 看人就看饱了 中路狠狠地尴尬了一下 连忙接过了面前的肉串 品尝了一口之后 他竖起大拇指给男人点赞 好吃 女孩子眼底因为吃到了美食 而散发出幸福晶亮的光芒 厉静东不由地多看了一眼 他倒是没想到 他这样容易满足 一小口肉串 眼睛就亮了起来 看来是个小吃货 此时女孩子娇艳的面容上 染着一抹飞色 丽静东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了一句词 美人计罪 朱颜妥显 女孩子又说道 没想到丽先生 您还会烤肉 丽静东收回自己的视线 漫不经心地回 我小时候也吃过了很多苦 中路明白了 八卦里说 他其实是丽老爷子在外面的私生子 小时候根本不被认可的那种 所以吃过很多苦肯定是真的 也正因为吃过了这么多生活的苦 所以后来 上位的手段才这样残酷暴力吧 得牢牢握住这破天的财富吧 男人似是看透了他心里的念头 骤然问了他一句 心里嘀咕什么呢 哪有 我只是在想 丽总烤肉的样子 真帅 中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只好硬扯 丽静东悠悠瞥了他一眼 很显然 觉得他这话没有走心 中路心虚地别开了眼 许是丽静东烤肉的手艺太好了 中路面对丽静东的紧张和害怕 被美氏给驱散了 所以后面 他跟丽静东的相处 竟然还挺和谐 丽静东一边烤 一边给他投喂 当然中路也不是那种没礼貌的 只顾着自己吃 他吃得很慢 间接等着丽静东烤好后一起吃 食材全部烤完之后 丽静东回屋洗了手 出来的时候 手里拿了两罐啤酒 递了一罐给中路 他挑眉问他 喝点 不喝 中路用力摇头 他现在看到酒就有心理阴影 那晚他就是因为喝得太醉 才会被送颜算计 他打算就此借酒 滴酒不沾 丽静东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没再继续劝他 而是起身道 我回去给你榨一杯果汁 中路连忙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别榨什么果汁了 他只想赶紧吃完走人 但丽静东人已经回屋了 他也只好老老实实坐着等着 半晌后 丽静东忽然在屋里喊他 中路 你进来一下 中路心头莫名狂跳了几下 虽然之前丽静东也喊过他的全名 但他总觉得 这次丽静东的语气 舌尖里好像多了几分以拟前全 他起身进屋 就见丽静东 在漫条丝里的解他的衬衣扣子 中路 丽静东看了一眼旁边那杯鲜榨的果汁 示意他 你先把果汁拿出去 刚刚不小心溅到身上了 我去换件衣服 好 中路刚说了一个字 就见丽静东 多解了两粒扣子的衬衣领口处 露出了一支阴粉的图案 跟那晚 那个男人身上的纹身一模一样 中路整个人都梦了 你 你 你 中路瞪着丽静东 惊骇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大脑实在是太混乱 根本没法在这继续待下去 中路也不管什么果汁不果汁的了 转身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 并且飞奔离开了丽静东的别墅 丽静东 则是慢悠悠地重新扣上了自己的衬衫扣子 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后 接下来就看中路的选择了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试探中路 如果中路真的贪图富贵别有用心 那么在知道了 他就是那晚的男人之后 必然会对他百般纠缠 试图攀上 如果他没有什么心思 丽静东微微瞇了眯眼 那这事也没那么简单 招惹了他 他还想全身而退 中路出了丽静东的别墅后 一路跑得飞快 好似丽静东是什么 可怕的豺狼虎豹似的 好在跑了没多久 身后有车子追了上来 沈行舟摇下车窗对他说 钟小姐 我送你回去吧 这边几乎没有出租车过来 感情沈行舟根本就没离开 感情今晚这顿饭 就是丽静东主铺俩的一个圈套 中路瞪了沈行舟一眼 气到磨牙 不过他还是选择上了沈行舟的车 因为沈行舟说的没错 这边是高档别墅区 住户们出入 要么自己开车 要么有司机接送 出租车没事 谁会来这里 中路上了车 就俯额闭上眼 靠在座位上了 沈行舟也识去的什么都没说 只负责默默开车 行驶了大半端路后 中路悠悠叹气 对沈行舟说 沈特助 你们老板那么穷凶极恶 那天晚上 怎么不干脆掐死我呢 掐死他 他就不用面对如今的近况了吧 沈行舟低声笑了出来 面对着他的问题 完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以及 谁给他传递的信息 说他老板穷凶极恶的 沈行舟想了想 决定替自家老板澄清一下 钟小姐 立懂他 沈行舟想说 立静东会有如今这么多负面的名声 有一大半原因是 一些人别有用心 故意传出来的谣言 目的就是让立静东引起公愤 从而没法好好管理公司 然而 中路的电话 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沈行舟只好作罢 让沈行舟有些出乎意料的是 中路的电话 内容他这样一个高等学府的学霸 竟然有些听不太懂 不过他大概猜了一下 应该是跟服装有关的 又听什么团领课司之类的术语 那八成是跟古装有关了 中路这通电话 一直打了很久 等终于挂断的时候 沈行舟已经将他送到楼下了 中路礼貌跟沈行舟道谢后 便回家了 沈行舟也在没机会提立静东 中路到家后 就将自己丢进了沙发里发呆 一想到那天晚上的男人 竟然是立静东 他就想跳楼 想了大半夜 最终他决定 装作完全不记得 那晚都发生了什么 以喝得太醉断片了为借口 这样他不记得立静东 不记得他胸口 那个纹身就很合理了 这样他就继续当立静东 只是那晚帮他进会所的人而已 然而想到那天在会所的种种 中路猛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心惊不已 感情立静东早就知道他是谁了 感情从在会所门口他 遇见立静东开始 一切就都是立静东的试探 今晚他故意露出那个纹身 表明他的身份 就是对他的终极绝杀 这般老奸巨华 又阴险狡诈 果然跟传闻中一个模样 中路有些腿软 因为他搞不懂立静东 想对他做什么 他觉得自己也斗不过立静东 他虽然有些小聪明 但哪里是立静东的对手啊 所以 他抓起手机 来给经纪人纪灵打了个电话 林姐 最近有没有什么角色适合我 我想禁足 他得跑 从立静东眼皮子底下 消失一段时间 想必立静东 就将他抛到脑后了 纪灵前几天 蓝尾炎手术住院了 如今还在医院 纪灵语气有些虚弱 怎么忽然要禁足了 你不是说 最近要休息一下吗 中路哪敢跟纪灵说 自己招惹了立静东那尊大佛 指唐色道 就是忽然觉得 也没什么好休息的 还是拍戏去吧 纪灵想了想说 我手边倒是有一个古装剧 但林渊渊是主角 林渊渊是中路同父异母的妹妹 是林承山抛弃 中路母亲中男男后 再婚生的女儿 跟中路是死敌 中路若是也进了这个剧组 林渊渊八成要找中路麻烦 无所谓 这几年我都习惯了 中路语气轻松 你把剧本信息发给我就好 林挂电话前中路又说 对了 明天我去接你出院 纪灵顿了一下 随后轻声说 好 中路连夜收拾好了 禁足的行李 打算明天接纪灵出院后 就直奔剧组 隔天上午 跟纪灵同一层楼房的 丽家老爷子病房内 依旧是鸡飞狗跳 病床上的丽老爷子 冲前来探病的栗靖东 猴得震天响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传统医药是我们的命根子 你现在说改革就改革 还一下子 要砍掉那么多部门 不是等于要了我的命吗 栗靖东抬手揉了揉 自己被荼毒的耳朵 漫不经心地说 都说了 传统医药 现在是个拖后腿的 亲爱的父亲 如今早就是信息化时代了 你那些靠医药 代表进医院卖药的方式 早就落伍了 我们要学会新的销售模式 建立新零售的销售渠道 运用互联网 做互联网加一药的 营销手段来销售 我们还要将资金 着重投入到 研发各类新药中去 科技新国科技新国 连国家现在都提倡科技 更何况是公司 栗靖东说到最后 语气里嘲弄嫌弃意味十足 老爷子被他气得胸口 剧烈起伏着 当然 他也不是个省油的 就那样 瞪着栗靖东 提出了他的条件 你要改革也可以 你先给我结婚 结了婚我就同意 栗老爷子笃定 栗靖东短时间内 结不了婚 他这个儿子他很了解 身边连个女人都没有 脾气又不是个好相处的 更不是个愿意将就的 绝对不会随随便便 找个女人来结婚 果然 就见栗靖东 敏唇沉默了下来 外面忽然传来女孩子 隐隐约约地骂人声 宋浩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 卑鄙无耻的人 林姐刚做完手术 你竟然跑来 栗靖东挑了挑眉 唇角勾起一抹笑容来 就那样看着老爷子问 你确定 只要我结婚 你就同意改革传统一样 对 成交 栗靖东答应得很是愉快 改天领了证 拿来给你看看 他说完便起身走人了 弄得病床上的栗老爷子 心里一阵慌 他 不会有喜欢的人了吧 不过老爷子很快就自我安慰了起来 不可能 栗靖东那个人没有心 怎么可能会喜欢上谁 栗靖东离开病房后 并没有立即离去 而是在走廊上驻足 抬眼看向了斜对面 中路的经纪人 继灵住在那里 刚刚骂人的是中路 此时他依旧在气势汹汹地骂着 灵姐为什么不能生孩子了 你难道不清楚吗 当初你们创业最辛苦的时候 他意外怀了孕 到处奔波过度疲惫 导致孩子没保住 他伤了身子 你如今反而嫌他不能生孩子 要跟他离婚 宋浩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继灵病房里的中路费 都要气炸了 他今天本来是来接继灵出院的 结果刚走到病房门口 就听到继灵的丈夫宋浩 在跟继灵提离婚 还用继灵不能生孩子 这样卑劣的借口 中路想给宋浩一个过肩衰 让他尝尝 什么叫做痛 中路 大病出遇 脸色苍白的继灵 平静地拦住了他 没意思了 我同意离婚 下一秒 继灵又看向宋浩说道 但公司一人还有财产 我们得好好掰扯掰扯 继灵跟宋浩一起经营着一家 业内很是有名的经纪公司 当初两人算得上是白手起家 如今旗下一人遍地开花 宋浩笑的嘲弄 继灵 你以为有一人会愿意跟着你吗 中路没好气到 怎么没有 我是第一个跟着灵姐走的 宋浩笑的得意 你是第一个 恐怕也是唯一一个了吧 宋浩将矛头对准了中路 中路 不是我说你 你趁早卷铺盖回家吧 有林承山老师在一天 你在这个圈子里 就永无出头之日 照我说 你干脆跟了男人算了 麦田饮业的王总你还记得吧 他惦记你好久了 不如我今天组个局 你跟了他 走廊上一直驻足听着的栗靖东 因着这句话 当场就沉了脸 麦田饮业 王总 还有这个宋浩 很好 他记住他们了 病房内东的一声响 随后是宋浩的惨叫声传来 很显然宋浩市被人摔倒在地了 这下坏女孩子笑得得意了 宋总 这么爱拉皮条 不如我把你打晕 送上王总的床吧 听说他也惦记男人呢 宋总这么没良心 跟王总那种黑心肝的 可真是绝配呢 中路 宋浩又疼又气 咬牙切齿地吼着 栗靖东这种向来不苟言笑的 也不由得抬手抵在唇边 低声笑了出来 他倒是忘了 他向来不是给吃亏的主 把宋浩打晕 送上王总床这种事 他还真能干出来 病房内 中路刚刚一个过肩衰 将宋浩给撂倒在地后 此时正贵压着宋浩 宋浩一个大男人 半分都动弹不得 中路身手可不一般 从小就跟着开武馆的继父周易学武 一招一试 都是周易手把手交出来的 打趴宋浩完全不在话下 中路目光冷烈地警告着宋浩 宋总 你们可以打压我 让我永远都接不到好的角色 但在我面前的时候 嘴巴最好放干净一点 宋浩此时大气都不敢再出一声了 一旁的继琳将中路拉了起来 淡淡对宋浩说 我想在财产分割这方面 我们肯定无法达成协议了 我这边会请律师 我们法庭上见吧 继琳原本还想着和平离婚 但她从刚刚宋浩的话语中感受出来了 公司的一人八成已经都被她给收买了 和平分手大概是没可能了 既然这样 那还不如直接走法律程序 继琳是个干脆利落的性子 也看透了宋浩的无情与卑劣 干脆决绝撕破脸 那就法庭见 宋浩从地上爬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又恶狠狠瞪了中路一眼 这才愤愤离去 中路第一时间上前抱住摇摇欲坠的继琳 心疼地安慰着 林姐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千万别动气 这种渣男不值得 我很好 中路的关怀 让继琳心里很是温暖 但又欠就急了 只可惜要连累你了 以后宋浩肯定会各种打压我 你的处境要更艰难了 中路语气轻松 无所谓 我的处境本来就已经是最低谷了 还能艰难到哪去 大不了我回家 继承我妈的服装店就是了 中路像来这样乐观明朗 像得小太阳 即便身处绝境 也从未自暴自弃颓废过 说来我非常非常感激你 当初在凌晨山的打压下 都没人敢签我 只有你签了我 虽然只能给我一些小角色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林姐 你放心 你在我没人要的时候签了我 我也会永远对你不离不弃的 中路说完又抱了抱继琳 继琳眼圈一红 眼泪差点落下来 被宋浩那样背叛伤害她 都没想过哭 却被中路的宽慰给说红了眼 你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我去给你办出院手续 中路扶着纪琳在病床上坐好 便拿了各种单具出门了 那乡 宋浩气冲冲地离开纪琳的病房后 走了没几步 一抬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丽敬东 男人一身黑色西装 表情冷俊 单手抄在裤带里看向这边 宋浩莫名觉得 丽敬东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冷冽的寒意 宋浩抖了抖 但下一秒 惊喜又大过了恐惧 要知道丽敬东这样的大人物 一般人根本见不到 于是他连忙换上笑脸 产妹的上前跟丽敬东打招呼 丽总 您好 我是浩海传媒的宋浩 前几天在一场晚宴上 我们见过 丽敬东脸色一沉 丢给他一个字 滚 宋浩 他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丽敬东 而丽敬东连一个眼神都没再给他 镜子转身走人了 可宋浩却觉得 仅仅丽敬东那个背影 就足够消杀的 中路楼上楼下一通忙活 终于给纪琳办好了出院手续 重新回到纪琳病房的那一层时 他一出电梯 就遇上了丽敬东 他第一反应是 转身想逃 但又一想他 要是真的逃了 那就露馅了 于是 他出了电梯后 镇定迎上丽敬东优身的视线 笑着打招呼 丽总 这要巧 不巧 专门在这儿等你的 中路 这么直接 他这也太咄咄逼人了吧 不带他说什么 男人又直白开口 昨晚怎么跑了 烤肉都没好好吃 中路睁着眼说瞎话 哦 昨晚忽然想起 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所以就跑走了 谁知丽敬东依旧不依不饶 没有别的原因 没有 中路回得单粹 丽敬东微微瞇了迷眼 很好 他已经这样逼他了 他依旧在那儿跟他装傻充能 这是打算不认账 跟他装失忆 丽总 我还要去接我经纪人 拜拜 中路说完 便一溜烟地跑进了纪琳的病房 丽敬东都被气笑了 他去而复返在这儿等着他 就换来了他一个装傻充能 沈行舟打来电话 丽总 钟小姐买了去向山影视城的机票 镜组 藏交 剧组 这就巧了 丽敬东再次笑了起来 这部剧恰好是他投资的 他迫不及待想逃 却逃到了他的地盘里 这是不是就叫做 插翅难逃 丽敬东吩咐沈行舟 给我买一张去向山的机票 他忽然有些期待了 期待他在剧组看到他之后的反应 沈行舟在那段有些纠结 丽总 最近公司里关于改革传统药的争论甚嚣尘上 您在这个时候离开 不怕他们闹大吗 丽敬东如今是丽家的掌权人 但他排行老三 又名声不好 不服他的人很多 尤其最近丽敬东杀伐决断 要改革立市的传统药行业 直接引起了公愤 这几天每次开会都堪比打仗 所以 沈行舟才有了这样的担忧 丽敬东漫不经心道 那就让他们闹 谁闹得最凶 我最后 就丢谁去接手改革后的传统药部门 沈行舟不得不承认 他们立种手段就是毒 所有人都不同意改革传统医药 就是担心改革不起来 反而毁了 他到时候丢反对生最大的那个人去管理 那人岂不是要呕得吐血 反对了一顿 还要去当牛做马 继续为立竞东卖命 这比杀了他们还痛苦吧 中路将继琳送回家 便打算直奔机场 继琳很是不放心地叮嘱他 不要跟林渊渊起冲突 中路哼道 我也不爱搭理他 可他要是犯件非要来招惹我呢 反正我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他要是太过分了 我也不怕撕破脸 中路跟林渊渊的父亲林承山 年轻时曾经是娱乐圈的演技派影帝 以儒雅内敛 成熟稳重出名 可实际上 他就是个伪君子 渣男 中路的母亲钟南南 当年靠着盛世美颜和精湛演技 一炮而红 年纪轻轻就拿了影后 林承山对他展开了激烈追求 中南南坠入爱河为爱吸引 外界别提有多可惜了 后来中南南怀孕 林承山承诺会娶她 可谁知林承山却半路 娶了林渊渊的母亲成丽 成丽当时是珠宝富商的女儿 不是一般的有钱 直到两人的婚讯传来 中南南才知道自己被抛弃了 从中路报考电影学院的那一天起 林承山就动用了他所有的人脉 打压中路 他不想让中路入行 因为中南南当初太火了 一旦中路走红 就会被扒出 她是中南南的女儿 就会被扒出她曾经对中南南 屎乱中气的丑闻 就会影响她的声誉 从而影响她现在所投资经营的公司 最重要的是 林承山跟成丽的女儿林渊渊 也踏足娱乐圈 林承山夫妻更不想看到中路走红了 否则林渊渊可能要一直被中路给压一头 不过中路从来不在意这些 反正她也有自己的副业 又不靠演戏吃饭 演戏只是她的爱好 不管什么角色 她享受的是这个过程 可虽然中路这样佛了 林渊渊还总是爱找她麻烦 季灵也知道林渊渊那德行 所以大多数时候 都不会让中路跟林渊渊在剧组碰上 中路以前也挺配合的 也不知道这次为什么非要进这个组 咱们不怕他们来明的 就怕他们背后来明的 总之 你自己还是要小心 我这段时间有些焦头烂额 怕顾不上你 季灵也只能这样交代中路 作为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很多年的经纪人 季灵什么卑鄙龌龊是没见过 知道了 你不用担心我 好好休养 好好打离婚棺子 中路也叮嘱着季灵 随后便去机场了 藏娇 讲的是某朝位高权重的首府大人 机缘巧合之下 遇上一位爹不清娘不爱的小姑娘 不苟言笑的首府大人 被小姑娘俏皮明朗的性格吸引 老谋深算地将小姑娘取进了门 从此免她惊 免她苦 免她颠沛流离 免她无知可依 直到没人快要将门槛踏破了 那首府大人 才不得不声明自己已婚 首府大人也不想一直金屋藏娇的 这部剧是根据小说改编的 林渊渊演女主 传出林渊渊要演女主的时候 林渊渊没少被书粉骂 因为林渊渊的性情相貌 跟小说中女主的性格一点都不像 林渊渊自从出道以来的人设 就是富家千金 林承山和成立 也从来都没避讳过跟林渊渊的关系 夫妻二人又是砸钱 又是砸资源的 总算将林渊渊捧上了所谓的一线小花 中路要演的角色 连女三都不是 她要是能接到女三的角色 就不至于十八线开外了 林承山不是一般的恶毒 女三都不准劝利人给她 甚至女四女五也不可以 可以说这两年 中路演的都是配角中的配角 林承山想着用这样的方式 羞辱打压中路 中路就会妥协 殊不知 中路属于越挫越勇的那种性格 林承山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中路入住剧组包的快捷酒店后 就悠哉悠哉出去觅食了 刚想好要吃什么 就接到了巨物的电话 中路 今晚资方请客 你也过来吧 中路一头雾水 资方请客 轮不到我这种小配角去参加吧 资方 那可是金主爸爸 他们请客 只会请导演男女主演 还有主要的几个配角 他这种配角中的配角 开机的时候 资方每人像征信地发个红包 就已经很不错了 巨物笑了起来 资方说了 配角也是演员 所有人都要去 虽然这两年 中路只演些配角 但他性格好 所以人员极好 跟每个剧组的工作人员 都能打成一片 所以大家也都很喜欢他 也不是没有人替他打抱不平 他继承了中男男的盛世美颜 身材也高挑完美 而且 他还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 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演技不错 最重要的是他一个女孩子 因为从小习武的原因 打戏极好 许多动作戏 别的女演员要替身 但他可以亲自上阵 大家都觉得 他要是不红 天理难容 奈何他就是 接不到好的角色 一开始大家都不懂 慢慢地才知道 他是被人在背后打压 也都无计可视 这个圈子 向来资本最大 既然资方请客 那就不用自己 找地方吃饭了 中路于是 回房间换了身 稍微正式一些的衣服 赶去剧无说的酒店了 只是 当跟剧组朋友 在说说笑笑聊天的中路 看到那个众星捧月般 走进酒店的男人时 顿时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那个所谓的资方大佬 竟然是栗靖东 他不顾被林渊渊找麻烦 而逃来的这个剧组 竟然是栗靖东投资的 中路觉得 流年不利这四个字 根本形容不出 他此刻的心情 栗靖东怎么这么阴魂不散 他抓住旁边 同样是小配角的女演员 咬牙低声问 我们这部剧的资方 竟然是栗靖东 小演员点头道 对呀 主投资公司是东盛 东盛就是栗靖东的呀 中路郁闷坏了 他是十八线配角 所以以前从不关注剧的投资方 更不曾关注过栗靖东 自然也就不知道 东盛是栗靖东的公司 他要是早知道这些 他才不来这个剧组呢 栗靖东现在栗家的掌权人 栗家是传统医药行业起家 东盛是栗靖东自己的公司 不带中路说什么 就见栗靖东身边的林渊渊 满脸欢喜地跟栗靖东套近乎 栗总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跟您见过一次 林渊渊仰头看向栗靖东的眼神里 全是女孩子的娇羞与爱慕 很显然 栗靖东这样的谦逸大佬 是林渊渊的一中人 是吗 栗靖东淡淡应了一声 极其配合地打量了林渊渊几眼 林渊渊以为栗靖东对她青睐有加呢 就听栗靖东又说了一句 好像确实是见过 但我记得当时林小姐不是长这样 栗靖东这话 等于直接点名林渊渊整过容 林渊渊的表情 一下子就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要知道 栗靖东这话 不是私下说的 而是当着剧组这么多人的面说的 林渊渊当场颜面尽失 委屈难看的都要哭出来了 可是又不敢任性撒泼发火 毕竟那个人是栗靖东 栗靖东可是她心仪的结婚对象 她不能当着栗靖东的面哭闹 好在一旁的导演赶紧出来打着圆场 她的处境总算不那么尴尬了 但下一秒 林渊渊却更恼火了 因为她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中路 别人都在尽量做好表情管理 不让她难堪 就只有中路笑得肆无忌惮 嘲弄极了 中路 林渊渊咬牙切齿 将所有的火气都发到了中路身上 中路等着吧 她能让中路在这个剧组有一天好日子过 她就不姓林 因为看了一场林渊渊的笑话 中路被栗靖东给搅坏的心情 瞬间明媚了起来 看在栗靖东让林渊渊当众这样难堪丢人的份上 她就不计较她的老尖俱华了 笑着笑着 中路忽然就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 让她心情烦乱的人是栗靖东 下一秒让她解气过瘾的人 也是她 不得不承认 栗大佬好手段 栗靖东这个资方大佬亮过相之后 大家就各自聚到属于自己的包厢 开始吃饭 中路这种配角之外的配角 他们那个包间里只会有导演 还有男女主演等重要人物 中路吃得很香 他从来都不跟美食过不去 手机响了起来 是个陌生的号码 中路莫名就觉得 这是栗靖东的号码 莫名就觉得 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 果然 接起来之后就是男人不容置疑的吩咐 出来 后花园遮阳亭这里 中路 可他也不敢不出去 他如今人在他头子的剧组 哪敢不从 于是 他只好小心翼翼出了包间 从后门去了后花园 还没看到栗靖东的身影呢 先被林渊渊拦住了去路 中路 林渊渊一身小香蜂的明渊套裙 精致到了头发丝 反观中路 主打一个休闲随意 上身他甚至穿的 还是藏娇剧组发的黑T 下身则是一条简单的牛仔裤 脚上踩着帆布鞋 他甚至都没有精心化妆 似乎就只描了的眉 涂了点口红 可中路越是漫不精心的随意 越是衬托着林渊渊的精致刻意很苍白 因为即便林渊渊这般盛装打扮 在颜值和气质上依旧输中路一大劫 美人在骨不在皮 中路就是妥妥的这种美人 以至于林渊渊每一次看到中路 都恨不得要撕烂中路那张好看的脸蛋 为什么呢 为什么都是同一个父亲 中路却长得那么好看 而她就差了很多 林渊渊不明白的是 中路不仅有凌承山的基因 还有亲妈钟男男的美貌 可她妈成立却不是个美人 妥妥在容貌上拖了后腿 成立是富家女 前有的是 但颜值上却比中男男差了不知多少倍 中路瞥了一眼林渊渊 顿住脚步翻了个白眼的问道 有事吗 林大小见 林渊渊高高在上质问她 你要去见谁 丽靖东刚刚出了他们的包厢 林渊渊也立刻跟了出来 她想私下去找丽靖东 投怀送抱也好 主动追求也罢 总归她是她想要的男人 结果她前脚刚出来 后脚就看到 中路也鬼鬼祟祟 出了她那个包间 怎么会这要巧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林渊渊 中路跟丽靖东有点什么 可李芝又告诉林渊渊 中路跟丽靖东之间绝无可能 中路名不见经传 丽靖东根本不可能注意到 中路这样一个十八线 而且中路家世也普通 丽靖东绝无跟中路交集的可能 我出来透透气 不行吗 中路淡定地回了一句 林渊渊死死盯着她的脸 似乎想要看出点什么来 你不会是看到丽总出来了 所以想不要脸的头怀送抱吧 中路笑了起来 原来私下去找丽总 这叫不要脸呀 那么林大小姐 请问 你这是要做什么去呢 中路笑得不是一般的灿然 林渊渊那德性 中路一眼就看穿了 林渊渊喜欢爱慕丽靖东 八成是跟着丽靖东出来的 还说她不要脸 中路 林渊渊被中路的反击 给气得恼羞成怒 明明是要骂中路的话 反而被中路用到了她自己身上 她气得跺着脚 吼着中路的名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被人给睡了 气急败坏之下 林渊渊颇是口不择言了起来 就你这样的 还配去对丽总投怀送抱 中路摊了摊手 如果我说 我那晚睡的男人就是丽靖东呢 树影深处 丽靖东微微挑了挑眉 哟 这是知道 那晚的男人是她了 怎么反而在她面前 就装傻装失忆呢 林渊渊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 表情夸张地喊了起来 中路 你疯了吧 你是不是得了什么妄想症 你竟然妄想睡了丽靖东 你可真是病得不轻 中路悠悠道 我倒是希望我真的得了妄想症 两人之间的氛围一时 有些沉默 就见暗处 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走了出来 男人好似刚刚经过这里 随意问了一句 二位在聊什么 中路对上男人意味深长的眼神 一时间有些慌 他怎么就在这附近 他刚刚说的话 他不会听到了吧 中路心情忐忑 林月月却是一下子变得温柔 小意娇羞 动人了起来 丽 丽总 他先是惊讶 随后赶紧演示他跟中路的不合 我刚刚在跟中小姐聊天呢 是吗 丽靖东唇角勾起一抹笑容 看不出来林小姐这样平易近人 身为当红小花 竟然愿意跟不知名的小演员聊天 林月月当场就被丽靖东的那个笑容给迷住了 不是都说丽靖东不近人情杀伐决断吗 他怎么对他笑了 而且他还夸他平易近人 难道他是他的独一无二 中路看着林月月饭花痴的样子 无语至极 林月月这是真的没脑子吧 丽靖东是什么人 他竟然会以为丽靖东真的是在夸他 下一秒就听丽靖东又说 希望林小姐多多提谢钟小姐 这样的无名小卒 我投资的剧组 最希望大家能和谐相处相亲相爱了 中路差点管理不好表情 笑出来 丽大佬真的是好手段 他拐了个好大一个弯 在这儿等着林月月呢 估计是看穿了 林月月会不停找他麻烦 所以扣了这么一大顶高帽子给林月月 偏偏林月月还没察觉到这个陷阱 满脸欢喜地应道 我会的 林月月的无脑回答 让丽靖东很是愉悦 藏娇 剧组能有林小姐这样高尚的主演 是我们的福气 他说完便迈步离开了 经过中路身边的时候 幽深的眸子 在中路漂亮的脸蛋上顿了一瞬 中路莫名觉得脊背一凉 有种被看穿的心虚 丽靖东高大挺拔的身影 消失在夜色里 中路也转身打算离开 他刚转身呢 林月月就嚷嚷了起来 中路 你给我站住 中路顿住脚步 笑盈盈地呛林月月 林小姐 要和谐和谐 你刚刚不是答应了丽总吗 你 林月月有火发不出来 跺脚发现 直到此刻他才意识过来 刚刚丽靖东给他埋了这么大一个坑 他原本发了狠 打算利用这次跟中路一个剧组的机会 好好整整中路呢 担心丽靖东人还没走远 所以林月月也不敢再刁难中路 你给我等着 他咬牙这样警告了中路一句 踩着高跟鞋 气呼呼地走人了 反正丽靖东那种资方大佬 也不可能一直在剧组待着 他有的是机会整中路 也有的是法子神不知鬼不觉 林月月走了 中路总算觉得 世界恢复了安静 他想着利靖东八成是回去了 那他也不用再去找他了 于是沿着来路 打算返回室内 刚走了没几步 腰间一紧 一双大手将他给拎进了 旁边僻静的涌道里 中路措手不及之下 根本站不稳 就那样扑进了男人怀里 扑得结结实实 夏日里穿的衣物布料 本就极薄 中路感觉自己的呼吸 一下子就热了起来 他红着脸挣扎着 试图赶紧拉开距离 可男人扣在他腰间的手 完全没有要放开的意思 无奈之下 他只好在男人怀里 抬起小脸来委婉问道 利 利总 您不觉得 我们现在的距离 有些近吗 男人回得单脆 不觉得 中路 他这是不打算放开的意思了吗 喷的什么香水 这么香 男人又滴滴问了一句 许是夜色太近 中路觉得他的嗓音 比平日里暗哑了几分 以及他这话在男女之间 已然是极致地暧昧了 中路闽唇不接话 他不知道怎么接 也不敢接 因为他也弄不懂 利静东这是打算做什么 他只能装傻 正想着自己 该怎样结束 这过度火热的亲密呢 利静东主动放开了他 不为别的 只应再抱下去 难受的只会是他 中路得了自由 赶紧后退一步 跟男人拉开了距离 然而视线不小心 落在男人身上某处 他震了一下后 瞬间红了脸 他他他 有过那一晚的出肠情势 中路很清楚 他身体的那处异常 是因为什么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他只好没话找话 利总 您这样的大忙人 怎么忽然来剧组了 来确定一件事 利静东放松自己 靠在墙上 抬手将自己 颈尖的领带 扯松了几分 用这样的方式 来缓解自己 紧绷的身体 刚刚温香 软玉入怀的那一刻 他一下子有些沉不住气 明明他最擅长的 就是沉住气等对方 先方寸大乱失去理智 要不是此处光线昏暗 中路会发现 利静东此时 看向他的眼神 像一头贪婪 紧盯猎物的狼 仿佛下一秒 就能将他拆吃入腹 确定一件事 中路有些好奇 嗯 利老爷子抛出杀手锏 阻挡他大刀阔斧的 改革传统药部门 当时在医院 听到他怒骂 宋浩的声音时 结婚对象 是他的话也不错 这样的念头涌上心头 担心这个念头 只是一时的冲动 于是才有了这次 他千里迢迢跟来了剧组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再见见他 确定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刚刚他跟一群剧组人员 站在一起说笑 朱唇好齿 美艳娇巧 他一眼就看到了她 也只能看到她 没有任何犹豫 他瞬间 就确定了自己的念头 所以 也将他的事 纳入了自己的语意下 于是就有了刚刚他 故意针对算计林渊渊 想到林渊渊一家 他再次开口问道 怎么不跟 林渊渊一家撕破脸 他们不是怕你的身份曝光吗 你自己跟媒体公开 你跟林承山的关系 林承山的虚伪面目 不是一下子就被揭穿了 他问得很是自然 中路却是一下子惊住了 听他这话的意思 他已然将他的背景 给调查了个彻底 他不由得喃喃道 你查我 栗靖东美好气道 你以为呢 那晚之后 他的所有事情 他就都了若执掌了 在南城还没有 他栗靖东查不到的人何事 中路抿了抿唇 没说话 栗靖东瞧着他装傻的样子 有些生气 于是猛地俯身凑近了他逼问 中路 你说我 为什么要调查你 他这话等于间接点出 他们那晚的关系了 中路内心慌得一批 后退了一步 呵呵装傻 栗总的心思 我哪里敢猜 他随后又赶紧说 你不是问为什么 不跟林渊渊一家撕破脸吗 我的回答是没意思 我妈也征求过我的意见 林承山这样打压我 问我要不要公布 她始乱终期的事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公开了反而显得 我们好像很在乎似的 实际上 我们一家如今 根本不将林承山放在眼里 而且 就算不是林承山 演艺圈这个大染缸 依旧会有其他人 各种针对我 就当他们 是正常的职场对手好了 中路轻轻垂下眼 我也不想闹得那么大 我妈跟周易叔叔的生活 肯定要被影响 我不想 让他们一把年纪了 还被流言飞语困扰 女孩子雨节微颤 神色温柔 看得出来 她很孝顺善良 虽然这几次遇见她 好似很大大咧咧 栗镜东心头软得不像话 真是个越了解 越让人觉得美好的小姑娘 她抬手揉了揉小姑娘 柔软的发顶 掌心滑落的时候 顺便牵住了小姑娘的手 走吧 回去 栗镜东暂时没打算 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中路 怕吓坏了她 那次露出纹身来表明身份 已经把她 给吓得跑到了剧组 她要是直接提结婚 她怕是能真的躲起来 男人温热的掌心 握住自己手的时候 中路整个人都是猛的 栗镜东忽然给她 来了一剂摸头杀 已经够让她措手不及的了 传闻中很厉残酷的大佬 这样温柔地对她 她一度以为自己在做梦 最后这个牵手就更绝了 她牵得可真是丝滑 丝滑到 她都没有机会躲开 不过中路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连忙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她将双手藏在身后 呵呵笑着 为自己解围 利总 我们这样拉拉扯扯的 不合适 她可不想被人看到 她跟栗镜东之间有什么暧昧 否则 她可能会被唾沫星子 给淹死 栗镜东那般身居高位 全是滔天 她一个十八线的小明星 别人会说她什么 她已然一清二楚了 无非就是 她出卖美貌和身体 不顾一切 想要攀上利静东 即便实际上她 一直在竭力 跟利静东划清关系 但那些看热闹吃瓜的人 根本不会相信 没办法 娱乐圈里不乏女明星 跟富商的恩怨情仇 大众已经骨子里 给女明星定位了 认为他们 进入这个圈子 就是想嫁入豪门攀上有钱人 就不能仅仅是因为 热爱表演这个行业吗 我将瞥了她一眼 更亲密的事都做过 你说牵个手不合适 钟露眼神茫然 利总您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她说完就干脆一溜烟 跑走了 这一刻 钟露很是庆幸自己学过表演 她觉得刚刚她茫然的表情 也拒绝了 利静东瞪着她跑走的背影 危险地眯起了眼 她考虑到她的心情 怕她排斥抗拒 所以暂时按兵不动 她倒真跟她演戏 也上瘾了 她瞧着 她表面上怕她怕得很 实际上心里 是半点都不怕她 钟露回到她所在的包厢 顺顺利利 吃完了后面的饭 然后随大部队一起 回了入住的酒店 她这种小配角住的酒店 跟剧组大多数 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都是便宜的便捷酒店 林月圆他们那种主演 住的可都是五星级酒店 但钟露 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反而她觉得 如今她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生活给她的磨练 她只会内核 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风银强大 越来越好 林月圆一家眼前 所享受的优待 反倒未必长久 洗完澡出来后 手机微信有一条好友申请 她点开一看 里面静静躺着三个字 李静东 钟露手抖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了 明明就是一个好友申请 可李静东这三个字 就是能让他感受到一种 不容拒绝的威严 钟露只能通过 这条好友申请 通过后 钟露没有主动说些什么 他哪敢 他也不想 恨不得李静东 是加错好友了 半赏之后 李静东先发来了信息 睡了 钟露始终觉得 李静东每一次跟他说话 不管是面对面说 还是这种发信息 他的语气 总显得跟他很熟人似的 连个称呼都没有 上来就直奔主题 这是关系亲密的人之间 才应该有的语气吧 不过 下一秒钟露 就自己僵住了 非要细说的话 他跟李静东的关系 也很亲密 正要睡 李总 钟露回得疏离恭敬 但实际上 他完全没有要睡的意思 正打算找人组局 玩几把游戏 反正他睡不睡的李静东 也不知道 李静东回了他一句 能睡得着 一直在装傻冲愣 他就不心虚 今晚他都那样 暗示他了 他还能睡得着 钟露秒回 能 我年轻 秒睡 不说了李总 我要睡了 钟露手动 结束了这场聊天 那乡 李静东 被气得将手机 丢进总统套房的沙发里 双手插腰在房间里 走了一圈 他年轻 秒睡 他想起了上回 他在李启文的电话里 义正言辞地 强调他没有看上他 原因是他都一把年纪了 嫌弃他老 呵呵 那一晚 好像他才刚开始 他就哭着喊着 求他停下来 平复好了心情 李静东 又给沈行舟打电话交代事情 当初他旗下的东盛 会投资 藏娇 这部剧 是因为 看好了剧本 至于演员的挑选 那是导演他们的事 而且那个时候 他没跟中路有交集 所以对林渊源谈不上厌恶 只是觉得 既然是现在的流量小花 无论是用什么方式红起来的 那应该能抗拒 但现在既然中路 是他的人 那这个剧组 自然容不下林渊源了 他护短得很 李静东做事 向来谨慎缜密 当然不会 直接开口 将林渊源换了 所以他交代沈行舟 先将林渊源整容的事 放出来 他更不会直接 将中路换成女主 虽然他认为 中路的颜值气质 还有演技 完全担得起女主 这两年中路演过的 大大小小的角色 他都让沈行舟 搜集起来 全部看过了 即便是十八线的配角 有些甚至一部剧里 他只有几句台词 但他依旧全心全意的认真对待 没有一刻偷懒 比那些台词 都读不懂的一线二线演员 可要敬虐得多 如果不是林成山的打压 中路一部剧 就能大红大紫 因为相信他有实力 所以他也不急于 一时立刻给他女主角 而且 他现在一点名气都没有 骤然演女主 只会换来外界不好的猜测 二来他自己肯定也抗拒 沈行舟领命后 就去执行了 于是当天晚上 林成山和成丽 就被林渊渊整容 这个热搜话题 给从睡梦中扯了起来 林渊渊在电话里 哭得惊天动地 妈 你不是说这些事 你都处理好了吗 你不是说 不会有人知道 我整容的事吗 林渊渊进入娱乐圈后 成丽一手打点她的所有事 整容这种黑料 成丽自然会给她擦干 抹尽不留一丝痕迹 而且 林渊渊整容的事 是好几年前的了 那个时候 林渊渊还没进入娱乐圈 怎么这会儿 忽然有人抱她整容 但林渊渊哭得伤心 成丽心疼坏了 只好赶紧安慰 宝贝 你先别哭 妈手里养了一堆营销号呢 我马上就让他们去网上带节奏 保准把这件事给掩盖过去 你赶紧的 林渊渊丢给成丽一句 便挂了电话 成丽大半夜的赶紧起来 紧急处理这些事 只是成丽没想到的是 这一回 她手里的那些营销号 再怎么努力带节奏 关于林渊渊整容的热搜 还是一条又一条的上 最后 林渊渊滚出 藏娇 剧组这个词条 冲上了热搜第一 成丽想让删除这个热搜 都做不到 成丽一下子就慌了 林渊渊进入娱乐圈两年 她从未让任何一条 关于林渊渊的黑料 被爆出来过 反而林渊渊高学历 且多才多艺的人设 却一直立得足足的 成丽自认自己操纵舆论 很是成功 凌晨四点 一夜没睡的成丽 看着那一个个爆掉的词条 崩溃地摔了手机 林成山面色铁青地分析 圆渊这是被人给针对了 怎么可能 成丽难以置信 哪有人敢针对她 他们夫妻这些年 在娱乐圈经营的 颇事风生水起 林成山前些年不再演戏 退居幕后 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夫妻两人几乎算是 将手伸到了娱乐圈的 方方面面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 打压中路 因为几乎娱乐圈的 每一个行业 都有他们的人 根基颇深 他们动动手指 中路就只能接 十八线外的配角 最初当然也有人看好中路 想用中路演好一些的角色 但胳膊拧不过大腿 夫妻二人要么委婉劝退 要找中路演戏的导演 要么背地里 使应招针对对方 让对方放弃中路 甚至连继琳会有 如今离婚的遭遇 都是成立暗中使坏的结果 当然前提是 宋浩本身也够渣 成立让自己旗下一个 没什么名气的女演员 去勾引了宋浩 并且 那个女的还怀孕了 继琳没法生育 那是宋浩心底最大的痛 成立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宋浩得知 那个女演员怀孕后 立刻就跟继琳替了离婚 再让继琳不识好歹 非要牵中路当中路的经纪人 所以 在娱乐圈首演通天的夫妻两人 林渊渊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怎么可能有人敢针对林渊渊 林承山则是说 我们去一趟剧组 先找渊渊仔细问清楚 她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成立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夫妻二人 又连夜收拾行李 赶去了象山剧组 林渊渊这个女儿 真真是他们掌心里的宝 早上八点 一夜没睡 哭肿了眼的林渊渊 看到自家父母 再次嚎啕大哭了起来 爸 妈 都是中路 都怪她 林渊渊抱着成立边 哭着边控诉了起来 成立不解 她怎么了 她还能有这么大的本事针对你 成立根本没将中路放在眼里 中路如今 在电影学院读大四 算是从四年前一入大学 就踏入娱乐圈了 而她的女儿林渊渊 两年前才从国外回来出道 如今已经被她们夫妻二人 捧成了一线小花 中路在娱乐圈 至今查无此人的状态 在成立看来 中路已经完全对林渊渊 造不成威胁了 林渊渊抹了把眼泪横横到 她也来了这个剧组 本来我在这个剧组好好的 可自从看到了 她我就开始这样倒霉了 她就是个丧门星 你们赶紧把她赶走 成立更不解了 她怎么来了这个剧组 这几年 中路虽然演配角 但也刻意避开林渊渊在的剧组 想必是知道 林渊渊不会让她的日子好过 林渊渊咬牙 谁知道她发什么神经 总之 你们赶紧让她滚蛋 林渊渊随后又不甘心地说 我怀疑她跟丽靖东之间 有什么猫腻 成立差点跳起来 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谁 林承山也是紧紧皱起了眉头 丽靖东 林渊渊于是将昨晚丽靖东 又是对她 又是给她设全套的事 跟父母说了 林承山神色凝重 成立则是有些腿软 丽靖东那可是连他们 都不敢招惹的神秘大人物 他们也算是商人 从许多渠道 听说过丽靖东很利的名声 听说丽靖东小时候 根本就不被丽家老爷子认可 常年被放逐在国外自生自灭 前些年丽家老大遭遇车祸离世 丽家老二又贪了 丽靖东这才成为上位者 所有人没法不怀疑 丽家老大老二的遭遇 是丽靖东的手笔 听说他最近 还因为要大刀阔斧地改革 丽家老爷子的命根子传统药部门 将老爷子给气得进了医院 丽家老爷子是靠医药起家 如今丽氏的传统药部门 几乎算是老爷子的亲信 他要砍掉这个部门的三分之二 老爷子不被气死才怪 丽承山还算镇定 可他好像全程也没提中路 你也没看到 他跟中路有交集 是吗 丽承山打从心底排斥中路 真的跟丽靖东有交集这回事 因为那代表着 中路将不再任由他们拿捏了 丽媛媛哼道 我确实没看到 他们有明面上的交集 但我的第六感 就是告诉我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干净 成立看向丽承山 不然你去找中路问问 看他跟丽靖东到底什么关系 我们也好知道 该从哪里入手 去解决圆圆如今 要面临的这件事 成立也有些闹心 如果这件事背后 真的是丽靖东 他还真不知道要怎样处理 从前都是他们夫妻 压着别人妥协 这一回 要是真的对上了丽靖东 八成是他们要妥协了 可要跟中路妥协 成立满口牙都要咬碎了 别说他不情愿不甘心了 他那个女儿更是会崩溃 好 丽承山硬了下来 转身就打算出门找中路 林圆圆拉住了丽承山 撒娇道 爸爸 我喜欢丽靖东 如果中路真的跟丽靖东有什么 你让他赶紧给我给丽靖东断了 丽承山表示反对 你喜欢他做什么 那就是个撒旦 丽靖东可不是他们能拿捏的人物 丽承山表示头疼 我就是喜欢他 他真的好迷人 林圆圆任性惯了 才不管丽承山反对不反对呢 成立倒是觉得丽靖东不错 于是帮女儿说话 喜欢丽靖东怎么了 那代表咱们圆圆有眼光 那样的大人物 要是真的跟咱们有了关系 咱们以后只会更强 丽承山还没等说什么 林圆圆那边就接到了导演的电话 导演语气很是严肃地通知他 圆圆 昨晚那声闹得太大 现在力总喊我们去开会 林圆圆差点哭出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丽靖东这个资方大佬还在 一旁的成立连忙接过了电话来 八面玲珑地跟那导演寒暄着 王导 你好你好 我是成立 很抱歉圆圆的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导演对成立自然是恭敬的 程总 您这是连夜过来了 那导演又叹气道 您那边没给圆圆处理这件事 现在闹得这么大 力总昨天正好也来了剧组 我实在是不好交代 我明白你的心情 这样 你先去见力总 我这边稍后也带着圆圆过去 成立也只能这样交代 那导演应声后便挂了电话 林承山跟成立夫妻二人也分工行动 林承山去找中路 成立则是带着林圆圆去见丽敬东 林圆圆一家一夜未睡焦头烂额 中路那边却是睡得香甜 丽敬东的电话打来的时候 中路还没起 迷迷糊糊摸过电话就接了起来 丽敬东听出了 他睡意浓重 想着林圆圆一家的彻夜难眠 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 语气也是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宠溺 还没起 他向来不是什么好人 他要护着的人睡得好 而林圆圆一家睡不好 他就心情极好 中路后知后觉 这通电话是丽敬东打来的 睡意消散了一大半 连忙老老实实交代 一大早 巨物在群里发信息说 今天不开工 我就干脆又睡了个回笼觉 他昨晚跟人组队打游戏到半夜 后来困到倒头就睡 所以根本不知道 林圆圆昨晚被爆整容的事 于是也不知道 藏交 剧组今天停工 丽敬东跟他说正事 丽敬山马上就到你住的酒店了 待会儿给我回播电话 我要听听他 说了些什么 丽敬山对中路的态度 决定着他动丽敬山的深浅程度 中路一头雾水 丽敬山来找我干什么 丽敬东也没什么好 跟他隐瞒的 我昨晚让人发了林圆圆整容的事 丽敬山跟成立一大早就来了剧组 他们都不傻 应该怀疑到我了 从而怀疑到了你 中路捏着手机愣在那 好一会儿才消化了他话里的这些信息 丽敬院被爆整容 那丽敬院八成要被气疯了 以及丽敬东出手对付了丽敬院 要知道 丽敬山跟成立 可是经营着娱乐圈最大的影视公司 从一人签约到各种影视剧的制作 可谓是只手遮天 丽敬院进入这个圈子两年 可从来没人敢爆他的非料 当然 就算爆了 也很快就被成立给公关了 闹不起一点水花 这回也就是丽敬东出手 才让丽敬山跟成立 火急火燎地赶来了剧组 换做别人 他们俩此时肯定稳如泰山地在家里喝茶呢 不过中路也有些替丽敬东担忧 丽敬 丽敬 虽然丽敬东也不是好惹的 但丽敬山跟成立也不是一般的卑鄙 双方真要对峙起来 丽敬东还要分心搭理他们 中路觉得丽敬东不值得 丽敬东很显然没将丽敬山他们给放在眼里 冷吃一声说 跟我斗 他们还差得太远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 我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欺负 藏教 这个剧组 有他没你 有你没他 我自然不会让你走 那走的就只能是他 丽敬东这番话 让中路的心思乱七八糟 他干嘛要这样护着他 他都已经竭力跟他划清关系了 他那样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不可能看不出来 但他却丝毫不避嫌 反而跟他走得越来越近 是什么意思呢 但中路也不得不承认 丽敬东这番护短的话 让他心头温热微颤 一直以来 除了家人 他很少被别人的所作作为感动 他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丽敬山的电话 也在这个时候打了进来 他对丽敬东说 丽敬山打来电话了 我下去见他 待会儿回播给你 丽敬东应了一声中路 便挂电话了 丽敬山约中路在楼下咖啡厅见面 中路也没说什么 简单洗漱过后就下楼了 因为时间早 这个时候的咖啡店才刚开门 除了中路跟丽敬山之外 没有别人 正合丽敬山的心意 他一点都不想让他跟中路同框的画面曝光 但这次又不得不见 一见面 丽敬山就面色不悦地问中路 你跟丽敬东什么关系 丽敬东 中路一脸茫然 我们这部剧的金主爸爸 他随后摇了摇头 不认识 中路演得很逼真 对得起他电影学院四年的学习 但电话那端的丽敬东 却是听着很心塞 他说跟他不熟 他都可以接受 但直接来一句不认识 很是让他不爽 不认识 丽敬山促眉紧紧盯着他 观察着他有没有说谎的迹象 丽先生 您觉得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十八线小演员 能认识他那样的大人物吗 中路这话很是阴阳怪气 暗暗讽刺着丽敬山对他的打压 丽敬山本就因为林圆圆的事而心底烦躁 中路又这样讽刺他 他一下子就恼羞成怒了 他咬牙质问着中路 那圆圆怎么会被全网抱整容 圆圆说 昨晚丽敬东提及过他整容的事 还说 你跟丽敬东前后搅出了包厢 中路厌恶透了丽敬山这副样子 从刚刚见面开始 他就冷着一张脸 极其不悦 好像他欠了他八百万似的 从来就只有丽敬山欠他跟他妈的 他不欠他 想到这些 中路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你想知道原因 丽敬山刚以为自己能得知真相了 就听中路毫不客气地丢出来一句 多行不易必自闭呗 放肆 丽敬山怒急之下 一把巴掌打在了中路脸上 那清脆的一声 让中路脸上火辣辣的一阵刺痛 也让他心里对丽敬山的厌恶又加重了一层 也让电话那端的丽敬东 重重沉了脸 这几天无论中路怎样跟他装傻充愣 他都没舍得给他弃手 丽敬山竟然动手打他 丽敬东狠狠捏紧了手机 很好 丽敬山和他的公司 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好在那只小鹿 也不是个任由别人揉搓的软柿子 就听他直接开口骂人了 姓林的 别一天天的给脸不要脸 我不跟你们计较 不代表你可以动手打我 不代表我 可以任由你们欺负 惹火了我 我直接抛出我跟你的关系 让全国人民都看看 你看你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 还什么国民大叔呢 我看是极品渣男吧 你 丽敬山被中路当面骂渣男 一张脸气地仗成了猪肝色 可又不敢再跟中路争吵起来 省得被人听到 中路骂完之后 就直接起身走人了 一秒钟都不想再面对丽敬山 出了咖啡厅之后 他抬手抹了把眼角的泪水 这才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来 他没忘记丽敬东 还在听着他跟丽敬山的电话 他为了一声之后 丽敬东就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一样 声音沉沉问道 哭了 没有 中路倔强地忍着自己的眼泪 从小到大 他没被长辈打骂过 钟男男跟周易 将他荡成手心里的宝宠着 却没想到 今天被丽敬山给打了一巴掌 讽刺的是 周易是他的继父 还是个练武之人 都从来没打过他 他的亲生父亲丽敬山 却割了他响亮的一个巴掌 那端的丽敬东 听出了小姑娘隐忍地倔强来 滴滴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钟路 想哭就哭出来 丽总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了 钟路才不会在丽敬东面前哭 他跟他并不熟 也可以说 并没有熟悉到 可以让他将自己的内心 袒露在他面前的地步 钟路说完就挂了电话 然后红着眼 上楼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乡 丽敬东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想着钟路对他的排斥 心情并不是很好 好像是他害他被打了一巴掌 他要是不动林渊渊的话 丽敬山他们不至于找上他 他也就不至于被打这一巴掌了 可他动林渊渊 也是为他日后能不再被压制的 出人头地扑路 丽敬东抬手捏了捏额头 他觉得自己需要去 哄哄小姑娘 让他别难过了 只是 时下这些年轻小姑娘们 都喜欢什么 成立带着林渊渊 来到了丽敬东入住的酒店 沈行周在大堂拦住了他们 抱歉 程总 丽总说不见你们 什么 程里有些恼火 可也只能压着 丽总刚刚不是 答应了见面谈谈的吗 沈行周面无表情 确实是说好了 但丽总刚刚又交代不见你们了 沈行周这话说得直白 半点面子都没给程丽 程丽脸上的表情 瞬间僵了几分 他那张脸 本就因为整容而有些僵硬 这会儿更难看了 难看到沈行周都垂下了眼 避开视线 沈行周不明白 这些女人为什么要整容 整了也没有多好看 反而整张脸 显得跟老妖婆似的 尤其成立这种上了年纪的女人 过度整容或者美容 只会垮脸 还有一点 他们整了就承认整了就是了 怎么一个个的整了 非要说没整吗 他们本来不长那样 非得说自己没整容 自己不觉得心虚吗 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成立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然后微笑着说 我们人都来了 能不能让丽总屈尊于贵地 见我们一面 成立如今也算是个成功的商人 这些年 他跟凌晨山夫妻俩娱乐圈 横着走习惯了 哪里有人给过他这种窝囊气 可偏如今 他要面对的人是丽静东 他有火也不敢发 沈行周则是说 丽总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将给剧组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而唯一的办法 就是林小姐退出剧组 不可能 成立想都没想的 就拒绝了这个提议 沈行周敏了敏纯 好像如今退出不退出的 成立他们说了并不算 他淡淡道 我也觉得你们退出比较好 这个时候退出 你们还可以自己公关操作一下 就说林小姐身体不好 不得不退出 我看丽总这性情 要是惹恼了他 后面你们可就很被动了 成立哪里肯死心 沈助理 麻烦你再帮我们 去多说几句好话 好处我一定少不了你的 藏娇 这个剧本那么好 当初他也是用了些手段 才成功挤走了 另外一位小花桑木 为林渊渊争取到这个机会 如今让他退出 他怎么担心 林渊渊如今在他们夫妻的力捧下 名气和流量都有了 但就是缺一部爆款剧傍身 藏娇 这个剧本 是他物色了 好久才选中的 女主这个角色 人设很讨喜 为了这部剧 他很早就给林渊渊请了表演老师 力求这次一定要一泡红 抱歉 我无能为力 沈行周摊了摊手 转身走人上楼 成立杀鱼而归 气得咬牙切齿 正好林承山的电话 在这个时候打了过来 询问他们 这边进展怎样 成立拽着林渊渊 坐进车里后边 吩咐司机开车边 将立静东拒见他们的是说了 怎么会突然又不见 你们了呢 林承山心里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好像是因为他打了中路一巴掌 立静东才忽然这样 迁怒于成立母女的 可中路又否认了 认识立静东 林承山 都怪你当初没擦干净屁股 废物一个 成立骂得很难听 林承山当初就不应该 让钟南南生下中路这个孩子 否则现在 他也不用处处防着中路了 林承山也闹心地要命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中路说不认识立静东 他说不认识你就信了 成立开始无理取闹了起来 你就是心里还惦记着钟南南 所以才对他的女儿这样纵容 林承山气了个半死 成立 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说 我纵容的到底是谁的女儿 对于中路 他连抚养费都没付过 当然 钟南南也没找他要过 而且中路从出生 他一次都没去看过 更不曾联系关心过 完全就当没有这个女儿 可对林圆圆呢 他从小陪着长大 给予了他所有的父爱 成立竟然说他纵容中路 林承山真是要疯了 反正就怪你 现在立静东要求圆圆退出 成立吼完之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的性格向来这样 蛮不讲理 骄纵任性 稍微不容易就发脾气 即便如今到了这把年纪 也依旧改不了这个毛病 他是富商千金 自小被父母宠着长大 当初他跟林承山结婚 林承山虽然是影帝 但家境很普通 他算是下嫁 所以 他在林承山面前 也从来都是15和6 林圆圆的脾气 如今完美地继承了 他的骄纵任性 大小姐脾气 妈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我真的很喜欢 藏娇 这个角色 林圆圆着急地红了眼圈 不知道 成立烦得要命 林圆圆干脆哭了起来 那像林承山的心情也没多好 挂掉电话后 直接将手机扔到了一边 边开车边平复心情 立静东在20分钟之后 开车到了中路入住的酒店楼下 然后给他打电话 下来一趟 中路心情很低落 不是很想见人 立总 我现在见不了人 就不下去了吧 他倒也没说谎 林承山那一巴掌 让他的脸到现在都红着 他的皮肤属于那种很敏感脆弱的 又白皙娇嫩 林承山那一巴掌 又用了很大力气 他回来用冷水敷了半天 这才好了一些 跟立静东的那一晚 他身上也留下了 轻轻子子的各种痕迹 好几天都没消 立静东倒也没勉强 他非要下来 而是说道 那我上去 中路 他这样的大佬 来他的房间找人 被剧组其他人员看到怎么办 他可承受不起 跟立静东的流言蜚语 于是只好说 还是我下去吧 五分钟之后 中路下楼 盛夏里 他一直钟爱短裤 吊带背心的装扮 凉爽又舒服 原本他是这样穿的 但一想立静东这几次看他的眼神 灼热中带着几分侵略 他迅速转身 将吊带换成了普通T恤 也没化妆 故意束着一张脸 希望立大总裁 能被他的素颜给吓到 立静东原本坐在车里接电话 他倒是没想到 中路五分钟就下来了 一抬眼对上女孩子 肃静的一张脸 忍不住被气笑 他是真的 对他没半点心思 否则怎么也得好好打扮打扮 对他别有用心的女人 他又不是没遇到过 哪一个不是花枝招展 跟个花孔雀似的 就只有他 肃着一张脸 就来见他了 可他那张脸 明眸好齿 即便是素面朝天 也耀眼夺目 不化妆也挺好的 轻起来方便 立静东脑海中 同一时间浮现出来的 还有这样一个念头 上车 他吻了吻神 摇下车窗探头喊人 小姑娘东张西望了一番 确定没人注意到他 这才赶紧拉开车门坐了进来 颇有几分做贼心虚 不过下一秒 他的视线就被他脸上的红痕蜥蜴 脸色微微沉了几分 他俯身上前边查看边询问 脸怎么样了 小姑娘被他忽然地靠近吓了一跳 身体微微后仰了一下 跟他拉开距离 这才善善回他 好多了 话是回了他的 但他的眼神 却分明将他当成了什么洪水猛兽 历尽东失了几分耐心 这一早上他的心情也实在是不怎么样 他处处排斥划清界限 装傻充冷否认那一晚跟他的关系 他不是不恼火 他向来巨傲 三番两次地放低身段 又是出手对付林渊渊一家 又是在他被打后 第一时间赶来探望 诚意十足 却也颜面尽失 自尊受损 就那样闽唇凝了他半赏 他随后重新在驾驶室坐好 牧师前方冷淡吩咐 中路 下车吧 他好像也不是非他不可 他历尽东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犯不着在这儿上 赶着去讨好他一小姑娘 不就是结婚吗 他有的是可以选择的结婚对象 随便找一个扯正应付老爷子就是 到时候拿到了撤改传统医疗的权利 再离婚 没什么大不了 中路察觉出了历尽东的不愿 他也能理解 他这样的大佬 自尊被伤后 必然会恼 所以 在他让自己下车后 他瞬间就明白了历尽东的意思 立刻开门 下车头也不回地窜回了酒店 他松了口气 历尽东被他惹恼了 往后想必就不会再对他步步紧逼了 他实在是怕 怕跟他这样的大佬牵扯不清 林月月整容的新闻 在热搜上一直挂着 藏娇 剧组又停工一天 以至于傍晚时分 林月圆方迫于压力 不得不通过工作室 发了一则声明 说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 医生建议要好好休养 所以暂时退出 藏娇 剧组 为了挽回几分面子 成立硬生生找人 让医院的医生 给开具了一份 建议林月圆好好修养身体的医主 并且附在了工作室声明文案的后面 藏娇 剧组随后也发布了声明 先祝林月圆早日康复 再公布了新女主的人选 桑木同行出身 演技好人气旺 是公认的抗拒女王 换成桑木 众望所归 网上一片赞同 林月圆灰溜溜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离开剧组 在回城的保姆车里 她看着网上评论 一股脑的都在夸桑木有多贴合 藏娇 这部剧的女主形象 又想起当初官宣 她是女主时的一片骂声 顿时气地将手机丢到了一旁 恼火地哭了起来 成立心疼地哄着她 好了好了我的小公主 不就是一个角色吗 爸妈有这样的资源 重新再给你量身定做一部剧就是了 大不了她找编剧写个跟 藏娇差不多的剧本 然后他们抓紧时间拍出来 说不定到时候 大家都会骂藏娇 抄袭他们的剧呢 成立原本是安慰一下成元元的 结果想着想着 竟然觉得 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他们做的也不手 不差这一件了 不过后来又想到 藏娇最大的资方是栗景东 这个念头才演气息鼓了 林渊渊愤愤发泄着 我就是气不过 凭什么桑木能演 我就不能演 她哪里贴合这个角色了 我哪里又不贴合了 林渊渊倒是不缺细眼 但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许诗入行以来 一直被成立的营销给高高地捧着 时间久了 她真以为自己要演技有演技 要颜值有颜值了 成立倒是没那么气 而是悠悠地笑着 等他们拍到一半的时候 咱们找点桑木的黑料抱一抱 让他们也尝一尝 天降黑料腥风血雨的滋味 桑木最好 经得住我的人去细挖 否则我能让 藏娇 这不惧给毁了 成立倒也不是在夸大其词 这几年翻车的一人比比皆是 而翻车的点 也无非就那几样 桑木作为一个女明星 税务问题 感情问题 还有政治立场问题 这些都可以去扒一下 随便一点出了问题 就直接被封杀了 成立又说 不过现在看来 中路跟栗景东 要是真有那种关系 立竞东就算不给她个主角 也得把她从十八线外给提上来吧 至少应该给她个女三 可现在整个剧组 除了女主换成桑木 其他角色的安排都没变 这一点林圆圆倒是信了 她扁了扁嘴 没好气地哼道 也是 立竞东那样的男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 她那种没名没气的 她肯定会娶家是相当的人 林圆圆一想到自己的家世 脸上不由地挂上了甜蜜的笑容 她觉得 她的家世跟立竞东最配了 妈 我真的好喜欢立竞东 虽然她名声很坏 但我就是 喜欢她身上那种 坏到六亲不认的气质 太迷人了 林圆圆说起立竞东来 眼底放光 完全忘了 她会失去 藏娇 这个角色 是拜立竞东所赐 喜欢就去追 成立无条件支持女儿 妈妈当初对你爸爸就是这样 喜欢就去追 咱也不是没有追人的条件 直到把她追到手 林成山没跟他们母女一起反程 所以成立 才会这样跟林圆圆谈论这种事 成立没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 她是富家女 林成山是凤凰男 可立竞东却不是 立竞东如今的身份地位 可不需要盼着什么女人去往上爬 得到了自家母亲的支持 林圆圆别提有多开心了 她抬手搂住了成立的脖子撒娇道 可是我应该怎样追她 我都见不到她 成立笑道 回头妈妈设宴请立竞东吃饭 算是咱们给她赔个不是 这样 你不是就能见到她了吗 果然还得是对我妈出手 林圆圆没开眼笑 因为有了新的目标 母女两人暂时忘却了 丢了 藏娇 女主的不悦 开开心心回家了 幻觉风波后 中路便安安静静待在剧组拍戏了 不过她是配角中的配角 戏份极少 所以 她中途回了一次南城 帮继琳处理跟宋浩离婚公司分家的事 宋浩是个无情无义的渣男 果然公司艺人大部分都被她给收买了 跟着继琳离开的 除了中路之外 就只有一个选秀出身的小鲜肉 爱斗成为 中路岌岌无名 成为也没什么流量 虽然当年选秀的时候 以第三名出道 但内与舞台太少 演技又欠缺磨练 所以如今也是不温不火的 继琳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处境 她也没强求其他一人 她能理解大家 在如今这个影视寒冬里 尽量想留在所谓 更有前途的公司里的心情 不过宋浩也不是一点损失都没有 一对是帝氏后夫妇 是选择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独立出来 宋浩百般挽留也没留住 中路和成为帮继琳搬了一天家 主要是从公司 搬到继琳新租的工作室 整理好后 继琳带着两人到工作室楼下的咖啡厅里 休息闲聊 顺便对中路说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份宋浩出轨的证据 中路气愤不已 什么 那个渣男还出轨了 继琳自嘲地笑了起来 女方还怀孕了 我想 这就是她迫不及待 要跟我离婚的原因吧 中路很是心疼 继琳不能生育 宋浩却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还不顾一切离婚 这对继琳来说是伤害 更是羞辱 陈伟提议 那你直接曝光他们 让他们被众人唾弃好了 宋浩声名狼藉 浩海的经营肯定也会被波及 到时候 宋海失去许多竞争力 那继琳和他的新工作室也会好过很多 但继琳却摇摇头叹了口气 如果曝光了 公司肯定会受影响 艺人们也会被波及 那些艺人大部分都是我带出来的 他们虽然不人 但我不能不易 现在大家都很难 我也不想连累了他们 继琳又安慰两人 我有这个证据 在手里 肯定会让宋浩大出血 到时候 我好好培养培养你们两人 尤其是你 先去好好学学表演 继琳叮嘱陈伟 陈伟却是笑嘻嘻地看向了对面的中路 陆姐 你是表演系专业的 不然你给我当老师吧 陈伟看向中路的眼里 全是爱慕与喜欢 说真心话 他会跟着继琳离开 完全是因为中路 他喜欢中路 即便中路并没有什么名气 但他的美事无庸置疑的 咖啡厅的门 此时被人给推开了 丽敬东出现在咖啡厅门口 男人的气场太强大 瞬间就吸引了咖啡厅内 所有人的目光 中路自然也看到了丽敬东 他挣了一下 随后若无其事地 垂眼端起了手边的咖啡来喝 自从那次丽敬东让他下车之后 他跟丽敬东再无交集 丽敬东也看到了中路 一个周不见 他倒是越发娇嫩鲜艳了 不过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 他一进门 就让他看到 那个程伟眼里 对他毫不掩饰的灼热爱意 微微眯了眯眼 他镜子迈着长腿 走到了中路他们旁边的沙发 坐了下来 跟中路斜对面 中路 咱就是说 咖啡厅这么大 他非得坐他们旁边 他老人家 是故意给他添堵的吧 尚未再有什么反应 中路就见咖啡厅的门 又被人推开 一位妆容精致 举止优雅的女人走了进来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优越的明媛风 女人走到栗静东对面 坐了下来 微微有些休暖的开口 抱歉栗总 路上有些堵车 我来晚了 嗯 栗静东淡淡应了一声 随后问道 喝点什么 热拿铁就好 女人似是鼓起了勇气 又温柔问了栗静东一句 栗总呢 栗总平时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 一旁的中路大概明白了 这二位类似于在相亲 他倒是没想到 栗静东这样的男人 竟然还需要相亲 面对着女人的询问 栗静东瞥了一眼 旁边中路手中的那杯咖啡 标签上写着富瑞白三个字 他于是淡淡回道 富瑞白 中路瞬间觉得 入嘴的咖啡不香了 他放下手中的咖啡杯 微微醋眉 抬眼看向栗静东 正对上男人幽深的视线 漫不经心的 却又带着浓浓的意味深长 故意的 他绝对是故意的 中路有些恼火 让他下车 间接跟他划清关系的人是他 如今暗戳戳给他添赌的人也是他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陆姐 对面的程伟 还在诚恳地喊着他 你到底要不要给我当表演老师 我可以付你工资 程伟家事不错 甚至可以说是富二代 进娱乐圈 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混不好就回家继承家业的那种 中路回神 瞪了程伟一眼低声说 你给我消停点 中路不是察觉不出程伟对他的爱慕 但他一直都当不知道 程伟比他还小两岁 在他心里就像弟弟一样的存在 程伟非要他给他当表演老师 无非就是想借机跟他各种朝夕相处 继琳看了一眼程伟 适时提醒 程伟 我现在手下可就你跟中路两个艺人 你要是做不到好好发展 干脆回家继承你爸的公司好了 作为经纪人 继琳自然知道程伟的家事 继琳都这样提醒他了 程伟只好暂时收起了 自己想跟中路接近的念头 他虽然家事不错 不愁吃喝 但既然入了这个圈 也是有自己的野心的 也想在家族面前证明一下自己 继琳又感慨道 不知道是哪位好心人 给我的宋浩出轨的证据 实在是应该好好谢谢对方 一旁的丽靖东 不动声色地垂下了眼 宋浩出轨的证据 是他让人传给继琳的 单纯就是因为 上次宋浩说 要把中路送上那个什么王总的床 所以给了宋浩点教训 那个时候 他还没跟中路划清界限 如今 他再次抬眼 眸色沉沉 看向了斜对面的女孩子 中路能感受到 丽靖东的视线 再次落在了他脸上 他实在是没有那么强大的心脏 能承受住丽靖东 这种身居高位的大佬的凝视 于是他倾壳了一声后 开口跟继琳告别 林姐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一早 还要赶回剧组 嗯 继琳又叮嘱了他几句 便放人了 中路连忙跨着自己的小包起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厅 他穿着休闲舒适的 宽松阔腿裤夹 短款小上衣 腿长腰细 婀娜摇曳 力静东眸底的神色 升了几许 就在那一瞬间 他觉得面前利老爷子 筛选推荐而来的女人 索然无味 放下手中的咖啡杯 他没有任何犹豫地起身 无情说道 抱歉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随便找个女人结婚这件事 他将就不了 而那位刚坐下没几分钟 就被他给冷落的女人 在最初的委屈过后 不由地滴滴哭了起来 中路出了咖啡厅 就拦了辆出租车离开了 直到车子驶离这片区域 他才松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他跟力静东 这究竟是什么诡异的缘分 咖啡厅喝个咖啡都能遇上 而让中路更郁闷的是 晚上他跟人一起吃饭 又在法式餐厅 遇到了力静东 当时他正在餐厅大堂等 自己要一起吃饭的人 力静东跟几个人 恰巧从门外进来 清一色的商务装扮 各个看面相都是行业精英 但力静东无疑是 他们中最出色的那一个 一黑西裤还有一块腕表 可他就是比其他几位男士出众 无论相貌还是气质 中路毫无防备之下 跟力静东的视线对上 刚想装作不认识别开眼 偏偏力静东脚步顿住了 而其他几个人 也随着他的动作看向了他 中路只好硬着头皮 微笑着打了个招呼 力总 他可真是老奸巨华 带着其他人将视线都投向他 他就没法装跟他不认识了 嗯 力静东神色淡淡应了他一声 许是太难得见力静东跟女人打招呼 他身旁其中一人好奇问他 力总 认识 嗯 一个朋友 力静东意味深长地瞥了中路一眼 随后便迈步率先走人了 中路刚松了一口气 就听他身旁又有一人道 这小姑娘很漂亮 不过那人话还没说完 就被力静东打断了 名花有主了 中路 他什么时候名花有主了 他可真能胡说 他明明单身 单身 中路全然不知道 力静东所谓的名花有主 那个主 指的是他自己 不过中路也没时间多想 因为他等的人到了 他连忙笑着迎了上去 乔导 您好 我是中路 乔科是最近很火的新锐导演 影片入围过好几个国际大奖 以拍文一片著称 下午他接到乔科的电话 乔科说 他的新电影在筹备中 想请他出演其中一个角色 他当时惊喜地差点跳起来 他不奢望自己能演什么戏份多的角色 即便依旧是配角中的配角 他也甘之如頤 因为电影跟电视剧时常不同 即便在电影里演的角色再小 也能被观众看到 这两年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邀请他演电影 应该说 是第一次有人敢不理会 林承山跟成立明理案里的警告 直接找到他 中路很自信 按照他的外形条件 想用他拍剧拍电影的人有许多 但大部分人刚露出那么点心思 便被林承山和成立给掐灭了 所以 当时在电话里 他也忐忑地提醒了乔科一句 乔导 您可要想清楚啊 林承山跟成立在圈里人迈多广 想必乔科有意用他的事 林承山跟成立第一时间便知道了 背后肯定没少给乔科施压 乔科当时在电话里回 我们见面相谈 可以吗 于是就有了今晚这顿约饭 乔科本人很年轻 中分爆炸头 文艺范儿十足 他笑着对中路说 我好像只比你大了四岁 所以 你不用一口一个年来称呼我 显得我很老实的 中路没想到 乔科竟然才26岁 作为一个新锐导演 不是一般的年轻 年轻却又才华横溢 真好 乔科有些不太好意思的 抹了把自己的脸 平时都在片场 所以有些操就很显老 不老不老 很帅 中路向来嘴甜会夸人 好巧不巧的 利靖东刚好从他们的包厢内 走出来打电话 于是就正好看到了 还在大唐寻轩的中路和乔科 也听到了中路夸乔科帅 中路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莫名一阵心虚 感觉自己好像被捉奸了似的 不过下一秒 他就又只冷起来了 利靖东又不是他的谁 他有什么好心虚的 乔导 咱们先去包厢吧 他连忙引着乔科 去了自己预定的包间 暂时离开了利靖东的视线范围 中路跟乔科在包间坐定后 又点了菜 等待的间隙 中路主动跟乔科说 乔导 我很感激您愿意 邀请我出演角色 但我这边的情况 可能会有些麻烦 想必您也多多少少听过了一些 我知道 但是无所谓 乔科眼底划过一丝坚决 那是属于文艺人特有的偏执 他有法国海归背景 林承山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能影响到他 他也不是吃素的 中路的形象 是他心目中女二的最佳人选 完美地契合着他所有的想象 这个角色非他不可 他不在乎他是不是新人 有没有名气 甚至演技 他都可以不在乎 因为一个好的导演 会调教演员们的演技 他需要的 只是那种感觉 他的新电影 是部青春校园剧 其中的女二 是个风批美人 他无意间 看过中路一个 十八线外的古装角色 一袭红衣 红唇妖野 黑化后的他 又风又美 他一眼钟情 却没想到那个角色 就在戏里 总共就几个镜头 他花费了好多功夫 才打听到他叫中路 这部 芯片一有眉目 立刻就跟他联系了 中路所谓的麻烦 乔科也很清楚 无非就是他 一直被一些人恶意打压而已 按照乔科的叛逆思维 只觉得中路被这么打压 必然是个优秀的 乔科的诚意 自然也拿出了 自己十二万分的诚意 乔道 您若诚心用我 我必然全力以赴 中路一直在等 等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 他始终相信 不管林承山跟成立 怎样只手遮天 总有人不惧怕他们 总有人会发现努力的他 总有人愿意用优秀的他 所以即便被打压 他也从不起哪抱怨 一直在默默磨练眼睛 这不 机会来了 他一定会牢牢握住的 乔科似乎也没想到 中路是这样爽快洒脱的人 眼底不由地划过一丝赞赏 他道 我的芯片是一部青春校园剧 我想请你演女二 什么 女 女二 中路被惊得 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 女二这个位置 他从来没奢望过 他以为乔科 只是让他演一个小角色 你似乎很惊讶 乔科笑了起来 面前的女孩子 真的是位角色美人 一平一笑都是风情 是连吃惊都能让人心动的程度 假以时日 他一定会是红极一时的大明星 也难怪那些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打压他 他要是红了 那得动了多少人的蛋糕 想到这里 他又解释道 如果是小角色 我何必要大动干戈 亲自来见你 也是 中路还没从自己可以演女二的震惊中 缓过神来 包间门被敲响 逝者端着一瓶红酒走了进来 微笑着对两人说 隔壁立总给二位送了一瓶酒 中路僵了一下 立大佬还真是阴魂不散 他可真是太会拿捏人心毁人心情了 他这么一瓶酒送过来 存在感刷得足足的 他这顿饭算是吃不香了 乔科不解地问逝者 立总 哪位立总 逝者如实相告 东盛集团的立竞东立总 乔科依旧一头雾水 中路回神 看向乔科有些愁愁地问 乔导 您认识立竞东吗 不认识 乔科摇头 怎么了 中路深深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的表情不像是庄的 心里不由地暗暗松了一口气 其实他很怕乔科是立竞东提供过来的人脉 那样他心里会很失落的 他不想倚靠任何人 只想靠自己 如果乔科跟立竞东有关系 那他能演女二的这份惊喜 就大打折扣了 更甚至他都不想演了 中路是一试者将酒放在了桌上 然后对乔科说 我以为是立总介绍 你用我的 乔科了然 随即笑道 那你大可放心 我不认识他 而且我电影里的所有角色 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谁推荐都没用 虽然这个圈子是资本的世界 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不为资本折腰 当然 这份底气也是建立在乔科本人 确实有才华有能力的基础上 心里没了这份芥蒂 中路后面跟乔科相谈甚欢 席间他去了一趟洗手间 隔壁包间的门开了一道缝 中路一眼就瞧见了坐在主位上的立竞东 他心中顿时涌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按理说 他们这种大佬们聚会的场合 谈论的大概都是商业机密 包间门不该这样不严谨地录着一条缝 万一被人偷听了商业机密怎么办 肯定有他的目的存在 中路有种预感 这八成是立竞东用来监测他的行踪的 果然 他刚走到墙角拐弯处 身后就传来了男人沉稳的皮鞋脚步声 中路任命地顿住了脚步 主动转身看向来人笑着道谢 立总 谢谢您的红酒 中路以为立竞东还会像往常那样 不嫌不淡地跟他聊几句 谁知他这回竟然直接上前一步 将他给逼在了墙角 即便他的身高在女生中属于高挑的 但立竞东高大的身材 依旧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 中路 你这是在跟我玩失忆 立竞东眯着眼 逼问着面前的小姑娘 他没什么耐心 再跟他装傻充能 既然他顽固不化 那他就直接戳破好了 他承认 上一回让他下车 他确实不打算再继续了 他甚至都接受了老爷子 安排过来的相亲对象 但没想到再见中路 他想要他的念头 反而愈发强烈 甚至有些按捺不住的苗头 他不是想要什么 还让自己憋屈着的性格 所以当即决定强势进攻 中路呵呵笑着敷衍着 立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 立竞东耐着性子跟他磨着 上个月在南城大酒店的那一晚 中路心惊不已 他这是真的要捅破 这层窗户纸了吗 没法再否认 但他也有别的借口 于是说 立总 我那晚确实在南城大酒店 但我喝多了 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立竞东也是真的没想到 小姑娘竟然这样冥顽不灵 他当即冷哼了一声道 没关系 我来帮你回忆一下 你左边胸口有颗痣 侧腰 他的话说到这里 中路赶紧用力捂住了他的嘴 欲哭无泪地招供 别说了 别说了 我记起来了 立竞东都已经这样了 中路自然也看清了 他在装傻充愣 根本无济于事了 说不定还会彻底激怒立竞东 还有 他也听不得他说 这些不正经的话 他难道还能听着他 将他身体的每一寸 都给描述出来 真记起来了 立竞东拿开捂着他嘴的鲜鲜玉手 顺势放在掌心里把玩着 身体也不知不觉间欺净了他 中路哪里经得住他这样的撩拨 一颗心跳的飞快 身体也跟着滚烫了起来 两人之间的气氛一路升温 立总 嗯 中路想说的话 颤巍巍地还没说出口 所有的声音 就都被男人凶狠地亲吻给吞没了 他用力挣扎了几下 全是屠楼 身体柔软的同时 他仿若回到了那一晚 男人滚烫的气息萦绕着他 将他一波又一波地抛向顶端 也不知道这个吻是怎么结束的 中路只知道自己双腿发软 除了楼锦立竞东经受的腰肢之外 别无他法 走廊拐脚出的呼吸 一时间乱得不像样子 有女人的 也有男人的 交织在一起 暧昧又以你 这些日子有没有想我 立竞东将怀里的女人 用力往自己身上扣着 这样的方式 根本无法缓解他内心的灼热 他想要的更多 他不说这些日子还好 一说这些日子 中路立刻就想起了 上回在影视成他 让他下车的事 顿时将搂着他的男人 给推开了几分 女孩子红唇恋燕 就那样瞪着他控诉道 立总 说让我下车的是你 如今抱着我亲的人也是你 您到底想做什么 还有 那晚实在是我胆大妄为了 不该急于扑倒您这样的大人物 您大人有大量 绕过我这一回吧 以后 咱们就当不认识 那一晚 也当成年人之间的一场游戏好了 中路说完这番话 不带丽敬东做出什么反应 又推了他一把 然后跑走了 丽敬东被气得胃疼 他们刚刚都吻得难舍难分了 他让他将那晚当成一场游戏 他是真的不知道他的手段吗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抬手解了两颗衬衣扣子 就那样独自在原地散火 散心里的火 也散身体的火 中路则是一路小跑着去了洗手间 在里面躲了好一会儿 直到乔科见他一直不回去给他打电话 他才不得不从洗手间出来 他的嘴唇被丽敬东被吻到通红 害他在洗手间里 用凉水冰了半天才不那么明显了 他是美女人吗 怎么接个吻这么用力 像是要将他给吞了似的 中路气得要命 好在回去的路上没遇到丽敬东 而他们隔壁包间的房门也关上了 中路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想大概今晚丽敬东会抱着他啃 哦不对 是轻 可能是因为他喝了酒 有些不太正常 刚刚他们接吻的时候 他能闻到他口腔里的醉人酒意 跟他送给他们的那瓶一个味道 跪得吓死人的那种 重新回到包厢后 中路跟乔科继续边吃边聊 乔科说他的芯片一个月之后开机 跟中路对行程 中路倒是没什么行程 但他还是诚恳提议 乔导 我要不要先去试戏 不用 乔科回得干脆 这两年你演的角色虽然都是配角 但我看过之后足够判断出 你的演技如何了 再者 演员的演技怎样 还要看导演怎样指导 当然这一点乔科没说 乔科直接定他演女二 中路也便不再矫情 他也有自信 自信自己能诠释好任何一个角色 吃完饭后 中路跟乔科便各自回家了 至于合同 还有后面的行程之类的 那就是继琳这个经纪人的事了 回家之后 中路洗了个澡 便开开心心地 将自己丢进了沙发里 吹着空调 吃着西瓜 给继琳汇报今晚的奇迹 没想到继琳比他还激动 在那端都有些哽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中路 你知道吗 如今正是我人生中 最低谷最灰暗的时候 你能拿到乔科电影的女二 真的是给了我莫大的底气 也让我扬眉吐气了很多 你放心 作为经纪人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为你做好后面所有的保障 继琳说到最后 高兴地哭了起来 这些日子 他一直压抑 克制着自己的负面情绪 努力不让自己影响到中路和程伟 这两个跟着自己的艺人 但其实他无时无刻都在遭受着 送号间接的嘲弄和贬低 他一度都怀疑自己了 中路能理解继琳的心情 他轻声说 林姐 你别这样说 我其实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 如果不是你这两年肯待我 不停地给予我一些角色 我也不会被乔科看到 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继琳被他的话给安慰到 与其又开心了起来 以后我们还要继续互相成就 我要成为金牌经纪人 你也要成为影后侍后 咱们要一起拿奖 拿到手软 对对对 要拿奖拿到手软 中路也被继琳的话给鼓舞了 门铃在这个时候想了起来 中路这才结束了跟继琳的视频 踏着拖鞋去开门 从猫眼里看到来人是力竞东时 中路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很想装作自己不在家 但很显然不能 因为刚刚门铃按得及的时候 他应了一句来了 他以为是送快递的来着 哎 重重叹了一口气之后 中路只能任命地开门 力竞东站在门外 单手抄在裤袋里 许是因为喝了酒有些燥热 他的两只衬衫袖子 都卷起到了小臂的位置 颈尖的扣子也松松垮垮的 看起来很是不正经 跟他平日里该有的高冷和上位者的疏离 大相径庭 力总 这么晚了 有事吗 中路完全没有将人请进家里的打算 他总觉得他危险得很 像一头饥饿了许久的恶狼 一旦有机会 能立刻将他这个猎物给吞吃入腹 还有 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一看到力竞东这副懒散不正经的样子 竟然一下子口干舌燥了起来 确实有事 力竞东见他没有请自己进去的打算 倒是也不着急 他眯着眼慢悠悠地说 但这件事需要进屋才能说 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进屋才能做 中路当然也不会轻易上当 有什么事 力总在这说就好 我认为 我们在这就能解决 力竞东挑眉说道 你确定 中路用力点头 当然 好 力竞东勾唇笑了一下 微微俯身凑近了他低声道 我想了想 那天钟小姐给的钱太多 我打算再送你一碗 或者几碗 都可以 中路目瞪口呆 他这是听到了什么虎狼之词 还有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那天早上 他只留了二百 他不觉得是羞辱 反而要送他一碗 一整个诡计多端 中路深呼吸了一口气 饶势向来 自诩见惯了大大小小阴谋诡计的他 也不得不在力竞东面前甘拜下风 他的脸皮实在是太厚了 而就在他正愣的功夫 力竞东已经长腿一伸 顺利进了他家 并且还反客为主 直接将他抵在了门后 哑声问着 所以 你确定 我们在门口就能解决 中路休脑不已 于是脱口出 力总 二百块钱 你还要送我几碗 你这么便宜的吗 话说出来 中路就后悔了 瞬间闭嘴 他说南城这位手可遮天的大佬便宜 真是贝克胆 怕是活够了 中路担心 下一秒 自己的脖子就被他给掐断了 奇怪的是 力竞东竟然没脑 反而还阴阳怪气道 在你这里 确实挺不值钱的 要么对他退避三社 要么跟他划清关系 要么对他爱达不理的 可不是不值钱吗 中路大气都不敢喘 小心翼翼地回应道 力总 刚刚是我说错话了 您可不是便宜 您是万斤之躯 我高攀不起 所以 您别送我一碗或者几碗了 我要不起 力竞东刚想说 他觉得他高攀得起 结果门板上骤然传来了敲门声 随后是一道男声响起 姐 你在家吗 中路本来人是被力竞东 给抵着贴在门后的 这一下敲门声 差点将他给吓个半死 本能的一缩身子 他人就在力竞东怀里了 力竞东很愿意他的头怀送抱 趁机将人给报警了 姐 你在家吗 给我开个门呗 门外的男生继续想着 来人 是中路的弟弟周爱南 是中南南跟周一生的儿子 他们虽然同母异父 但两人自小关系极好 比亲姐弟还亲 周爱南在南大独大一 经常会来中路家里找他 只是中路没想到的是 他今晚这么倒霉 被周爱南将他跟力竞东 给堵在了家里 他别提有多慌了 他不能让家人知道 他招惹了力竞东 他们肯定会担心他 毕竟力竞东凶名远播 所以 他情急之下 将力竞东拉进了他的卧室 小声拜托着 力总 我递来了 不能让他看到你 所以麻烦你先在我的卧室里闭一下 行吗 力竞东挑眉表示不愿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那倒不是 而是 而是 中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力竞东瞧出了小姑娘的为难 抬手毫不客气地 将人搂在了怀里 开始踢条剑 我可以暂闭一下 但你 总得给些好处 中路性谋水论 好处 你想要什么好处 力竞东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唇 中路愕然睁圆了眼 实在是没想到 他会这样趁人之威 逼他倾他 力竞东可会拿捏人心了 不愿意 那算了 我这就出去走人 中路着急地一把拉住了他 姐 门外敲门声继续着 中路 来了来了 你稍等一下 中路安抚完 周爱南便抬手 勾住力竞东的脖子 匆匆在他唇上印了一下 但力竞东这样的老狐狸 能这么容易满足 反正他也短暂地 安抚了门外的周爱南 他干脆强势扣紧他的腰 便被动为主动 胸狠稳了上去 中路要疯了 力大佬这是几辈子没有女人了 怎么每一次接吻 都好像要把他吃了 是他对接吻的理解有错误 非得吻得这么狠 这么重这么深 好不容易挣扎了出来 他跺脚着急地问 现在可以让我去开门了吗 力竞东回得理所当然 不可以 还有一个条件 中路想翻白眼了 就听力竞东开口道 要不要我送你几碗 中路也回得干脆 不要 力竞东微微瞇了瞇眼 你确定 男人的眼眸 本就因为刚刚那一痛 乌尔沾染了情欲 此时又夹杂着几分危险 中路又是气又是脑的 可如今 他又被他跟狠狠拿捏住了 他这已经不是趁人之危了 他这是得寸进尺 要救药 中路气坏了 一咬牙就答应了他的条件 反正他也不吃亏 他有权有势 有颜值有身材 呃 还有技术 怎么这都是赚了 成交 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力竞东倒是真的一点都没再为难他 放人了 中路观景自己的卧室房门 跑过去给周爱南开门 顺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 门一打开 周爱南就吐槽他 中大小剑 你鬼鬼祟祟躲在家里干什么呢 周爱南今年19岁 一整个青春洋溢 帅气逼人 他既继成了中男男的颜值 又继成了周易的高大 从几岁的时候 就被星探发现 追着想请他拍广告 周爱南自己不喜欢 于是便不了了之了 长大成人后的周爱南 愈发帅气英俊 几乎随便走在马路上 就有人想来找他拍广告拍视频 周爱南继续稳稳地拒绝 跟喜欢表演的中路截然不同 周爱南一点都不喜欢抛头路面 被过度关注 后来 一家人坐在一起商量 决定以后 让周爱南来管理中男男 和中路联名创立的服装品牌南路 还有周易的舞馆 大概就是要继承家业的意思 正好周爱南自己 也对设计感兴趣 于是周爱南大学 便读了服装设计 再修一个管理学位 一来日后 他自己可以设计服装 二来作为管理者 他也不会是外行 周易经营舞馆 教习武术防身术 钟男男和中路母女二人 则一起经营一家 民族风的服饰品牌 如今小有规模 所以 一家四口的日子 也优渥富足 不差钱 经营民族风服饰品牌 是钟男男的兴趣 他一直喜欢这些 钟路一开始 只是给自家亲妈当模特 后来越来越感兴趣 没戏拍的时候 还专门去服装学院 进修了大半年 如今母女两人 成立了工作室 经营得如火如荼 只是钟男男精力有限 钟路又要拍戏 所以 日后工作室 交由周爱南来管理 是必然的 这不 他才刚上大学 就被钟路邀请 入主工作室 提前熟悉了 此刻面对着周爱南的吐槽 钟路有些心虚 我能做什么 还不是因为 刚刚在跟人组局玩游戏 不好中途停下 这才给你开门晚了吗 卧室内正在心情愉悦 欣赏女孩子 闺房摆设的丽靖东 听完之后不由地想笑 他倒是会扯 周爱南知道 钟路爱玩游戏 倒是也没对他的话起疑 而是边换鞋边说 热死了 我要去洗个澡 今天太晚了 我就不回学校了 周爱南以前也经常这样 在工作室加班太晚 就来钟路这结束 钟路一听他要去洗澡 连忙将人往浴室推 去去去 赶紧洗 他要利用周爱南洗澡的时间 让丽靖东赶紧走人 不然周爱南今晚住在这儿 他跟丽靖东就露馅了 周爱南走了没几步 忽然顿住脚步 用力在空气中嗅了嗅 然后说道 不对啊 你家怎么有男人的香水味 钟路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周爱南这是狗鼻子吗 怎么就能闻出香水味来 他硬着头皮否认 不是 没有 一定是你鼻子出了问题 我家 怎么会有男士香水味 要有也只能是你的 周爱南摇头 怎么可能 这明显不是我身上的香水味 钟路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约会去了 所以沾染了男人的香水味 你快闭嘴吧 赶紧洗澡去 钟路将人给推进了浴室 别别别 我还要去拿换洗衣物呢 周爱南从浴室出来 进了隔壁卧室 那是钟路给他留的房间 他没一会儿便拿着换洗衣物 重新进了浴室 钟路总算松了口气 连忙闪进自己的卧室 打算让丽敬东赶紧走人 丽敬东搂着他的腰抗议 我还以为 今晚是属于我们的 钟路头疼不已 求你了丽总 您先走吧 我不是都答应你的条件了吗 丽敬东挑了挑眉 那明天 钟路 他就这么迫不及待 男人又贴着他耳畔低难 明天上午 我在家等你 钟路恼怒 也顾不得什么矜持不矜持的了 咬牙控诉道 大白天的 香话吗 丽敬东坦然自若 这种事本来也不分白天黑夜 钟路再也不想跟他 继续这个话题了 趁我弟洗澡 您先赶紧离开 可以 丽敬东这回痛快答应下来了 适可而止顾全大局这种观念 他这种人物自然知道 今晚他确实不适合继续在这里逗留 因为钟路的排斥抗拒他 感受得很明显 他要收网了 可不打算再将人给吓跑 钟路先从卧室探出头去 听到浴室里 周爱南在边洗澡边开心的哼歌之后 这才小心翼翼地拉着丽敬东的手 将人送出门 明天见 即便要走了 丽敬东也不忘调侃他一下 钟路哼了一声后 毫不客气地关上了门 明天见明天见 他真的希望明天不要到来 周爱南洗完澡出来后 再次闻到了那股男士香水味 他不由得凑到钟路面前 结果那股味道更浓了 周爱南睁圆了眼 钟路 你身上有男人味 钟路不是不心虚的 刚刚他跟丽敬东好一通耳并撕膜 他身上的香水蹭到了他身上 但周爱南站着浴室 他也没法去赶紧洗澡冲掉 他气势汹汹地否认着 没有 你也老大不小了 有男人谈恋也正常 周爱南边擦头边笑嘻嘻地 跟他开着玩笑 但一句老大不小 为他讨来了一顿打 没有那个女生愿意听到这个词 我还不到22 钟路愤愤 不过姐弟两人从小到大 一直就是这样打得闹闹对来对去的 感情好得很 闹完之后 周爱南将自己丢进了沙发里 恢复了严肃的神色 对了 你不是说想开发影视剧戏服设计这个板块吗 我觉得可信性很大 男路这个工作室 目前只做民族风服饰方面 但这两年 钟路在娱乐圈拍戏 发现影视剧戏服设计也挺有前途 他也很感兴趣 前段时间他回家 跟爸妈还有周爱南一起吃饭的时候 跟家人说过这件事 不过钟男男表示 他不想参与了 如果他有兴趣 就跟周爱南一起做 钟男男说他 忙忙碌碌了前半生 如今只想跟周易好好享受生活 周爱南说完后又吐槽道 就怕姓林的一家 又背后搞破坏 男路走民族风路线 所以林承山跟成立这么多年 并不知道这是钟男男的品牌 但如果他们 在做影视剧服装的话 势必要跟剧组里的人打交道 林承山他们早晚知道 按照那家人的尿性 八成又要给他们使绊子 钟路倒是没什么好怕的 反而他眼神坚定地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只要咱们设计好质量硬 不怕没人用 他默默无闻了两年多 如今不是也被乔科这样的导演给看到了吗 周爱南被他感染 那我们就做 周爱南始终觉得 自家姐姐虽然只比自己大了三岁 但内心却极其坚强强大 他有一个稳固的内核 支撑着这些年 他面对林承山他们的打压 而永不气馁 丽靖东一大早就交代了沈行舟 他今天不去公司 大概的工作任务 也都交由沈行舟去执行 晨跑完后 他洗了个澡 随意裹着浴袍 开了一瓶红酒 自真自饮 颇有耐心地等待着钟路 考虑到时下的年轻小姑娘 爱睡懒觉 六点半就起床的 他一直耐心等到了十点 眼见别墅大门外 依旧没有动静 他眉眼沉沉地拨通了钟路的电话 他发誓 他今天要是继续给他耍花招的话 他就干脆直接将他 绑到民政局领证 然后回家将他丢到床上 名正言顺地欺负他 电话倒是很快就接通了 他语气凉凉 钟路 你玩我 小姑娘在那段语气抱歉 又有些无奈 立总 我倒是想跟你玩花招 但实际上 是我现在人在警局 抱歉应该给你打个电话说一声的 只不过刚刚有些乱 立静东一听就沉声问 出了什么事 他这心情转变也真是够快的 上一秒还在咬牙切齿 恨不得掐死他 下一秒就又担心起他来 钟路倒也没有隐瞒 这不是我昨晚跟乔科乔岛见面了吗 他邀请我演他新电影的女儿 林渊渊一家 也知道了 他一大早跑来我家骂我 天地良心立总 我那个时候正要出门去赴您的约 他就把我堵在家里了 给我好一顿骂 钟路不忘澄清一下 自己是真的要去赴约 周爱南不是正好也在我家吗 林渊渊骂得太难听 他就对她动手了 说到这里 钟路也有些无奈 周爱南最是护他了 由不得别人说他一句不好 林渊渊不仅骂他骂得很难听 还骂在了周爱南面前 他又是个才19岁的男生 一冲动就推了林渊渊一把 林渊渊也是够无耻的 周爱南不过是推了他一下 他竟然直接倒在了走廊上 然后这就开始了大哭大闹 又是打电话报警 又是让林承山和成立来替他出气的 好一顿鸡飞狗跳 如今他跟周爱南 还有林渊渊一家人在警局 成立指着他们姐弟 两人的鼻子威胁道 我要让你们进监狱 让你们这辈子身上都有污点 不过他们俩倒没怎么放在心上 就算成立有权有势 那林渊渊又没伤了残了的 周爱南还至于进监狱 听完钟路的讲述 丽靖东已经能想象出当时是怎样的画面了 以及此时此刻 成立跟林承山夫妻俩又是什么样的嘴脸 他也能想象出来 他阴沉着脸问钟路 他都骂你什么了 钟路说道 还能有什么 无非就是说我不要脸 用身体去勾引乔科 才获得了这个女儿的角色 钟路说得很坦然 深正不怕影子鞋 他才不理会林渊渊的造谣呢 但周爱南不能忍啊 直接就对 你妈还当小三勾引姓林的呢 林渊渊被周爱南的话给气了个半死 两人就互相骂了起来 再就是周爱南想让林渊渊滚 不小心推了他一把 呵呵 丽靖东冷笑了两声 说 周爱南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他嘴巴这么贱 怎么不打得他满地找牙 钟路 他还以为丽靖东会批评周爱南冲动吗 没想到 他竟然嫌周爱南打得太轻了 他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怎么比十九岁的周爱南还冲动 还要打得林渊渊满地找牙 钟路心想 周爱南要是真的把林渊渊给打成那样 怕是真的能被成立给弄进监狱 不过想到 他今天原本跟丽靖东的约 他抱歉地说 丽总 我今天可能过不去了 这边一时半会走不了 晚上我就要赶回剧组了 虽然是配角中的配角 但他也就请了两天假 成立那边说 要请律师来跟他们姐弟俩掰扯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警局 对于他没法赴约 丽靖东倒是没发表什么意见 而是问道 你们请律师了 钟路应道 请了 南路工作室也有自己的法务 只不过肯定不如成立找的那种律政界大咖厉害 说不定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很显然 丽靖东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再次主动问道 需要我帮忙吗 无论是丽氏集团的法务 还是他的私人律师团队 他随便用 哪一个都可以跟成立找的律师对抗 甚至可以说碾压 钟路想了想 还是委婉拒绝了 不麻烦了 要是一次一次这样 跟丽靖东纠缠下去 那他们之间可就没完没了了 钟路并不知道 丽靖东的最终目的是结婚 只以为他就是暂时对他有些兴趣 所以想睡几次 等他没兴趣了 自然会将他给踹了 所以他不想牵扯太深 别到时候失身又丢心的 丽靖东在那端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道 钟路 既然我们都要有那种关系了 你用一下我的人脉 没什么 不用白不用 丽靖东肯定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他被成立的人欺负 但又怕他不接受他的好意 只好从这方面入手 想他丽靖东 什么时候这般勉强过别人 向来都是他对别人爱搭不理的 向来都是别人来求着他做什么事 那倒也是 钟路被他这样一说 也便不矫情了 那我先谢谢您了 其实 钟路是感受到了 丽靖东语气里的那种压迫感 就是 他用也得用 不用也得用 丽靖东低声笑了出来 口头上的感谢就不必了 到时候体力好一些就行 别像上回那样 半路体力不支 钟路 他休脑的 都要跺脚骂人了 他非得这样直接吗 但脑海中还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那一晚 他真的是 印象深刻 他从来都不知道 一个看起来衣冠楚楚的男人 竟然那样会折磨人 而让他面红耳吃的是 每一个细节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钟路深呼吸了一口气 幸好他是找了个角落打电话 不然别人还以为他的脸怎么红成这样了 不想再跟他继续聊下去 钟路于是说道 丽总 那咱们就下回再约 我先挂了 嗯 正好我也要出差几天 正常来说 丽敬东是个工作狂 忙到脚步沾地的那种 这段时间因为钟路 放缓了一些脚步 他又接着说 可以下回再约 但是钟路 你要知道 延迟满足的后果是什么 钟路一脸茫然 后果 男人低沉的嗓音传入耳畔 悠悠 你会下不了床 钟路脑海中 有什么东西 一下子就炸开了花 他竟然知道他的小名 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鹿 所以钟南南给他取小名悠悠 悠悠入名的悠悠 但这个名字 就只有钟南南和周易会叫他 很轻易温馨 钟路没想到 丽敬东竟然也知道 还在这样的时刻 滴滴在他耳边呢喃了出来 莫名的心计 这是钟路此刻的感受 他想起来了 好像是上次 他在他一世混沌的时候 逼问的 然后他就一晚上 一直叫着他的这个名字 那晚之后 他们的每一次见面 他倒是从来没叫过 他都忘了这件事了 还有他说 他会下不来床 钟路气得跺脚 连再见都不说 就挂了电话 他想说上一回 他就是下不了床的节奏 要不是后来 收到宋婉算计他的消息 他急着去找宋婉算账 他能在床上躺一天 男女之间的这种事 这么可怕的吗 结束了跟丽敬东的电话 钟路在外面吹了半天风 好不容易等脸上 身体上的热气散掉了 这才重新返回警局内 林渊渊还在那靠在 城里怀里哽咽着 不停地揉着自己的胳膊 钟路翻了个白眼 他不过就是摔到地上 擦了一下胳膊肘而已 就他这点伤 没等到医院都自己愈合了 这都大半天了 他还在那喊疼 真他妈矫情 钟路隔应死了 林渊渊一眼就看到了 钟路的白眼 气得大声喊了起来 钟路 你那是什么眼神 钟路都懒得理他 物字走进了旁边的办公室 因为 林渊渊一看到周爱南就骂人 所以 警察只好将两人 放到了不同的房间 这件事 警察本来是想调解一下 小事化了的 毕竟林渊渊就是胳膊肘擦破了点皮 奈何成立死活不同意调解 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原本这种小事 也达不到报警 让他们去处理的程度 结果这位林大明星 和他妈心事动众的 又要请律师 又要打官司的 一个劲儿的在浪费他们的警力 真当他们基层的警员 都是该死的啊 以及这对母女的嚣张蛮横状态 跟那对姐弟俩的云淡风轻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谁是谁非 也一眼就能看出来 钟路仪 踏进周爱南所在的那间办公室 周爱南就立刻对他说 这件事别告诉咱爸咱妈 周爱南担心 他刚刚是跟父母通电话了 钟路坦白 没告诉 我也不想他们生气上火 周爱南很是不屑 姓林的就是仗势欺人而已 钟路没好气地说 那也是你给的他们仗势欺人的机会 他要是不那么冲动 去推了林渊渊一把 他们也不至于这样被动 他都习惯了林渊渊不定时的发疯 不理他就是了 说实话 钟路也不知道林渊渊为什么整天非要盯着他 非要跟他比 感觉林渊渊的生活里除了跟他比较之外 就没有别的事了 他有时候觉得林渊渊的三观极其不正 林承山和成立对他的教育出了问题 亦或者是成立当年赢得不光彩吧 所以这些年成立也处处跟钟南南比 不过钟南南跟周一生活在郊区 也极少外出露面 成立便觉得自己是那个光鲜体面的赢家 而钟南南好像就活得灰头土脸似的 于是在成立这种思想的灌输下 林渊渊也整天跟他来比较了 还颇有一种非要将他给压下去的势头 他不过是得了乔科电影的女儿这个角色 林渊渊这就受不了了 若是日后他真的红了火了 电影电视的女主接到手软 林渊渊是不是就气死了 所以他才说 林承山跟成立对林渊渊的教育出了问题 他们给了林渊渊最优渥的物质条件又怎样 他们亲近所有给了林渊渊这个圈子的顶尖资源又怎样 林渊渊的三观和人品有问题 永远到不了顶峰 这次不过是这样小的一件事 成立就又是找律师又是饶不了他们姐弟俩的 日后多的是给林渊渊擦屁股的事 可有他们忙的 林承山很快就带着律师赶来了 这位律师在娱乐圈很有名 以专门帮明星们打官司著称 警局的工作人员 见成立这边真的带了律师来了 简直苦不堪言 明明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 非得搞得这么心事动众 被他们上边领导知道了 指不定怎么骂他们办事不利呢 林承山带着律师 镜子进了中路跟周爱南所在的办公室 没让警员跟进去 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跟中路的关系 进去之后一关上门 林承山就抬手指着中路训斥 中路 你妈就是这么教育你们的 中路立刻就回响道 他怎么教育我们的 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提及钟南南 中路一个字都不能忍 就林承山对林渊渊这教育方式 他还有脸指责别人 林承山被他的呛声给弄到 在律师面前丢了面子 恼羞成怒之下 抬手又想打他 这一回中路可是不忍了 他抬手抓住林承山 打向他的那只手 用力一个翻转 就将林承山的手给折到了身后 他从小就跟周一学各种防身术 对付林承山这种徒有其表的人 完全不在话下 林承山当场疼得呲牙咧嘴 恼怒的吼道 中路 中路冷笑道 林承山 哦不对 应该是林承 看在你是我生物学上父亲的份上 我容忍你上回打了我一巴掌 但往后你别想动我一根手指头 中路之所以嘲弄的喊林承山的原名林承 讽刺他 他是跟成立结婚之后 改名叫林承山的 寓意成立的靠山 他妈钟男男说 当初媒体好一通报道 说什么浪漫深情之类的 殊不知 他是个贪图富贵 脚踏两只船的渣男 林承山被他扭着手腕 疼得额头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带来的律师见状 连忙板着脸对中路说 中小姐 我警告你 你最好赶紧放手 否则我将告你故意伤害 中路冷笑一声 那他上回打了我一巴掌 倒也松开了林承山 倒不是他怕了 而是见林承山也吃了苦头 适可而止 林承山被中路松了之后 踉枪了几步 好不容易站稳了脚步 刚要痛骂中路呢 就被一旁的周爱南冲过来 揪住了衣领 林承山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气死 妈的 周男男是怎么教育的孩子 一个个的就知道动粗 果然 他跟周易那个武夫在一起 教养不出好孩子来 周爱南是因为听中路说 林承山打了他一巴掌才愤怒的 中路是被他们的爸妈宠着长大的 别说挨打了 他们连句重话 都没舍得对中路说过 林承山这个渣男 竟然打他 周爱南揪着林承山的衣领 扭头跟中路确认 他打过你 中路连忙上前拉人 早就过去了 我就当被狗咬了一下 林承山 中路好说歹说 加上林承山的律师 也在一旁气急败坏地警告他们 周爱南总算送了林承山 林承山本来想来劝说中路姐弟俩 给林渊渊道个歉 这件事就过去了 他也不想为了这么点小事 就心事动众 要不是成立跟林渊渊母女俩 哭着喊着 要让中路姐弟俩付出代价 他不会带着律师过来 但现在 这件事 他跟他们姐弟俩没完 他抬手指着中路对律师交代 告他们 告他们 要让他们 为自己的粗鲁付出代价 中路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 也不知道是谁粗鲁的先动手 要打我巴掌 林承山刚要说些什么 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是工作人员礼貌地说 中小姐 有位叫裴景年的律师找您 裴景年 中路一头雾水 那乡林承山 以及林承山带来的律师 却骤然变了脸色 中路不知道裴景年的名号 但他们却清楚 那是南城如今名头正盛的律师 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律师 不过传闻他跟他的律所指 服务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怎么会来找中路 中路从林承山 跟他律师两人脸上 惊骇的表情得到了提示 这位裴景年裴律师 八成是栗靖东给他找来的 他连忙开门走了出去 就见一位衣冠楚楚 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外面 且不说他这一身风流倜傥的气质 就他那高大的身形 往那一站 就已经足够让人侧目了 中路 裴景年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 娇艳窑窑的女孩子 眼睛忍不住亮了起来 刚刚他刚结束一个庭审 还没等喘口气 就接到了丽靖东的电话 在得知丽靖东 让他来警局保人时 他忍不住吐槽 不就是去警局保人吗 我让手下其他律师去就是了 犯得着用我吗 他可是按分钟收费的顶尖律师啊 去警局保人 也未免太大财小用了吧 丽靖东坚定地说 不能他们去 就得你去 必须得给那些人一点下马威 给小姑娘争点气 我见不得他被欺负 裴景年 小姑娘 你他妈这是恋爱了 裴景年忍不住问了出来 万年铁树要开花了 丽靖东竟然没否认 对了 有时间的话 婚前协议也可以帮我掀你着了 裴景年这下是真的惊掉下巴了 他一把摘下了自己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 震惊地问 婚前协议 你这是要结婚 不过下一秒 他又回过神来了 也是 你这身家确实要你婚前协议 不然日后离婚对方 得分走你一一半的财产 谁知丽靖东却说 婚前协议第一条 若是日后离婚 东胜给他 裴景年震惊到张大的嘴巴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彻底失语 也彻底没了形象 丽靖东如今身家过千亿 靠的可不是立家掌权人的身份 而是靠他自己旗下的东胜资本 东胜资本是他一手创立 并成功打造成 国内目前最大的私募公司 专注于科技 传媒 医疗 这三个主要方向的投资 近几年来 凭借着丽靖东犀利睿智的投资眼光 杀伐决断的处事能力 一路窜至私募的巅峰 无人能及 丽靖东既然说 一旦离婚 就把东胜给对方 裴景年能不禁到失去表情控制吗 震惊过后 裴景年又是替丽靖东肉疼 那可是东胜啊 他竟然说 全部都给对方 肉疼完了之后 又是浓浓的嫉妒 到底是哪个女人 竟然能让丽靖东这样 啊 他也想要东胜 作为一个跟丽靖东认识这么多年 并且还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他竟然不如一个女人 裴景年愤愤 原本他是十二万分不想去警局保人的 这会儿出于好奇 痛快就答应了下来 虽然 丽靖东只告诉了他中路的名字 他并不知道 中路本人长什么样 但中路一出来 裴景年就一眼 确定了 他就是丽靖东要护着的人 那可是丽靖东啊 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 他怕是看不上眼 而眼前这个叫中路的女孩子 真的是哪儿哪儿 都堪称人间角色 难怪丽靖东会被迷了眼 你好 裴律师 中路大大方方地跟对方握手道歉 忽略对方眼底的经验 那像林渊渊跟成立 听到裴景年 是来保中路跟周爱南的 原本还有几分不幸 这会儿见他们真的认识 不由地气炸了肺 又是气 又是极度羡慕恨的 裴景年是谁啊 那可是难成出了名的钻石王老五 除缺他本人 在绿政界的赫赫威名和财富 他本人也是又高又帅 优雅迷人 最重要的是 他的性格好 总是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 比起丽靖东的冷漠不近人情 裴景年更温和一些 林渊渊一瞬间觉得自己 又清新裴景年了 所以刚刚裴景年一踏入警局的时候 他还试图跟裴景年套近乎 裴律师 你好 他自认自己将含羞待切 欲语还羞表演得很是真实 谁知裴景年却是一脸茫然地问他 请问您是 林渊渊瞬间无比尴尬 他如今好歹是娱乐圈当红小花 心境流量 裴景年竟然不认识他 好在一旁的成立 及时上前替他解围 成立呵呵笑着 跟裴景年介绍他 裴律师 这位是我女儿 林渊渊 裴景年如果连成立都不认识 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所以他笑音音接话 原来是成总的女儿 是我有眼无珠了 成立跟林渊渊刚挽回了点面子 就听他又说 不过您二位长得可不像啊 成立跟林渊渊 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被噎死 他说他们母女长得不像 不就等于间接在讽刺 他们俩都整容了吗 成立整了 林渊渊整了 两人动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整完之后彻底不像了 原本母女二人面向神韵上 还有那么一点相似的 裴景年按撮撮对了两人 接着便说 抱歉 我还有事要忙 然后便转身去跟工作人员沟通 自己来保中路跟周爱南了 中路 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 勾引了一个又一个男人 林渊渊在一旁阴阳怪气急了 周爱南冷笑一声 刚要还嘴 中路直接捂住了他的嘴 手动让他闭嘴 顺便给了周爱南一个警告的眼神 既然他们现在都有律师了 那自然应该聪明地 将所有的话语权交给自己的律师 一旁的裴景年有些想笑 看得出来 这对姐弟俩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以及 中路这个女孩子 不是一般的机灵聪明 知道 让他这个律师 替他们发言 于是他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悠悠警告着林渊渊 林小姐 注意你的用词 言语不当 我们也可以控诉你诽谤的 裴景年说 这些话的时候 眼底有寒光闪过 作为律师 她可从来不会绕过任何一个 对她的当事人不敬的人 林渊渊被她给对得又尴尬又恼火 亏她还觉得她比利近东好一点呢 现在看来 也好不到哪里去 都是不懂得怜香惜玉的 他们对着她这样一个娇柔的女孩子 是怎么说出这种伤人自尊 又不留面子的话来的 他们难道没有点绅士风度吗 林渊渊不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上 只有自己的父母 会无条件地纵容浇灌着她 除却父母 她在其他人眼里 什么都不是 她就是被成立和林承山夫妇给关坏了 任性地以为 所有人都得让着她宠着她 裴景年不善的话一出 林承山跟她带来的律师 都赶紧以眼神警告林渊渊闭嘴 林渊渊气愤地转身走人了 裴景年懒得跟这群人浪费时间 镜子对林承山说 林总 您看今天这件事 咱们还要继续走法律程序吗 不 不用了 面对着裴景年这样的人物 林承山哪里还敢继续走法律程序 即便她自己带来的律师 也是行业内翘楚 但她也深知不是裴景年的对手 更何况 这件事原本也不全是中路跟周爱南的错 他们一家 原本不过是想仗势欺负 羞辱中路跟周爱南一番罢了 要是这件事 能闹到中南南跟周易那里 就最好不过了 因为这样足以让中南南跟周易难堪 他们俩一味地避世 关键时候 根本护不了自己的孩子 活得太失败了 林承山甚至都已经想好了 到时候见到中南南跟周易 要怎样的耀武扬威 谁曾想陪景年来给中路出头了 林承山这个心情啊 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陪景年脸上是和善的笑意 既然不走法律程序了 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先带我的两位当事人离开了 林承山除了点头同意之外 别无他法 于是陪景年扬眉吐气地 带着中路和周爱南离开了警局 林月月在他们身后 气得大哭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中路跟周安南 怎么会毫发无伤地就脱身了 那个周爱南 他竟然敢动手推他他恨死他了 还有中路 他为什么能演乔科电影的女儿 为什么能让陪景年 都来为他出头 林承山嫌他这副哭闹的样子 太小家子气 冷着脸让成立赶紧带着他上车了 而他则是加快脚步 追上了中路几人 喊道 中路 等一下 他得好好问问 他是怎么搭上陪景年 这样的大人物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也想跟陪景年拉近搞好关系 而中路 是个很好的中间人 中路顿住脚步 转头淡淡看向了 急匆匆跟来的林承山 只需要一眼 中路就看穿了林承山的企图 不由地嘲弄地冷笑了一声 当他触碰到他们的利益时 他就是他见不得人的女儿 他就要被他们打压封杀 当他能为他带来利益时 他又跑来跟他套近乎了 无耻至极 中路 你跟 林承山想问中路陪景年什么关系 但中路却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的话 林总 您这是嫌不解气 追上来又想给我一巴掌 中路故意提及那一巴掌 好让林承山羞耻到 没有脸跟他套近乎 果然 就见林承山被狠狠噎了一下 他艰难张了张嘴 后面的话实在是说不出口了 中路懒得再理他 冷着一张翘脸 随着裴景年走人了 他可从来都不是什么软柿子 林承山打他的那一巴掌 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全当还了他给了他生命的那份情 从他那个巴掌落下的那一刻起 中路就发誓 从今往后他跟林承山只会是敌人 仇人 永远不可能再有什么妇女亲情 所以 即便他手里如今有利静东 和裴景年这样的人脉 他也绝对不会透露给林承山一丁点的 中路周爱南 还有裴景年三人在裴景年的车旁站定 中路拉着周爱南 诚恳跟裴景年道谢 裴律师 今天真是太感谢您了 举手之劳而已 裴景年笑得灿然 你们去哪儿 我送你们回去 中路很有分寸感 不麻烦了 我们打车就好 裴景年是利静东的人脉 人家今天来的任务 是给他和周爱南解围 而不是给他们姐弟俩当司机 裴景年也没再说什么 冲他俩挥了挥手 便坐进车里离开了 裴景年一离开 周爱南就猝没问中路 你跟裴景年怎么认识的 许是因为中路身在著名逐利的娱乐圈 周爱南有些担心 他跟裴景年这样的大人物之间 有不正当的关系 毕竟女明星爱找富豪 这是娱乐圈亘古不变的原理 当然 周爱南是相信自家姐姐的 因为他知道 中路不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 他担心的是 他有没有被威胁 不得不跟那种富豪们在一起 中路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是没有被裴景年威胁或者怎样 但他跟裴景东 却是不清不白的 现在很难说清 他是不是被裴景东给威胁的 因为他好像也有些半推半就 于是 他敷衍着周爱南 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 周爱南继续追问 什么朋友能认识裴景年这样的人物 哎呀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好了 你姐 我是那么好欺负的人 中路给周爱南 吃了一颗定心丸 赶紧回家吧 我还要收拾一下行李去机场呢 中路边说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姐弟两人总算结束了这通警局 历险计回家了 虽然经历了这么一顿折腾 但姐弟两人依旧情绪稳定 心情平静 回家后 两人在小区门口的饭店 每每吃了一顿大餐 然后周爱南回学校 中路赶飞机 可林月月那里 却是闹翻了天 他回家后 对着成立好一通发脾气 我不准 中路演乔科的女儿 我都没面试上 他有什么资格演 那个乔科 是脑子被驴踢了吗 主动去用中路这样的十八线 不怕电影到时候扑死吗 对于这件事 成立也恼火不已 得知乔科芯片在筹备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 就将林月月给推荐了过去 结果乔科 都没看到林月月本人 就直接说他演技太浮夸 不适合他这部电影 把成立给气了个半死 乔科可以不用林月月 但也犯不着 说话这么难听吧 他女儿怎么就演技浮夸了 那就感情充沛丰富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质问林成山 那个乔科 你敲打了没有 他是怎么回事 油盐不尽吗 这两三年 但凡他们收到消息 有导演要用中路 他们都会暗中敲打 或者是打点 能谈的龙看在他们的面子上 主动放弃用中路的 叫做打点 一开始没谈龙想 不顾他们意愿 继续用中路的 他们都在后面敲打过了 要么想法子 让剧组的资金链断了 威胁导演 要么就是让主要的大咖演员 不配合拍摄 再不然 就是上演一出词演 哪个剧组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久而久之 在他们夫妇的操纵下 那些原本欣赏中路的导演 为了不给自己剧组添麻烦 干脆不用中路了 这个乔科 他们一开始 也是先礼后兵的 结果他将他们派去的人 给骂了一顿 后来他们又用自己的人脉 在一些审核上 针对了几次乔科 没想到 乔科都顺利通过了 根本不将他们放在心上 物自我行我素 凌承山双手环臂 站在客厅里 神色严肃 这个乔科 背后有国外资本的支持 我们拿他没办法 再不然 就得从他个人的安全方面 来下手了 给他点警告 凌承山脸色阴沉地 给出了这样的提议 成立接话道 这件事我去找人做 我还真不幸了 他一个小导演 胳膊还想拧过大腿 小心一些 凌承山表面上叮嘱了一句 但心里却是冷笑着 这几年这些不干净的事 惊得都是成立的手 可跟他凌承山半点关系都没有 日后真有翻车的那么一天 也都是成立自找的 谁让他那么强势呢 在这个家里 事事都要他说了算 事事都要他许可才能进行 在公司里也是如此 许多时候都弄得他下不来台 时间久了 他干脆表面对着他一套 背地再按照他的想法执行一套 然后 那些不干净的事 他也都哄着他去做了 成立这个人 钱有的是 脑子不多 星号 中路返回剧组之后 立靖东也启程前往美国出差 一来一往 两人之间不仅有距离 还有时差 以至于大概一个周的时间里 两人几乎没什么联系 一个周之后 是中路的22岁生日 他没什么戏份 便回家了 这次他回的是南城郊区 中南南跟周易的家 因为他们 一家四口有规定 任何大大小小的节日 只要没有什么特殊事情 最好回家 跟家人一起过 生日尤其重要 满满的仪式感 中路自然不会跟立靖东说 自己回家过生日的事 不然显得好像他在间接 跟他要礼物似的 他不会做那种事 实际上 中路什么礼物都不缺 他自小生活在一个 充满爱与幸福的环境里 内心丰盈而富足 从来不需要那些 所谓的物质上的富有 来彰显自己的幸福 如果说他 真有什么特别想要的 那就是希望自己 在娱乐圈能更顺利一些 但最近他得到了 乔科新电影的这个女儿角色 他觉得 这是他今年最好的生日礼物 而且是靠他自己 这两年的沉淀得来的 因为要给他过生日 周爱南也回来了 姐弟两人默契地 没有跟中南南和周易 提前段时间 被林承山一家给刁难的事 倒不是怕林承山一家 而是觉得 不值得让父母为那样的人生气 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 林承山一家 整天在那高高在上些什么 他们自认过得很幸福吗 还是他们以为 中南南过得不幸福 实际上 中南南过得最幸福不过了 周易将他荡成宝贝 放在掌心里宠着 这么多年始终如一 没让他受过一丝委屈 不像成立 早些年整天防着 跟林承山演对手戏的女演员 后来林承山退圈经商 成立又要防着各色 想要攀上林承山的女人 想必他自己也知道 林承山既然能被他勾走 那就也能被别的女人勾走吧 至于事业上 中南南将自己的爱好 发展成了事业 前几年他买下了附近的一家服装厂 如今专门为自己的民族风品牌服务 南路如今蒸蒸日上 红红火火 只不过中南南厌倦了抛头路面 不像成立那样 整天光鲜亮丽地出席各种场合 自然就给成立一种销声匿迹 好像过得不好 没脸见人的感觉 当然 中南南也根本不将成立 跟林承山一家放在眼底 成立再怎么光鲜亮丽 也比不过他剩下窝在空调房里 享受着周易一个一个包着荔枝 喂给他吃的惬意 姐弟两人一进家 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画面 两人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周爱南欠气的 上前凑过一个大脑袋去 爸 给我包一个呗 滚蛋 周易毫不客气地横了他一眼 周爱南倒也不生气 颠颠跑去厨房冰箱找冷饮了 一打开厨房的门 里面弥漫着浓郁的饭菜香味 他们姐弟两人爱吃的酱肘子 酱牛肉糖醋鱼 周易都已经做好了 还剩下几样青菜小炒 待会儿 在座就来得及 周爱南觉得心里满满的全都是幸福 再打开一瓶冰镇汽水 咕咚咕咚喝下去 满心的幸福 也跟着咕噜噜冒跑 客厅里 钟南南问中路 今天谁开的车 不会是周爱南吧 中路跟周爱南是开车回来的 车是中路的 去年生日 钟南南跟周易送她的生日礼物 她平时不怎么开 后来周爱南考了驾驶证出来 又去了南城上大学 中路便把车给周爱南开了 钟南南始终觉得 自家儿子才19岁 开车必然毛躁 所以不准她开车 奈何山高皇帝远 姐弟两人在南城 她也不能天天盯着 放心好了 你儿子车技好得很 钟路安慰她 钟南南哼道 这天底下 也就你这个亲姐 敢坐她的车 钟路笑嘻嘻道 你一直不让她开 她只会越来越生疏 到最后都不敢开了 周易端着荔枝丸起身 你们聊着 我去厨房做饭 他们家做饭是周易的事 钟南南不会做 周易也不舍得让她做 周爱南来了客厅后 便坐进了沙发里玩手机 结果刚看了没几秒 就蹭得一下子 从沙发里跳了起来 吓了钟南南跟钟路一跳 钟南南瞪她 你杂杂呼呼地干什么 周爱南欲言又止 然后上前将钟路拉了起来 你来一下 我有事问你 钟路一头雾水 被周爱南给拉上了楼 关上卧室门后 周爱南这才开始嘀吼 卧槽 这个悠悠 不会指的是你吧 什么 钟路一头雾水 进家后 她就没再看过手机 完全不知道 周爱南说的是什么 什么悠悠 周爱南给她看手机上的新闻 这条热搜爆了 说是南城广场的 四块电子大屏幕 忽然开始投放悠悠 生日快乐这句话 钟路猛了一下 南城广场 是南城最大的广场 周围的高楼上镶嵌着四块电子大屏幕 据说那四块电子大屏幕的广告投放费用是天价 而之所以是天价 是因为曝光度极高 钟路看了一眼热搜上的截图 四块大屏幕同时在投放这句话 这可不是一般的手笔 他心里有种预感 但又不愿去相信 于是否认道 不能是我吧 或许只是恰巧重鸣 这句话说完后 他又瞥了一眼那热搜截图 然后发现 这句话右下角的落款是 李 钟路脑袋嗡的一声炸掉 这一下他想自欺欺人的否认都没用了 李这个姓 只有李靖东 有这样的资本 同时四块大屏幕投放这句话 虽说圈子里一些人知道李启文在追他 但李启文那根本就是个顽固富二代 不掌权 就没有财富自由 所以 李启文哪里花得起这笔钱 那边周爱南继续在分析 怎么可能这要巧 有人也叫悠悠 有人也今天生日 不带钟路说什么 周爱南又道 不会是李启文那个富二代弄的吧 李启文追钟路的是 周爱南知道 因为有次李启文喝醉酒 给他打电话 各种表白 周爱南碰巧住他那 都听到了 当时把周爱南吓坏了 好一顿叮嘱他 让他千万不能被李启文的富二代身份给迷惑了 让他千万不要贪图富贵 跟李启文发生点什么 这种整天混迹娱乐圈的顽固富二代 哪里有什么真心 不过就是图一时新鲜而已 得到了之后就会抛弃 周爱南踩到了李启文头上 钟路只好装傻 我也不知道 这是谁弄的 我再去问问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知道的 弄不好真的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 钟路边搪塞着边走人 不过走了没几步 就又顿住了脚步 这是暂时先不要让爸妈知道 自从钟南南退圈后 周易便不让他看娱乐圈的新闻了 连带着他自己也不看 最初是因为林承山为爱改名的新闻 轰轰烈烈 弄得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钟南南看了 觉得讽刺 周易怕他伤心 便干脆断了娱乐圈的新闻 久而久之 他们觉得 远离娱乐圈那个大染缸 过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才是最幸福快乐的 近几年 网络跟手机发达了 他们会被迫关注到一些 但都没放在心上 所以这件事 只要他跟周爱南不主动在他们面前提 他们应该不会知道 钟路先回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细细看了看那条热搜 有人在实时播报 南城广场四块大屏幕上 同时滚动 播放着这句生日祝福的话 评论区已经炸了 全都是极度羡慕恨 卧槽 这他妈是哪位大佬 这么大手笔的事啊 承包一块大屏幕就够了 还四块都承包了 我打听了 说是这条生日祝福 会滚动播放一整天 我的妈 这可是按秒计算的南城广场大屏幕啊 四块 一整天 得多少钱啊 想知道是哪位小仙女叫悠悠 想知道小仙女是什么神仙美貌 能被大佬这样宠爱 我搜了一下 南城那些名媛们 或者如今当红的女明星 没有一个叫悠悠的 小名叫悠悠的也没有 哎 你们注意到右下角那个书名类了吗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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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是哪个字呢 因为署名就只是离 声调也不确定 所以大家一时间猜不出 到底是哪个字来 中路松了口气 第一次庆幸着自己不红 否则分分钟被扒出来 也庆幸着利静东 没有直接署名利 否则也能分分钟被扒出来 毕竟信利的 全南城也就只有他一个人 有这样大手笔的财力 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先给利静东发了条信息 因为之前两人一直有时差 所以中路怕自己直接打电话过去 会打扰利静东休息 利总 您回国了吗 没想到利静东直接给他回了电话过来 中路接了起来 就听到男人有些疲惫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刚下飞机 找我有事 中路斟酌着用词 南城广场大屏幕 中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虽然直觉告诉他 那就是利静东给他的生日祝福 但他又担心贸然开口 万一判断错了 会显得他很是自作多情 好在利静东没让他多为难 直接就低笑着接话道 哟哟 这份生日祝福 喜欢吗 利静东又解释了一句 因为出差没有及时赶回来 所以只能 先用这样的方式 给你庆祝生日 现在是日落时分 他紧赶慢赶 才在他生日 这天赶了回来 晚上应该能来得及见他一面 再亲手送上实质性的生日礼物 听到利静东亲口承认 那确实是他投放的 中路反而不知道 自己该说什么了 按理说 一般人收到这么盛大隆重的生日祝福 该心花怒放的 可中路总觉得自己开心不起来 利静东对他越郑重 他越是忧心忡忡 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仅仅只是跟他睡一晚 有必要这样吗 而且之前他都答应了去赴约 他也没有必要 再用这样的方式 哄他开心了吧 他的沉默 让利静东察觉到了些什么 他再次问道 不喜欢 没有 中路连忙否认 四块大屏幕同时投放对他的生日祝福 这样极精浪漫的是 哪个女孩子会不喜欢呢 他是不敢喜欢啊 他小声委婉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利总 我只是觉得 我不值得您这样对待 不是的 利静东否认的几块 且语气严肃 中路 你值得这世间最好的一切 中路胸口颤了一下 有那么一瞬间滚烫着 他自小漂亮出众 没少被异性表白过 甜言蜜语花言巧语 他听过很多 可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男人 让他的心这般滚烫着狂跳着 哪怕利静东此时此刻也算是花言巧语 谢谢 他轻声道着谢 除此之外 一时间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利静东邀请他 晚上见个面 中路有些为难 抱歉啊利总 今天是我生日 我在跟家人在一起 不好出去 中路说的也是大实话 这一回 他可不是躲利静东 而是以家人为重 毕竟对现在的他来说 利静东没有他的家人重要 利静东倒是没有任何不悦 反而赞同道 顾家挺好的 希望以后 你也能这样顾家 他会慢慢红起来的 直至大红大紫 到时候等他成了真正的女明星 他最好还能这样顾家 毕竟到时候 他也会成为他的家人一份子 他有应酬交际的时候 最好也能搬出家人来推掉 反正他是完全能做到 以家人为重 中路只觉得 他这话奇怪得很 但完全没想多 他从来没想过 利静东有想跟他结婚的打算 不过 他想起自己打这通电话的目的 连忙又说 利总 咱们商量个事呗 您的心意我收到了 大屏幕上的投放 要不咱们就撤了 不要投放一整天了 他害怕被扒出来啊 利静东回得干脆 不撤 中路有些着急 那多浪费钱啊 我知道你祝我生日快乐 这不就够了吗 利静东答 对我来说 就是一点小钱 可不能撤 他做的每一件事 都在彰显着他对他的重视 也是为了日后两人的关系曝光 那些眼高于顶的人 不敢看清他 中路说服不了利静东 只好作罢 想到利静东刚下飞机 他接着便说 那您赶紧回家休息吧 他不想聊了 感觉聊不到一起 他谨小甚微 他有前任性 完全两路人 好 利静东答应得很痛快 但随后又壮四闲聊地问了一句 哪天回剧组 中路瞄懂他问这话的意思 也不好撒谎 只好如实交代 应该是后天 他哪里知道 利静东竟然会在今天就回国了 他还想着他不在南城 他就不用赴约了 真是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啊 利静东似是察觉到了他的小心思 低声笑得有些克制 那明天见 嗯 中路这一生 应得可是 生无可恋极了 利静东没跟他计较 男女之间那点事 他虽然现在排斥 但等尝过的快乐多了 以后会离不开的 好不容易结束了这通电话 中路将自己丢进床里 正正盯着天花板 发了好一会儿呆 他是真的对那玩友阴影 第二天他逃跑的时候 浑身哪儿哪儿都是酸疼的 感觉身体像是被车碾压过似的 不过他很快就有了主意 明天他要提前喝点酒 壮胆 中路躺了没一会儿 周爱南就来喊他吃晚饭了 周易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跟中南南两人也给他订了蛋糕 是个漂亮的公主形状 虽然对22岁的他来说有些幼稚 但那代表着 他在中南南和周易心中 永远都是他们的公主 一顿晚饭吃得很是开心 这个生日也过得一如既往的幸福 洗完早临入睡的时候 中路收到利静东发来的信息 我在你家附近的桥头 出来见一面 中路惊得差点从床上跳起来 中南南跟周易住在郊区 他们家附近有一座很漂亮的桥 利静东此时应该就是在这里 中路惊讶不已 利总 您这是 利静东低声道 来送生日礼物 中路纳闷 不是已经送了吗 连续投放一整天的 那四块大屏幕的生日祝福 中路觉得已经足够了 利静东语气里有笑意 这次送的是实质性礼物 他是真的没想过 利用这段时间跟他的爱美 狠狠从他这里捞一把吧 换做别的女人 遇上这样一个财大气粗的富商 早就恨不得各种捞了 房子车子珠宝 或者各色奢侈品 能捞到一笔算一笔 他到目前为止 都没送过他任何物质性的生日礼物 他就已经觉得足够了 真是无欲无求 可利静东又想 正是因为他这样的品性 才会吸引着他欲罢不能 三更半夜 他这样的大人物 驱车三十分钟来给自己送生日礼物 中路觉得 他要是不出去见一下 也不太合适 于是还是硬了下来 那您等我几分钟 他从家里走过去不行 也就五六分钟吧 挂了电话后 中路换了身衣服就出门了 钟南南跟周易的卧室在一楼 不过两人已经睡了 他们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 周爱南在自己的房间里打游戏 八成戴着耳机 天塌下来也惊动不了他的那种 中路还是担心被家人知道 他跟利静东的关系的 所以出门是小心翼翼亲手亲脚的 感觉跟做贼一样 出了门之后 他一开始还慢悠悠走着 走了没几步 又加快了脚步 到后来便小跑了起来 很快便看到了桥头那儿 停着的黑色麦巴赫 沉稳大气 跟他的主人一样 利静东懒洋洋依靠在车身上 单手抄在裤带里 长身玉立 金贵迷人 看到小跑者而来的女孩子 利静东往前走了几步 心情极好的打去他 这么想我 中路小跑者的脚步 戛然而止 他是怕他这位大佬等 着急了 跟他生气 哪里是想他 而就在他顿住的功夫 利静东主动朝他走了过来 镜子将他结结实实摟入了怀里 不是你想我 是我迫不及待想见你 男人低沉的声音 透过寂静的夜色传入自己耳中 中路听到自己的心跳 骤然加快了起来 他身上轻烈的味道 他宽厚结实的胸膛 还有他有力扣在他腰间的臂膀 都让他心静 纤细的胳膊 不由自主地 也缓紧了他精瘦的腰 而他的这个举动 让男人的呼吸 一下子重了起来 下一秒 男人挑起他的下巴 灼热地吻扑天盖地落了下来 瞬间吞没了 他所有的呼吸 利静东向来自诩沉稳自持 冷静自重 这些年妄图爬上他床的女人 多如过江之际 可他却一个都没碰过 更没让他们一个得逞过 可此刻活了三十年的他 第一次觉得不够 怎样都不够 怎样抱都不够 怎样轻都不够 恨不得将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才能好好地感受他 利 利静东 你放开我 会被人看到的 中路在两人喘息的间隙 微弱地抗议着 他们现在是在桥头 虽然夜已深 但偶尔还是会有车辆经过的 要是被人看到 再穿到他妈耳中 说他大半夜地跟男人在桥头热吻 他妈怕是能打断他的腿 利静东这才将人给松了 但手上依旧搂着 抱歉 他嘀嘀地呢喃着 中路也不知道 他跟利静东之间 怎么越发展越离谱了 他本来是 一直在各种躲着他的 怎么现在反倒弄得 好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了 你 你不是说来送生日礼物吗 为了赶紧拉开两人的距离 中路只好赶紧这样催促着 利静东单手搂着他 另外一只手从裤袋里 掏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他 中路本来想从他怀里起身的 但他不让 他几乎咬着他耳垂的胶带 我这边把视线都挡住了 就算有人经过 也看不到你 言外之意 就这样靠在他怀里看礼物好了 中路也不矫情了 抬手打开了盒子 是一枚很是精致的戒指 倒没有鸽子蛋般的钻石 也没有亮瞎眼的繁复设计 反而是一颗颗细小的碎钻 点缀着戒圈 这枚戒指给中路的感觉是 赏心悦目 在他的审美点上 但即便喜欢 因为是戒指 所以他不想收 戒指的意义不一般 他可不敢随便养 所以 他轻轻合上戒指盒 扬起漂亮的眉眼 看着利靖东说 利总 戒指很漂亮 但 戒指不应该随便乱送吧 利靖东硬着 嗯 所以不是随便送的 中路惊讶极了 不是随便送 那就是很郑重的送 一个男人很郑重的送一个女人戒指 他这是想谈婚论嫁 想到这里 中路吓到心都颤了 他干脆抓过利靖东的手来 将盒子郑重塞了回去 还是别送了吧 可饶了他吧 他才刚过22岁生日 可不想 被他隐隐冒出的结婚念头给吓死 不想因年早逝 戒指被他强行塞回 利靖东倒是也不恼 而是微微瞇了瞇眼 地神问着他 真不要 不要 中路摇头语气坚定 下一秒 他就被男人强势扣进了怀里 柔软的唇背覆住 他所有的声音 只剩下了乌液 中路气恼地揪住男人的衬衣 用力捶着他 要不要戒指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男人总算松了他 但紧接着又问了他一句 很显然是在警告他 如果不收 他就继续亲他 中路要气死了 他怎么这么能欺负人 最终 他一把抓过男人掌心中的戒指盒 咬牙一字一句地对他说 利总 在 见 最好再也不见 然后 他便转身气呼呼地跑走了 都说实时物者为俊杰 他总不至于固执到非要不收 从而被他亲个没完吧 比起跟利静东接吻来 他宁肯收下这枚戒指 收了 他不戴就是了 心里刚打好这个如意算盘 就听男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明天见面的时候 我得看到戒指在你手上 中路气死了 跑得更快了 利静东则是在原地低声地笑 软硬兼施 这枚戒指总算送出去了 他倒是没想到 他利静东送戒指 竟然有一天会送不出去 因着这枚烫手的戒指 因着之前那场火热的闻 中路一晚上都辗转反侧没睡好 甚至好几次都从梦里惊醒 因为他梦到利静东跟他求婚 还梦到两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太可怕了 跟利静东这样的人物结婚 他这样的性格 怕是三天就要下堂吧 虽然利静东这几次对他都挺呵护 但中路始终觉得那都是假象 他得到他之后就不会再这样了 30岁的利静东又身处高位 手握滔天财富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怎么会格外亲爱他 无非就是图他的年轻美貌而已 男儿啊 永远都是喜欢年轻的 戒指 不过是随便送送哄着他这样的小姑娘玩而已 至于他释放出来的 关于结婚的念头 那就更荒唐了 利静东这样的人物 结婚对象怎么也得是省里 乃至京城里的高管千金们吧 中路想起 那天在咖啡厅看到的 跟他相亲的那个女人 温婉大方 端庄优雅 这才是利静东未来妻子的标配吧 一晚上都这样胡思乱想着 以至于第二天他补教 补得天婚地暗 周爱南在他房门外哀嚎 拜托呀 钟大小见 我上午三四节还有课呢 咱们得赶紧走啊 不然我要迟到旷课了 周爱南看似有些不着调 实际上是个学霸 而学霸自然看中每一节课 中路尖南从床上爬起来 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跟钟南南和周易道别 随周爱南一起返回市区了 钟南南跟周易 很舍不得一双儿女 但也知道他们 该去大城市闯荡属于他们的人生 他们再不舍 也只能放手 好在他们离得也不是很远 还能经常回来看看 回去的路上 钟路刚想窝进座位里继续补觉 手机忽然收到了 丽静东发来的信息 什么时候回市区 也不知道怎么了 如今一想到丽静东 钟路立刻就会想起 昨晚在桥头那场火热的闻 他脸上有些烫 如是回到 在路上了 待会儿见 丽静东回了这样一句 钟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 今天终究还是要面对那件事了 他打算待会儿回家先洗个澡 然后喝上一瓶红酒 再打车去丽静东家 还有 这到底算什么回事啊 他那天早上 不过就是放了二百块钱 竟然被丽静东 这样的大佬 追着要再送他一回 不要还不行 这哪里是送 这分明是强买强卖 不过 钟路也承认 他不是会被别人拿捏的人 要是他自己不愿意 丽静东 还真能逼得了他 所以归根到底 他对丽静东 也挺着迷的 因为赶着上课 周爱南将中路送到他家楼下 就又赶紧开车回学校了 钟路坐电梯上楼 一出来就看到了等 在电梯门口的丽静东 钟路吓了一跳 丽总 您怎么过来了 他以为他会在他家等他 没想到他主动来他家了 丽静东悠悠问他 你说我为什么过来 还不是怕他一时半会 不去他那 还不是怕他这边 再遇上什么事 他又要等 只有自己亲自过来捉人 他才能放心 反正在他家 或者他家 都不影响他的发挥 钟路轻咳了一声 迈一步朝自己家走去 顺便探头看了一眼 隔壁邻居 还好他这里是一梯两户 对门邻居 是一对年轻夫妻 两人都是上班族 这个点儿已经上班去了 要不然丽静东 等在这里 肯定会被人看到的 传出去 可就不像话了 一进门 钟路就被男人 给搂进怀里稳住了 他手里的包 也硬生落地 钟路艰难地说着 我 我先去洗澡 一起 不要不要不要 那由不得你 最终钟路 被男人给拎到了浴室 钟路身材比例极好 腰细腿长 栗静东失控得厉害 场面混乱到一片狼藉 钟路全程都红着脸 几乎没眼看 上回他喝多了酒 都不记得 自己什么反应了 结果这回大脑清醒得很 以至于他都没想到 自己能发出那样 脸红心跳的声音 从浴室转站到卧室 男人完全没有消停的意思 钟路身心俱疲 他的腿现在 软到没有一丝的力气 一时恼火之下 他抬手推着 附在自己身上的男人 咬牙道 厉总 我怎么觉得 您很缺女人似的 您这样的身份 身边少不了 阴阴厌厌吧 钟路的意思是 他要是没满足 大可以找别人去 何必非要耗在他这 要累死他吗 钟路一心只想将人给推开 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这句话 怎样轻飘飘地 搅起了男人心底的火气 厉静东掐着他的腰冷脸道 在你眼里 我厉静东 是那么随便的男人 什么女人都能要 什么女人都会碰 钟路一脸茫然 他怎么生气了 他倒不是说他随便 而是觉得 他拥有可以选择 很多女人的权利 不带他解释什么 就见男人眉眼 沉沉地哼道 悠悠 你是不是忘了 我上回说的话了 什么话 我说 延迟满足的后果 就是 你会下白床 钟路欲哭无泪 而后面男人 则是用行动 证明了他的话 这一天 他真的没下来床 而晚上 他还要赶飞机回剧组 晚饭是厉静东 让人送来的 不是一般的丰盛 钟路饿坏了 洗漱完毕后 倒是老老实实地 坐在餐桌前吃饭 但却板着翘脸 一句话都不跟男人说 他太恶劣了 太坏了 最后逼着他 说了很多 不要脸的话 才肯放过他 厉静东 坐在小姑娘对面 相较于钟路的气氛 他倒是从容了许多 应该说是 燕足后的神清气爽 生气了 他瞥了一眼 鼓着腮帮子吃饭的人 你说我随便 我都没生气 你有什么好气的 你 钟路想回腔他的恶脸 却又发觉那些话 说不出口 他哼了一声后 恨恨撇清关系 丽总 您非要送我一回 如今也送完了 以后咱们 就别再联系了 再这样下去 他得成为第一个 在这种世上 丧命的女人 还以为他年纪有些大 在这种世上 没有太多花样和需求 没想到他简直就是个疯子 如果不是他今晚 要赶飞机回剧组 今晚他怕是也下白床 丽静东语气无辜 哟哟 你这是 提上裙子不认人 钟路穿了条裙子 丽静东 故意这样阴阳怪气他 钟路无语至极 明明是他强取豪夺 怎么现在他 反而倒打一耙 说得好像他是个 玩弄他感情和身体的渣女似的 真是老奸巨华 小姑娘美目顾盼 就那样 气呼呼地瞪着他 丽静东眸色暗了暗 侯姐也跟着上下滚动了一番 他这副样子太勾人了 他承受不住 可也知道他还要赶飞机 于是他垂下眼抬手 给他舀了碗汤 递了过去 别生气了 喝碗鸡汤 今晚送来的所有食物 都是他的私人厨师做的 荤素都有 营养搭配合理 美味又可口 晚饭快吃完的时候 丽静东说 我送你去机场 不用不用 钟路连连摆手 我自己打车就可以了 他哪里敢用丽大佬 给他当司机 他也不想坐丽静东的车 他见过他的麦巴赫 也见过他的兵力欧路 每一辆都是豪车 要是他被人拍到从豪车里下来 又要说不清了 丽静东又道 我让沈行周 送了辆普通的车过来 钟路惊讶极了 他怎么知道他心里的想法 他是会读心术吗 最终钟路 还是坐上了丽静东的车 一路上倒是相安无事 丽静东开车很稳 钟路有些昏昏欲睡 他今天的体力 可不是一般的消耗 说起来 钟路身体素质算是好的 他自小跟着周一习武 体能也很好 现在也是有时间就健身运动 怎么这回生生就跟个废人一样了呢 再看一旁开车的丽静东 明明他比他大了八岁 都三十了 剧烈以及大量运动过后 竟然还神清气爽的 呵呵 不是一般的老当义壮啊 丽静东将人送到机场 钟路头也不回的 就想走人 刚转身呢 就被丽静东一把给抓了回来 将他按在怀里好一通轻 钟路上身被人困住 挣扎不出来 只好在副驾驶上 蹬着两条长腿抗议着 不是说好了这种关系 就到这次为止吗 听完之后又捧着人家的脸低难 你的戏份什么时候结束 藏娇 这个剧组 他只是个十八线 戏份不多 而既然又是他投资的 实在不行他 就让导演把他的戏份 踢到前面来先拍完好了 不知道 钟路从他怀里起身 我得赶紧走了 不然要误记 丽静东只能放人 一想到自己要去剧组自由自在 不用再面对丽静东了 钟路瞬间觉得 空气都是甜的 只是他这种快乐 没持续几秒钟 就被林渊源一声 吃笑给打断了 钟路 你这是交男朋友了 钟路被吓了一跳 他现在人在停车场 光线本就暗淡 林渊源跟城里两人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的 太吓人了 因着林渊源说他交男朋友的话 钟路回头看了一眼 丽静东停车的方向 夜色和车磨的缘故 他们这边根本看不清车里的人 所以钟路也没什么好慌的 他单手扶着自己的行李箱 爱搭不理地说 我有没有男朋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林渊源嘲弄道 确实没什么关系 不过 我看你那男朋友开的是 宝马X5 几十万的车而已 看起来是个穷鬼呢 林渊源说完自己 又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钟路 感情力静东 故意换了辆普通一些的车 反倒成了林渊源眼中的穷鬼 可在钟路看来 宝马X5 已经是挺不错的车了 而且立静东说 这是沈行周的车 他还说 沈行周原生家庭很清贫 他靠着自己这些年载力 静东身边工作 慢慢给自己积累了财富 开上了宝马X5 中路也觉得 一个人开什么车 都不应该成为 被别人嘲笑的点 想到这里 他冷笑了一声回腔道 他开在便宜的车 再穷 也是靠自己的双手 和能力赚来的 不像有些人 不肯老的话 怕是就喝西北风了吧 中路这话等于 直接骂了成丽 跟林渊源母女两人 因为他们俩 都是靠肯老 成丽的父亲 很有钱 又只有成丽一个女儿 所以成丽 在颜值远远不如钟男男的情况下 还能拿下林成山 靠的就是钱 不是肯老 又是什么 如今 他养了个女儿 林渊源又是这样 林渊源 那学习成绩惨不忍睹 如果不是花钱 出国度金 在国内 说不定连个普通高中 都考不上 所以 林渊源有什么资格 嘲笑别人开的车便宜 他要是靠自己 可能连车都买不上了 枪完之后 中路也懒得 在理这对母女 物资推着行李箱 大步走进了航站楼 林渊源气得跺脚 林渊源 是从外地返回南城的 他这几天心情不好 跟朋友出去玩了几天 成立是来接他回家的 母女两人刚走到自家车旁 就看到不远处 隔了一排车的地方 中路 从一辆车里下来 车上 好像还有一个男人 因为他们能清楚地 看到一双男人的手 拉着中路 不肯放 夜色有些深 那个男人又没下车 所以他们 也看不清那个男人 到底长什么样 但林渊源一眼就看到了 那个男人开的车 当即就怯笑了起来 中路啊中路 果然他只配跟这样的穷鬼交往 这辈子 他都嫁不到有钱人了 所以 林渊源迫不及待地 就嘲笑起了中路 不过林渊源 也是个没脑子的 他每次挑衅中路 几乎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可他就是饭贱 非得去找中路麻烦 所谓的先撩者贱 说的就是 林渊源这种人 中路那乡刚踏入行站楼 丽静东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刚刚他们 跟你说什么了 说到这个问题 中路有些想笑 林渊源说 你开的宝马X5不值钱 是个穷鬼 丽静东 对穷鬼这两个字 完全没反应 反而问他 让我换车了吗 这有什么好后悔的 中路不以为意 林渊源觉得 开个豪车 就能高人一等吗 自欺欺人而已 只有林渊源 这种内心缺爱的人 才会愈发注重物资 因为 他只有物质上是富足的 只能用物质上的富足 来彰显自己比别人幸福 丽静东 却是在电话里悠悠道 我后悔了 中路不解 丽静东又说 我见不得他们 在你面前 洋洋得意的嘴脸 我得让你 狠狠碾压他们 让他们 连仰望你的资格都没有 中路 丽大佬好强的胜负欲啊 好强的暴富心啊 好凶狠的心思啊 谁要是得罪了他 真的是没有好果子吃 下一秒 中路就想到了自己 万一有一天 他惹恼了他 想到这里 中路连忙安抚着丽大佬 丽总 不至于不至于 我根本没把他们 放在眼底 希望丽大佬 能心胸开阔一些 日后千万别对他 牙子必报 毕竟他是存了这次之后 就再也不联系了的心思 丽敬东漫不经心地说 我在帮你出气 怎么感觉你被吓到了 哪有 我只是觉得 没必要跟他们这种人生气 中路否认着 然后又说 丽总 我得赶紧去直击了 再见 到了给我打电话 丽敬东叮嘱了一句 小姑娘在那端 瞬间就挂电话了 丽敬东哼了一声 反手就给沈行舟打了个电话 让他通知藏娇的导演 以最快的速度 把中路的戏份拍完 他算是看透了 他这回又打算睡完就跑 没有再跟他继续的念头 他只能尽快将人给拎回来 下回再见面 就该谈婚论嫁了吧 夜里十一点 中路落地 从机场到影视城打车 又是一段距离 等他终于到了酒店 直接连洗漱都没有力气了 一头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夜里十二点半 他的手机骤然响起 中路迷迷呼呼摸过手机来 发现是丽敬东打来的电话 想起丽敬东说到了 要给他打电话的事 他连忙接起来解释 抱歉丽总 我实在是太累了 到了酒店倒头就睡 忘了给您打电话了 中路说完之后才猛然意识到 那个让自己今天累到半死的罪魁祸首 就是电话那头的人 顿时就一点歉意都没有了 那段的丽敬东 自然也感受到了 他一瞬间的恼火 滴滴笑了几声后他叮嘱 到了就好 赶紧睡吧 男人的声音里 也带着困倦的沙哑 看来是一直在忍着困意 等他落地平安的电话 中路觉得他这样的声音 泄去了白天的清烈冷漠 反而有些撩人的慵懒 在夜色里让他的心颤了几许 又想起 其实他也是 昨天才刚从国外出差回来 昨晚半夜还驱车去他家找过他 今天又跟他 还送了他到机场 中路心里一时间也有些异样的情绪 很显然被触动了 只是他一直都不敢去面对 也不敢去继续 不过他实在是太困了 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多想 只男男到了一声晚安 便再次睡了过去 好好的睡了一觉 中路总算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隔天有他的戏份 他一早便去了片场 谁知导演见到他之后 将他招呼了过去 这几天集中拍你的戏份 你准备一下 啊 中路一头雾水 整个拍摄计划有些调整 反正你好好准备吧 导演并没有跟他多说的打算 中路也知道自己没有多问的资格 于是痛快说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想拍哪场都可以 他那点戏份和台词 他早就琢磨过好多遍了 甚至台词都能倒背如流 每一个表情 动作 只要导演说出来 他都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绎 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准备 每一幕都已经刻在他的脑海里了 导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似乎没想到他竟然这样敬业 不过看到 他眼底的自信和笃定之后 他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于是 本来还要在剧组待半个多月 才能结束戏份的中路 生生在五天之内 拍完了他所有的戏份 杀青了 直到杀青的鲜花塞到他手里 他人还是猛着的 刚回到酒店 丽敬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与其自然而又熟人 今天几点的飞机回来 中路 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杀青的 他可从未跟他透露过半个字 以及这几天 他们几乎不怎么联系 反正他 从来没主动联系丽敬东 丽敬东也就主动联系过他一两次 简单问了一下他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便挂了电话 与其但到他 暗自庆幸着他终于厌倦了他 庆幸着自己终于脱离了偏执大佬的魔爪 谁曾想 就在他杀青可以自在去嗨的时候 他打来了电话 最要命的是 他今天没打算回南城 虽然只在藏郊 剧组待了没多少日子 但他跟女主桑木玩得挺好 所以得知他杀青后 桑木组局还约了几个剧组其他演员 下午一起去玩密室 玩完之后去吃饭 吃完饭再唱歌 今晚他们肯定嗨到很晚 所以 明天一早他肯定起不来 于是他干脆订了明天中午回南城的机票 此时面对着丽敬东的询问 中路莫名觉得自己像不听话的小孩似的 放学后不回家 跟朋友们贪玩跑出去 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回了 那个 我订了明天中午的机票回去 丽敬东在那端沉默了下来 隔着电话中路都能感受到 他带来的压迫感 明明他也没说什么 中路倾咳了一声解释 桑木他们约我今天下午一起去玩密室 然后晚上一起吃饭唱歌 不知道怎么了 中路觉得自己解释完了之后 丽敬东好像更不悦了 但他也有些不太明白 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他又不是他的谁 管不着他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吧 就算是夫妻 彼此也应该有自己 跟朋友相处玩耍的空间吧 这样想着他顿时觉得 自己底气了不手 干脆转移了话题装傻 对了丽总 您找我有事吗 倒也没什么大事 丽敬东语气虽然不疾不徐的 但中路能感受到 那股凉嗖嗖的寒意 就是想问问你几点回来 我去机场接你 中路心一横 干脆装作不懂他的心思 不用麻烦了 我明天回去后 自己打车就好 很好 那就明天见 丽敬东倒也没再多说什么 你好好玩 最后这四个字 中路是清清楚楚听出了 他咬牙切齿的滋味 下一秒 他就挂电话了 中路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始慢慢收拾整理自己的行李 丽敬东忽然又联系他 这到底是想要他怎样呢 不会还要赠送他几回吧 可千万别了 他要不起 以及他上次都说了到此为止了 他还打算继续 中路苦恼极了 大佬的枕边人不好当啊 这感觉谁懂啊 这不 因着刚刚他那一通电话 他现在都没有什么玩耍的心情了 不过中路的郁闷也就是一时的 等跟桑木他们见了面 大家一起进入密室玩起来 就顿时快乐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一下午一行人玩得很尽兴 晚上的饭局和KTV也都很热闹 与此同时 南城 东盛会所 丽敬东跟裴景年一起吃饭喝酒 裴景年幸灾乐祸地看着丽敬东 嘖嘖嘖 一把年纪了非要找小姑娘 找了又受不了人家爱玩 丽敬东横了他一眼 裴景年极其配合地闭嘴 难得丽敬东 这位向来情绪冷静的万年铁树 约他喝闷酒 他可得好好损一损 所以他闭嘴一秒钟之后 就又开始说了 婚前协议我都给你你好了 不过 我看你这婚未必能结成啊 人家小姑娘 好像并不是很愿意 我说你干嘛非要她 你但凡换个人 你现在就已经是有夫之夫了 丽敬东可是南城钻石王老五排名第一的那个 只要他稍微释放出一丝 想跟对方结婚的信息 对方肯定会准备好身份证户口本主动铺上门 除了那个叫中路的小姑娘 听说人家还被丽敬东给吓跑了好几回 丽敬东语气凉嗖嗖的 你的咨询价格一小时多少钱 不然 我给你双倍的钱 你闭嘴 裴景年 不敢再提中路的事 裴景年转移了话题 我说你这么大动静的要改革传统药部门 你们家老二就一直这样沉默着 裴景年口中的老二指的是丽敬东的二哥 如今 以瘫痪身份试人的丽广宁 丽敬东眼底的含义升了几分 不然你还希望他做什么 明了身份 跟我对着干 他随后 又冷吃一声道 他如今早就没了那个能耐 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裴景年感慨 丽氏早就不如当年了 真不明白 他在死磕什么 大概是为了争带口气 老爷子当初越过他 直接将丽氏给了你 他气不过 丽敬东不屑 谁他妈知道他发哪门子的疯 我看他不仅腿有病 脑子也有病 我看也是 裴景年贪手 丽敬东闽唇喝酒 没再说什么 群狼还四 所以他才要更明确的你一份婚前协议 甚至都有些立遗嘱的成分在里面 将他所有的财产都给中路 省得万一日后 他有个什么意外 那些人会跟中路争产 他辛苦打拼的江山 当然只留给自己的妻子 一毛钱都不会给那些人 隔天下午三点 中路刚落地南城 就接到了沈行舟打来的电话 沈行舟在电话里说 钟小姐 立总有个重要会议 在开 所以让我来接你 我已经在停车场了 他人都在停车场了 中路也不好再拒绝什么了 只好答应了下来 好的 那我去找你 沈行舟坐在车里 远远看到 推着行李箱走来的中路 女孩子身材高挑纤细 黑色牛仔裤 搭配黑色路腰小背心 休闲随性中 又带着别样的性感 黑色棒球帽不经意间 又为这一身装扮增光天才 又哭又洒 沈行舟脑海中 不由地浮现出一句话来 有些人 天生是明星 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因为 他实在是太耀眼了 即便林承山一家 现在百般打压他 也遮不住他的光芒 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带他走近 沈行舟连忙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因为那张脸 实在是美得让人炫目 驱车返回市区的路上 沈行舟从后视镜里看了中路一眼 然后问道 钟小姐 丽总送你的戒指呢 女孩子双手纤细白皙 但上面却空无一物 自家老板从昨天得知他杀青后 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来 而是留在那儿 跟朋友玩了一下午家一晚上后 就心情不太美妙 作为私人助理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一下中路 省得继续惹的丽靖东 心情不美妙 因为提前知道他杀青的时间 所以丽靖东提前几天 就让他把昨天下午和晚上的时间 都留出来了 打算给中路 结果 他却玩得不亦乐乎 半分都没有将丽靖东计划上 丽靖东心情能好才怪 面对着沈行舟的询问 中路眨了眨眼睛回道 在家呀 感情他还得带着 他才不要呢 沈行舟叹了口气说 那是出差的时候 丽总亲手做的 啊 中路被吓了一跳 这一点他是没想到的 他以为丽靖东就是随便买的 我们上回出差 在入住的酒店旁边 有一家珠宝店 可以自己制作首饰 丽总就去做了 沈行舟都没说 丽靖东是怎样在百忙之中 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去做了那枚戒指 戒指的款式 是丽总自己亲自设计的 中路没说话 沈行舟又说 丽总知道你昨天杀青 所以提前让我把昨天下午和晚上的时间 都留出 专门陪你 结果 你人都没回来 这话沈行舟没说 后座上的中路沉默了片刻 然后笑盈盈地对他说 沈特柱 我感觉你在道德绑架我 沈特柱 中路则是说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你们丽总又是亲手制作戒指 又是给我留出时间来的 是想让我为自己没戴戒指 和没提前回来感到 感到内疚吗 可是他也没告诉我 戒指是他亲自做的 也没告诉我他给我留了时间 而且他又不是我的谁 我也没有必要围着他转马 就算是夫妻 大家也各自有属于 自己的休闲娱乐的时间呢 抱歉 是我说错话了 沈行舟主动道歉 怪不得都说 现在90后00后 在各种整顿职场 今天可算是 让他遇上了一回 但也不得不承认 中路说的也没错 他家老板默默做了一堆事 也没告诉人家 人家当然不领情了 沈行舟将中路送回家后 便离开了 中路收拾好行李后 又洗了个澡 清清爽爽地窝在了沙发里 这才给丽静东发了条信息 丽总 我到家了 谢谢您让沈行舟主来接我 下回不用了 这话中路没敢发出去 丽静东随后 直接打了电话过来 晚上一起吃饭 中路本能的就想拒绝 他真的觉得 跟丽静东吃饭 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但丽静东好像一瞬间 就猜透了他的心思 接着便说 只是找你谈事 又不是做什么 你怕什么 丽静东话都这样说了 中路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他也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 只是去吃顿饭 也没什么 他还能在餐厅里 做点什么不成 于是中路准时赴约 丽静东告诉他的地点 是一家西餐厅 只是中路没想到他进去之后 发现餐厅被包场了 丽静东正站在窗边的位置 雍兰府看这座城市的璀璨夜色 和万家灯火 这家餐厅在十八楼 想必夜色一定很迷人 中路亲手亲脚走过去 刚站定就听丽静东悠悠开口 中路 我们结婚怎么样 中路瞬间石化 大脑荡机 下一秒 他转身就跑 当然 他又被丽静东给拎回来了 还揽着他的腰 将他困在了怀里 夜色璀璨的落地窗前 丽静东垂眼 凝着怀里娇艳的人 郑重说 能帮你虐渣打脸 还能让你在娱乐圈 风生水起的那种结婚 结吗 最后这两个字 丽静东问得有些浅全 中路没有任何犹豫的拒绝 不结 开什么玩笑 跟丽静东这种 凶狠偏执的大脑结婚 他分分钟能被弄死吧 或者可以说他最后 会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丽静东挑了挑眉 立刻收起了眼底的那些浅全 给了他一个冰凉 且极具威胁性的眼神 不结 中路的小心脏颤了颤 弱弱地说 丽总 要不 咱们还是睡几觉吧 结婚就算了 中路下意识地以为 丽静东忽然说什么结婚 无非就是想跟他保持一种 长期的身体关系 这一点 其实他可以接受 毕竟丽大佬位高权重 有钱有盐 还有身材 最近他也能感受到 他的一些呵护 他不亏 但结婚的话 他觉得有些冒进了 他活了22年 在这之前从未想过结婚的事 至于为什么没想过 原因很简单 他很年轻 才22啊 刚过了法定结婚年龄才两年 他着急想什么结婚的事 30岁的时候 再想都不晚 而且结婚很麻烦 不管是恋爱关系 或者情人关系 那都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可一旦结了婚 那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了 中路觉得自己应付不来 还有万一合不来日后再离婚 那多闹心 丽静东被他的提议给气笑 大手扣住女孩子纤细的腰肢 用力将自己怀里按了按 他咬牙说道 中路 那晚在我房间门前 可是你上下起手扑倒了我 难道你不应该对我负责吗 中路惊愕地睁圆了眼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男人让女人事后负责的 中路好不容易重新组织了语言 我 我这不是负责了吗 我不是答应我们可以 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了吗 丽静东冷笑一声 我不想跟一个女人 长期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不正当关系 中路气急 连声音都有些拔高了几度 男未婚女未嫁 我们都是单身 哪里不正当啊 丽静东不急不许反驳 你是女明星 我是富商 这种关系传出去 别人一想就不正当 领了证就不一样了 那是真福气 中路 他这是哪里来的歪理 丽静东看着女孩子 因为气恼 而红唇微起信念缘争的样子 猴杰不由地上下滚动了起来 真的是好一副红颜祸水的妖眼模样 越跟他相处 他越是无法忍受 他的这种没有一天会是别人的 这样一朵娇嫩鲜艳的花 只有摘到自己手中 才能放心 想到这里 丽静东设了几分耐心 语气也冷了几分 结不结 中路 被他这忽然的灵力 给吓得心口颤了颤 这一刻 他开始认真理智地 思考起丽静东的这个问题来 他想了想自己听说的 关于丽静东的那些词 狠力残酷 凶名远拨 只手遮天 不由地缩了缩脖子硬道 结 结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但我也有几个条件 中路急急 又加了这样一句 可以 丽静东也答应得痛快 不过他倒是没有立刻 让他说什么条件 而是搂着他的腰 走到了旁边的餐桌旁 先吃饭 边吃边聊 只要他答应了结婚 那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 两人落座后 丽静东预定的晚餐 也陆陆续续上来 中路先吃了几口牛排 喝了几口红酒 给自己压了压惊 他从来都没有刻意 在丽静东面前 保持什么淑女形象 也没给自己立过什么人设 所以 他也不顾忌 自己吃饭是否优雅 他只知道自己此刻 就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压 来让自己冷静 这就是最真实的他 丽静东要是不喜欢 赶紧踹了他换人 在丽静东这里 他能吃饱喝足 他自然感到欣慰 他可不希望看到 他吃不进饭 去闷闷不乐的样子 只是 丽静东看了一眼那瓶红酒 他这么个喝法 不会醉 中路当下 顾不上自己醉不醉的了 只消情绪平复就好 两杯红酒下肚 中路觉得自己支冷起来了 于是开始发问 女孩子单手撑着 陀红的脸颊 目光湿漉漉地看着他问 丽总 我能问一下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结婚吗 单纯保持那种身体关系 不是他这种富商们 最喜欢的方式吗 既不用负责 又不用被那一纸证明给困住 多好 丽静东优雅插起一块牛排 反问他 那你为什么不解 中路如实相告 我觉得 结婚是人生大事 要慎重 要选那个自己真正想要的 心甘情愿的 他今天突然提出结婚 对他来说 实属是闪婚了 原本按照中路的计划 他若是要结婚 必然要跟对方谈个三年五载的 得将对方的个性脾气生活习惯 还有家里的各类亲戚 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了才行 可现在 他跟丽静东 能了解了一个月 丽静东目光灼灼凝宁着他回 那我坚持结婚 也是因为这个 中路眨了眨眼 颇是好好回味了一番他这句话 然后又困惑地看向了他 他这话的意思是 他是他真正想要的 心甘情愿想娶的 他有那么大的魅力 还有 他不应该娶那些名门闺秀吗 虽然有些酒意上头 但他不妨碍中路理智思考 最终他断定 丽静东这句话 纯属花言巧语 他不可能喜欢他 他坚持跟他结婚 肯定有自己的目的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中路随后问了自己最想问 也是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那结婚之后 我要履行夫妻义务吗 中路这话的语气有些心虚 有些弱 丽静东的目光 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扫过 言语间皆是毫不掩饰的欲 我对未来丽太太的身段非常满意 而且 我也是个正常见状的男人 没打算放过丽太太这个人间有物 也不打算让自己做和尚 中路被他一番话 给说得脸红不已 不要脸不要脸 他太不要脸了 什么丽太太 什么人间有物 还有 他能不能收敛一下他的眼神 虽然今晚他来赴约 穿得保守又严实 但他感觉自己此刻在他的这种眼神下 好像没穿衣服 丽静东的眼神没有丝毫收敛 反而又道 想骂我就骂 不需要藏着掖着 挨骂这回事 我可经历的太多了 你那几声骂 我只当他是夫妻情趣 中路无语极了 这人真的会读心术吗 怎么每次他心里想什么 他都一清二楚 还有 他倒是挺有自知之明 知道他自己在外界的口碑 是骂声一片 不过关于夫妻义务这件事 既然丽静东都说得这样直白了 他也没打算再矫情排斥什么 旅行就旅行 反正他也不亏 当然 他也顺便学了他一回 一双美目 将他给肆无忌惮的上下打量了一遍 只是还没等他说什么呢 丽静东竟然先发制人 只见他放下手里的刀叉 抬手主动解了几粒衬衫扭扣 顺便悠悠问他 未来的丽太太 对我的身材还算满意吗 需要我继续解吗 反正餐厅已经被包场了 上完菜后 适者也都撤了 丽静东不怕被人看到 也不吝啬在中路面前 展示自己的身材 中路惊呆当场 随后一张翘脸红了个彻底 他是真的输得一塌糊涂 论心机 论不要脸的程度 他都没法跟他比 中路觉得自己完蛋了 跟这样一个男人结婚 他岂不是要处处都被压制欺负得死死的 中路气脑腿 等着对面的人说不出话来 丽静东这才重新优雅 系上衬衫的扣子 还有别的条件吗 他好心提醒修脑的小姑娘 中路这才回神 重新说道 那个 我暂时不想公开我们的关系 不公开他们的关系 那他就不需要借用他的资源上位 虽然才22岁 但他从来就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即便身处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 他不想做攀附任何男人的兔丝花 他只想靠自己 虽然刚刚丽静东说 可以让他在娱乐圈风生水起 他也相信 按照丽静东的能力 完全可以做到 但他不想那样做 他喜欢的角色是否能得到 会凭借自己的努力 实力和演技去得到 他是过了 也努力了 依旧没结果 他不会怨 林承山一家打压他 他也不介意 我可以同意 暂时不公开关系 丽静东微微眯眼 但我见不得林承山一家 继续欺负打压你 不带中路说什么 他又语气沉沉加了一句 这也是我的底线 中路 他不可能对林承山一家 对中路的打压无动于衷 他自己威逼利诱得到的人 让林承山一家去欺负 怎么可能 中路跟他商量 那你就稍稍帮我对抗一下他们 比如 有导演想用我的时候 他们总是给人家使绊子 这种事 你去警告一下他们 可以 丽静东硬了下来 怎么说呢 他的想法有些天真 所以他就 暂时先敷衍他一下 他做事可从来都不喜欢先警告 他喜欢直接下狠手 中路想了想又认真说 最后一点 我希望我们 能签一份婚前协议 哦 丽静东挑了挑眉 优雅抿了一口红酒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中路神色坚决 日后若是离婚 我不要你一分钱 或许有些人 会觉得他这样的行为很傻 许多女人 拼命挤破头 想嫁给有钱人 不就是图对方的钱吗 但他非得结这个婚 首先不是他主动的 他是逃不掉 是被动的 所以他不图丽静东的钱 其次他自己 也不是很缺钱 无论是他做演员 还是经营南路工作室 都有收入 虽不像丽静东 这样大富大贵 但也一事无忧了 丽静东勾唇笑了起来 中路被他笑得有些猛 下一秒就听他悠悠说 婚还没结呢 就想着离婚 中路连忙给自己解释 我这不是想着 万一哪一天 您遇上真爱 不得不给对方一个名分吗 换句话说 他是根本没想过他 跟丽静东之间能长久 即便丽静东现在 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 所以将他娶回了家 可他这样的身份地位 身边必然会前仆后继地 涌现出无数个女人 就算他现在年轻又能怎样 会有比他更年轻的 就算他长得漂亮又能怎样 会有比他更漂亮的 就算他身段好又能怎样 会有比他身段更好的 中路很自信 但他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 丽静东的唯一 所以也不做 那样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梦 丽静东没接他的话 只给了他一个 极其冰凉的眼神 看来 他是真的不了解他 半点都不了解 等他接触这么久以来 更从未花半分心思在他身上 至于揣摩他的心意什么的 就更不用指望了 一时间 向来运筹帷幄的他 不知道自己该开心 还是该失落娶了 这样一个 极其凌的亲的女孩 算了 来日方长吧 他静静看着他说 不会有别的女人 所以也不会有离婚 婚前协议 确实要签 但不会是你提的那个要求 中路没听到他后面说的 什么婚前协议的事 因为前面那句话 就将他给禁住了 他说 不会有别的女人 也不会离婚 这是在给他承诺吗 可他的这个承诺 也太重了吧 他感觉自己承受不起 其实 离一下也是可以的 不然跟他这样的大佬过一生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每一天都水深火热 丽静东觉得 他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于是静子吩咐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明天一早去领证 中路吓了一大跳 这 这么快 嗯 为了给自己押金 中路再次喝了一大口酒 丽静东瞥了他一眼 眸色沉沉 继续给他倒上 他醉酒的样子 他还挺喜欢的 野性十足 让他食髓之味 中路本来以今晚 就是跟丽静东 简单吃顿饭 没想到 不仅陪上了婚姻 还陪上了人 因为喝醉了 他在回去的路上睡着了 所以丽静东 干脆将人带回了 自己的别墅 他那床不够大 还有左邻右舍 他不够尽兴 被丽静东 给抱着上二楼的时候 中路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酒醒了几分的他 看着头顶繁复华丽的吊灯 有些猛地问 这是哪儿 男人好听的声音传入耳中 我家 中路惊恐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男人又回 因为你家的床不舒服 中路 这回他又清醒了许多 刚想挣扎着下来 男人已经抱着他 来到了卧室 将他放进床里的时候 男人高大的身躯 也跟着附了过来 丽静东 嗯 他后面的话语还没说出口 就连呼吸一起 尽数被吞没 上一回在他家结束后 他就去了剧组 这中间 两人分别了大约五六天的时间 加上他昨天生生 又让丽静东等了一天 所以这一晚上 中路深刻体验了一回 什么叫做小别盛新婚 在他家那次 他感觉自己已经浑身散架了 没想到这一回 丽静东更疯 用他中途休战时 贴在他耳边的话来说 上次他家的床限制了他的发挥 中路气愤地在他肩头 狠狠咬了一口 等一切都结束 中路有气无力 睡去的时候 他默默发誓 明天一定要跟丽静东说 他得再提一个条件 那就是 这种事 一周只能一次 否则这个婚 他不结了 隔天早上 中路是被手机固定闹钟吵醒的 他困到睁不开眼 于是探出偶白的一节胳膊 去摸手机 他忘了自己人在丽静东家里 结果摸到了男人阴婷的脸上 最后 是一双男人的大手 将他的闹钟给关闭 然后翻身 将他气在了身下 不累了 男人熟悉低沉的嗓音 让中路一秒钟 想起了自己身在何处 他颤微微睁开了眼 迎上男人灼热的视线 他还是第一次 在早上跟丽静东一起醒来 这种画面 让他羞懒又尴尬 丽静东故意逗着他 摸了我半天 我以为你想继续 沉起素颜的女孩子 即便没有任何妆容 却依旧生动美艳 中路手忙脚乱地推人 谁摸你了 我是在摸我的闹钟 天地良心 他只是忘了自己 在他的床上 摸错了床头柜的方向 难得两人 有这样同床共枕的时光 丽静东索性不再逗他了 重新躺回去的他 干脆将人拎到了自己怀里 趴着 中路一眼就看到了 他身上的那个纹身 不由得好奇地问 怎么会想到 闻一只鹰粉呢 这只鹰粉很逼真 尤其那双犀利的眼睛 简直跟丽静东冷着脸 看人是一模一样 压迫感十足 还有那俯冲而下的姿态 凶狠又霸气 仿佛多看一眼 就能被他给吃掉 丽静东很愿意 他来探究自己 于是答道 年轻时不懂事 跟朋友一起 进了一趟纹身店 就被忽悠了 丽静东这话倒也没有说谎 纹身这件事 确实是他年轻时叛逆的举动 只不过最后闻了阴损 倒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许是小时候被欺负嘲弄得很了 所以他立志做一个凶狠 而令人畏惧的人 这特性跟阴损很像 所以这才闻了 但这话可不能在这个时候 如实说给中路听 他本来就怕他 要是知道这是他的人生信条 怕是要逃婚 中路哥哥笑了起来 没想到丽总 还有这么中二的时期 他说自己中二 丽静东倒也不脑 确实挺中二的 中路又说 让我看看 你身上还有没有别的纹身 有没有那种 为了哪个女人 而纹的爱的纹身 中路说着 便掀起了丽静东身上的薄被 他一心想着看丽静东的笑话 掀起被子后 被入眼的画面 惊到面红耳赤 这才猛然惊觉 自己做了什么糊涂事 那是晨奇的男人啊 他红着脸 尴尬地想要给他重新盖上被子 却被丽静东牢牢给按住了手 不是要看看 有没有别的纹身吗 来 你好好看看 他故意加重了看看 这两个字的语气 中路休窘道 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 救命啊 谁能在这个时候救救他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下一秒 丽静东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起来 丽静东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 这才松了他的手接电话 不过丽静东接通电话后 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甚至还看了中路一眼 刚要把自己裹起来的中路 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一股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知道了 丽静东这样应了一句后 便挂断了电话 中路有些紧张地问他 是出什么事了吗 丽静东看着他说 沈行舟说 乔科昨晚跟朋友在酒吧喝酒 有人醉酒闹事 跟他发生了冲突 他被砍伤了 什么 中路一下子跌坐在了大床上 不用去细想他就知道 乔科不是无缘无故受伤的 肯定是因为他的缘故 肯定是因为乔科执意 要用他演女二 被林承山一家给报复了 以前有导演想用他的时候 也多多少少发生过一些意外 后来他们就都不用他了 不过都没有这次乔科这么严重 中路 丽静东上前将人给搂在了怀里 温身哄着 别怕 乔科没有生命危险 就是胳膊被砍伤了 丽静东此刻语气 在极力克制着平静 因为他不想再下到中路 其实他心里的火气 在疯狂翻涌着 叫嚣着 要让林承山他们付出代价 中路一听 乔科的胳膊被砍伤了 一下子就哽咽了起来 胳膊被砍伤 那代表着他的胳膊 短时间内没法活动 而他是一个导演 胳膊和手是他的命根子 他一时半会拍不了戏了 他的芯片 中路平时不是个爱哭的人 他自认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事 他都可以咬牙抿唇 坚强挺过去 可这次乔科是被他连累 才成了这样 他内疚又难过 而他这一哭 抱着他的丽静东 双眼已经要喷火了 他低声哄着 安慰着怀里的人 起来洗漱一下 我们去医院探望一下乔科 好 中路听了他的这句话 立刻就从他怀里起身了 他确实该去探望 也确实该对乔科说一句抱歉 丽静东的一日三餐 都有专门厨师打理 他昨晚特意吩咐厨师 早餐准备得丰盛一些 厨师确实按照他的要求来做了 但中路坐在餐桌前 却一点食欲都没有 丽静东将一份色香味俱全的三明治 递到他面前吃点东西 中路无精打采地摇头 我吃不下 立刻语气严肃了几分 吃不下也得吃点 中路看了他一眼 心想这人怎么跟家长或者老师似的 非得逼着他吃饭 见中路依旧不动弹 立刻又慢悠悠地说 看来是昨晚消耗的体力还不够 中路瞬间就拿起三明治开始吃了 够了够了 昨晚消耗的体力真的够了 他不是不饿 他只是没有心情吃 吃了一份三明治 又喝了一杯咖啡 中路解决完了自己的早餐 他不贪吃 一来是为了保持上进的身材 二来是骨子里的自律 不会让自己过度沉迷什么 见立静东拿了车钥匙 要跟自己一起出门 中路不由地问 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吗 他没打算让乔科知道自己 跟立静东的关系 立静东反问他 不然呢 中路小声道 会不会不太好 我在车里等你 这几个字 立静东是咬牙说出来的 虽然昨天答应他 暂时不公开他们的关系 但真的被他藏起来了 心里这滋味还是挺不好的 中路几步跟上明显有些生气的男人 算是解释 也算是哄他 立总 你别多想啊 不是你见不得人 是咱们说好了 暂时不对外公开关系的呀 立静东顿住脚步 盯着面前明媚的人提醒 中路 允许你在惹我生气之后 用一个办法来弥补 中路不见 什么办法 立静东揽住他的腰 将他按进怀里 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唇 中路 他可真能套路人啊 那不就是逼他亲他吗 主要是中路觉得 他有些时候挺爱生气的 那他岂不是要 每天都亲他好几回 立静东挑眉 不行 中路试探着说 太肉麻了吧 中路无法想象 自己抱着他亲的模样 他骨子里不是那种 温柔小异的女孩子 做不来这种撒娇肉麻的事 那就换我惩罚你 男人说完 镜子低头亲了过来 中路都躲闪不及 硬生生被人按在怀里亲了一通 本来中路还想 他要怎么惩罚他呢 现在觉得这种接吻方式 对他来说也确实算惩罚了 他亲完他之后 他觉得自己的嘴唇 都不用擦口红了 这次疼的感觉 八成是红得不像话 中路去水果店买了一个果篮 拎着去了乔科的病房 乔科的助理在照顾乔科 他伤在右胳膊 听立静东说缝了好多针 此时包了一大圈的纱布 虽然没看到伤口 但中路能想象出 那惨烈的画面 他眼眶有些红 很是内疚地说 对不起乔岛 都是我连累了你 无所谓 我早就听说了他们的卑劣 我也始终相信 邪不胜正 乔科不是没有心理准备 面对林承山和城里的打压 只不过他没想到 他们竟然这样卑鄙狠毒 会找人来伤他 但 他绝不会服软 或许别人会被这样的 卑鄙龌龊给吓得退缩 觉得没必要非得为了一个演员 而去得罪林承山他们 甚至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他乔科不会 他从来就是处境越艰难 越是会迎难而上 从低谷爬上顶端斧 看脚下的感觉不要太爽 若是没有这种脾性 他又怎么能在步履围间的 文艺片市场 杀出一条血路 虽然乔科没有放弃的意思 但中路却是坚持不下去了 他没法眼睁睁看着乔科 因为自己在遭遇什么不好的事 所以 他还是艰难开了口 乔倒 要不然 中路 乔科一眼 就看穿了他后面想说什么 语气里带着几分恼火 我都这样了 也没想过放弃你 你怎么能自己放弃自己呢 中路敏唇不说话了 是啊 他想放弃了 来的路上他就想好了 跟乔科道歉 然后说自己不演了 不再给乔科添麻烦了 他以为乔科受了这样严重的伤 肯定也心力焦脆地想放弃 就像以前那些轻易就放弃 用他的人一样 没想到乔科竟然选择不放弃 这让中路内心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你不用觉得连累我 经过这一回 我也明了了那些人的阴险 我本来 还想再过段时间开机呢 既然他们这样怕 那我们就近期开机吧 等我出院就开机 中路惊得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他急急劝着乔科 乔道 不用这样着急吧 你得等胳膊康复好了 才能工作呀 他这伤口不清 听说是从右边小臂上斜斜砍了一刀 乔科看到 他这副受惊的样子 反而笑了起来 中路 你可能还不了解我 我就是这样的脾气 有些疯 这是乔科给自己的评价 中路听了乔科的话 反而也释然了 他轻笑着应道 确实有些疯 既然乔科这般坚定 既然乔科决定 来跟这个圈子黑暗搬一板 那他必然也会全力以赴 说不定 他们还真能斗倒在这个圈子 只手遮天的林承山 和他们后面的资本呢 探望完乔科 中路心情好了很多 坐进车里后 他转身对旁边的立靖东说 立总 不是说今天去领证吗 正要发动车子 驶离的立靖东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他转头目光探究地看向他 中路 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原本打算改天的 昨天他们确实约好了今天去领证 但一大早发生了这样的事 立靖东能感受到中路的垂头丧气 所以打消了今天领证的念头 小姑娘本来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他又何必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再逼他 反正两人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也不怕他再逃 中路倒是没想到 立靖东因为他心情不好 而取消了领证的计划 说实话 他这样将他的心情放在心上 他挺感动的 两个人细水长流的相处中 最能打动人心的 不就是这样的小细节吗 见中路不说话 立靖东微微沉淫了片刻 随即又挑眉道 当然 你愿意去领的话 我也不会拒绝 中路玩耳一笑 那就去领吧 他接着又说 不过要先回我那一趟 我拿身份证和户口本 他说完便低头去系安全带 立靖东伸手过来 抬起了他白皙漂亮的下巴 中路 男人边眯着眼盯着他 拇指粗利的指腹边 在他的皮肤上妈撒着 为什么忽然不排斥了 从昨晚他提结婚 小姑娘什么情绪都有 可就是没有心甘情愿这一种 这会儿竟然主动提出领证 立靖东不能不问一下 中路没想到 立靖东竟然心思这样细腻 一下子就察觉到了他的异常 他索性也不隐瞒了 靖靖说 我只是想开了一些而已 想开了他有立靖东 这样的大数可以依靠 为什么还要苦了自己 连累了别人 乔科的伤触目惊心 让他心里很难受 触动也很大 他以前固执地想 所有的事都靠他自己 即便被打压被封杀 他也咬牙坚持着 可现在才发现 有的人心已经坏透了 靠正义对付不了他们 所以 他又喃喃对立靖东说 立靖东 你帮我去吓唬吓唬凌承山他们 好不好 立靖东失效 要求这么低 就只是吓唬吓唬他们 话说到这里 立靖东已然明白了 中路所谓的想开了是什么意思 他很愿意为他未来的太太笑了 只是他没想到 他给他提的第一个要求 竟然是吓唬吓唬凌承山一家 他立靖东可从来不会吓唬人 他都是直接吓狠手 中路点头 嗯 让他们不敢再招惹我就好 立靖东叹了口气 提醒你一下 你未来的先生 在南城之手遮天 你想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 都可以 不用了 让他们知难而退就行了 中路倒是没有那么强的好胜心 立靖东也没打算再继续 跟他想聊要怎样 对对付凌承山他们 他想要的 跟他会做的 肯定不在一个频道 那就去领证 立靖东说完便松了他 随后驱车离开 一秒都没有多耽搁 代其证件来到民政局之后 中路好心提醒立靖东 对了 你要不要叫你的律师来 我们签婚前协议 立靖东递给他一份婚前协议 要么不用签 要么就签这份 中路不解的接过那份协议来 再看到上面写着 一旦离婚 便将他的所有财产都给他之后 瞬间觉得那协议烫手得很 飞快地还给了立靖东 那就不签了吧 不签的话 他离婚肯定会分一部分财产 可要是签了他准备的那份 那就是拿到立靖东所有的财产 中路不想要 也不敢要 他要是得了这份财产 怕是会天天吓得睡不着觉 立靖东就知道他不会同意 所以后来便跟裴景年 说不签这份协议了 改为立了一份算是一主兴致的文件 反正无论如何 都是要将他的所有财产给中路 领政的过程很顺利 也很迅速 立靖东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 甚至立靖东也跟他承诺了 领政这件事 只要他不想 他就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中路相信他的办事能力 只是 领完证后 两人刚坐进车里 立靖东还在垂眼研究着 那本通红的结婚证 中路却忽然觉得 小夫一股热流划过 他心里默默哀嚎了一声 尴尬地僵住了自己的身体和动作 不敢再动弹一下 怎么了 立靖东心情愉悦极了 于是故意打去他 跟我领政高兴成这样 中路一个没忍住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然后又是恼火 又是尴尬地说 我 我来大姨妈了 这下幻立靖东将住了 刚领政新婚业尚未开始 新婚太太就来立嫁了 有这样闹心遭遇的 她是不是第一人 她还想着 自己要给自己放一个粥的婚嫁 带着她找个海岛度蜜月 顺便好好享受一下夫妻生活 谁知 中路连忙说 抱歉啊 我也没想到 今天忽然一下子就提前了 她这种事向来不准 有时候提前 有时候又会推迟几天 但现在怎么说呢 中路内心乐开了花 来立嫁 就不用履行夫妻义务了 简直不要太轻松 当然 她再开心 也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立靖东的郁闷那么明显 立靖东问她 那现在怎么办 先回你家 她家是没有任何这种女性用品的 不过她今天来立嫁这件事 倒是提醒了她 她该准备这些东西了 还有女孩子的衣物包包鞋子 以及各色珠宝 前段时间 她刚拍了一块黄钻 可以给她做一套首饰了 中路的声音弱弱的 我家也没有了 所以 可能得拜托 你帮我买一下了 就是这要巧 她之前囤了一大堆 上次恰好用完了 她还没来得及买新的 这个月就提前来了 中路也知道 指使立靖东这样的大佬 去买女性卫生用品 很适不合适 但她此时也没有别的人可以指使了 立靖东抬手扶鹅 中路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你这新上任的立太太 第一天就给我点了这么一大把火 不仅毁了她的洞房花竹叶 她还得去超市 给她买卫生用品 很好 第一把火 就把她给拿捏住了 中路双手合十 忍着笑半可怜兮兮的样子 拜托拜托 立靖东长叙了一口气 然后道 我去 说完她便收起了 那本通红的结婚证 驱车载着中路回了她的住处 停好车后 她将自己的西装外套 系在了中路腰上遮挡 然后中路上楼 她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东西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 立靖东买回来了 中路瞧着她的脸色 好像没有什么不自在的 立靖东看出了她的探究 将东西递给她后 淡定地说 放心 我脸皮厚着呢 再说了 给自己太太买这种东西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又不是偷人 说起来名正言顺的感觉还挺好 谢谢 中路到了一声谢 便拿着东西 飞快地去了洗手间 立靖东有些不满的皱眉 成年男女之间的感谢 尤其是新婚夫妻之间的感谢 可从来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 趁中路在洗手间的功夫 立靖东编辑了一条信息 发在了朋友圈 你若心里有梦 那就去追 我永远为你撑腰 配图是结婚证 当然 中路的名字被隐去了 他可以不公开 他的结婚对象是中路 但他已婚的身份得公开 省得有些人别有用心的 还想往他这里塞女人 立靖东发完朋友圈之后就关机了 因为他知道 肯定会有许多人打爆他的手机 中路暂时还不知道这件事 他将自己收拾干净 从卫生间出来后 就窝进了沙发里 肚子疼 立靖东走过来 在他身旁坐下 抬手将他圈进了怀里 他知道许多女人这个时候 会肚子疼 或者各种不舒服 没有 中路摇了摇头 就是没有力气 太累了 他确实是不怎么舒服 但他这种不舒服 不是因为姨妈 而是因为 昨晚太累了 中路话音落下之后 立靖东低声笑了出来 很显然 他很清楚 他为什么没力气 中路瞪了他一眼 随后哼了一声 别开了眼 不想理他这个罪魁祸首 不过虽然别开了眼 但他人还是在立靖东怀里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168的身高 明明平时不会觉得自己娇羞 怎么每次在立靖东面前 他总会显得他 小鸟一人 中路有些犯困 我想睡会觉 你去忙你的吧 立靖东问他 你在这儿睡 中路不解的抬眼看向他 不然呢 这是他家 待会儿他走了 他倒头就睡 立靖东拧着女孩子 漂亮的凤眼抗议 立太太 你现在是结了婚的人 难道不应该住我那儿 印象中立靖东提过 几次立太太这个称呼 但前几次好像都没有这样安静正式 以至于中路也没有太多的感受 但此刻两人这样四目相对 客厅又是那般的静谜 中路竟然觉得 这三个字敲在他的心尖上 让他一时有些心静 也是直到这一刻 他才对自己已婚的身份 有了重新的认识 不知道怎么了 他竟然有些想逃 他 有些后悔了 怎么办 哎 冲动是魔鬼啊 他这双眼实在是太干净清澈了 以至于他的心理活动 全部在眼神里体现出来了 立靖东眯了眯眼问道 后悔了 中路轻咳了一声别开了眼 下一秒 就见立靖东从口袋里 掏出了那两本通红的结婚证 在他眼前晃了一圈 后悔也来不及了 男人话语间带着几分警告 也带着几分笑意 中路有些恼火 抬手想去抢 把我的还给我 结婚证是一人一本的 他自己的总要自己留着吧 我帮你收着就好 立靖东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话 中路气坏了 这么八道的吗 他的那本结婚证 他也要没收 立靖东又提 中路搬到我那去住 中路哼道 怎么不是你搬到我这来 搬到你这 立靖东抬眼打量了一圈 他这套房子 总觉得小了点 又想起 他卧室里的床 不由地开始皱眉 经过昨晚在他那张床上 春宵一度后的对比 他还是觉得 他那尽兴 中路这套房子 是八十几平的两室一厅 是他十八岁生日时中 南南跟周易送给他的礼物 既给了他在南城 这座大城市的一个家 也给了他后半生的退路 本来中南南和周易 想送他一个更大的大平层 他们有这个经济能力 但中路拒绝了 反正他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住 两室一厅足够了 就算周爱南偶尔过来 但也不会长住 太大的房子 他自己一个人住 也怪吓人的 这套房子的装修 全程都是他自己一手操办 所以 他对这里感情深得很 他从没想过 要搬离这里 在他心底 这已经是他的家了 以及他现在也完全没适应 跟丽靖东结婚这件事 所以本能的 还是想自己住在这里 丽靖东住在他自己的地方 丽靖东说到 周爱南不是还经常过来 你觉得我搬到你这里方便吗 中路叹了口气 好像确实是这样 他又说 可我要是搬到你那儿 长期不在这住 他也会怀疑的 丽靖东沉引了半赏 然后提议 还有一个办法 跟他坦白 丽靖东会有这样的提议 也有他自己的盘算 他没想过离婚 更没打算一直隐婚 他的家人他循序渐进 都会找机会见的 所以先提议 从周爱南这里入手 顺便看看中路的反应 中路吓了一跳 别别别 让周爱南知道了 下一秒 他们的爸妈就知道了 而且中路心里有种预感 周爱南八成会看丽靖东不顺眼 自己的亲弟弟 从小一起长大 他很了解周爱南的性格 那小子 护他护得很 他八成会觉得 他跟丽靖东结婚 是被丽靖东逼的 也会认为 丽靖东欺负他的成分多一些 怕他不喜欢我 丽靖东也能猜个大概 不过他接着又说 他喜欢什么 我提前给他准备一份礼物 一份不行 就多准备几份 中路哭笑不得 你这是打算用金钱来收买他 确实 丽靖东沉引了半赏后提议 他这个年纪的小男生 大抵都喜欢车 送他一辆库里南怎么样 酷 库里南 中路吓得差点从沙发上掉下来 不用了不用了 你什么礼物都不用给他准备 我们还是暂时不要让他知道了吧 中路自己都不想花丽靖东的钱 怎么可能让周爱南 收丽靖东的库里南 我收拾几件衣服 暂时搬你那里去 等他改天说要过来的时候 我再回来 因为库里南这三个字 中路也不困了 也不累了 也打算搬去丽靖东那里了 可千万别刺激了丽大佬 真的发疯 送周爱南一辆库里南 丽靖东被他这反应给气笑了 站起身来主动帮他 顺便交代 简单收拾一下就行 待会儿你再网站选一些 叫人送到家 中路本来确实想简单收拾几件的 但听了他的话之后 多带了一些 网站上随便选 让人送到家 他可过不来他那种 有钱任性的奢侈生活 还是自己多带点吧 他的日常衣物长裙类 都是自己家的南路品牌 其他衣物 则是自己逃的各种 国内外小众品牌 时髦又平价 中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丽靖东帮他拎着下了楼 丽靖东将人送到家之后就走了 沈行周等在别墅门口 说有急事 要他去处理 之前丽靖东一直关机 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 沈行周只好来家里找他 中路上了二楼卧室 简单整理了自己的东西 就拉上窗帘 准备补觉了 临睡前打算刷一波手机的他 一下子就看到了 丽靖东发的那条朋友圈 心里有梦就去追 这句话真的触动了 中路心底的那根弦 其实他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就是 丽靖东会不会要求他远离娱乐圈 虽然昨天丽靖东提结婚的时候 说可以让他 在娱乐圈风生水起 但万一那是他的花言巧语呢 毕竟他这样的身份地位 另一半抛头露面 甚至还有可能绯闻缠身 对他的影响或许不太好 但他发在朋友圈的这句话 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了 他不会要求他退圈 反而还会义无反顾地 支持他去闯荡 还有为他撑腰这四个字 中路没法不动容 简单的四个字 却给了他难以言喻的安全感 中路趴在枕头里 飞快地给丽靖东发了条信息 丽先生 你的官宣文案很感人呀 丽靖东很快就回了过来 丽太太 我还以为我感动天感动地 都感动不了你呢 中路 那乡 丽靖东人在公司 面对着的是丽老爷子的咆哮 原来沈行舟所谓的重要的事 就是老爷子闹到了公司来 此时老爷子将丽靖东的办公桌 拍得震天响 你结婚经过 我同意了吗 你娶了谁家的姑娘 门当户对了吗 你以为我们丽家的门 是随便进的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不经过父母的同意 甚至连说一声都不说 你这是不孝 因为怒吼 老爷子仗得脸红脖子粗 因为自己办公桌的主位 被老爷子给占了 所以丽靖东 只能坐在旁边会客的沙发里 跟丽老爷子的气急败坏相比 丽靖东从容淡定极了 他边把玩着右手手腕的一根黑色皮筋 边慢悠悠提醒老爷子 父亲大人 小心您心脏里搭的那根桥 被你给吼断了 他这副样子 直接将丽老爷子 又给气得也冒惊心 感情他刚刚骂了那么多句 他这个小儿子依旧 没有想要跟他坦白取了谁的意思 刚想在说什么呢 就见他那个小儿子 不知道看到了谁给他发的信息 一张火炎裸脸 笑出了花 丽靖东自然是因为中路发来说 他文案很感人的话 而心情愉悦 真是难得 小姑娘竟然被他的文案给触动了 还以为他没心没肺呢 左手再次妈撒了一下 又手腕的黑色皮筋 他骤然冷了脸色 起身走到办公桌前 弯腰撑着桌面 对老爷子一字一句声明 我娶了谁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没养过我一天 你算哪门子的父亲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不孝 你那个真正不孝的儿子整天 在装贪唤卖可怜 你怎么不去说他半句 丽靖东每一句都是狠话 每一个眼神都无情至极 生生把老爷子给气得招呼着一旁的丽启文 给他递宿笑就心丸 是的 今天是丽启文和他妈方文会 也就是丽靖东的大嫂 陪老爷子过来的 三说 您能不能好好跟爷爷说话 丽启文急急为了老爷子吃下药之后 又醋眉不满地跟丽靖东抗议着 丽启文刚从非洲出差回来 前段时间丽靖东莫名其妙安排他去非洲 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他好不容易才熬到头 赶紧跑了回来 谁曾想刚回来就遇上丽靖东结婚这样的大事 然后便被他妈跟老爷子 给拎来了丽靖东的办公室 丽靖东一个眼神瞥向了丽启文 丽启文浑身哆嗦了一下 就听丽靖东吩咐一旁的沈行舟 沈特助 我记得 我们西伯利亚那边是不是还有业务 让启文过去待一段时间吧 历练一下 丽启文 他真的是会写 非洲已经够了 还要去西伯利亚 够了 靖东 方文慧开口提力启文解围 只见他已然渲然欲气了 我就启文这么一个孩子 你这样折磨他 是想让我死吗 我就知道 你大哥没了 你们所有人都欺负我们母子 一旁的沈行舟 听得拳头都攥紧了 这可真是道德绑架的高手啊 只可惜 丽靖东不吃他这一套 丽靖东懒洋洋将视线投向了方文慧 唇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大嫂 您平时口口声声 让我多交给启文一些项母 多淬炼他一番 怎么这会儿又嫌我淬炼得重了呢 这不是又当又利吗 丽靖东脸上挂着笑 嘴上却说了这样难听的话 方文慧当场难看到脸色煞白 浑身哆嗦 损人这回事 丽靖东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心慈手软过 他不管他们是不是孤儿寡母 也不管是不是刚做完手术 反正惹了他 他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 丽靖东很满意方文慧的反应 他接着又悠悠说 说起来我会这么顺利的结婚 可是拜大嫂所赐呢 他跟中路在酒店的那一晚 中路被送言算计了 他也被方文慧算计了 方文慧试图将他娘家的外甥女 送上他的床 想生米煮成熟饭 用这件事来拿捏他 一旦是成 他要么娶了那个女的 要么被方文慧曝光控诉 玩弄女人不负责任 到时候 他声名尽毁 他看穿了方文慧的阴谋 事先跟沈行舟换了房间 对方看到那个房间是沈行舟之后 自然不会再继续下去 而他则是到了楼下沈行舟的房间 于是就遇上了被算计后逃出来的中路 可不是得感谢方文慧吗 方文慧在丽敬东犀利的目光注视下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丽敬东懒得在跟他虚语尾仪 而是直接对老爷子说 你当时答应我了 只要我结婚 传统医疗部门任由我改革 他接着便立声吩咐沈行舟 沈特助 去把咱们的改革计划 发到每个人的邮箱里 立刻执行 说起来 我们等这一天 可是等很久了呢 要不是想着 等中路心甘情愿一些 他早就绑着他领证了 这场改革也早就开始了 丽敬东 老爷子气得从椅子上站起来吼他 拄在手里的拐杖 更是戳得地板咚咚响 似乎想用这样的方式阻止他 丽敬东才不听他的 大手一挥 就示意审行舟下去了 老爷子眼前一黑 气晕了过去 上回老爷子入院 就是被立敬东给气的 这一回晕倒又是 立敬东不管老爷子的死活 这个传言不是假的 办公室一片慌乱 立敬东淡定 对方文慧说 大嫂 老爷子就拜托 你跟启文照顾了 我今天新婚 抱歉先失陪了 方文慧气到失语 他竟然好意思说自己新婚 他就是这样 娶了媳妇 忘了清殿 果然是是兄弟父 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 然而立敬东已经转身走人了 方文慧跟立启文 也只能尽起大儿媳 跟孙子的责任 随救护车一起将老爷子 给送到医院 又嘘寒问暖 照顾了一通 钟璐一觉醒来都下午了 倒也不觉得 就是懒洋洋的不爱动他 手机里有立敬东发来的信息 厨师说 你中午没下去吃饭 是不是没睡醒 然后没多久又是一条 睡醒后给我回电话 中间隔了一段时间 他又发了一张图片过来 钟璐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个纹身 周围的皮肤还是红的 看得出来是刚刚纹好 纹身的位置在男人左边手腕内侧 脉搏的位置 纹身的内容是 ZL这两个英文字母 他名字的缩写 钟璐很是惊讶 他怎么跑去给自己纹身了 他胸口那个倒是无所谓 一般人看不到 但他在手腕上纹身 不怕影响他的商务形象吗 钟璐给他打了电话过去 厉敬东很快接了起来 他在电话那段第一时间问 睡醒了 不饿 不饿 钟璐问道 你怎么去纹身了 厉敬东回道 你之前不是问我 身上有没有为哪个女人 而纹的纹身吗 之前确实没有 现在有了 言外之意 为你而纹的 纹身师说 纹在脉搏的位置 这样你的名字 就随着我的脉搏而跳动 只要我活着一天 你的名字就跟我息息相关 这句话厉敬东没说出来 怕吓到小姑娘 但就刚刚那句话 也让钟璐的心 不由自主地狂跳了起来 他想说 厉敬东也太会聊了 这些情话 谁能扛得住啊 你的名字 我的脉搏这种操作 谁能扛得住啊 你你你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不过他随后 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但这会不会有损 你的商务形象啊 平时公共场合 都带万表 无人察觉 厉敬东语气 莫名浅全了几分 私下大概只有 你能看到 摘下万表的私人场合 他只属于他 钟璐故意吐槽他 厉先生 我怎么觉得 你这样的行为 有些幼稚呢 为了证明他身上 没有喂别的女人 而闻的纹身 就跑去闻一个他的名字 20岁的荷尔蒙 分泌过多的小男生 都不会做这种事 偏偏他一个 30岁的成熟男士去做了 厉敬东自黑了起来 听说这叫恋爱脑 钟璐有些哭笑不得 哪有人自己说 自己是恋爱脑的 而且他那样的形象 怎样都跟恋爱脑不搭吧 厉敬东 没再继续说这件事 而是又问道 晚上想吃什么 我回去做 啊 钟璐吓了一跳 他亲自做 他那双手 以及他宝贵的时间 应该是用来运筹帷幄的吧 何必浪费在做饭这种事情上 虽然钟璐没说话 但厉敬东 似乎又猜透了他的心思 他解释道 庆祝今天我们新婚 亲自做才有诚意 厉敬东这般郑重 反倒显得钟璐太敷衍了 可在钟璐内心 这场婚姻 确切地说是这场骤然的闪婚引婚 对他来说就是敷衍 他就是敷衍厉敬东而已 因为拒着他的威严 当然也对他的人有几分着迷 他没想过跟厉敬东能长久 也没想过厉敬东会一直对他有兴趣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没有因为嫁了厉敬东 这样的大人物 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也没有战战兢兢 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他坦然地做着他自己 如果厉敬东也有些默然地做着他自己 就挺好 但现在他郑重起来了 又是闻了他的名字 又是亲自下厨做饭 就显得中路敷衍了 见中路一直没说话 厉敬东又在那端郑重地说 中路 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 几乎不会有亲自下厨的机会 但今天是我们领证的日子 我再忙 都会抽出时间来下厨 陪你 中路这样聪明的女孩子 又怎会不明白她的用意 她这般郑重 也是对她的尊重 她窝在柔软舒适的大床里 只觉得内心无限欲贴 连带着 她说话的语气 也温柔了几分 我不挑食 你做什么都可以 她接着又问 那我需要做点什么呢 她这般郑重 她被卷到了 不做点什么感觉 对不起她似的 男人在那端悠悠地说 你实嘛都不需要做 只等洞房花烛就行 中路 她现在什么情况 她不会不知道吧 就这样 她还要跟她洞房花烛 男人又道 厉太太 你不会不知道 洞房花烛 还有别的方式吧 中路惊得人都从床上坐起来了 她捏着电话恼火地抗议 厉敬东 我看你今晚还是别回来了 再见 她这样愤愤说了一句 便挂电话了 上一秒她还在为男人的郑重感动 下一秒就被气得要离婚 厉敬东说那样的话 当然是在斗中路 她还没有变态到那样的地步 六点到家的时候 厉敬东并没有在一楼看到人 来到二楼卧室 刚推开门 柔软心香的女孩子便迎了上来 笑页如花地递给了她一张纸说 送你的礼物 厉敬东将人搂进怀里问着 什么 她倒是没想到 她也给她准备了礼物 看来夫妻之间卷一卷也还是有好处的 或者说吓一下 八成是她最后那番话 把她给吓到了 于是逼得她 不得不临时想了一份别的礼物送给她 省得她今晚真的要她洞房花烛 中路笑着说 给你设计了一件衣服 她专门去服装学院进修过 所以画设计稿不在画下 而且 她现在也兼职南路的设计师 经常跟钟南南一起设计新款 只不过男时款设计的少一些而已 但不影响 她给厉敬东设计 主要是脑海中想着厉敬东的脸和身材 灵感来得哗哗的 厉敬东定睛看着面前的画稿 她既然调查过中路 自然知道中路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女孩子的画稿跟她的人一样 浓墨重彩 华丽大气 她很喜欢 她随后发表意见 设计很不错 颜色改成大红色的画 可以当婚服 中路一头雾水 婚 婚服 厉敬东挑眉 婚礼的时候 穿这套作为中式礼服 你再给自己设计一条同系列的 中路的重点 根本不是她 要不要给自己设计一条 而是厉敬东说的 要办婚礼这件事 她惊讶地问着 我们要办婚礼 当然 厉敬东回得理所当然 领证只是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盛大的婚礼 才是宣之于众 中路有些想暴走 她以为就是敷衍结一下 怎么还要办婚礼 而且 听厉敬东话里的意思 婚礼还要办得很盛大 她搬出领证前她提的要求来 可我们不是说好了 暂时先不公开吗 厉敬东点头 确实是暂时先不公开 但婚礼很繁琐 我觉得 现在就可以 准备起来了 中路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现在 马上就办婚礼就好 说不定一个月都不到 厉大佬就受不了她 这位新婚太太了 直接离婚 把她给踹了 那她就不用发愁婚礼的事情了 聊完这件事 厉敬东便抬手姐 自己的衬衣扣子 中路心中警铃大作 后退了一步问她 你要干嘛 厉敬东语气无辜 换身居家服 下楼做饭 不带中路说什么 难道厉太太喜欢我 穿着白衬衣做饭 中路羞脑地睁圆了眼睛 这是什么暧昧的画面 不用不用 你还是换家居服吧 她说完赶紧跑走了 身后传来厉敬东嘀嘀的笑声 中路更老了 她发现厉敬东的恶趣味 就是各种吓唬她 换好衣服后 厉敬东就下楼了 中路觉得自己不去帮忙 有些不太好 于是随着她一起去了厨房 只不过两人刚进厨房 门铃就被暗响 厉敬东猝眉去开了门 就见裴景年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盒子 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二位 新婚快乐 厉敬东直接骂人 有病吧 今天是我新婚 你来当什么电灯泡 裴景年丝毫不理会她的臭脸 正因为你们新婚 我才要来随你啊 厉敬东美好气道 你是没日子 随了吗 非得今天来 那可不 裴景年笑得很是欠奏 难得你亲自下厨做饭 我得赶紧来蹭饭 两人下午通电话的时候 厉敬东说自己今晚要回去 亲自下厨做饭 厉敬东亦在秀恩爱 谁曾想把裴景年给引来了 裴景年自来熟 说完又跟一旁的中路推荐道 厉总做饭可好吃了 堪比大厨 反正上回在警局 裴景年跟中路也见过了 所以他也没那么多客套的礼节 许是上回 见过厉敬东烤肉了吧 所以中路也不意外 厉敬东做饭好吃 他那样的人 总觉得做任何事都会做好 做到完美 所以 他灿然笑了一下 上回吃过厉总的烤肉 味道确实很不错 中路居家穿了一条 自己设计的白色吊带长裙 锁骨纤细 裙摆摇曳 这样灿然一笑 更是生动貌美 裴景年不由的心里感叹着 怪不得厉敬东 心甘情愿跑回家 给人家做饭 怪不得厉敬东 从神坛坠落 怪不得厉敬东 这棵万年铁树开了花 裴景年随后送上了 自己带来的新婚贺礼 一套价值连城的翡翠 中路直接拒绝 这太昂贵了 我不能收 裴景年真诚相送 以后你要是成了影后 出席颁奖礼的时候戴上 那不得厌压群芳 大杀四方 中路被裴景年这话 给说得有些脸红 他现在还是个 岌岌无名的十八线 影后这种事 他都不敢想 不过不管自己 能不能成为影后 中路都不想 收这套珠宝 厉敬东发话了 收着就好 等日后 他结婚 我们还礼就是了 不过大概率 咱们是稳赚不赔 因为他这副样子 八成美女人会要他 裴景年 他不满抗议道 我不就是来蹭顿饭吗 你至于这样咒我吗 我只是没遇到喜欢的而已 呵呵 厉敬东冷笑一声 你这张嘴 遇到了喜欢的 也会被你反跑 厉敬东说完这句话 就转身去厨房了 剩下裴景年 在那儿气得咬牙 而他堂堂一个律师 竟然被厉敬东 给对得哑口无言 中路被两人的 一通斗嘴都斗笑 不过他也能感受出来 这两位大佬 虽然斗嘴斗得 好像六亲不认识的 实际上两人关系极好 他看了一眼 气得半死的裴景年 主动招待道 裴律师 您请坐 裴景年气呼呼地 在沙发里坐了下来 屁股刚沾到沙发呢 就听厉敬东在厨房里喊人 姓裴的过来帮忙 裴景年 中路有些想笑 裴景年恼火地 冲到厨房门口 我他妈是来做客的 不是来做饭的 厉敬东淡定的声音响起 难道让我太太帮忙 他那双手我可不舍得 裴景年不甘示弱 我没来你打算怎么做 还不是得你自己 厉敬东 谁让你来了呢 免费的劳动力 我不用白不用 在法庭上 跟各路律师 唇枪舌战的裴景年 再次被KO 他任命地进了厨房 洗手帮忙做饭 厉敬东在厨房又喊 悠悠 中路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脸上也瞬间有些烧得红 他干嘛要这么肉麻 当着裴景年的面 这么轻易地喊他 偏偏裴景年 还在那好奇地问着 悠悠 悠悠是谁 厉敬东一副懒得理他的语气 回了他两个字 中路 裴景年似乎是反应过来了 当即哀嚎道 厉敬东 你可真肉麻 中路气呼呼地走到厨房门前 瞪着男人问道 干嘛 厉敬东微笑着吩咐 楼下地下室是酒窖 你去选一瓶红酒 好 中路咬牙答应了下来 并狠狠瞪了他一眼 用这样的方式抗议他的肉麻 他最好不要再当着别人的面 这样叫他了 他受不了 叫他中路不行吗 不行吗 不行吗 中路去了负一层 这里看起来是一个纯休闲娱乐的地方 有一整面墙的大酒柜 还有一张大大的抬球桌 以及KTV等娱乐设施 整个装修风格是那种很冷的工业风 中路对酒没有什么研究 随便选了一瓶就上去了 两个男人在厨房做饭 中路无所事事 于是就窝进了沙发里玩手机 手机上有一条热度很高的新闻 关于利静东的利市掌权人不顾利家老爷子的死活 强行推进改革 利老爷子再次昏倒入院 中路捏紧手机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 曾经他也被新闻上关于他的各种传闻给吓到过 可现在不知道怎么了 即便新闻上老爷子双目紧闭 被推着送上救护车的画面那样清晰 他也觉得利静东没有那么坏 而且他看起来很顾驾 当然 这也可能只是他装出来的假象 时间久了 说不定他就原形毕露了 中路有些心烦 干脆关了手机 不去看也不去想关于利静东的事了 刚放下手机 就听利静东又在厨房喊他 悠悠 中路牙都要咬碎了 不过他还没等说什么 厨房里的裴景年先抗议了 我说你能不能别喊了 我不就在你面前吗 你有什么事找我不行吗 裴景年又愤愤道 再这样下去 我晚饭都不用吃了 吃你撒的狗粮就吃饱了 利静东淡定的声音响起 我叫他进来给我擦擦汗 你能给我擦 然后 中路就听到裴景年卧槽卧槽地 边骂着边从厨房冲了出来 中路实在是没忍住 扶着桌子毫不客气地笑出了声来 他真是服 利静东不是一般的会折磨人 本来他觉得利静东动不动就吓唬他折磨他 他心里很是愤愤 现在看到裴景年也跟他同样的遭遇 他就心里平衡了 裴景年气到双手插腰 我去外面抽根烟 你赶紧去给他擦汗吧 他身上穿着白衬衣 应该是下了班从律所直接来的 只不过这会儿 他的衬衣有些狼狈 上面沾染了厨房里忙碌的痕迹 中路走进厨房 看到利大佬身上严严实实地系着围裙 身上的衣物一点都没弄脏 不由得觉得他缺得极了 裴景年那一身白衬衣 他倒是把围裙给裴景年啊 悠悠 帮我擦擦汗 见他进来 男人边煎着牛排边吩咐到 中路用力抽了几张厨房纸 走过去之后 咬牙小声警告他 你能不能不要当着外人的面这样喊我 太肉麻了 男人不知悔改 那我换个称呼 宝宝 中路 保你妹 中路内心将人给骂了一万遍 然后抬手没好气地给他擦了擦汗 以及 他哪里有汗 根本就没有 他就是故意叫他进来 故意那样喊他 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中路忽然想起他手腕上的纹身 连忙低头查看 你这里不能沾水啊 丽敬东给他看自己的手腕 谢谢丽太太的关心 我暂时用保鲜膜缠了一下 这样 就不会沾水了 防止感染 中路叹了口气 真不知道他涂点啥 中路出来的时候 裴景年也抽完烟 从外面进来了 再次投身厨房忙碌 半个小时后 两个男人做好了一桌子美食 落座后裴景年要给中路倒酒 丽敬东第一时间就抬手拦住了 他不能喝 他姨妈妻 不能喝酒 裴景年可不知道这些 怎么了 今天这大喜的日子 怎么也得喝点啊 丽敬东瞥了中路一眼 他肯定不能说实话 要是被裴景年知道 新婚夜中路来立嫁了 怕是能笑话他一辈子 中路接收到他的难以启齿 于是主动说 裴律师 我就不喝了 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 谁知裴景年却是笑着摇头 不用送 我也住在这个别墅区 中路倒是完全不知道 裴景年竟然跟丽敬东 是同一个别墅区的邻居 不过还没等他再说什么 裴景年先惊呼了起来 你们俩这种状态 不会是 怀孕了吧 这是裴景年唯一能想到的可能 中路差点被他的话给吓死 本来结婚就已经完全在他的计划之外了 怀孕这两个字 更是让他方寸大乱 于是他连忙白手否认道 没有没有 裴律师 我只是特殊时期不好沾凉的而已 随着中路脱口而出的话落下 丽敬东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而裴景年先是不解 特殊时期 随后他明白了 中路所谓的特殊时期是什么 再看到丽敬东的黑脸 当场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到肚子疼的那种 丽敬东这洞房花竹叶 是泡汤了吧 丽敬东凉凉撇向裴景年 要不你滚蛋 我给你打包几个菜 很好 他要被自己的新婚太太和好兄弟气死了 别别别 我不笑了 裴景年连忙扶着桌子坐好 丽大佬这样处境尴尬的黑脸很难得 他得多欣赏一会儿 因为裴景年笑得太欠揍 加上中路也有些尴尬 所以他想了想对裴景年说 裴律师 你这格局就小了吧 裴景年不解 什么意思 中路笑容灿烂 两个人感情好的话 夜夜都是洞房花竹呀 又不用非得领争这一天 裴景年 这姑娘 也是不吃亏的性子 跟丽敬东绝配 这下换丽敬东笑得肆无忌惮了 堂堂大律师 被一个小姑娘给对得说不出话来 丢不丢人 以及 这就是所谓的 夫妻同心齐力断金吧 因着中路的这番话 饭局后面裴景年再也笑不出来了 刚吃饱喝足 他就被丽敬东给拎着 往门外推了出去 裴景年倒也不恼 反正他也吃好了喝好了 于是慢悠悠夺着不回了自己家 中路是站在玄关处 跟丽敬东一起送裴景年的 关上门后 丽敬东干脆就倒在他身上了 借着酒意 丽太太 你今晚表现得非常好 谢谢 中路搂紧了男人的腰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去洗澡休息吧 我喝醉了 你帮我洗 丽敬东根本没醉 他就是故意欺负人 想占人家便宜 他这点心思 中路还是看得出来的 他倒也不恼 笑盈盈地对男人说 好啊 我帮你洗 既然你都醉成这样了 那干脆就在一楼这个浴室洗吧 洗完你在一楼卧室睡就好 言外之意 丽敬东靠在他身上的重量 瞬间就撤了回来 也不醉了 也能走路了 我上楼自己洗 不让他回主卧 是不可能的 丽敬东洗完早出来 就见自家太太 有些苦恼地对他说 我明天得回我爸妈家住几天 刚刚我妈打电话说 要跟我爸出去旅游 我得回去照顾家里的花花草草 和猫猫狗狗 中南南跟周易在郊区住的房子 有很大很大的院子 前前后后都种满了花 还养了两只猫两条狗 以往他们不在家的时候 都是中路或者周艾南回去照顾 当然 他们选择出去旅游的时间 都是中路没戏拍不在剧组的时间 或者周艾南大学放假的时候 不会点儿女造成什么困扰 丽敬东的心情瞬间就不美妙了 要住几天 大概一个周吧 中路的心情实际上美妙极了 他其实一点都不适应 跟丽敬东的婚后生活 因为这婚结得太突然了 他根本没做好 跟丽敬东朝夕相处的准备 他之前跟丽敬东 虽然身体上有过几次交流 但精神上以及生活习惯上 他想想就觉得不自在 所以中南南这通电话 简直是救了他 丽敬东难以接受 他上前将人给拎进怀里困住 中路 没有洞房花竹叶也就罢了 新婚夫妻还要分开一个周 你想想合理吗 他倒也没有发多大的火 更没有黑脸训人 情绪控制得还不错 但就是这话听着 也让人浑身凉嗖嗖的 但中路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反倒没有以前那么怕他了 他窝在男人怀里 抬手有一下眉一下地戳着他的胸口 轻轻叹了口气道 那怎么办 我妈那些花草和猫狗 都是他的心头肉 说到这里 他又极其郑重的抬眼看向他说 对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家四口人 我妈排第一位 我们都不准惹他生气 这是我爸立的规矩 中路这样解释了一句 这规矩立得很好 丽敬东力挺周易 他以后也会给他们的孩子立规矩 妈妈最大 因为调查过中路 所以丽敬东知道 他家庭的构成 他很欣赏周易 对中路视为己出 还将中南南视若珍宝 中路的家庭环境 是他羡慕的 想要的 只可惜他没有 老爷子三个儿子三个妈 他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一个 如果不是老大死了 老二又那副鬼样子 老爷子还不会认他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自己组成家庭之后 努力将自己的家 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当然 虽然夸了周易 但他还是抗议的 怎么不让周爱南回去照顾 有时候我没时间 我妈也确实会让他回去 但现在 这不是他没放假吗 而且 我妈一般不爱用他 因为他粗枝大叶的 照顾不好 中路说的倒也是实话 周爱南每照顾一次 周南南回来 都要生气一通 后来干脆不用他了 话都说到这里了 丽静东也没法再继续不放人 不过他还是 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我倒是没看出来 你还是个有爱心的 会照顾花花草草 还会爱护小动物 中路这下用力戳了一下他 丽先生 你这样人身攻击 合适吗 什么叫我还是个有爱心的 我可是非常有爱心的 要不是因为工作原因 经常不在家 我都想自己养只猫或者狗呢 想到这里 中路又笑嘻嘻地跟他提议 不如我们养一只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来照顾 丽静东悠悠问他 你觉得我这种人 像是有爱心有耐心的 他那点耐心 都用在他身上了 没有多余地再分出去 他随后又郑重道 只要有我在这个家一天 这个家就不可能有猫或者狗 中路有些想笑 有些人还说我没爱心 感情自己才是那个最没爱心的 丽静东叹了口气 我对猫猫狗毛这种东西过敏 当然 我自己本身也不喜欢小动物 他倒也坦然 中路也表示理解 有人喜欢小动物 就有人不喜欢 不过他随后又说 那我回来 可得好好把自己洗干净了 不然你容易过敏啊 他回去住七天 整天跟猫猫狗狗作伴 身上必然会沾上猫猫狗毛之类的 要是处理不好 丽静东很容易过敏 中路是因为担心这个 才说的这样的话 谁知丽静东 却是扣紧了他的腰说 你确实得把自己洗干净 一个周之后 就可以弥补洞房花烛了 中路后知后觉 意识到他什么意思 干脆将人给推开了 一想到要分开一个周 丽静东心情很不好受 于是躺下后 干脆翻身 将人气在身下轻了过去 最后把中路给轻挠了 将人推开后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去别的卧室睡 中路抱着枕头抗议着 女孩子双甲染着飞色 丽静东深呼吸了一口气 随后下床 还是我去吧 他本来不想新婚 第一天就分房的 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和克制力 那般娇嫩美艳的 一个人在自己身边躺着 他做不到心如止水 要是真能心如止水 那晚在酒店房间门口 也就不可能允许他扑进他怀里 为了让两人都能睡个好觉 他只能选择分房 总算一夜好眠 吃早饭的时候 丽静东说 待会儿我送你回去 中路差点被噎到 别别别 被左邻右舍看到 就等于曝光了呀 你都不知道 大姨大妈们传播八卦的能力有多强 他外形那么出众 还开豪车 怕是他的车刚进桥头 就被人给关注到了 再把他送到家的话 可能中南南飞机刚落地 就会被邻居告知他带男人回家了 中路又道 我自己开车 回去就好 丽静东抿了抿唇 随后又提议 那我晚上抽时间去找你 就像上回那样 晚上人哨的时候 在他家附近的桥头见个面 以解相思之苦 中路摇头 别了 你不是会过敏吗 倒也没有那么严重 丽静东现在内心唯一的感受 就是 一想到要一个周见不到 那他宁肯 有过敏的风险 也要去找他 还有一点就是 他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家里人 知道他们的关系 不然这逢年过节的他就得回家 他们夫妻就得分开 最后两人都妥协的结果就是 丽静东开车 将中路送到他原来的住处 中路再从那开车自己走 中路提前给周爱南打了个电话 让他把车给他送回去 只不过中路没想到的是 周爱南的车跟丽静东的车一前一后 驶入了小区 中路要疯掉了 而偏偏这个时候 周爱南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中路刚一接通 就听周爱南在那端惊呼 卧槽 姐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竟然在你们小区 看到了一辆劳斯莱斯 就在我前面 中路 好巧不巧的 他就在周爱南口中的 那辆劳斯莱斯里 因为心虚 中路本能地就缩了缩身子 完全忘记了 丽静东这种大人物的私人坐驾 自然是贴了防窥膜 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 周爱南继续嘖嘖 你们小区什么时候 住了个这么有钱的人 中路这个小区 就是普通的居民区 不是有钱人的天下 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好车 所以周爱南才这样感叹着 中路咬牙小声说 你怎么话这么多 赶紧给我把车放下走人 周爱南觉得奇怪 姐 你这声音听起来 怎么鬼鬼祟祟的 中路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现在不在家 你放下车后就走吧 好在两把车钥匙 他跟周爱南各一把 好吧 周爱南这样硬了下来之后 又惊呼了一句 那辆劳斯莱斯 竟然停到了你楼下 中路直接挂电话了 因为他发现 丽静东停好车之后 周爱南也挨着 在旁边的空车位上停了下来 中路一瞬间 心都提到了嗓子哑 上回丽静东说的没错 周爱南这个年纪的小男生 都爱车 所以中路生怕周爱南下车过来 欣赏这辆劳斯莱斯 要是他贴近了欣赏 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到里面的吧 中路紧张地一把 抓住了丽静东的手 丽静东瞧着他这副样子 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气的是他不大大方方 跟周爱南介绍自己 笑得又是他这副紧张的样子 挺可爱 最终 他解了安全带拉下手刹说 我下去一趟 周爱南确实存了好好欣赏一下 这辆劳斯莱斯的心思 只不过他刚迈不过来 就看到车门被打开 驾驶室上的人从车里下来 男人身高腿长 气场冷冽强大 丽 丽总 周爱南作为工作室未来的管理者 经常关注商业杂志和新闻 所以一眼就认出了 这位开劳斯莱斯的大佬 是丽静东 丽静东微微汗手 自动解释道 来送人 来送你清简 周爱南有些惊讶 丽静东竟然这样平易近人 还主动跟他解释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要知道 这位大佬的名声 可是以冷漠不敬人情出名 不过丽静东站在车旁 周爱南也不好意思围着他的车欣赏了 于是拿出手机 来给中路发了条信息 说车给他放偶下了 就赶紧走人了 丽静东给自己解了围 所以中路对重新坐进车里的男人道谢 谢谢 丽静东就拧着他看 也不说话 中路自己回味过来 凑过去在男人唇上亲了一下 再然后他就被男人拎着腰只捞到了怀里 也不知道男人的臂力 为什么那么强 竟然能将他给拎过去 中路被按得结结实实的 也被吻得严严实实 车内的热度节节攀升 最后是中路红着脸 颤着声喊停 够了够了 再这样下去他怕是 没法从这个车里走下去了 丽静东埋在他白皙的脖梗间低难着 悠悠 不够 远远不够 语气缠绵又暧昧 中路一下子脸红心跳了起来 怎么刚刚亲在一起的时候 他心跳没这么快 反而被他这句话给说得心悸了起来 他手忙脚乱地推着面前的男人 我得赶紧走了 你 你也好好整理一下 你自己 中路说完就赶紧打开车门下车跑走了 都不好意思看车内的丽静东 男人的状态此刻有些狼藉 所以才让他自己赶紧整理 丽静东靠在车座里 抬手负着自己的眼 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从浑身紧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中路回家后 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物 就去车离开了 他下楼的时候 丽静东的车已经开走了 他常常松了口气 他真心想去网上发个帖子求助 另一半太黏人了 该怎么办 他反正是归心似箭 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 是一只冲破了牢笼的小鸟般 可以撒着花儿的自由飞翔了 但他也能感觉出来 丽静东不想让他走 所以中路才觉得 丽静东有些黏人 丽静东到达公司的时候 沈行舟等在办公室外汇报 丽总 林承山已经在旁边会议室等您了 丽静东吃笑一声 然后就迈不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林承山今天来找丽静东 有火烧眉毛的大事 那就是他作为制片人筹备的一部主旋律电影 马上要开拍了 作为主要投资方的东盛 却突然撤资 林承山昨天被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这部主旋律电影 从导演到主要演员 他用的全是自己公司的人 为此所有人都留出了档期 一旦拍不了 损失严重 他无奈之下 只能紧急找丽静东商谈 结果昨天他硬是约不到丽静东 今天一早才被沈行周告知 丽静东可以见他了 这不 他一早就来等着了 从上次 藏娇 剧组林渊渊被临时换掉主角 再到这次东盛临时撤资 林承山能感受到 丽静东有些故意针对他 但他不知道原因 他思来想去 自认这么久以来 没得罪过丽静东 藏娇 被换 林渊渊确实整容了 给剧组带来了负面影响 他们认了 可这次呢 这次的主旋律电影主演都是大咖 林渊渊只在其中演了一个 很不起眼的小角色 如果丽静东还是不喜 大可以跟他明说 他不让林渊渊演就是了 何必直接撤资呢 半个小时后 丽静东总算迈着一双长腿 进了会议室 林承山急忙站了起来 着急地对丽静东说 丽总 撤资可不是小事啊 关系到我们整个剧组的存活 您再慎重考虑一下吧 丽静东在主位上落座 一个漠然嘲弄的眼神丢过来 林承山就莫名有种压迫感 善善在自己的座位上 重新坐了下来 真是见鬼了 明明他比丽静东年长那么多岁 算是他长辈那一代的人了 怎么反而被丽静东给震慑住了 丽静东懒洋洋问林承山 林总 冒昧问一下 你跟中路什么关系 如果丽静东能承认跟中路的关系 丽静东想他或许会心词手软几分 丽静东骤然提及中路 林承山心里咯噔一下 不过他也是老狐狸了 当年又是演技派 丽总怎么这样问 在丽静东眼里 不认为丽静东知道他跟中路的那层关系 这些年随着他的各种操作 他跟钟南南的那段往事的人脉极强的人 身扒才能扒出来 丽静东跟中路又没什么关系 没必要查中路的身世吧 以及丽静东也觉得 丽静东这样的大人物 看不上中路 钟南南跟那个周易这些年偏安逸于在郊区生活 养出的孩子也小门小户的 丽静东还有丽家老爷子肯定看不上 丽静东挑了挑眉 单单说道 没什么 就是私下里见过中路几次 有些得罪我 嗯 所谓的得罪 就是新婚第二天就抛下他回娘家了 但他故意用这样迷糊的话 迷惑丽承山 好呆会 狠狠打丽承山的脸 果然 丽承山一听他说 中路得罪了他 立刻就来劲了 那个小姑娘 我也见过几回 一点教养都没有 上次他那个弟弟 还粗鲁地把圆圆推倒了 丽静东点头道 都说养不教父之过 他父亲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丽承山 他怎么觉得 这话这么难听呢 虽然他一天没养过中路 但他是他亲爹啊 所以丽静东这话他没法接 于是就只能陪着笑脸转移了话题 丽总 你看这撤资的事 丽静东话锋一转 既然你跟中路不熟 又觉得他百般不好 那这资 我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投给你了 丽承山有些傻眼 什么意思 丽静东不是说 中路得罪他了吗 丽静东微笑道 你这么不喜欢我太太 我为什么还要投资给你 你太太 丽承山惊得蹭得 一下子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昨天丽静东发了一条朋友圈 晒出了结婚证 整个南城商界地洞山摇 所有人都在各种找人脉打听 他到底娶了谁 但一无所获 甚至有人打听到了丽家老爷子那里 老爷子竟然也不知道 但丽静东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让民政局操作的人 全都封口见没 嗯 我跟悠悠是夫妻 昨天刚领的证 丽静东就喜欢看这些人 惊慌失措的失态样子 他们越失态 他就越快乐 这就是他为什么刚刚故意说 中路得罪了他 就是为了忽悠丽承山 他可缺德了 这会儿 他看着丽承山大脑 一片空白的样子 都想笑出声来了 丽承山这下听清楚了丽静东的话 但他下意识地 还是不想去承认这个现实 于是他喃喃问道 可你刚刚不是说他得罪了你 丽静东煞有介事地点头 他确实是得罪了我 新婚第一天就抛下 我回娘家了 丽承山胸口一股血气蜂涌而上 差点被欺得当场吐血身亡 这个丽静东就是故意的 故意说什么得罪的话来迷惑他 好让他说中路得不好 然后再理直气壮的声明 不会给他的电影投资 丽静东这个人 真的是老奸巨滑 丽承山只觉得自己呼吸急促 摇摇欲坠 他连忙伸手扶住了会议桌的边缘 可偏偏 手卫上的丽静东 还满脸担心地说 岳父大人 您这是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一句岳父大人 成功让丽承山一张脸 骚得通红 羞愤难当 感情丽静东知道他跟中路的关系 丽承山回想了一下 刚刚他跟丽静东的对话 感情丽静东全程都在把他当猴耍 丽承山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平生第一次有种想哭的感觉 被气哭的 而且丽静东娶了中路 他要是后面继续打压中路 就等于跟丽静东作对 可要是不打压 中路日后肯定会爆火 倒霉的就是他 而且他要是就此收手 不打压中路了 成立跟林渊渊绝对不会饶了他 一时间 丽承山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 绝望之下他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丽承山不是第一个被自己给气晕过去的 所以丽静东全程淡定得很 懒洋洋起身走了出去 喊了沈行舟来收拾残局 虽然他跟中路约好了 要隐婚 但丽静东觉得 可以让丽承山知道 因为丽承山就算知道了 也不敢宣扬出去 更不敢让成立和林渊渊知道 那对母女俩 要是知道中路嫁给了他 而丽承山不敢跟成立母女说 又不敢再打压中路 从而得罪他 这样 丽承山就成了夹心饼干 久而久之 他跟成立母女必然有嫌隙隔阂 看他们自相残杀 狗咬狗一嘴毛 多爽 成立跟林渊渊怎么也没想到 丽承山去找了一趟丽静东 竟然被弃进医院了 母女两人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 丽承山刚醒来 但他恨不得自己依旧昏迷着 他现在实在是没法面对他们 沈行舟听到外面传来成立母女的声音 打算到辞 临走前 他对丽承山说 丽总 我们丽总让我状告您 投资的事 还有商量的余地 丽承山欢喜不已 丽总需要我做什么 沈行舟面不改色地汇报 他说 您不妨去求求我们太太 他说他最听太太的话了 太太让他向东 他不敢往西 所以只要太太同意继续给您投资 他就投 丽承山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再次被气晕 让他去求中路 沈行舟又道 丽总还说 不如您去找 我们太太 好好联络一下妇女感情 好好给他赔个礼道个歉 这么多年没养他 还处处打压他 您确实欠他一句道歉 要是能在 半个规模盛大的认阻归宗仪式 就更完美了 丽承山眼前再次一阵阵发黑 丽承山眼前再次一阵阵发黑 丽承山真的太缺德了 他简直不是人 明知道他不可能承认中路 还让他半规模盛大的认清仪式 成立能先撕了他 丽承山也绝望极了 丽承山说了这么多要求 他都做不到 撤资已经成定局 沈行舟忍着笑从病房里退了出来 迎面遇上步履匆匆的成立母女 他微微汗手算是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然后迈步离去 这家三口 从今往后 怕是再也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丽承山的身体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时的怒火攻心而已 但他依旧装出很虚弱的样子 为了不让成立多问什么 然而成立却是着急地问道 撤资的是 丽承山怎么说 撤资可是天大的事 这不仅关系到 这部主旋律的剧能不能顺利拍摄 还关系到他们整个公司的发展 最近主旋律比较火 所以成立跟丽承山两人 动用了所有的人脉 筹划了这部电影 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 都是用的顶配 所以当初才会吸引了 丽承东的东盛来投资 夫妻两人做好了大爆的准备 却没想到丽承东突然撤资了 成立嘴角的火炮 一晚上就被攻出来了 丽承山还没等回复成立呢 一旁的林圆圆又红着眼问 爸爸 你有没有打听出来 丽承东到底娶了谁 昨天丽承东自爆已婚 丽承院在家里发了一通风 又是哭又是闹的 可她再哭再闹 又有什么用 他们能耐丽承东如何 只是昨天丽承山还不知道 丽承东娶了中路 但现在她要反死了 所以就没好气地说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就说不头了 谁知道她发哪门子神经 丽承院气脑地转身出了病房 全程没有关心过丽承山的身体一句 成立可没有林圆圆那么好打发 她皱眉紧紧盯着丽承山说 丽承东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 咱们这部电影班底之豪华前所未有 她不可能不心动 她要是不心动 一开始就不会投了 所以她现在突然撤资 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亲自去找她 她能不告诉你 丽承山不是不心虚的 但这些年 她在成立面前惯会演戏 此时 她演的 就是力不从心 整个人往病床里依靠 她叹着气将了成立一军 要不你去问她 我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 你 成立倒是想去找丽承东 但是她莫名就有种预感 丽承东不会见她 上次因为林圆圆藏娇 女主被换的事 她带着林圆圆 想去见丽承东来着 结果被丽承东拒见 她也是有脸面的人 可不想再去受丽承东那份气了 所以这回才逼着丽承山去的 那现在怎么办 成立急死了 又愤愤骂着 乔科那个不要命的 都伤成那样了 竟然还不放弃中路 成立提到乔科和中路 林成山心里猛然一激 她明白丽承东为什么突然撤资了 肯定是因为他们动了乔科 动了乔科就等于动了中路 所以丽承东报复他们了 想到这里 丽承山连忙叮嘱成立 别再盯着乔科了 让他拍去吧 他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自保 凭什么 成立本就气着 他的项目停滞不前了 凭什么中路还能顺风顺水 结果林成山又一反常态地不打压中路了 他瞬间就疯了 林成山 你为什么突然对中路心软了 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 林成山天地良心 她也不过是 希望他们自己的项目暂时能先保住 哪里是对中路心软了 但她此时说不出任何话来 真真的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成立不依不饶了起来 林成山 你别装死啊 你给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忽然心软了 你是不是私下联系钟南南了 你是不是对他救情复燃了 林成山疲惫地闭上了双眼 丽承东的目的达到了 在成立一波又一波不可理喻的话语攻击下 她现在恨不得去死 跟林成山这里的鸡飞狗跳截然不同 中路却是悠然自得 驱车回家后 她第一时间给钟南南满院子的花浇了水 说是钟南南的花 其实全都是周易在打理 钟南南就负责赏花而已 剩下的花园 五彩斑斓 每一朵花都在以自己最娇艳的姿态盛开着 足以看得出来 周易有多呵护他们了 也不怪钟南南每次都会叫钟路 或者周爱南回来照看打理 这也是对周易心血的一种呵护 周易宠钟南南 钟南南也从不辜负她的宠爱 这些年来 两人的日子过得美满惬意又幸福 当然 这种幸福也不是林成山跟成立那种 唯利是图的夫妻能理解的 他们只以为钟南南过得多平凡呢 打理好花草 钟路又逗了一会儿 猫猫狗狗 便将自己丢进沙发里看剧本了 乔科真的是行动派 刚刚给他打电话说把剧本发在邮箱里了 让他先看着 等他一个周之后出院 就先召集主创开剧本为读会 这一看 就到了中午 钟路有些废寝旺食 一直在琢磨剧情 手机里响起一条信息 是历尽东发来的 一张图片 几样菜式 配上他发的文字 历太太 这是我今天中午的工作餐 第二条信息又发了过来 你吃的什么 拍来看看 钟路捏着手机直醋眉 怎么说呢 他胳膊有些起鸡皮疙瘩 就是觉得 历尽东怎么黏黏乎乎的 吃个午饭 还需要跟他汇报 还要问问他 吃了什么 大佬们谈恋爱 都是这么黏乎的吗 这实在是与他平日里 给外界的形象不符啊 钟路不懂 但也不好意思 问他跟前任是不是也这样 他自己也没谈过恋爱 所以不知道恋爱中的男女 到底都是怎么相处的 但也是在历尽东的提醒下 钟路才察觉到 该吃午餐了 但他这又不会做 好在周易跟钟南南知道 他不会做饭 所以在冰箱里 给他留了速冻水饺 钟路拿出一小盒速冻水饺 给历尽东拍了个照片 发了过去 历尽东的视频电话 随后就打了过来 钟路还以为他会批判他 吃得太糊弄了 结果就听他说 我也想吃水饺 让你的私厨给你包呗 钟路边烧水边回着 女孩子白痴般的肌肤 抵得住镜头的直拍 因为居家 他随意将一头长发夹了起来 历尽东觉得 怎么看怎么舒服 他故意逗他 我就想吃你那份 这可是我的爱心水饺 我爸亲手包的 不然我给你快递一份过去 钟路当然是说着玩笑话 历尽东却在那边说 不用这么麻烦了 改天我亲自去拜访 再长就好 钟路差点惊掉下巴 你 你要来拜访我父母 不是说好隐婚 暂时不让任何人知道的吗 他怎么变卦了 历尽东自然能感受到 钟路的抗拒 他倒也没脑 而是不急不虚地 跟他沟通着 钟路 我们可以不对外公开 但我觉得 家人是不是可以见一见 毕竟我不想 每次你回娘家的时候 都被抛下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成熟男人 或许就是有这样迷人的优势 他知道从什么地方 入手去打动你 钟路此时就被他这番话 给说得 轻轻咬着自己的唇部说话 他说那句不想被抛下 惹得他挺心疼的 你说过 家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如今 我也是你的家人 难道日后逢年过节 你只陪他们 不陪我 所以我认为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 然后逢年过节 我们一起聚 这样你就谁都能陪了 钟路全程都没说话 全是他在寻寻善诱地说 他说完之后 钟路竟然觉得 挺有道理 不过他又问道 那你跟我和我的家人一起聚 你不用陪你的家人吗 视频里 丽靖东眼神黯淡了一瞬 我没有家人 我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我父亲 丽靖东说到这里的时候 冷笑了一声 我们就当没有就行了 反正他也恨不得 没我这个儿子 他妈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 跟丽老爷子的 算是被强迫 后来又怀孕生了他 因为郁郁寡欢 所以精神状态一直不怎么好 在他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被放逐国外 那些年老爷子 根本对他不闻不问 不管他的死活 可想而知 他的日子有多艰难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还要他有什么心 所以他现在对老爷子 和那一家子 再心狠手辣 都不会觉得过意不去 钟路还是第一次 听他说起自己的身世 不知道怎么了 他忽然觉得他有些 可怜 他以为他富贵荣华 身处高位杀伐决断 肯定从小生活得很幸福 可是他也很为难 他不敢让他爸妈知道 他闪婚了呀 还闪婚了 他这么个权贵大人物 因为钟男男和周易 很爱很爱他 所以他闪婚 他们才会很生气 弃他对自己未来的不负责任 而且 他们从小 对他的期待中 从未有嫁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这一项 他们对他唯一的期待 就是 开心快乐就好 那个 钟路现在脑子也很乱 你给我点时间 我想想 应该怎么跟他们说 他只能先这样敷衍着 丽敬东语气郑重 悠悠 只要你同意让我见他们 其他的事 都有我来安排 这是我该承受该面对的 而不是 将难题抛给你 让你来为难 钟路微微凑近了手机屏幕 睁大了眼睛 仔细盯着屏幕里的男人 男男道 丽敬东 你是不是换了个人 不然你怎么能这么 这么 这么暖呢 这话钟路一时说不出口 总觉得暖心欲贴这样的字眼 完全跟丽敬东不沾边 可他刚刚那番话 却又真的让他心里很温暖 尤其他说 这是他该面对的 而不是让他来为难 丽敬东知道 他心里在嘀咕什么 眉眼沉沉再次说道 我以前好像跟你说过 与其听外界的传闻 不如亲自来了解我 你是愿意相信你听到的呢 还是愿意相信你感受到的 钟路哼了一声道 谁知道 你是不是花言巧语 人面受心啊 虽然此时有些被他的话感动到 但钟路也不是 没脑子拎不清的人 要判断一个人的真心 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 还要看他都做了些什么 这一点 钟南南和周易 在生活中对他言传深叫了许多 他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所以不会被暂时的华丽浮躁 蒙蔽双眼 周易说的不多 但生活里处处都在细节上 宠着爱着钟南南 这些年 钟南南就没受过一丝一毫的委屈 年仅五十的人了 依旧明艳照人 笑容灿然 比起成立整天一张整容过度的怨妇脸 钟南南才是人生赢家 人面受心 丽静东听到小姑娘这样形容他 不由地板起脸来冷笑了一声 哼哼 钟路 你完了 钟路 这人怎么这样呢 一会儿让人心里温暖 一会儿又让人后背发凉 那个 你赶紧吃饭吧 我的谁也烧开了 我要煮水饺了 钟路这样说了一句 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阿湘 丽静东虽然被骂了人面受心 但嘴角却是挂上了笑容 至少这通视频电话 他的目的达成了一半 那就是 他可以筹划一下 怎样去见他的家人了 毕竟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不如先见一见小舅子 周爱南好了 反正钟路临走时 给了他一把他住处的钥匙 不如他去他家等着 跟周爱南来一场偶遇 不过今晚暂时不行 他有应酬 应酬完了 他打算去找自家新婚太太 本来以为他可以忍耐几天 在大半夜的跑去的 但好像一天都忍不了 晚上的应酬 毕竟东异性阑珊 尤其饭桌上还有女人 他就更烦了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种场合 那个女人穿成那样 是什么意图 这些年往他怀里塞女人的 多如过江之际 以前他都懒得理会 但今晚 他想发火 他已经生命已婚了 这些人还给他塞女人 是对他婚姻的侮辱 也是对中路的不尊重 就在他懒洋洋 抿了一口酒的时候 那个女人搔手弄姿 坐到了他身旁 抬手就往他胸口放 毕竟东摸起一旁的打火机 蹭得一下子 就在那女人的掌心处点燃 火焰瞬间烧得那女人 哀呦一声 把手给缩了回去 毕竟东把玩着打火机冷笑道 不知道我结婚了 那女人手心被烫到 疼得表情都变了 但为了接近他 还是忍着疼笑道 知道啊 但那又怎样 这年头 他们这种有钱男人 谁不在外面 有三个两个相好 结婚又怎么了 结婚又束缚不到 他们这些女人身上 毕总 我又不图名分 只图一夜欢愉吗 女人边说着边 故意将自己的凶器 往他身上靠了过来 他这样的身段 哪个男人不欲先欲死 不过因为毕竟东手里 一直把玩着打火机 那火明明灭灭的 他倒也不敢真的 蹭到毕竟东身上 毕竟东凉凉屁了一眼他 这么假 花了多少钱做的 女人的脸色 一下子涨得通红 他管什么真的假的 能让男人血脉喷胀 不就行了吗 毕竟东拿过自己的手机 来调出了一张照片 递给女人看了一眼 这是我太太 那女人惊讶极了 连忙定睛看过去 都知道毕竟东结婚了 但却没人知道 毕竟东娶了谁 甚至还有人酸她 说她其实是娶了个 丑八怪老女人 所以才藏着掖着的 不敢公开 这会儿 毕竟东主动给她 看神秘的立太太 女人立刻看了过去 眼球立刻就被绝住了 那是一张女孩子的血针 穿一身黑色抹胸礼服 肤白貌美 明艳夺目 高贵优雅的同时 又性感撩人 那女人抿了抿唇 颇是自残行贿了起来 丽竟东满意地 收起了自己的手机 这张照片 是上回她被周爱南 堵在中路卧室的时候 用手机拍的 她床头的一张血针 这会儿她有些庆幸 小姑娘还只是个十八线 她能明晃晃地 拿出她的照片来 又不怕被人认出来 还能秀恩爱 你自己看看 颜值 身材 气质 你拿点比得上她 我放着她这样的人间 有物不要 要你这种整容怪 丽竟东损人 向来不手软 那女人被她的话 给伤得眼圈都红了 扮上之后 她挺了挺自己的身体 骄傲道 我身材比她好 丽竟东失笑 我可不这样认为 你都在我面前卖弄半天了 我也没有任何反应 女人往她身下看了看 男人鼻挺欲贴的西裤 没有任何一样 她再也待不下去了 捂着脸起身跑走了 那女人跑走之后 饭局上的几个男人 面色尴尬地对视了一眼 女人是他们安排的 想拿下丽竟东 从而能拉到丽竟东 对他们项目的投资 丽竟东旗下的东盛 近几年在风头圈颇具盛名 要是能拿到东盛的融资 他们的项目底气就有了 丽竟东抬手胆了胆 自己的衣衫 优雅起身 极具压迫感的眼神 在几个男人 脸上扫了一圈 然后沉脸道 走了 说完他便转身走人了 沈行周上后 微笑着跟几人声明 各位 以后不必再联系立总了 他不会投你们 其中一人一头雾水 沈特助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自认今晚的安排 很适用心 沈行周明说 丽总已婚 你们还给他安排女人 这是对丽总 对丽总婚姻 还有丽太太的不尊重 丽总生气了 啊 几个男人面面相去 但都不懂 不就是结个婚吗 他们几个都已婚 但不妨碍他们在外面 逢场作戏啊 他们要是有丽竞东 那个身份和地位 假戏真做 也是可以的 沈行周没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坐进车里后 沈行周问丽敬东 丽总 还去找太太吗 嗯 后座上的丽敬东 应了一声 丽敬东喝了酒 于是沈行周驱车 载着他 驶向了去往郊区的高速 独自在家的中路 洗完澡后 先跟钟南南 和周易视频了一会儿 两人在海岛度假 此时正在沙滩上 参加篝火晚会 身材高大的周易 将钟南南搂在怀里 跟中路视频 中路一看 两人那轻密的姿势 就吃饱了狗粮 加上沙滩音乐有些吵 他于是连忙说道 OKOK 二位继续浪漫吧 刚挂断视频呢 沈行周的电话打了过来 太太 丽总现在 在你们家后面的桥头 中路很是纳闷 既然丽敬东都来了 干嘛不自己给他打电话 就听沈行周又解释道 丽总今晚有应酬来着 喝醉了 我没叫醒他 中路都不知道 自己该说什么了 他喝多了 就在家休息呗 何必大老远地跑来找他 早上临走的时候 他说有时间来找他 他可没想到 他晚上就来了 可既然他人都来了 他也不能亮着 于是对沈行周说道 我马上出去 好在他洗了得早 身上应该没有 能让他过敏的东西了 中路来到桥头的时候 看到沈行周正守在车边 见他过来 跟他打了个招呼 就走远了 中路刚打开后座的车门 人就被后座上的丽敬东 给拦腰抱住了 他猝不及防之下 扑进了男人的怀里 而他竟然也顺势 就被他给扑倒了 不是喝醉了吗 中路在他怀里 乱地扑腾挣扎 男人闷哼了一声 疼 中路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手撑在了哪里 而他又是为什么会喊疼 男人睁开一双狭长的黑毛 瞪着他 你是不想要你后半辈子的幸福了吗 中路瞬间觉得 掌心滚烫一片 他连忙挪开了手 谁让你忽然拉我的 他边说着边想起身 然而丽敬东的手 扣着他的腰 不让他起 抱一会儿 中路简直难以置信 完全没想到 丽敬东这样金贵骄傲的大人物 但他不放手 中路就只好被迫趴在他胸口 两人不得不四目相对 男人的五官英俊深邃 在微黄的灯光下 倒是显得柔和了许多 没有白天那种强烈的压迫感了 中路也不知道 自己发哪门子神经 手不由自主地 就俯上了男人的脸 顺势还摸了几把 又捏了捏男人棱角分明的下巴 冲着颜值 跟他结婚他 倒是不亏 这要是离婚了 他怕是要单身一辈子了 一般人没有立大佬这颜值和气质 他自己思绪一下子跳动着跑远了 身下的丽敬东 却是被他的动作给招惹得 浑身紧绷 难受 侯杰上下滚动了一番之后 他将那走神的小姑娘 给按进了怀里 吻了上去 凶狠急迫 呜呜 中路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弱弱挣扎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在车内的温度 要燃烧起来的时候 中路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中路急急忙忙抬手推着丽敬东 示意他自己要接电话 丽敬东心浮气躁地放了人 坐起身后 干脆扯掉了自己颈尖的领排 再一看中路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丽启文 他是嫌自己去非洲待的时间 还不够尝试吗 中路看到是丽启文打来的电话 一瞬间也觉得手机烫手得很 说起来好像自从他跟丽敬东有了牵扯 丽启文就没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以至于他都忘了自己 这个追求者 是丽敬东的侄子了 姐 丽敬东吩咐了一句 他倒要看看 丽启文想跟他心境的三婶说些什么 中路整理了一下自己 被男人弄乱的衣衫 做好之后 接起了电话 一接通 丽启文醉醺醺醺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中路 你现在在哪 出来见个面好不好 去非洲待了这么多天 我可真想你啊 中路很想把丽启文的嘴给捂上 可惜捂不到 他抬眼看向丽敬东 肉眼可见 他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中路只好赶紧打着哈哈 劝着丽启文 丽绍 你喝醉了 赶紧回家休息吧 怪不得这段时间 他都没再见过丽启文 感情是丽敬东 把丽启文给发配到非洲去了 我不要回家 丽启文开始发酒疯 中路 我太难了 我三叔欺人太甚了 中路一听丽启文竟然控诉丽敬东 紧张的连忙倾壳了起来 不过丽启文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他背后说丽敬东的坏话 正好被丽敬东听个正正 中路想挂电话来着 省得丽启文说什么话 惹怒丽敬东 但是被丽敬东按住了手 他倒是要听听 他怎么气人太甚了 我爷爷最近被他气得住院两次了 我妈也被气得不舒服 你知道吗中路 我父亲当年的车祸 也跟他有关系 我恨他 他为了上位 真的六亲不认 丽启文看来 真的喝了不少酒 竟然连这样的家族隐秘都说了出来 以前中路只觉得丽启文是个顽固 但此时 听到丽启文吐露心声说自己恨丽敬东 中路觉得丽启文 窝囊极了 明明是靠着丽敬东 他才整天吃香的喝辣的 才能开豪车住豪宅 才有富二代的身份加持 能追这个女明星那个嫩魔的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开口 丽绍 说句良心话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真是他害死了你父亲 那他为什么还留你跟你母亲在丽家 还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 他不是应该赶尽杀绝吗 中路这番话落下 丽启文在那端瞬间没了声音 丽敬东则是悠悠抬眼看向了他 深邃的眼底划过一抹惊讶 丽敬东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小姑娘竟然替他说话 他不是也听信外界的那些传闻 觉得他惨无人道的可怕吗 丽启文回过神来之后 咬牙糞糞 他留着我们 就是为了掩饰他的罪行 中路则是淡淡地说 既然你们都觉得 是他害了你父亲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不得不承认 中路不是一般的头脑清晰逻辑分明 丽敬东干脆懒洋洋 靠在了后背上 好整以挟地享受着他 对自己的维护 丽启文回到 当年我妈报警了 可警察说没有证据 肯定是他买通了警察 中路继续冷静道 好 那退一万步来讲 你身负血海深仇 那你是不是应该 每天都奋发向上 努力让自己变强 从而日后 将他赶出立室 中路的话 让丽启文再次闭嘴 中路则是毫不客气地说 你在这儿跟我哭天枪地的抱怨 有什么用 你酒醒了 还不是一样得在他面前装孙子 哼 一旁的丽敬东 忍不住嘀嘀笑了出来 中路 丽启文有被中路的话给羞辱到 然而下一秒 他清楚地听到 中路那边有道男人的笑声响起 而那道声音 他隐约觉得有些熟悉 怎么那么像他那个冷血无情的三叔呢 不过下一秒 他就打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丽敬东不可能跟中路在一起 一定是他喝多了听错了 因为中路没有向着自己说话 所以丽启文愤愤挂了电话 中路想了想 将丽启文的电话给拉黑了 丽敬东挑眉道 怎么拉黑了 中路倒也坦诚 姓谋看着男人道 以前不是不敢得罪吗 现在有您这位大佬给我撑腰 也不怕得罪他了 他用上了他官宣文案里的撑腰这两个字 丽敬东很是受用 严敬染上几分笑意 他点头道 也是 你现在可是他三审 他要是敢欺负你 那是他大逆不道 中路 他真的会谢 三审这个词他 大可不必用在他身上 丽敬东叫人揽进怀里 拇指指负妈撒着女孩子白皙的脸颊 丽太太 看不出来 你还挺护短 言外之意 他当当在丽启文面前维护他的样子 他很喜欢 中路认真的看着他 那你大哥的事 虽然本能地相信他 但外界实在是 将他说得太不堪了 中路想听一听他的解释 当初我母亲去世后 我在国外艰难度日 只有我大哥 心存一丝怜悯前去探望 而他就是在那个时候 跟我一起遭遇了车祸 我命大 没死 他却走了 他们却都说我是在玩苦肉计 故意跟他一起同乘一辆车 用这样的方式来害死他 从而摆脱嫌疑 丽敬东说到这里的时候 嘲弄地笑了一声 说我买通警察 我那个时候连饭都要吃不上了 哪来的钱买通警察 他没有多解释什么 只说了这样几句 其他的黑暗 他不想过多让他知道 那不是他应该承受的 中路信他 因为无论从情感 还是从逻辑上来分析 他都不是凶手 有人在颠倒黑白 搬弄是非 既然信他 他也没再多问什么 看了眼时间后他提醒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丽敬东坦白 不想走 中路气道 丽总 您是32岁了 不是22岁 这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不如他这个22岁的董事呢 丽敬东微微瞇了瞇眼 强调我的年纪 这是在嫌我老 中路 这都哪跟哪啊 您想多了 中路开始从男人怀里挣脱 我得回去休息了 丽敬东慢悠悠道 悠悠 你说 我也在这附近买套房子 怎么样 那样 就不用整天来回奔波找他了 中路吓坏了 别别别 宁可千万别 这边的房子不值钱 也没有升值的空间 这可真是有钱任性啊 随随便便就开口买房子 好说歹说 终于把丽大佬给劝走了 但是临走之前 他用修长的手指 挑出他颈尖的项链 盯着那枚戒指 漫不经心地说 丽太太 正都领了 这戒指 是不是戴在手上比较合适 中路本来将丽敬东送的这枚戒指 树枝高阁了 上回听沈行舟说 这是丽敬东亲自做的 他便把这枚戒指挂在了链子上 当成项链戴在颈尖 他实在是不想戴在手上 戴在别的手指上当装饰品的话 丽敬东肯定不愿意 可若是戴在无名纸上当婚戒 肯定会有人问来问去 上回亲热的时候 丽敬东看到过他颈尖的这枚戒指 他这样藏着掖着的 他当然不满意 但他向来沉得住气 也有别的打算 面对着丽敬东的追问 中路苦恼的皱眉 思索着 怎样跟大佬沟通 不用戴在手上 不过他还没想好怎么说 就听丽敬东又说 是不是觉得 作为婚戒 他不够华丽贵重 没有没有 中路连忙摆手 他可从来都没有嫌 这枚戒指不够贵重 他亦不是那种 在乎这些物质的人 也是 丽敬东物字说着 这枚戒指充其量 只能算是定情戒指 婚戒应该重新定做 正好我前段时间 在拍卖会拍了一块黄钻 我已经让人去设计了 到时候 戒指项链耳饰 做一整套 中路都梦了 黄钻 戒指项链耳饰一整套 这得添价了吧 不用了丽总 我戴 我就戴这枚行吗 他边说着边 赶紧将脖子上的链子 解了下来 痛快把戒指 戴到了左手无名指 怕了他了 他戴还不行吗 这枚戒指 其实也像满了钻 不过是细小的碎钻 反而显得戒指俏皮可爱 是中路喜欢的风格 他要真的送他一套 黄钻的鸽子蛋首饰 富贵滔天 他更戴不出去了 男人只起他葱白的手指 边抹扎着那枚戒指 边叹气道 悠悠 我深刻认识到了我的不足 等我的黄钻婚戒 中路 他怎么觉得 丽敬东 这是套路了他呢 击逼的他把现在 这枚钻戒戒在了手上 又一副诚恳弥补 自己不足的模样 将黄钻强行送给了他 这人真的八百个新颜子 在算计他 中路气得甩开男人的手 气冲冲地丢给他一句 再见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人了 丽敬东瞧着夜色中 小姑娘跑得飞快的背影 微微勾起了唇角 他确实太嫩了 黄钻成功送了出去 沈行舟适时回到车上 驱车载着丽敬东离开 丽敬东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 半晌后 他对沈行舟说 我现在要是退出立室 会怎样 沈行舟连忙说 立总 您三思啊 您要是现在退出立室 立室真的就成一盘散沙了 立启文 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沈行舟说完后 从后视镜里 看了立敬东一眼 哼 立敬东冷笑了一声 他那么恨我 我都懒得为他谋划了 他自己功成名就 拥有东盛这样 业界顶级的公司 立室那烂摊子 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之所以冒着被众人 唾骂的风险 尚未接管立室 无非是想将 金玉其外败续其中的 立室盘活 好给立启文 一个衣食无忧的后半生 当初他凄惨狼狈 他大哥立广 勤远赴国外救济 却又在那丧命 是他一生的痛 他念着这份情 才想给立启文谋划 可立启文跟他妈方文慧 却根本不领他的情 亦或者说是方文慧 被别人给迷惑了心智 一心只以为 他是那个夺权害命的凶手 给立启文灌输的思想 也就是仇恨了 沈行周没再说什么 他知道 立敬东也只是说的一时气话 这些年 他被方文慧跟立启文 给伤了很多次 终究也没忍心 弃他们母子俩语不顾 我有个好主意 后座上的立敬东 忽然笑了起来 但沈行周却知道 他这样的笑容 对那些人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立敬东眼底 颇有几分幸灾乐祸 他们不是都盯着我的婚事 想知道我娶了谁吗 那就让他们自己 也忙活忙活好了 你说 我让立启文娶林渊源 怎么样 沈行周笑了起来 挺好 到时候 他们俩都要叫太太 三沈 林渊源得呕到吐血吧 直接差了一个备份 立敬东交代 明天再帮我约一下林承山 林承山此时 那个主旋律锯的投资 握在他掌心 他用这点来压林承山 让他把林渊源嫁给立启文 给林承山焦头烂额的生活 再泼点热游 当然 也给方文慧跟立启文 闲得蛋疼的生活 添点赌 方文慧不是一直在 费尽心机地打听 他到底 娶了谁吗 这下让他忙活一下 自己儿子的婚事好了 根据他的推断 方文慧倒是能看得上林渊源 但成立可看不上他们母子俩 听说方文慧跟成立关系还挺好 这下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们俩反目成仇撕破脸了 夜色深沉 立敬东到家后 已经十点了 他故意没主动给中路打电话报平安 物资先去洗澡了 洗完澡出来后 手机里有中路发来的信息 立总 到家了吗 立敬东微微勾起唇角 回 刚到 随后 他又伸出自己骨节分明的左手 拍了一张照片过去 立太太 我的手好看吗 那乡中路正有些昏昏欲睡 就等着他到家后赶紧睡觉 冷不防他发了一张手的照片过来 还问他好不好看 这题 他觉得他会 于是没有犹豫的 就夸 好看 立敬东很快回了 是不是缺了点什么东西 缺了什么东西 中路茫然了一瞬 随即差点从床上跳起来 立敬东 你不会是想让我给你买婚戒吧 立敬东 回得理直气壮 不行吗 虽说 他官宣自己结婚了 但带个婚戒 他觉得仪式感更足 要是这婚戒 是他亲自挑选的 那仪式感就更足了 中路瞪着手机 好一阵无语 行倒是行 他可以给立敬东买婚戒 但这东西有自己主动要的吗 而且他还是那样高高在上的身份 可正因为他放低身段主动要了 他反而不能不买了 感觉自己又被套路了一顿 中路呵呵笑着咬牙回道 好的立总 我马上上网给您挑选 立敬东 那就麻烦立太太了 中路深呼吸了一口气 任命地爬起来给男人挑选戒指 中路没有立敬东那样滔天的财富 能随随便便买得起黄钻 也没有他那样的人脉 可以找人帮忙设计钻戒 他就有点小钱 所以认认真真在某奢侈品牌 挑选了一枚男士钻戒 他那样的身份 总不能给他买个廉价的 发给立敬东看的时候 立敬东回应道 好看 立太太品味真好 呵呵 中路发给他一个翻白眼笑的表情 打算改天回市区的时候 给他买了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他就有回市区的机会 一大早 乔科就给他打来电话 中路晚上有个宴会 你跟我一起参加 中路惊讶极了 你不是受着伤吗 还能去参加宴会 乔科那胳膊 可是缝了好多针呢 也太敬业了吧 乔科却是不以为意 我是伤了 又不是残废了 越是这样 我越是要去参加 听说林承山手上 那个主旋律剧出了问题 东盛临时撤资了 我得去好好嘲笑他一番 虽然上次乔科受伤 警察给出的调查结果就是 那人酗酒闹事他被误伤了 但乔科跟中路他们都明白 这是成立跟林承山背后操作的结果 不过乔科的话 让中路震惊 东盛 撤资 中路之前完全不关注 林承山跟成立都导过了什么项目 也没有关注过东盛这种 跟他遥不可及的风投公司 所以不知道 东盛还投资了林承山的电影 乔科答道 是啊 那部主旋律剧 东盛是主投 都要开拍了东盛撤资了 而东盛这一撤资 其他跟投的小公司也纷纷撤了 可以说 林承山现在一整个焦头烂额 乔科又说 不知道东盛为什么突然撤资 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 一整个就是解气 爽 确实很解气 中路这样说了一句 但他知道 东盛为什么撤资 肯定是栗静东的决定 林承山伤了乔科 试图继续打压他 让他接不到好的资源 上次他难过之下 说让栗静东教训一下 林承山跟成立 这不 他就教训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中路想到这一点 心底竟然泛出嘶嘶甜甜的感觉 而且 栗静东也很好地尊重了 他们当初的约定 没有砸钱力捧他 他能感受到他的尊重 他也在照顾着他的自尊 中路答应了乔科的邀约 挂断电话后 他想了想 还是先给栗静东打了个电话 我听说你撤资了林承山的电影 可这样 不会影响你的收益吗 这是中路最担心的 他并不想他 因为给他出气 而损失了利益 栗静东有些无奈的服额 栗太太 有的是项目等着我去投 而且比他那部电影的投资回报率更高 再说了 他也不差钱 为自家太太一致千金 也不是不可以 他的语气莫名就让中路放心 所以 他也没再多问什么 随后跟他说了 自己晚上 要回去跟乔科参加宴会的事 挺好 男人在那段印到 裴景年送的翡翠 可以带起来了 中路 他跟他说这件事 只是汇报一下行踪 可没有要带那套翡翠首饰的意思 那套首饰 从翡翠的色泽 肿水来说 价值连城 他都没想过要去碰 但是鉴于之前戒指的事 中路还是试探着问 能不带吗 不能 男人拒绝得很是彻底 我历经东的词典礼 可从来没有 被别人压一头这种词 林承山一家今晚也参加的话 我得让成立跟林渊渊一身的行头夹起来 都抵不过你一个镯子 中路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他这番话 等于间接告诉了 他那套翡翠首饰的价格 成立跟林渊渊母女的风格 娱乐圈的人都知道 凡是参加活动 必然各种贵重珠宝加身 能带多少就带多少 许氏知道自己在容貌气质上 压不过别的女性 所以就从珠光宝器上去压 林渊渊出道两年 好几次因为参加活动 佩戴的首饰贵重而上热搜 以及成立的父亲 本身就是珠宝商 所以母女两人各种珠宝首饰 应有尽有 现在栗靖东说 他们母女一身的行头 也抵不过他一个翡翠镯子 而裴景年送的那套翡翠首饰 包括一个镯子 一条翡翠项链 一对钻石点缀镶嵌的翡翠 淡面耳坠 而那条翡翠项链 有多少颗 诛他也没仔细数过 中路一直没说话 栗靖东则是又说 是不是不喜欢翡翠 没关系 我马上让人选几套钻石的 给你挑选 中路赶紧拦住了他 不用不用 就翡翠吧 翡翠挺好看的 我穿条旗袍就好 中路就怕他这样 与其让他在破费买钻石 还不如就带这套县城的翡翠 两人聊完之后 就结束了通话 而那端栗靖东 则是再一次在会议室 迎来了林承山 跟昨天相比 林承山看到 栗靖东的姿态 放低了许多许多 而林承山的神态 也憔悴极了 栗靖东突然宣布撤资后 其他跟头的金主也撤资了 林承山要疯了 接到沈行舟的电话 林承山立刻就来了 看到栗靖东的第一眼 林承山就开门见山道 栗总 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 栗靖东却没有直接 跟他提投资的事 而是吩咐沈行舟上了一套茶具 男人边优雅地洗茶泡茶 边聊家尝试地问道 圆圆今年多大了 他一句圆圆 语气很是近乎 林承山莫名没心跳了跳 心里不由地浮起一个荒唐的念头 栗靖东不会是 想要鹅黄女婴 左拥右抱他的两个女儿吧 林承山深深看了一眼 栗靖东心意横决定 如果真是这样 他也可以忍 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 于是他笑眯眯地回 21 哦不 是20 一个大意 他差点说漏嘴 林月院对外的年龄是20岁 可实际上他21 只比中路小两个月 也就是说 当年在中南南怀孕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他就跟成立苟且到一起了 成立还怀了孕 但他跟成立这些年故意洗白这件事 做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 日后就算被扒出来 他也可以说是跟中南南彻底分开后 才跟成立在一起的 是吗 栗靖东似笑非笑 悠悠前几天刚过了22岁生日 我找人查了20多年前的出生证明 圆月好像只比悠悠小两个月 林总 女明星虚报年龄 在娱乐圈可是大忌啊 日后被扒出来的话 可是会引起群潮的 林承山的脸色 一瞬间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谁他妈嫌得没事 去查20多年前的事 一般人想查 也没那个人脉 就只有他栗靖东 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 林承山只能转移话题 栗总 您问圆圆的年龄做什么 栗靖东递给林承山一杯茶 姿态颇是诚恳 我想撮合一下圆圆 跟我侄子启文 林承山一口茶刚入口 接着就被惊得喷出来了 栗靖东这是在说什么胡言乱语 他自己娶了中路 转头又要把他侄子 跟林圆圆撮合在一起 难道他两个女儿之间 要差一个辈分 还有 谁不知道 那个栗启文就是个顽固 整天不务正业 又没什么能力 仗着自己那张脸长得还不错 换女朋友跟换衣服一样 他林承山的女儿 怎么能嫁给那种顽固 最重要的一点是 林圆圆看上的是栗靖东 栗靖东娶了中路这件事 要是被林圆圆知道了 肯定会气死 现在栗靖东还要把他嫁给栗启文 那不是要隔音死他们全家吗 怎么了林总 栗靖东就喜欢看林青山这种吃北的表情 林青山压下自己心底的恼火 善善笑着说 没什么 只是我家圆圆年纪还小 我们暂时没有让她结婚的打算 悠悠都结婚了 她只比悠悠小两个月 这还小 栗靖东哪壶不开提哪壶 故意又强调了一遍林圆圆的实际年龄 林青山深呼吸了一口气 陪着笑脸 悠悠 这不是遇见了您这样优秀的男人吗 早点嫁挺好的 实际上林青山说这些话的时候 很是咬牙切齿 为什么中男男养出来的 中路能嫁给栗靖东这位商界大佬 有了栗靖东的撑腰 她日后岂不是要被中男男给猜死 其实林青山跟中男男这些年根本没见过 是林青山跟成立夫妻俩 自己整天将中男男跟周易当作假想敌 每一每取得了什么成绩 就会想中男男跟周易肯定没有这些成就 他们赢了 栗靖东悠悠笑着 我明白了 原来林总是嫌启文不够优秀 林青山呵呵笑着 没有没有 栗少一表人才 玉树林峰 她就是嫌栗启文不够优秀 没有能力 可她总不能在栗靖东面前直说 栗靖东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原本还想着 他们俩要是能联姻 那咱们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当然要全力支持林总的事业 别说这部主旋律剧了 日后林总的每一部剧 我都投 栗靖东一番话 再次将林青山打入地狱 下一秒 林青山又豁出老脸去说着 可您现在不是娶了中路吗 她是我的女儿 我们也是一家人啊 栗靖东笑了 可林总不是一直都不承认她吗 甚至还各种打压她 林总 你自己想想 你好意思 提她是你女儿的事 林青山心想 我怎么不好意思 我好意思很 不带她说什么 栗靖东又道 我上次也提议了 林总 要是给悠悠半个认清一事 公开宣布 她是你女儿 那我就认你这个岳父大人 不得不说 栗靖东真是会阴阳怪气 这句岳父大人 让林青山一张老脸 很是挂不住 但认清这个要求 林青山绝对做不到 所以栗靖东也冷脸不耐烦地起身了 她吩咐一旁的沈行舟 送客 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人了 林青山在她身后还不死心 唉唉 栗总 不知道怎么了 看着栗靖东冷漠的背影 林青山心底竟然生出一个念头 那就是让林圆圆跟栗启文联姻 也不是不行 林总 请 沈行舟走过来送客 等待电梯的间隙 沈行舟笑着说 其实我们栗总将来 是要将栗绍培养成栗式接班人的 只不过总觉得 她现在还年轻 所以要求没那么严格 如果结了婚 成家了 栗总必然会逼着她立业了 沈行舟漫不经心地煽风点火 林青山本就有些动摇的心 这下更动摇了 但她也深知成立的脾气 那可是眼高于顶 不然 她也就不会力挺林圆圆 痴迷力进东了 栗启文 成立跟林圆圆是看不上的 但眼下 他们得先想办法 保住这个主旋律的项目 要是再不开拍 只怕是整个团队 就要被别的资本给挖走了 到时候 她可就白白筹备了这大半年了 怀着这样忐忑的心情 跟成立和林圆圆提了这件事 谁知成立直接暴躁的一个茶杯 就朝她砸了过来 林青山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这是要卖女求容吗 林青山毫无防备 额头当场被茶杯砸中 鲜血直流 她捂着额头 气急败坏 成立 爸爸 我看上的是栗靖东 你现在竟然让我嫁给她侄子 你 林圆圆也哭着跑走了 一顿鸡飞狗跳 最后以林青山自己 被司机送去医院包扎结束 中路是下午自己开车返回市区 第一件事 就是直奔那家奢侈品店 先取了给栗靖东订的戒指 又驱车回了栗靖东的住处 翡翠首饰在那里 她得去那梳妆打扮 旗袍她自己带了 南路有的是各色各样的旗袍 几乎都是 她跟钟南南自己设计的 旗袍她选了最简单低调的黑色款 她很清楚 自己的五官名念生动 黑色能稍微脸一下那些光彩 以及她在这部电影中 只是女二 不能穿得过于招摇 抢了女主男主的风头 招惹是不校园题材的文艺电影 男主是流量演技兼具的实力小生 女主则是年纪轻轻 就拿了很多大奖的清纯小花 所以 钟璐觉得自己 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 要不是栗靖东非要她 佩戴那套翡翠首饰 她就打算一套珍珠首饰来点缀就行 在栗靖东的别墅前停好车的时候 她发现 栗靖东平日里常开的那辆兵力欧鹿 竟然在 钟璐有些纳闷 难道栗靖东在家 还没等进门呢 栗靖东就从屋内走了出来 钟璐惊讶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男人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懒洋洋已在门口道 这不是栗太太要回来 我得迎接 钟璐冲她扬了扬自己手里的礼品带 您迎接的是戒指吧 栗靖东笑了起来 她倒是挺会猜的 她确实是回来等戒指的 迫不及待想戴上 但她更想等的 是她这个生动的人 话虽然这样说着 但钟璐不得不承认 栗靖东在家里等她这个细节 让她心里很温暖 栗靖东这栋别墅共三层 楼上楼下加起来有三百多平 平日就只有她自己住 所以如果她不在家 她回来面对的 就是空荡冷清的房子 加上她才住过没几回 对这里没有归属感 所以心里会有些排斥 但此时此刻她在 她一下车 就看到她已在门口 神色浅浅地等着她 心里那些不适 就瞬间消散了 钟璐拎着自己买的戒指和包进屋 正想赶紧拆开给栗靖东呢 她却走过来将咖啡杯放到一边 揽着她的腰低头说 丽太太 好久没见 回来是不是应该先来个见面文 钟璐简直难以相信 自己听到的话 什么叫好久没见 不是昨晚大半夜的刚见过吗 到现在都没到一天 对我来说 就是好久没见 丽靖东说完 便将人按进了怀里 低头索吻 钟璐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抬眼对上她沉沉拧过来的双眸时 双腿一下子就没了力气 双手不由地揪紧了她胸口的衬衫 任由她稳住了自己 这一通亲吻 钟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反正她是脸上滚烫 红唇炼 丽靖东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钟璐红着脸将人给推开 没好气地将自己买来的戒指递给了她 她也不明白 丽靖东的人设 怎么就越来越离谱了 按理说她本该高冷金贵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的 怎么就成了热情似火如鸡似渴了 戒指戴在男人骨节分明修长有力的左手无名纸上 莫名给人一种厚重迷人的观感 钟璐不由地喃喃道 好看 也不知道是称赞着戒指 还是称赞着男人的手 钟璐没觉得自己是手空来着 怎么这会儿竟然觉得丽靖东这双手性感极了 尤其他稍微用力的时候 手上清金隐约可见 很有力量感 钟璐不由地吞了吞口水 主要是丽太太品位高 丽靖东妈撒着这枚戒指 毫不吝啬地夸着钟璐 钟璐从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中回神 小声说了一句 你喜欢就好 我上楼去换衣服 然后他就拎着自己装衣服的袋子跑走了 钟璐若有所思地垂眼看着自己的手 丽太太喜欢她的手 那应该多给这双手一些曝光度 钟璐来到二楼主卧连着的更衣室 没想到丽靖东也跟着进来了 钟璐提醒着 那个 我得换衣服了 嗯 我也换 丽靖东神色淡定地应了一声 随后开始解自己的衬衫扣子 钟璐 就算他也要换 但他不能等他先换完 他们俩这样面对面地换衣服 合适吗 虽然是领了正的夫妻 但钟璐不认为 他跟丽靖东数到这样的地步了 他们亲热的次数 如今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所以 他敏唇站在原地 瞪着丽靖东动弹不了 丽靖东身上的衬衣扣子 已经解到第四颗了 线条若隐若现 加上自己刚被他的手给迷住过 以至于钟璐脸上有些红 在他修长的手指继续往下的时候 钟璐本能地别开了眼 要不还是你先换吧 他说完就打算往外跑 丽靖东一把家人给拉了回来 跑什么 你现在身体不合适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如果不是他特殊时期 他确实有在更衣室吃掉他的打算 不 如果不是他不方便 这几天新婚期 他已经吃掉他无数遍了 想着那些以你画面的时候 身体也跟着 有了反应 钟璐被他拉得贴在他身上 感受到了什么变化之后 他休脑的将人给推开了 你先换吧 他这副样子 谁还敢跟他一起换衣服 丽靖东无奈 只好自己先换了 他也不想这样 奈何丽太太太迷人了 丽靖东倒是换得挺快 一身全新的黑西装 出来的时候 钟璐有些震主 黑色西装质感十足 同色系腕表 彰显了他的身份 高级又贵气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 西装暴徒 啊 钟璐觉得自己越来越招架不住了 他早晚要因为这男色而丢心 待丽靖东走近了 钟璐才发现 他的袖口边缘是金色的 但中间一抹祖母绿 以及他西装的口袋巾 也是祖母绿 跟钟璐要佩戴的翡翠首饰 契合成了情侣装 丽靖东解释 晚上的宴会我也参加 钟璐惊讶之余 又有些紧张 可是我们 丽靖东自然知道他担心什么 放心 我会严格遵守丽太太 跟我的约法三章 不公开我们的关系 谢谢 钟璐瞬间展开灿然的笑容 然后起身去更衣室了 丽靖东却是差点内伤 他可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结婚了 竟然还要藏着掖着的 钟璐的旗袍很合身 也很肃静 就是为了不抢风头 只是等他戴上那条翡翠项链时 那身旗袍瞬间就富贵华丽了起来 钟璐看了眼镜子里的自己 叹气道 要不还是戴珍珠吧 这翡翠项链太惹眼了 也太贵气了 丽靖东挑了挑眉 钟璐只好改口 戴戴戴 不过他也坚持着 就只戴这根项链吧 手镯跟耳坠别戴了 不然显得好像爆发祸 实际上 他是怕自己戴这一套 价值连城的首饰 人会不敢动 丽靖东表示满意 这一根项链也已经足够了 足够底灵渊渊跟成立一身的行头了 钟璐自己或许不知道 这套翡翠首饰 全世界闻名 当然也独一无二 价值连城 裴景年当年拍下来 是出于收藏的目的 但丽靖东结婚 裴景年首选这套首饰做贺礼 足以看得出 两人之间感情的深厚 黑色气袍搭配翡翠项链 出现在乔科视野里的钟璐 就是这样的印象 复古又神秘 高贵又冷艳 乔科眼底除了惊艳还是惊艳 钟璐 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所有女人中 最好看的一个了 乔科惊艳到诗语 一时间只会用好看来形容钟璐 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 更是因为他这身造型 而飞快地勾勒出了一部民国剧本 战火连天的乱世 不可一世的军阀 与气袍美人的爱恨纠葛 灵感是重好东西 可遇而不可求 激动之下 乔科顾不上自己一只胳膊受伤了 就那样抓着钟璐的手 这个故事 并且发誓要将它拍出来 不远处的车里 利静东冷眼瞧着乔科 抓住钟璐的那只手 这个乔科 是不是另一只胳膊也不想要了 钟璐关注的重点 倒不是乔科抓着他的手 而是乔科受伤的胳膊 乔导乔导 你冷静一下 小心你的胳膊 钟璐着急地提醒着 乔科冷静了几分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 连忙松了手道歉 抱歉抱歉 我这一想到好剧本 瞬间就疯了 乔科对自己的形容倒是很贴切 钟璐也能理解 他们这种文艺创作工作者的疯狂 于是笑着说 没事 不过你刚刚说的那个构思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市场 这几年国产剧里面 民国剧并不是很多 而且也极少有出彩的 军阀跟美人的故事 已经对大众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不不不 这是要看演员的 也考验导演的功力 乔科自信满满 且不说我导得怎么样 但是你演气泡美人 绝对是爆款 今天见过盛庄后的中路 乔科愈发能明白 林承山一家 为什么要防止中路爆火了 中路这颜值和气质 绝对是老天爷赏饭吃 天生吃尽头这碗饭的 如果不是林承山一家的打压 中路一部剧就能成名 你等我的剧本 乔科不愧是出了名的才子 这刚准备开拍新电影 招惹 手里还准备着古装剧 如今又有了民国剧的灵感 中路表示佩服 两人边聊桌边 进入了晚宴会场 中路一眼就看到了 打扮得跟花蝴蝶一样的林圆圆 跟在城里身边 八面玲珑的跟各路导演 或者大咖演员们寒暄热聊 林承山没跟他们母女一起 而是单独在另外一处 跟几个老总聊着 林承山额头上贴了一块窗壳贴 看起来有些损伤她儒雅的形象 很显然 林圆圆也看到了中路 因为林圆圆原本骄傲得意的表情 瞬间就变了 取而代之的 是暗暗的咬牙切齿 妈 她拉了一把城里 气急败坏地说 你看中路那副花枝招展的样子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得了乔科新电影的女二似的 林圆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能忍受别的女演员比她漂亮 比她厌压群芳 但就是 接受不了被中路压着 刚刚她一眼就看到中路了 中路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又长了那样 一张祸国殃民的名念面容 谁看不到她 城里看向中路 原本想贬低中路几句的 却瞬间也变了脸色 因为城里一眼就看到了 中路颈间的翡翠项链 城里父亲是珠宝商 城里自小见过各色珠宝 一眼就看出了 那条翡翠项链 价值不菲 再定睛仔细一看 怎么那么像那条传说中 极其显赫 又传奇的翡翠珠项链 平均一颗珠子 就上千万 城里端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 妈 你怎么了 林圆圆布满城里脸上的 惊骇表情 城里咽了下口水 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 让自己恢复了冷静 不可能 不可能 中路怎么可能戴的是 那条天价翡翠 钟南南跟周易 没那本事给他弄到 中路自己也没那本事 他不过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十八线小明显 就算跟了某个富商 对方也只是玩玩他而已 哪个冤大头 能舍得送他那样昂贵的珠宝 这样想着 城里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他笃定 中路戴的那条翡翠珠项链 不过是仿造的赝品而已 真是小家子气 他很是不懈地安慰林圆圆 你跟他生什么气 瞧他脖子上的那条翡翠项链 一看就是赝品 城里这样一说 林圆圆瞬间就高兴了起来 他知道 城里向来对珠宝很有研究 城里说是假的 那肯定就是假的 抬手摸了一下 自己颈尖的钻石项链 他这一套首饰 是刚定做的 整整一套 每一件都流光一彩 随便拿出一件来 都能在南城买一套房了 是中路那种土鳖穷鬼 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吧 上次在机场看到 他从一个男人的车上下来 那个男人当时开了一辆几十万的宝马 嘖嘖 中路那条翡翠 八成也就几万块吧 说不定连几万块都没有 赝品值什么钱呢 妈 我去嘲笑嘲笑他 林圆圆压低声音 在城里耳边这样说了一句 便摇曳声姿地 朝中路走了过去 只不过 他还没等走到中路面前呢 就见丽靖东迈着长腿 从宴会厅门口走了进来 男人一身鼻挺的黑色西装 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五官冷峻深邃 一瞬间就吸引了晚宴现场所有女人的视线 林圆圆当场一颗心狂跳步椅 都忘了要去找中路麻烦了 就那样有些失态的正在原地 看着丽靖东一步开视线 别说是林圆圆被迷住了 中路都看呆了 这人怎么还戴上眼镜了 刚刚他们从家里出门 倒在车里分别 他明明没戴眼镜 但也不得不承认 他这一身黑西装搭配那副眼镜 瞬间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怎么说呢 就有种斯文败类的感觉 丽靖东瞥了中路一眼 但那眼神却是凉嗖嗖的 中路不解 再往下一看 他的手还挽着乔科的胳膊 像是做错了事被班主任给抓包一样 他飞快地松了乔科 丽靖东带着沈行舟 镜子去了南市那个圈子 有位老总接着递了一杯酒给他 却听他婉拒了 抱歉 我太太不让喝酒 不远处的中路 什么鬼 他什么时候不让他喝酒了 他怎么这么能编排他 丽靖东这番话的声音不大不小 周围的人几乎都能听到 在他的提醒下 众人这才恍然惊醒 丽靖东已婚了 女人们或多或少都是黯然失落的 本来这样的场合 是他们接近丽靖东这种大佬的最好时机 有人起哄到 丽总这样杀伐决断的男人 还怕老婆 丽靖东懒洋洋否认了对方的话 不是怕 是好不容易娶回家的 得宠着 他这样的身份 说出好不容易娶回家这样的字眼 着实让众人惊讶了一番 难道他不是 应该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就有什么样的女人吗 何来好不容易这一说 又有人好奇问道 丽太太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把丽总这样的人物 给拿捏得牢牢的 丽靖东勾起唇角 丽太太在我眼里 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子 丽靖东这番话 算是毫不掩饰的告白了 还是在这样大佬云集的公开场合 在场的女人们 每一个都酸死了 极度那个神秘的丽太太 极度的发狂 知情人之一凌成山 内心无比苦涩 虽然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丽靖东娶的是中路 虽然还不知道 丽靖东跟中路的这段婚姻 能持续多久 但丽靖东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的宠 实在是让他心惊胆战 日后他针对中路的每一个动作 都要三思 不 按照丽靖东这种的程度 他根本就不敢再针对中路了 知情人之二中路 内心则是蜂涌翻滚着复杂的情绪 他的视线深深落在了丽靖东脸上 他想探究一下 他说 他是这世间最好 是真心话 还是逢场作戏 这世间最好 这是最高段数的情话了吧 如果是真心话 中路不能不出动 当然 若只是逢场作戏的甜言蜜语 就无所谓了 隔着繁华热闹的宴会大厅 越过宫愁交错的人群 中路跟丽靖东的视线对上 只一眼 他就躲开了 也判断出了他是不是真心话 他是 中路一瞬间心乱如麻 他现在完全搞不懂 丽靖东到底想要做什么了 男人深情是好事 可丽靖东深情 中路觉得有些慌啊 一颗心正砰砰跳着呢 林圆圆的脸 冷不防出现在自己面前 中路好一番表情管理 才忍住了翻白眼的冲动 林圆圆双手环臂 指高气昂地嘲笑起他来 中路 你在冲力总发什么花痴呢 瞧瞧你那副不值钱的样子 中路无语极了 林圆圆确定饭花痴的 是他中路 而不是他自己 不过中路还没等说什么 他身旁的乔科 先哀忧了一声 哎呀 我的眼感觉瞎了 中路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怎么了 乔科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看到了难看的人 差点给我瞅瞎 不行 我得去洗洗眼睛 中路用力憋笑 乔科一再指林圆圆丑 林圆圆气到表情扭曲 他咬牙瞪着乔科 乔科 别以为拍了几部烂电影 就可以目中无人了 乔科眉眼也冷了几分 目中无人的 从来都不是我们 林圆圆被反将了一军 恨恨咬牙的同时 干脆将炮口对准了中路 你这项链是假的吧 中路连忙摆手 这话可不能瞎说 这可是裴景年送的礼物 说这是假的 太瞧不起裴景年的财力了吧 怎么了 还怕丢人啊 林圆圆吃笑着 没钱就别带呗 带个假的多美品 林圆圆边说着边伸出自己的手腕来 妈撒着她那只箱满了钻石的镯子 中路实在是懒得理会林圆圆的找茬了 行吧 我带的是假的 林圆圆不就是想压她一头吗 那就让她压着呗 满足她虚伪的自尊心 至于她带的是赢品还是价值千万的名贵翡翠 都不重要 她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肯定自己的价值 中路说完便打算叫上乔克离开 谁知林圆圆却是一把拉住了她 别走啊 让大家都来看看你这带赢品的大美女啊 林圆圆说这话的时候 故意加大了音量 故意让更多的人来看中路的笑话 林圆圆以为中路肯定会尴尬的眉眼见人 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却见中路一脸的从容不迫 气定神闲 倒显得她像个跳梁小丑似的 这样一想 林圆圆不由得恼羞成怒 张嘴就骂起人来 中路 你还真是够不要脸的呀 中路还没等发挥 一旁的乔克又恼了 真是丑人多作怪 这一晚上你 跟条疯狗一样的咬来咬去 烦不烦 网上对乔克的背景 也有一些扒出来的料 说她其实家境殷实 背景雄厚 反正她的作品从来不缺投资 所以乔克在圈子里 也不怎么惯着谁 林圆圆被乔克骂了两回 彻底火了 刚想要跟乔克对骂回去的时候 一道低沉凛冽的声音响起 发生什么事了 这边的动静闹得挺大 其他人想注意不到都不行 更何况 是本就一直注意着 中路这边情况的栗静东 林承山一看到栗静东插手 立刻就急了 连忙过来将林圆圆拉到了一旁 小声训着 你在这闹什么 林圆圆差点被林承山这话给气死 但碍于栗静东在场 她不敢跟林承山嚷嚷 省得破坏自己的形象 林小姐说 我带的翡翠是艳品 中路迎着栗静东的视线 谈谈荡荡交代 其中一人提到 程总可是 自小就跟珠宝打交道了 对珠宝鉴别 也肯定很在行 不如让程总来看看 程丽是林圆圆亲妈 这人也是想趁机给中路难堪 从而讨好程丽 大家都看向中路 中路自然没意见 大方点头表示赞同 那程总就过来看看吧 程丽走进中路 认真看了看那条项链 一边心惊肉跳着 真的是那条神秘的项链 一边口是心非着 恕我眼中 实在是觉得这橙色有些差 言外之意 不值钱 程总 慎言 一旁的栗静东 忽而优雅开口 程丽表情僵了僵 一时心虚不已 不过他还是维持住了 表面的体面 微笑着 看向栗静东问 栗总 怎么了 这条项链 是我亲眼看到 一位朋友 从拍卖会上拍的的 据说世上只有这一条 正因为它的独一无二 我朋友才花了天价够得 就算造假 也不会有人 做这条传奇项链的赝品吧 言外之意 这条是真的 以及 天价 丽静东边说着边 抹扎着自己 袖间的祖母绿袖口 莫名跟中路的翡翠项链 配一脸 以及丽静东既然开口了 没人敢怀疑什么 而作为他的朋友 也确实有这个财力 程丽的表情 一时间尴尬极了 是 是吗 那可能真的是我眼中 不识货 确实 丽静东笑得温和 程家的珠宝行 好像好多年 没有什么高档的收藏品了 不怪程总不认识 程丽父亲前几年去世了 而自从他父亲去世后 程丽跟林承山 就不怎么将精力 放在珠宝这上面了 夫妻二人 亲力打造影视公司 都算是半个娱乐圈的人了 这也不怪他们 娱乐圈来前最快 也适合他们这种 爱高调炫耀 爱抛头露面的人 丽静东一点面子 都没给程丽留 但也符合他以往的人设 他入主南城这几年来 没给过任何人面子 也没对任何人手软过 程丽脸上的表情 可谓是精彩万分 又尴尬又羞愤 却又一句话都不敢说 各种表情挤到一起 于是那张一美过度的脸 一时间有些争鸣吓人 丽静东抬眼看向中路 漫不经心道 钟小姐 我想送你这条天价翡翠的人 一定是觉得 你跟这条项链一样珍贵 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 无价的珍宝 翡翠虽然是裴景年送的 但也是在他的默许下 裴景年才敢送 这般贵重的新婚贺礼 间接等于是他送的 而他之所以极力 让钟璐带这条翡翠 原因就是 他刚刚说的那样 他觉得他值得 他配 钟璐礼貌跟他道谢 丽总 谢谢 两人之间陌生疏离的 好像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 别人也看不出什么猫腻来 丽静东没再多说什么 带着沈行舟离开了这边 丽静东离开之后 颜面近视的成立 则是抬手扶着额头不舒服地说 抱歉各位 我有些头疼 先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他说完 抬手拉着林圆圆 转身往旁边走了过去 凌承山悠悠看了中璐一眼 转身跟上了成立母女 妈 你拉我干什么 林圆圆不满 被成立拉走 刚刚要不是丽静东横插一脚 中璐今晚肯定丢人丢到大西洋 气死了 还有 妈 中璐那条翡翠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是林圆圆最介意的一点 今晚她这身华丽的珠宝 是最值得她炫耀的地方 刚刚大家都在夸她 要是中璐那条项链是真的 她 她 林圆圆竟然一时想不出 自己如果真的被中璐给踩在脚底下 会做出什么事来 怕是她会先气疯了吧 我也不认识 你别说话了 我头疼得厉害 成立此时的心情 简直比黄莲还苦 早知道刚刚她就不对林圆圆说 那是条赝品了 林圆圆也就不会去找中璐的茶 她也就不会被丽静东当场打脸了 林圆圆见成立这副样子 干脆跺了跺脚 转身走人了 林圆圆是打算继续去针对中璐的 不过生怕自己花了妆 她先去了一趟洗手间 结果迎面就遇上了 匆匆朝她跑过来的宋圆 宋圆上回被中璐在酒吧 曝光了她跟那个黄总的龌龊事之后 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几个资源都黄了 所以 今晚这样的晚宴 宋圆都参加不了 她是专门来找林圆圆的 圆圆 一看到林圆圆 宋圆立刻跟抓住救命稻草似的 上前拦住了人 林圆圆满脸的不耐烦 干什么 宋圆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怎么听说 你要跟丽启文订婚了 宋圆的心上人是丽启文 要不然 也就不会因为丽启文追求中路 而恨上中路了 林圆圆本就烦 一听宋圆将她的名字 跟丽启文一起提 瞬间就隔应死了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跟她订婚 她配吗 林圆圆极其讨厌丽启文 一是因为丽启文没有能力 就是个顽固 二是因为丽启文一直在追中路 听说中路都不理会丽启文 难道她能跟丽启文订婚 中路都看不上的 她林圆圆能看上 宋圆脸上的神色松了几分 她讨好的对林圆圆说 我猜你也看不上她 林圆圆哼了一声道 你找我干什么 宋圆连忙说 你上次答应过 给我一个角色 什么时候能兑现 我现在没戏可拍 再这样下去 就要喝西北风了 林圆圆冷脸道 我最近也没戏可拍 还怎么给你推荐 林圆圆说完这番话就要走人 宋圆着急地抓住了她 那别的剧组呢 你爸妈手里那么多诀 你让他们随便给我一个角色吧 圆圆 你不能这样绝情吧 上回我是听了你给我出的点子 才那样算计中路的 宋圆委屈极了 把中路灌醉 送上那个黄总的床这件事 是林圆圆给她出的点子 她本来不怎么敢做 中路对她一直也挺仗义 后来林圆圆又是承诺给她角色 又是承诺带她起飞的 宋圆这才不顾一切 要不是我那样算计了她 我能被她给报复吗 我能失去那些工作吗 你得对我负责 宋圆如今别提有多后悔了 她没想到中路有那么强的人脉 她前脚算计了中路 中路后脚就撒出了她的把柄 她连反应准备的机会都没有 她本来也只是刚从十八线爬上来的 出了这样的丑闻 几个角色都黄了 谁让你自己笨的 谁让你没算计成 你要是算计成了 如今她不就生命狼藉了吗 哪里还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招风引颠 林圆圆想起今晚中路的明媚夺目 不由得越说越气愤 两人是在洗手间门口争吵起来的 而在不远处的走廊拐角 中路气得浑身颤抖 她原本是来洗手间的 无意间听到了林圆圆跟宋年的这番对话 她没想到 那晚她被算计的幕后黑手竟然是林圆圆 她也实在是无法想象 同样身为女人 还有点血缘关系 林圆圆竟然会恶毒给宋年提议 毁她清白 那晚被送上那个黄总的床 这件事虽然她从来没提过 但不代表她心里没有阴影 她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才摸起了床头的烟灰缸 狠狠将那个肥头大耳的黄总 给砸得头破血流 这才逃了出来 她不敢想象 如果她没逃出来 那晚会是怎样的肮脏恶心 可此刻的林圆圆 却丝毫没有悔改愧疚 反而还嫌宋年没算计成 身后有沉稳的脚步声响起 中路逼回眼底的失忆回头 来人竟然是栗静东 栗静东一眼 就看出了她泛红的眼圈 眼底瞬间不满寒意 没有任何犹豫 她抬手俯上她的脸颊果断交代 进去教训他们 这里不会有人再过来 栗静东是跟着中路出来的 本来想找个机会 跟自家太太私下独处一下 没想到竟然听到了 这番气人的话 中路惊讶极了 她这是从勇她揍人吗 男人眉眼沉沉 声音浅全 悠悠 我说过了 无论任何事 都有我给你撑腰 一人一个耳光 都便宜了他们 林渊渊不是看不上栗启文吗 不是喜欢毁人清白吗 今晚她就让她跟栗启文所死 不知道怎么了 中路原本被林渊渊和宋妍 差点给气哭 可栗静东来了之后 这样三言两语一说 她竟然没那么气了 眼底染了几分笑意 她隐隐问道 栗总 咱们这么粗鲁 传出去会不会不太好啊 先聊者见 栗静东语气很利 谁让他们先招惹你的 无论武力还是脑力 能碾压他们 就去往死里碾压 我从来不讲什么道德和文明 只崇尚圣者为王 赢了 胜了 别人都会怕 都不敢再招惹 而她也是因为知道中路的身手 进去对付林渊渊跟宋妍不成问题 所以才这样提议 虽然后面她也会出手 但眼前她要让中路先出气 中路也确实想动手 她不是什么忍气吞声的性格 尤其林渊渊还这样恶毒算计她 现在栗静东又说给她撑腰 她便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转身从拐角处走了出去 她双手环臂冷笑着 看向林渊渊和宋妍 林渊渊跟宋妍原本在拉扯着 看到中路后 两人顿时都僵住了 很显然 他们刚刚的话 中路都听到了 林渊渊美好气地白了宋妍一眼 甩开她的手 就打算离开 中路挡在林渊渊面前 没有任何犹豫 一巴掌就甩在了林渊渊的脸上 清脆而又响亮 即便穿着旗袍 也丝毫没影响她的发挥 因为中路实在太狠了 林渊渊被她这一巴掌 给打得眼冒惊心 加上又踩着高跟鞋 所以狼狈地踉践了好几步 才艰难扶着墙站稳了身形 站稳之后 她捂着脸难以置信地冲中路后 中路 你竟然敢打我 你都敢害我 我有什么不敢打你的 中路说完又干脆利落地 再甩了林渊渊一个巴掌 林渊渊觉得自己鼻子里的假体 都要被打歪了 羞辱和疼痛让她发了疯 她尖叫着朝中路冲了过来 中路痴笑一声 稳稳站在原地 反手就将林渊渊的胳膊 给扭到了身后 林渊渊顿时动弹不得 除了尖叫和叫骂之外 别无他法 中路 你这个贱人 我饶不了你 我要杀了你 中路 你干嘛的放开我 中路手上一用力 就将林渊渊给狠狠推到了墙上按住 林渊渊的脸被撞得生疼 她干脆嚎啕大哭了起来 宋妍被中路的行为给吓到 她以前经常跟中路一起拍戏 知道中路伸手极好 所以一看中路连林渊渊都打了 当场就怕了 转身就往外跑 中路没理会宋妍 也不打算再报复宋妍了 上回她 曝光了宋妍跟那个黄总的丑事 宋妍最近在圈子里都销声匿迹了 中路觉得足够了 宋妍一跑过拐角 就看到了懒洋洋 已在走廊里的丽静东 男人一身黑色西装 如同地狱里走来的撒旦 宋妍双腿不受控制的一软 竟然就那样狼狈地跌倒在地 滚 丽静东没有丝毫客气 垂眼屁腻着宋妍冷冷开口 宋妍浑身抖着爬了起来 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不知道怎么了 宋妍总觉得 丽静东那样的人物 出现在走廊那 很不正常 她好像是在为谁保驾护航似的 不过跟丽静东有关的事 都不是她这样的小人物 能去深究的 她只想赶紧逃离 这个是非之地 那香 中路将林渊源按在墙上 一字一句警告着 林渊源 奉劝你一句 别再来惹我 否则我下手 只会比这次更狠 林渊源心里自然是不服的 恨不得将中路大谢八块 但她嘴上却不敢再说什么 因为被打了两巴掌之后 她知道中路绝对不会对她心慈手软 中路见林渊源不再嚣张 也懒得再跟她计较 于是松了她 林渊源活动着自己 被她给扭红的手腕 咬牙愤愤说道 你给我等着 然后便跑走了 迎面遇上丽静东的时候 林渊源愣了一下 但因为知道自己此时 肯定脸肿得像猪头 所以她不敢让她看到自己的丑态 于是只能捂着脸 不甘心地跑走了 完全没有心思去细想 丽静东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冷眼瞥着林渊源跑走的背影 丽静东给沈行舟打了个电话 简单交代了几句后 便去找中路了 手疼不疼 她将自家太太搂在怀里 温热的掌心抹扎着着 她白皙柔软的手腕着 中路摇了摇头 不疼 她哪有那么矫情 丽的作用都是相互的 她甩林渊源两个巴掌 手自然会疼 但比起手疼 初期的感觉更爽 丽静东又问 现在就回家 中路知道她说的 回家是回哪 我得赶回小镇 明天一早得遛狗 她的计划 就是陪乔科参加完宴会 再赶回小镇 丽静东 将人往怀里按了按 她抗议道 遛狗比留下来陪我一晚重要 中路有些失效 她怎么好这样比 以及 这不是留下来 他们之间也做不成什么吗 有什么好陪的 不带她说什么 来人已经物资做了决定 今晚留下来陪我 明天一早 我送你回去 遛狗 中路亚然 那得起多早 且不说从南城过去 开车要四十分钟 送完她 她还要赶回来上班 多辛苦 多早都能起来 可不能耽误了 丽太太的大事 她故意强调了 大事这个词 将阴阳怪气 发挥到了极致 不知道怎么了 中路竟然觉得她此时哀怨的样子很可爱 心里一时有些柔软 她仰头轻轻轻了一下男人的吼杰 哄了一下 丽先生 别这样吗 我会心疼的 她倒也不是故意轻男人吼杰的 只是她这个高度 暂时只能轻到这 她这一轻不要紧 直接聊起了男人 压抑克制了一晚上的冲动 大手扣着她的腰只转了个身 她将人抵在墙上 用力稳了过去 丽靖东倒是不怕有人来看到 因为外面 沈行舟早就 让人将这段路给封上了 刚刚是为了让中路 没有后顾之忧的出手 如今成就了她肆无忌惮地吻 丽靖东从来不知道 自己有这样强的欲 每次都忍得万般辛苦 此时此刻 她已经在脑海中 想了一万种过几天折腾她的方式了 这通亲吻 是被中路手包里的手机铃声打断的 打来电话的人是乔科 丽靖东松了人 顺便抬手扯了扯自己颈尖的领带 又摘掉了鼻梁上的金丝矿眼镜 因为血气上涌 所以此刻 她身上任何多余的物品 她都觉得是束缚 中路瞥了她一眼 一边拿过了她的眼镜 来给她重新戴上 一边接通了乔科的电话 眼镜干嘛要摘啊 多迷远 丽靖东挑了挑眉 看来丽太太喜欢她戴眼镜的样子 她可以考虑 把眼镜焊在鼻梁上了 嗯 明天就立刻去多配几副 乔科在电话里问 中路 你在哪呢 洗手间 中路气息很是不稳 其实她现在不在洗手间 但好似只有在洗手间这个借口 才比较合适 乔科倒是没听出她声音的异样 而是邀请到 要不要走 我请你喝酒去 中路觉得 乔科这发言有些危险 果然就听丽靖东在一旁冷笑了一声 刚刚乔科抓着中路的手 这醋意 她还没削呢 这又来约中路喝酒 而且 中路今晚的时间 是她好不容易争取到的 乔科来凑什么热闹 乔科又加了一句 咱们讨论一下 我说的那个民国的剧本 考虑到丽靖东的感受 中路委婉拒绝了 那个 乔科 乔科 要不咱们改天 乔科失落极了 你最近不是都不在南城吗 改天要改到什么时候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灵感 急需以你为原型 讨论创作 中路偷偷看了丽靖东一眼 其实他也挺心动的 乔科是出了名的才子 一开始他觉得民国的题材不新颖 没热度 然而 刚刚宴会开始前 乔科简单给他说了几句人设 他就被吸引了 乔道 你先稍等一下 中路这样说完后 便抬手捂住了话筒 刚要跟丽靖东商量了 就听丽靖东先开口了 要么带我一起去 要么不去 反正他今晚的时间是属于他的 不管他跟谁见面 都得在他身边 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中路咬唇沉吟了半声 随后痛快应道 那就一起去吧 你确定 丽靖东心情好极了 带他去见乔科 可就意味着他 开始将他公开在朋友圈子了 乔道应该不是多嘴的人 中路笑道 而且 你也把我介绍给裴律师认识了 公平起见 你也可以见乔道 虽然两人都是互对 但中路能感受出来 裴景年应该是丽靖东很好的朋友 中路也觉得 乔科就算知道了他跟丽靖东的关系 也不会往外说 告诉他 东圣见 丽靖东这样交代了他一句 中路随即松了话筒 对乔科说 乔道 那咱们待会儿在东圣见吧 好 乔科满意地应了下来 中路又说 对了 我有个朋友 待会儿要跟我一起去 可以 乔科没有意见 挂断电话后 丽靖东不满抗议 就只是朋友 中路笑了起来 我先这样简单介绍一下 不然我直接说 带老公去 乔道怕是会吓死 老公这个称呼 成功让丽靖东勾起了唇酒 但也让中路自己心里狠狠肉麻了一番 鸡皮疙瘩都差点起一身 他脑袋刚都是进水了吗 竟然会说出 老公这个词来 乔科一到东圣 就被引去了一个包间 值班经理说 这是他们丽总的私人包间 丽总 丽靖东 乔科一头雾水 都知道东圣是丽靖东的 但乔科不认识丽靖东 也不认为自己 有让丽靖东亲爱的资格 怎么就请他来了私人包间 不过在看到跟中路 一起进来的丽靖东时 乔科就恍然了 但下一秒 他拍桌而起 气愤地对中路说 中路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啊 中路十分不解 乔科咬牙道 我以为你是那种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的人 没想到你也是个贪图富贵 爱慕虚荣的 乔科在这个圈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女明星跟富豪的故事 他看都看腻了 却没想到他欣赏的女孩 也走了这一步 他一瞬间觉得自己诚挚的感情 被欺骗了 中路听懂了乔科什么意思 感情以为他跟丽靖东 是全色交易 说实话 他自己 对跟丽靖东的这场婚姻 也是这样定位的 换谁 谁能不这样想呢 所以 他一点都不怪乔科会误会 还没等说什么 他身旁的丽靖东淡淡开口了 乔科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跟中路是夫妻 乔科被吓了一跳 醋眉难以置信地问 福 夫妻 女明星跟富豪的故事 他确实看过很多 但修成正果的几乎没有 万万各取所需的 倒是一大堆 像丽靖东这样 直接将人娶回家的 乔科还是第一次见 丽靖东云淡风轻地 从西装内侧口袋 掏出了一本通红的结婚证 放在桌上 中路震惊当场 谁没事天天 把结婚证带在身上 乔科也挺无语的 但还是上前抬手 展开了那结婚证 上面果然是 丽靖东跟中路的名字 乔科一时间 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感情前几天 丽靖东官宣结婚的对象 是自己新电影的女儿 也是自己很欣赏的 一个女孩子 想到这一点 乔科心底不由地 划过一丝黯然 丽靖东收起结婚证 看着乔科郑重声明 他从来都没变过 以后也不会变 他将它护在自己的羽翼下 就是为了让他始终 保持那颗热爱表演的心 丽靖东这话 细细品味的话 里面暗藏了很多含义 他不仅是在反驳 刚刚自己说 中路贪慕虚荣 好像还在承诺着什么 乔科不由地 深深凝向了丽靖东的眼底 丽靖东对中路 好像不仅仅是 男人对美色的贪图 乔道 咱们不是要讨论剧本吗 中路主动开口 打破了这有些 不是很对劲的气氛 中路这样一提议 逝者随后送上了饮品 丽靖东解释 乔道受伤了 不能喝酒 我让人给你们准备了果汁 他接着又说 乔道这部民国剧 我非常有兴趣投资 所以不知道乔道是否介意 我在旁边也听一下 这是丽靖东 刚刚在电话里听乔科说 讨论一个民国剧本的时候 就做出的决定 投资 但不是因为中路是他太太 而是因为乔科这个导演 和中路这个演员 中路急了 不是说好 不砸钱捧他的吗 一着急 他起身抬手 捂住了丽靖东的嘴 顺便瞪着丽靖东 不让他再说下去 乔科 手动捂嘴 不让丽靖东 这位大佬说话 这天底下 恐怕只有中路一个人 敢这样做 对面的乔科 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连忙起身帮他解围 没事的中路 丽总想投资 也可以 我欢迎任何人 来对我的剧投资 即便是名正言顺的丽太太 乔科也不觉得 丽靖东能这样纵容中路 主要是丽靖东这人 狠力不好惹的名声 在外传的太凶 而且刚刚他看了一眼 这两人领证也才没几天 感情能有多深 中路在乔科的提醒下 也意识到 自己着急之下做了什么 连忙收回了手 此时此刻 中路想送自己一句 贝克弹 丽靖东脸上 倒是没有丝毫不悦 反而拉过中路 刚刚捂自己的那只手 边放在掌心里妈撒着 边挑眉对他说 怎么着 丽太太 连钱都不让我赚了 她投资 自然是有利可图 至于丽太太手动捂她嘴 她没觉得有什么 反而觉得丽太太 很可爱很有趣 一旁的乔科看傻眼 她怎么听着丽大佬 这说话的语气 好像在跟中路撒娇 对不起她知道 不应该把这个词 跟丽大佬联系在一起 但她此刻 就是这样的感受 中路明白 丽靖东说赚钱的意思 就是 她投资这部民国剧 会有极大利益 这也代表着她 挺看好她跟乔科的 我想投资 不是因为丽太太中路 而是因为演员中路 和导演乔科 丽靖东说这话的时候 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味 乔科都感受到了 她觉得有些受宠若惊 因为丽大佬认可她 作为一个导演的才华 中路自然也感受到了 丽靖东的诚意 可她还是不想这样 日后被人扒出来 即便她跟乔科 真的做得很好 外界还是会把功劳 推到丽靖东身上 没办法 这个社会 就是对女性这样不公平 她能帮她抵挡 临承山他们对她的打压 她觉得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 她想靠自己权力去争取 所以她看着丽靖东小声说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不砸钱捧她 丽靖东倒也痛快 OK 既然丽太太不愿意 那我就不投了 你们聊 我出去 她说完就起身走了出去 乔科先慌了 紧张地问中路 这样合适吗 中路没好气地说道 你不是要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的吗 刚刚还嫌她 怎么她自己 现在倒怕了 也是 乔科挠了挠自己的头 重新在座位坐了下来 乔科随后跟她聊了 自己简单构思的剧本 乱世 萧雄 军阀 美人 于主本是将男富商千金 美艳不可方物 家道中落后 乱世中她被迫接受男主的救济 从小接受新式教育 信奉一夫一妻制的她 跟了男主成了她的六一太 不是不恨她的 可是却又拗不过残酷的现实 男主是北方雄聚一方的军阀少帅 年少有为 英勇善战 年纪轻轻 就立下赫赫战功 她对女主是一见倾城 再见倾心 强行将她留在身边 努力在乱世中给予她一方安稳的天地 女主对男主从不爱到深爱 后来两人为了家国仇恨 又合体奔波周旋 跌宕起伏 传奇惊险 最后男主牺牲在了纷飞战火中 而女主双目失明 终身未嫁 中落有些惊讶 结局是虐 是 乔科笃定 不完美的结局 才会让观众一直念念不忘 确实 中落认可乔科的说法 也相信乔科的能力 中落 这部民国剧 我想让你来演女主 乔科眼神坚定 这是中落人生中 第一次听到有人让自己演女主 他心里不是不兴奋的 但他也保持着该有的理智 乔道 要不咱们还是先等手上这部电影拍完 再聊继续合作的事 或许在拍摄过程中 乔科会发现 他的演技并不成熟 担不起女主这样的角色 也或者觉得 他可塑性不高 驾驭不来民国美人这样的风格 乔科看向中落的眼底 全是欣赏 他没想到 中落在这样的时刻 还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理智 换作别人 早就恨不得 立刻喊了经纪人过来 跟他签约 努力保证这个女主的角色 落在自己头上 这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也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方式 去得到的女孩子 真是越了解 越觉得宝藏 越了解越欣赏 只是如今 这颗蒙儿沉的珍珠 李敬东先出手踩鞋了去 乔科选择尊重中落的选择 那就等电影拍完再说 两人聊完 随后便出了包间 这是李敬东在东盛的私人场所 堪称一间功能齐全的办公室 包间外面 还有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李敬东此时正坐在沙发里 长腿交叠 低头看着手中的一份文件 男人只坚然着一根烟 金丝边近况 在头顶灯光的照射下 泛着冰冷的光 是传闻中那个沙发决断 冷酷无情的李敬东 不过见他们出来后 他立刻按灭烟卷起身走了过来 看向中路的眼底 是浅浅的笑意 谈好了 他毫不避讳地 将手搂在了中路的腰上 乔科只好赶紧移开了视线 李大佬是不是有些过于黏人了 他们这刚出来 他就搂上腰了 中路瞪了李敬东一眼 还有外人在 他能不能注意一下他的举止 早知道不带他见人了 李敬东就当没看到他的抗议 转而搂着他跟乔科告辞 既然谈完了 那我们就先回家了 乔科挥了挥手 跟两人告别 李敬东搂着中路刚踏出包厢 沈行舟就来低声跟他汇报 李总 事情办好了 李敬东微微勾唇冷笑 记得安排好明天一早的记者 是 沈行舟领命离去 顺便 他也该给他那位大嫂 准备一笔丰厚的彩礼 好让他去邻家提亲 沈行舟离开后 李敬东主动对中路说 悠悠 我们可能要多一个直媳妇了 直媳妇 中路被这个称呼给 雷的性谋原争 大脑同时也飞快地运转着 刚过完22岁生日的 他哪来的侄子 他第一反应是 周爱南那个臭小子 在外面跟人有孩子了 但又想李敬东说的侄媳妇 这代表那个侄子很大了 周爱南不至于 半赏之后才反应过来 他唯一的侄子 是跟李敬东得来的 那就是李启文 他不由得惊讶地问 李启文要结婚了 李启文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纹固子弟 他要是有什么婚讯 必然会上个热搜什么的 但最近完全没有他跟哪个女人走得近的绯闻 李敬东悠悠道 今晚过后就会了 他接着又解释 林月月不是恶毒地想 回你清白吗 他自己想出来的好主意 当然也得让他也尝尝什么滋味 中路瞬间明白了李敬东什么意思 他再次惊讶不已 不确定地又问了一句 你所谓的侄媳妇 不会是林月月吧 这差了辈分啊 李敬东眉眼微沉 耐晚我会出现在那家酒店 是拜李启文的亲妈 我那位好大嫂方文会所赐 他想把他娘家的外甥女送到我床上 而你则是被林月月所害 我让他们两家所死 再合适不过了 今晚中路听到背后 主使是林月月时 瞬间被气红的眼眶 让他痛下杀手 中路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事好 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以为今晚打了他两巴掌 就够了 李敬东神色沉沉 呦呦 我李敬东可从来不是被别人欺负了 不疼不养还回去就行了 我要让他们加倍奉还 付出血合类的代价 不然他们又怎么学聪明呢 中路抬眼看向他 他第一次觉得他这样 牙字必爆心狠手辣的人设 很好很好 给足了他安全感和温暖 没有女人不喜欢被人这样霸气地维护着 没有女人不喜欢被欺负了 有人心狠手辣地为自己出气 他就是个俗人 他当然喜欢 李敬东见他宁着自己不说话 搂在他腰间的大手 微微紧了紧 怕了 中路展颜笑了起来 我当然不怕 就是觉得 明天这场面可就热闹了 林月月跟成丽 必然是看不上李启文的 毕竟他们的目标是 李敬东来着 这不得闹个天翻地覆 见他笑得开心 李敬东也微微勾了勾唇 看来李太太跟我三观非常契合 我也喜欢看热闹来着 两人回到李敬东的住处休息 临睡前中路再次被男人 给轻到掀起被子跳脚 李总 我一直有个问题 想问你来着 中路愤愤瞪着男人 你没有结婚的时候 晚上是怎么过的 你以前没有女人吗 怎么这么饥渴 这一句话他没敢说出口 他跟他仅有的那几次 他每一次都感觉精疲力尽 每次都感觉 他跟没有过女人似的 可按照 他这样的身份地位 不该缺女人 如今 他身体不方便 他好似更变本加厉了 每次都吓人 李敬东眸光深沉了几分 不是这世间最好的 我不要 中路可没想到 他会这样回答 一时间倒是愣住了 思绪也一下子就被带偏了 他这是在变相地 夸他是这世间最好的 下一秒 就听他又悠悠说道 当然 我也没想到 会有阴沟里翻船的一天 被某个女人给扑倒了 失了清白 中路气节 那天晚上 他确实是扑进了他怀里来着 但他不是喝醉了吗 而且 他自己不是 也没拒绝吗 他正恼火着呢 力敬东忽而起身又凑近了他 贴着他白玉般的耳垂低声道 悠悠 你以为 想翻我的船 那么容易 这么多年 对他投怀送抱的女人 多如过江之计 他可一个都没让他们进过身 中路干脆抿唇不说话了 他完全不知道 力敬东到底想表达什么 大佬的心思 确实太难猜了 每次他刚猜的开头 他就给他来一句反转 就在他放弃揣测的时候 耳边传来一声悠悠的叹息 还不是因为我愿意 力敬东说完 便起身下床去了浴室 用洗凉水澡的方式 给自己降温 中路则是正正坐在那里 他这是在说 那晚他扑进他怀里的时候 他是愿意的 中路一直知道 力敬东对他有点喜欢 但他认为 那份喜欢可能是因为 后面他们几次的接触 亦或者单纯 就是图他的年轻美貌 他可没想到 他的喜欢起源那么早 又想起晚宴上他说 力太太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孩子 中路哀嚎一声 抱着被子 重新倒在了床上 怎么办 他现在好慌 要是力敬东对他的喜欢 不止一点点 该怎么办 他承受不住大佬 这热情似火的喜欢 他烦恼地在床上 来回翻滚了好几圈 直到力敬东从浴室出来 他瞬间不敢乱动了 刚给自己降温的力敬东 一眼就看到 女孩子因为翻滚后 睡裙撩上去 而露出的两条修长眉腿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他是想要他的命吗 最后 他任命地扯过一旁的宝毯 来丢在他身上盖住了 两人总算相安无事地 过了一个晚上 因为要及时把中路 送回去遛狗 所以两人起来的大早 中路是爱睡懒觉的人 起这么早 痛苦到没有吃早餐的胃口 力敬东干脆也不免强塌了 让厨师将几样早餐 给他打包在了食盒里 直接将人送到了车里 车子刚启动 力敬东就接到了 沈行州打来的电话 力总 老爷子说 让您回来处理一下 力少跟林渊渊的事 昨晚林渊渊跟力启文 在酒店共度一夜 今天一早就被记者 给堵在了酒店门口 林渊渊情绪失控 还抬手打掉了几个记者的手机 又将这件事 给推向了一波热度 如今成立和林成山 带着林渊渊 勃然大怒地找上了门 老爷子身体虚弱 方文慧又震惊气愤 力启文则是一个劲地说 林渊渊不要脸 林渊渊气到跟他对骂 没有人能处理得了 这个烂摊子 老爷子只能找上力敬东 然而力敬东的手机关机 没办法又只能联系沈行州 沈行州打的电话 是力敬东的私人号码 说起来多可笑 亲爹还有亲侄子 亲大嫂他们 都只能拿到他的工作号码 力敬东笑得自在 告诉他们 我现在在陪我太太 没有闲工夫管他们的事 是 沈行州领命后便挂了电话 如实将力敬东的原话 转达给老爷子 老爷子气了得半死 力敬东 这分明是在秀恩爱 也分明是在他们此时 这个鸡飞狗跳的环境里 火上浇油 小沈 把他的电话给我 老爷子知道 既然沈行州 能联系上力敬东 那代表力敬东 还有别的联系方式 沈杭州主打一个真诚 老爷子 我不敢 老爷子又是一阵气 气沈行州 对力敬东的忠诚 气力敬东 真的有别的联系方式 而他这个老子 却不知道 沈行州即使说 力总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会陪往我们太太 言外之意 一个小时之后 他老人家再联系力敬东 那个手机就开机了 那个时候 力敬东就送完中路 返回南城了 沈行州 作为力敬东的心腹 自然知道 力敬东不会真的 不管这件事 毕竟这件事 就是他出手操作的 目的是将力启文 跟林渊渊锁死 只不过 现在故意不理 晾着他们 顺便让他们掀狗 咬狗一通 老爷子 愤愤挂了电话 楼下是力启文 跟林渊渊的对骂声 还有方文慧 跟城里的争吵声 他不仅心脏受不了 头也嗡嗡的 站在老爷子的立场 他倒是愿意 力启文娶林渊渊 但现在 林家一家三口 都不愿意 林家摆明了 看不上力启文 楼下 脸上被林渊渊 挠了一道红痕的力启文 咬牙吼着 要脸没脸 要身材没身材的 你以为我愿意碰你 要不是老子喝多了 你这样的女人 我看 都懒得看一眼 力启文现在要疯了 他这几天 本来就心情极差 每天都在东盛喝酒 但他每天都喝多 也没出过市 就是不知道 昨晚怎么会成这样 他喜欢的是中路 是中路 对标中路的颜值和身段 他能看上林渊渊 这种姿色 林渊渊骄傲惯了 又因着林承山和成立 给他打造的舒适圈 自从他入行 圈内的人 就一直捧着他夸着他 如今被力启文这样嫌弃 他不疯才怪 你以为我能看得上 你这种一世无成的死完裤 要不是我 林渊渊想说 要不是他被关罪了 要不是他被人 刻意送到了力启文的房间 他也不会跟力启文滚到一起 但这句话要冒出来的时候 他才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昨晚他被中路打了两巴掌 没法再继续回应会听 于是干脆离开了 谁知在门口碰到了宋言 宋言跟他又是赔礼 又是道歉的 还说请他喝酒赔罪 再然后他就被宋言给灌醉了 后面的事他就记不清了 宋言 难道是宋言 下一秒 他又瞬间明白了 为什么是宋言 当初他就是 借着宋言的手 将中路给灌醉的 如今有人借着宋言的手 将他给灌醉 将他送上了一个 他讨厌的男人的床上 林渊渊神色 惊恐地愣在原地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算计中路的招数 原封不动地 报应到了他自己身上 怒火攻心之下 他竟然翻着白眼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整个客厅乱作一团 楼上书房内的老爷子 不得不下楼处理烂摊子 索性老爷子 因为最近身体不好 配有家庭医生 医生赶来检查了一下 告知林渊渊 身体没有大碍 就是一时被气到了而已 为了防止继续乱下去 老爷子将利启文 给赶到了楼上 又让人扶了林渊渊去休息 幸好 利静东跟中路正 行驶在开往郊区的高速上 清晨的阳光 没有那样热烈 中路窝在座椅里 睡得安逸 利静东笑着喊人 利太太 起来吃瓜了 事情发酵到现在 网上已经热闹起来了 利太太补眠应该 也补得差不多了 中路本也只是瞇着 睡得很轻 一听利静东这样说 瞬间就睁开了眼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 她也不例外 打开手机 某软件已经被林渊渊 跟利启文共度春宵的热搜 给霸占了 还有一条林渊渊 打掉记者手机的热搜 中路怀疑 林渊渊渊渊外表下的真实平行 从一条又一条的热搜能看得出来 城里的公关团队 一直在垂死挣扎 一开始他们洗白 说两人不过是一前一后 从同一家酒店出来而已 怎么就能证明 两人睡在了一起 接着就有人甩出了一副动图 利启文跟林渊渊 在酒店房间激吻 没有拉窗帘的画面 那些洗白的人瞬间闭嘴 底下有人评论 忍了好久 终于能大声开脉了 林渊渊根本就没演技 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尬夸她的演技 上回说了一句 她演技不行 被她的粉丝 追着喷了好几条街 林渊渊在国外玩得很开 换男友的速度 跟利启文换女友的速度 不相上下 两人都是玩咖 挺配 请二位一生一世所死 别出来祸害别人了 林渊渊其实在娱乐圈 一直没有路人员 因为她出道就手握顶级资源 这种配置 只会引起路人的反感 本就已经很有钱了 还非要挤娱乐圈 去抢那些普通人家孩子的资源 非要挤进娱乐圈也就罢了 林渊渊自己还不打磨眼计 也不提高自己的内涵 时间久了 可不就引起公愤了 不过因为成立专门给林渊渊 养了一个公关团队 天天在网上捂嘴那些真实的评论 所以很难撼动林渊渊的地位 上次林渊渊被曝整容 和这次跟利启文这种顽固子弟 睡到了一起 这两点都是致命的 成立的公关团队再厉害 也无法逆转林渊渊的口碑了 中路看完这些评论 只觉得神清气爽 利静东边开车边问他 开心吗 利总原来真的说到做到呀 中路眉眼灿然 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开心 你当时提结婚的时候 说可以帮我虐渣打脸 如今林渊渊一家被他给虐的 快要成渣了 利静东悠悠说了一句 我还说能让你在娱乐圈风生水起 但是你不给我机会 他只想投资那不明国剧的事 中路笑道 利总 您这格局就小了吧 利静东美好气地喝了一声 敢说他利静东格局小的 他还是第一个 如今我们是夫妻 日后等我真的风生水起了 即便您不投资我的剧 我这军功章里也有您的一半 不是吗 中路这话说得语气俏皮又轻快 也有几分哄人的意思 利静东被他给气笑 想说他简直是歪理 但他这话 好像又没错 不过 下一秒他又不急不徐地提议 悠悠 要不我们约定一下 等你拿到奖 就公开我们的关系 除却刚刚敲定的 乔科新电影的女儿 中路目前没有任何担任重要角色的作品 而乔科这部电影尚未开拍 从拍完到后期制作到上映 再到反馈拿奖 最起码要一年 其实利静东等不了这么久 他现在要的是中路的一个态度 一个他愿不愿意后期公开他们关系的态度 中路倒是答应的痛快 好啊 当然 他之所以答应的这样痛快 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三年五年内 拿不到什么奖 说不定到那个时候 他跟利静东都散了 公开不公开的 也无伤大雅 总不至于公开 他是他前妻吧 他答应的实在是太痛快了 以至于利静东扎心了 他瞬间就看透了他那点小心思 无非就是觉得他们俩不会长久 看来之前他说过的话 他是一句没放在心上 没关系 等过了这几天 他有的是法子 让他一句一句都放在心里 牢牢地记住 记不住 那是下不了床的 中路回答完之后 利静东忽然不说话了 他不由得纳闷地转头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怎么了 看着男人完美深邃的侧脸 他总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不知道他又在算计他什么 不过 他这张脸是真的好看 尤其还戴着金丝矿眼镜 再配上他这一身的黑西装黑领带 什么神秘高冷 什么禁欲疏离 全都被他全视得淋漓尽致 利静东虽然全程专注看着前方开车 但眼镜余光 还是能感受到 他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的 看来眼镜造型很为自己加分 不过他嘴上却是说着 利太太 大清早的 你这么盯着我 我受不了 谁 谁盯着你了 中路被他给戳穿 耳根一下子有些烫 他连忙为自己找不 早餐呢 你不是还帮我带了早餐吗 其实早餐就在旁边的置物阁里 利静东单手扶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递给了他 中路说了声谢谢后 就认真干饭了 车子还有一段距离 才驶入中路家后面那座桥的时候 中路就及时让利静东停车了 再往里走 八成就要被人看到了 利静东停好车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车门放人 而是就那样懒洋洋已在座位里盯着中路 中路咬唇瞪着不怀好意的男人 他怎么能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特别想找个人问问 两个人见面要亲 分开也要亲 正常吗 不过 下一秒他脑海中就有了现成的答案 好像他爸妈也是这样 钟南南跟周易的感情不是一般的好 经常也不避讳他跟周爱南 搂搂抱抱亲亲的 秘里调游一样 可他现在秘里调游的对象是利静东 中路总觉得有些不合适 总觉得跟利静东的人设不符 不过他也是个调皮的 瞧着利静东好征一霞 等他过去亲他的姿态 钟路微笑着俯身过去 凑近了男人英俊的脸 利静东满意极了 如愿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亲吻 只是后面剧情的发展 却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因为女孩子一下子变得热情了起来 他浑身都绷紧 呼吸也乱了 下一秒就听巴搭一声 车门开了 小姑娘俯身过来吻着他的时候 手趁机开了锁 原本贴在他怀里的女孩子 飞快地打开车门跑走了 并且在车外笑容灿然地给冲他挥手 再见了利先生 我会想你的 女孩子眼底全是得逞后的脚狭 嘴上说着会想他的话 实际上心里半分都不会想他 利静东谋色幽深地狠狠瞪了他一眼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摇上车窗 物资在车里平息着自己 一个小时之后 利静东姗姗来迟 驱车到达老爷子的住处 利启文正在客厅里吼 我不可能娶林渊渊 我这一辈子 要么不娶 要么就娶中路 林渊渊跟林承山 还有成立气道要吐血 利启文这话 简直是在对他们的羞辱 利启文倒是不知道 中路跟这一家三口的关系 更不知道林渊渊跟中路势不两立 她只是在宣告着自己的心意而已 那乡立老爷子跟方文慧 自然也不知道中路是谁 两人不解地对视了一眼之后 问利启文 中路是谁 利启文烦躁地说 你们不用管他是谁 反正我要娶就娶他 我日日夜夜梦里想的都是他 利启文话音落下的同时 利静东大步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阴沉着一张脸 寒霜凛冽 让人胆战心惊 他边走边解下了自己万斤的手表 随手丢到了一旁的沙发里 又解开袖口 卷了几下衬衫袖子 最后上前狠狠一拳打在了利启文的脸上 利启文毫无防备之下 直接被他给打得跌倒在地 利静东面容冰冷居高临下地 嘲弄着地下的利启文 你一个衣饰无成的男人 有什么资格给予他 刚刚利启文在那口出狂言 说日日夜夜都想着中路 解不了他心底的火气 而利启文许事这几天失忆过度 竟然忘了尊卑 从地上爬起来 不管不顾的 就朝利静东挥出了一拳 利静东嗤笑一声 三下两下 将利启文再次给踹倒在地 他是你这辈子都得不到的人 他再次丢给利启文这样一句 就凭利启文这三脚猫的功夫 还想跟他这种 在险境中摸爬滚打长大的人动手 蠢到家了 利老爷子他们几人都被利静东进来 就动手的行为给吓了一跳 还是方文慧先吼了起来 住手 方文慧冲过去 挡在鼻青脸肿的利启文面前 利静东 你是想连启文也杀了吗 方文慧这话 成功带了一波节奏 林承山跟城里的脸色都白了白 利静东为了夺权上尉 害死了他大哥 还弄贪了他二哥的传闻 难成人静皆知 今天又看到利静东 对利启文下了狠手的揍 等于坐实了他残暴的名声 利静东迎着方文慧充满恨意的视线 慢条思理地整理了 眼睁睁看着启文的床上多了个女人 眼睁睁看着他们上门闹的感觉 怎么样 方文慧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别人或许不知道利静东这话什么意思 但他却清楚得很 当初他算计利静东 想把自己娘家的外甥女 送到利静东的床上 他知道利静东不会娶 所以当时也计划着 带着娘家人像林承山一家这样 上门找老爷子闹 如今 如今这一切都发生在了他自己的儿子身上 方文慧胸口一阵血气翻涌 身形亮腔着 后退了好几步 原来 这一切都是利静东报复回来的 利静东瞧着方文慧难看的脸色 吃笑一声 转身走过去 坐进了沙发里 他边带着自己的腕表 边默然地问林承山和成利 林总 承总 二位想怎么解决这件事 戴好腕表 整理好自己的袖口 他这才抬眼 看向对面的一家三口 林渊渊在他抬眼看过来的时候 挽紧了成利的胳膊坚决道 我不会嫁给利启文的 他要嫁的 是眼前这个沉浸绅士的男人 哪怕外人说他很利残暴 也无所谓 他就是喜欢他这种调调 喜欢到发疯 刚刚利启文说 他日日夜夜想着的都是中路 他对利静东 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他也日日夜夜满脑子 想的都是利静东 想被他抱 想被他吻 想成为他的女人 哪怕现在这样的处境 他的眼神里 也丝毫没有掩饰 对利静东的迷恋 利静东隔音的要死 他给了林渊渊一声冷笑 现在由不得你决定嫁 还是不嫁了 他转看向林承山跟程丽 语气带着凌微不乱的威严 如今外界的舆论 想必你们也感受到了 不嫁 那就任由外人说 他们俩男女关系混乱 林小姐声名狼藉 就此退出娱乐圈 反正利启文的名声就那样了 他这几年一事无成 女朋友倒是谈了不少 也不差林小姐这一个 林承山跟程丽死死民警了唇 一肚子的火气无处发 虽然他们自己知道 林渊渊在国外的时候 也不是什么好女孩 但留学回国后 在他们的操纵和管教下 她是得体的名媛形象 如今这一切 随着昨晚跟丽启文的荒唐 而烟消云散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了 网上一下子爆出了那么多林渊渊在国外泡巴 还有跟当时的几个男朋友或亲吻或暧昧的照片 现在网上都喊林渊渊青春玉女 他们夫妻花费了这么多心血打造林渊渊 是想要她在娱乐圈长久发展的 就此退出娱乐圈 他们肯定不甘心 林渊渊自然也不甘心 更不舍得 在娱乐圈来钱多快啊 要不然她父母也就不会放弃她外公的珠宝行业 进军娱乐圈了 而她有父母保驾护航 电视电影还有广告代言接到手软 随便拍拍就能拿到普通人辛苦打工 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 最重要的是 她很清楚如果离开了娱乐圈 她没有任何谋生的能力 所以听到栗靖东说她继续声名狼藉 会就此退出娱乐圈 她心里也有些慌 栗靖东又道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 那就是对外说 两人是认识多年的好友 最近发展为恋情 即将订婚 再立刻办一个订婚仪式 这个婚也不是必须要真的结 但目前你们得拿出姿态来平息 宣布订婚后 你们两个人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多参加点公益 做点好事 给自己挽回些名声 这样或许还有救 当然 为了弥补你们的损失 林总宁那部主旋律影片 东盛会继续投资 丽靖东都懒得听这些人的意见 镜子说完了她的处理方案 他们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罢 反正她都是最终的受益者 给这些人添了赌 造了难 让他们为曾经对她和中路的算计 付出了代价 她的心情已经很愉快了 最重要的是 这样狠狠拿捏着林承山一家 替自家太太出了气 这才是她最大的乐趣 至于重新顺水推舟 投资林承山的那部剧 对她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失 平心而论 林承山这部主旋律剧的团队 确实是顶配 投资会有收益的 林承山跟成立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林怨怨也不敢说什么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丽靖东这个提议 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那乡丽老爷子虽然坐在沙发主位上 但从丽靖东进来的那一刻 她就没了当家做主的资格 至于丽启文跟方文会母子 也抿唇不说话 丽启文自然是不愿意搞出 这么一场订婚来的 但刚刚被丽靖东揍过的她 此时不敢发表任何言论 方文会没说话 也是有她自己的盘算 她其实还挺想让丽启文 跟林渊源在一起的 不管林渊源人品德性怎么样 林承山跟成立的经济实力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方文会觉得 日后林家可以为丽启文造势 公关方案我已经给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丽靖东懒得再理会他们 起身就打算走人 那个 丽总 林承山起身喊住了丽靖东 在场的所有人 最难受的就是丽承山了 因为她知道 中路嫁了丽靖东的事 如今又要让林渊源 跟丽启文订婚 两个女儿两个辈分 林承山这心情 比吃了屎还难受 可再难受 她也只能咬着牙咽下那些屎 然后说 我们接受这个方案 一来林渊源的名声 只能这样平息 二来那布局的投资定下来 她也能松口气 丽靖东挑眉 既然这样 那官宣文案 就由你们来写吧 毕竟丽总的公关团队那么优秀 丽靖东最后还不忘讽刺一番 成立操纵公关团队 在娱乐圈兴风作浪的事 成立面色尴尬地别开了眼 丽靖东又眼神 凌厉地看向丽启文 我承西有套别墅 送给你做婚房 希望你跟林小姐 最少住上半年 她如今跟中路住的那栋别墅在城东 打发丽启文跟林渊渊去城西 平日里会减少许多不该有的遇见 也省得丽启文没事就给中路打电话 约吃饭约喝酒 以及点名 他们这场订婚要维持半年 大概那个时候 她跟中路的关系 就可以正大光明了 她对自己有信心 总要在他们解除订婚之前 让林渊渊叫中路一声 三审 丽靖东最后又看向方文慧 唇角笑容嘲弄 大嫂 订婚的事 就不需要我帮忙了吧 当然 方文慧暗暗咬了咬牙 她还没死 她儿子的订婚宴 当然由她自己来操办 不管是不是假订婚 这点体面她 还是要给她自己和丽启文的 那就好 丽靖东说完就打算走人 丽老爷子在她背后喊住了她 启文订婚 你那个妻子 是不是得出席 老爷子这话 让一旁的林承山 好一番心惊肉跳 要是中路出席 还是以丽启文新婚妻子的身份出席 那这场订婚宴 必然也定不成了 因为林月月肯定会闹个天翻地覆 丽靖东顿住脚步回头 神色颇是乖丽 启文订婚 我的妻子为什么要出席 丽老爷子被她这大逆不道的话 给气得从沙发上蹭得站了起来吼道 她嫁给了你 就是我们丽家人 这样重大的场合 怎么能不出席 丽靖东笑得嘲弄 你从来没把我当成真正的丽家人 现在反倒要求我太太做丽家人了 老爷子被她当着林承山一家的面这样对 脸色一晒 丽靖东再次声明 她是嫁给了我 但也只嫁给了我 没必要为丽家的事抛头露面 更不会为了丽家的利益而服务 言外之意 他们丽家这些人 没有一个能拿捏得了她那位太太 丽靖东丢下这番话后头也不回地走人了 丽家包括老爷子在内的每一个人 都很想知道她娶了谁 确切地说 是都想给她那位新婚妻子一个下马威 大帝他们觉得 她丽靖东不好对付 她的太太一介女流 好对付 坐进车里的丽靖东 沟纯冷笑了一声 不是她瞧不起他们 无论是智商胆识 还是聪慧和应变能力 他们没有一个比得过中路 丽靖东离开后 林承山也赶紧拉着成丽 跟林渊渊告辞 方文慧上前讨好的对成丽说 要不晚上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吧 实际上方文慧跟成丽平日关系还不错 但那是在没发生这件事之前 虽然丽启文的父亲去世了 但方文慧这些年也没有改嫁 而是一直在丽氏担任某个部门经理的职位 当然是老爷子和丽靖东 为了给她一份体面才这样安排的 所以她也算是南城贵妇圈的一员 跟成丽他们平时也交好有来往 但凡丽启文在事业上有些建树 方文慧在贵妇圈会更体面 奈何方文慧从不觉得自嫁儿子无能 反而觉得是丽靖东半路杀出来夺了拳 才导致她儿子没有发挥能力的机会 这才二十多岁了还一事无成 成丽狠狠弯了她一眼 吃什么饭 你还以为我们圆圆真的要嫁给丽启文吗 成丽这样说完便踩着高跟鞋气呼呼地走人了 她的鄙夷弄得方文慧一阵尴尬 老爷子也累了 抬手冲丽启文骂道 你也赶紧给我滚蛋吧 言外之意 方文慧也可以赶紧走了 方文慧死死抿了抿自己的唇 拽着丽启文走人了 没了老公 这个家所有人都在欺负他们母子 人一散去 老爷子立刻冲自己的管家咆哮 他到底娶了谁 怎么还没查出来 那个逆子整天跟他作对 查出他娶了谁之后 他一定要去狠狠收拾收拾那个女的 给那个逆子添堵 管家安抚着他 马上就有结果了 丽敬东既然结婚了 那就不可能一点痕迹和把柄都不留下 毕竟 他也是要跟他那个新婚妻子相处的 这些天 他们的人一直在紧盯着丽敬东的行踪 很快就查到那个女孩是谁了 回到郊区第二天 中路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是一位老人 在电话里语气不善地问他 你是中路 中路冷静回道 我是 请问您是哪位 老人在那端美好气地哼了一声 我是丽敬东的父亲 中路恍然 随后礼貌地说 您好 老人继续吩咐道 出来我们见个面 好啊 您说个地址吧 中路应得痛快 从老人的语气中 他能感受出来 对方不喜欢他 而上回丽敬东也明确表示过 跟父亲关系极差 可以当他不存在 所以中路瞬间就明白 对方找他见面的目的 八成是想欺负欺负他 好给丽敬东添堵 但他中路是那种任人宰割的性格 所以 他没有任何犹豫的 就打算去见见这位老人 气死人 应该不用偿命的吧 结束通话 中路简单收拾了一番 便叫了辆车赶往市区 他刻意穿了一条白裙 又将一头长发拉直 妆容也化得极淡 好一朵清纯柔弱的小白花 中路没有让丽敬东 插手帮自己的打算 但他也不会瞒着不跟他说 于是等到了丽老爷子 告诉他的茶馆门口后 他才给丽敬东打了个电话 那乡 中路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接了起来 完全没管底下人的表情 因为中路几乎不会主动 给他打电话 肯定有事 中路笑盈盈地问他 丽先生 在忙吗 丽敬东微微醋眉 不忙 怎么了 底下一众人面面相去 明明在看很重要的会 这叫不忙 中路说道 我来市区了 丽敬东顿了一下 随即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中路如实相告 您父亲要见我 地址 丽敬东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起身拿着车钥匙 就走了出去 以眼神示意审行舟 接着主持下面的会议 中路听到了他那端 急匆匆行走的一些声音 连忙道 你不用过来 我自己能应付 小姑娘自信且笃定的语气 确实让丽敬东微微松了口气 其实他知道 他有能力应付 但刚刚本能的 还是担心得要命 不过他还是坚持 就算你能应付 我也要过去 他不需要他帮忙是一回事 但他赶过去守护他 又是另外一回事 中路只好说 那你别进来 先在外面等我 别影响我发挥 丽敬东被他的话给逗笑 好 挂了电话 他马不停蹄地乘电梯下楼 驱车直奔中路 告诉他的茶馆而去 丽老爷子此时正在茶室 怒气冲冲地等着中路 他对丽敬东娶的这个妻子 极其不满意 一是根据他的调查 这个中路出生于一个 小门小户的家庭 他父母常年在郊区生活 一个经营服装厂 一个经营物馆 都是他看不上眼的行业 这也导致他们在南城 没有任何人脉和影响力 二是这个中路 竟然就是那天 丽启文哭着喊着要娶的人 怪不得那天 丽敬东进门 就摘了手表 揍了丽启文一顿 还有他当时对丽启文说的那话 什么他是你这辈子 都得不到的人 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一点 叔叔跟侄子 都看上了同一个女人 这他妈成何体统 丽家的脸 都要被他们叔侄俩给丢光了 老爷子想起这一点就暴怒 想拍桌子标脏话骂人 最后一点 最瞧不起这种女人了 在他眼里 这些娱乐圈的女人 无非就是 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所以拼了命地想 嫁个有钱男人 然后就不用工作 不用奋斗了 整天过优渥富足的 豪门贵妇生活就好 老爷子俨然忘了 前一天 丽启文才刚跟丽严严官宣订婚 而丽严严也是娱乐圈的 她的双标 从来就是这样严重 老爷子心里横横想着 等待会儿那个中路到了 他一定要狠狠骂他一顿 羞辱他一顿 丽丽老爷子告诉他的包间后 没有第一时间进去 而是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了眼药水 滴了几滴之后 又酝酿了一下感情 这才敲门走了进去 老爷子端坐在桌边喝茶 他的管家站在一旁 给他端茶倒水 加上老爷子的面容 跟丽严严严有几分相似 所以中路一下子 就判断出了老爷子的身份 他冲过去 泪水连连地抓住老爷子的手问道 您就是丽严严严的父亲吗 老爷子冷不防 被他冲过来抓住手 吓了一跳 于是只好说 我是 刚刚见他进来 老爷子正提了一口气 想训人呢 谁知被他先发制人 来了这一出 尤其他还哭得 我见游连梨花带雨 老爷子那口气发不出来 一下就 颓尾了 他恨恨抽回了自己的手 瞪着面前的女孩子咬牙道 你这是干什么 中路继续哭着 老爷子 您救救我吧 求您救救我吧 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中路要是没有演技的话 怎么能被乔科 选中演女儿 所以 此时他肝肠寸断的哭戏 彻底把老爷子给弄猛 你什么意思 在老爷子的想象中 他跟中路见面的画面 应该是 中路毕恭毕敬 小心翼翼地坐在他面前 低眉垂眼地听他的训斥和嫌弃 然后要么讨好他 要么被他羞辱地哭着 让丽敬东给他做主 现在可倒好 剧情是一点都没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啊 他冲进来 就哭着求他救他 算什么 管家见状 连忙上前将中路拉到了一旁 让他坐在椅子里 中路坐下后抬眼看着老爷子 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落着 老爷子 我不想跟你儿子结婚啊 是他非得逼着 我嫁给他的 你也知道他那样残暴冷酷 我不敢不嫁 中路眼底全是金句 哭得也更难过了 老爷子 这他妈是什么剧情 他不想嫁 不是他赖着非要嫁的 可他那儿子全是滔天 富贵逼人 不是每个女人都想嫁给他的吗 他听说丽敬东可是什么南城排名第一的钻石王老五 想嫁给他的女人排着队 能绕南城好几圈 这个中路竟然不想嫁 他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 中路垂下眼 抱紧自己喃喃地说着 动不动就让人下不来床 动不动就送贵的吓死人的珠宝 还说送他弟弟库里男 他真的被吓得不轻 中路这一刻 将自己平生遇到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都想了好几遍 这才努力 让自己做出了害怕到色缩发抖的样子来 原本看他极其不顺眼 想拿捏他刁难他的老爷子 瞧着他此时瑟瑟发抖的样子 竟然瞬间共情起他来了 是啊 他那儿子在富贵滔天又有什么用 长得再迷人又有什么用 他那性格冷冰冰硬邦邦六亲不认的 连他这个亲老子都对 又哪里会疼女人 那些想嫁给他的女人 都是没被他残忍对待过 这个叫中路的女孩子 一定是因为嫁给他的这几天 看透了他的本质 所以才吓成这样的 中路见老爷子不说话 又重新抬眼红着眼圈 紧紧抓住了老爷子的手 满怀期待地问 您今天找我来 是不是就是来救我的 待会儿您就跟他说 您瞧不上我 我不配做你们丽家的儿媳妇 让他放了我 跟我离婚好不好 老爷子一整个大无语 他刚刚说的 都是他要说的台词 现在他都说了 他说什么 而就在这个时候 茶室的门砰的一声 被人给踹开了 栗静东阴沉着脸走了进来 中路做足了戏份 立刻尖叫了一声 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躲到了老爷子身后 老爷子 救我 他的声音里 全是害怕的馋 老爷子就这样 被他给推了出来 直面自己那六亲不认的儿子 但老爷子 竟然没有一丝不乐意 因为他实在是太可怜了 他都想护着了 中路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跑来告我的状 你以为他是我老子 就能管得了我吗 我告诉你 再难成我指手遮天 你想离婚 这辈子都不可能 栗静东刚刚来了之后 现在外面听了一会儿 中路的说辞 立刻就断定了 他演的是哪一出 所以此时他的凶残 也不过是 为了配合他演戏而已 栗静东 你疯了吗 老爷子挺身而出 结婚要你请我愿 你这样强迫他 只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强 你看看 他都吓成什么样子了 栗静东冷笑一声 毫不客气地开对 是吗 当初你强迫我妈跟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要你请我愿 老爷子可没想到 给自己惹了一身骚 瞬间就说不出话来了 他当初对栗静东他妈 确实是用了墙 而且最终也没给他名分和婚姻 也不是他不想给 是栗静东那个妈性子太倔了 整天给他冷脸 他后来就厌恶他了 干脆将他们母子放逐在国外 不闻不问了 将老爷子对到哑口无言 栗静东吃笑一声 上前一把 就将躲在老爷子身后的中路 给拎了出来 中路急急忙忙扒拉着老爷子 救命啊 老爷子 救我 老爷子哪里能救得了他 干脆别开了眼 也不知怎么了 气势汹汹约中路出来见面 明明是想训斥羞辱他的 结果这会儿听着他求救的喊声 看着他被栗静东那样粗暴的对待 他内心竟然涌上丝丝捋捋的内疚 中路于是就那样 被栗静东给拎走了 当然 栗静东哪里舍得真的用力扯他 不过是扣着他的胳膊 微微使了点力 剩下的 就是中路 自己演的脚步亮呛而已 中路即便被拎走 也不忘演戏 一不三回头泪眼婆娑地喊着 老爷子 您可一定要救我呀 离开包间之后 中路也做足了戏 栗静东 你放开我 栗静东也配合着他 语气阴沉沉的 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 再然后 中路就禁声了 老爷子摸出手帕 拉擦地擦额头细密的汗珠 有些担心地走到了窗边 就看到中路 被栗静东给塞进了副驾驶 栗静东随后也坐了进去 车子 停在那儿好一阵都没有驶离 老爷子又擦了把汗 转头问管家 不会 出人命吧 刚刚他那儿子有多暴力 他可是 感受得真真切切 他现在担心栗静东会掐死中路 唉 早知道他今天就不多管闲事 找中路麻烦了 他还以为是他上赶着 非要嫁给栗静东的 谁曾想他是不情愿的 还因为跟他这一通见面 惹怒了栗静东 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 管家推断道 出人命倒不至于 光天化日的 不过 我觉得这个小姑娘 免不了一通惩罚了 兵力车内 中路被栗静东按在怀里 吻得又狠又重 如果这算惩罚的话 那他真是被狠狠惩罚了 惩罚是对他而言 对栗静东而言 这是奖励 奖励他面对着老爷子的刁难 能全身而退 不仅全身而退了 似乎还将老爷子给套路了 利静东估计 老爷子准备的 要刁难中路的那些话 都根本没有机会说出口 悠悠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利静东辗转轻了好一阵 这才好不容易松了他 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欣赏 他真的是他见过的 最聪明的女孩子了 今天他给老爷子 唱了这样一出戏 老爷子怕是本能的 就供情他了 哪里还舍得再拿捏他刁难他 想到这里 利静东没忍住 又低头亲了过去 亲不够 怎样都亲不够 上天真的是 给他安排了一场 荒唐却奇妙的缘分 让他遇上这样一个妙人 换做任何一个女孩子 今天面对着老爷子的气势汹汹 恐怕都要受点委屈 那毕竟是一个长辈 可他硬是连开口的机会 都没给老爷子 有勇有谋 全身而退 当然 还有演技 中路是真要喊救命了 他快要被利大佬 这绵密的闻给亲到窒息了 利静东将人给松开的时候 眼底已经染上了浓郁的墨色 他发现 他现在的自制力 真是越来越差了 一沾上他的新婚太太 一刻都不想分开 要知道 他曾经冷情到裴景年 说他无欲无求的地步 不过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并非无欲无求 他只是想把所有的热情 给他重溺的那个人 中路的状态 也没好到哪里去 双颊驼红 眉眼迷离 呼吸乱得不像样子 利静东抬手亲服女孩子 嫣然的红唇 低声笑道 利太太 现在还不会接吻吗 看来是我这个丈夫不合格 多亲几次 利太太应该就经验丰富了 中路暗暗磨了墨后曹牙 他可真是谢谢她了 他完全不需要 这样的经验好不好 被困在车座里的她 因为这一通亲吻 而有些慵懒困倦 他懒洋洋地转头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茶馆 我们是不是先离开这里比较好 从车里他们能够看到 老爷子跟管家的脸 都贴在窗上 往他们这边看着 又看不到什么 利静东自嘲道 说不定以为我把你大谢八块了 中路轻声笑了出来 你到底是怎么混的 怎么就在他们眼中 是这样一副凶狠残暴的形象了 中路说着这些话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 抬手碰了碰男人的侧脸 从小在充满爱与温暖的 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他 瞧着利静东的身世 实在是越来越心疼他 一心疼 他就有些上头 拧着男人深邃的眉眼 他轻声地问着 利静东 你有很多很多钱了 想不想要很多很多爱啊 他想 他要是想要 他可以给 他给得起 也说得起 但就怕他不稀罕 那他就没有必要自作多情了 只是中路也没想到 利静东立大佬 在这样的时刻 都能保持着极强的理智 亦或者可以说是 求生育 他先淡淡地说 那要看谁给的爱了 乱七八糟的女人 给的 我一点都不稀罕 中路挑了挑眉 就听他又郑重地说 如果是利太太给的 我求之不得 中路的心 剧烈狂跳了一下 不稀罕和求之不得 他这样的优待 他没法不沉沦 两人就那样 在狭小的车厢内 四目相对 彼此眼中只有对方 半赏 是利静东先开了口 中午一起吃个饭 好啊 中路一点都不矫情地 答应了下来 逝去来都来了 跟他吃顿饭 也没什么 利静东坐回到了 驾驶室的位置 边系着安全带 边问他 想吃什么 中路坦言 我都可以 简单快捷就好 别耽误你下午上班 利静东笑了起来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 不是上班赚钱 而是努力得到利太太的爱 得先哄着利太太开心 他才能给我很多很多爱吧 言外之意 这顿饭就算吃一下午 他也心甘情愿 中路倒是没想到 他能绕到这番话上面来 但也不得不承认 他这番话真是好听啊 所以 他就那样勾着唇角笑着说 那我们就去吃西餐 可以 利静东正好知道 有一家西餐厅 味道很不错 只是 中路也没想到 竟然会这般冤家路窄 他刚踏进餐厅 迎面就遇上了林渊渊跟他闺蜜 幸好利静东在停车 不然他要是跟利静东 一起进来的话 林渊渊得疯 林渊渊这几天 本来就因为被迫 跟利启文订婚的事 火气很大 这会儿一看到中路 立刻就找到了泄火的对象 他毫不客气地嘲笑中路 中路 你不会是来吃饭的吧 你吃得起吗 中路真心不明白 林渊渊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每回都在他这吃亏 偏偏每回都要凑上来 让他虐 这不是犯贱吗 装作互不认识 很难吗 面对着林渊渊的嘲弄 中路俏脸一夸 重重叹了口气 我吃不起 你林大小姐能吃得起 毕竟你是要嫁给利启文 做利家少奶奶的人 当然吃得起 一句要嫁给利启文 做利家少奶奶 极尽讽刺 毫不拖泥带水 林渊渊当场被刺激到诗语 差点被过气去 不得不跟利启文官宣订婚 是林渊渊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不为别的 只为利启文追过中路 而且现在 也对中路念念不忘 中路 林渊渊尖锐地吼了一声 接着就要发飙 她也想维持明媛的形象 奈何中路每次都会把她气到发疯 不过她从来都没反省过 她要是不去招惹中路 就不会一步步 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利靖东迈着长腿 从外面走了进来 林渊渊紧急对自己进行表情管理 从原本的气急败坏 张牙舞爪 到含羞待怯 利 利总 您怎么在这儿 林渊渊惊讶之余 视线本能地 就在利靖东跟中路身上来回 怎么会这要巧 中路前脚出现 利靖东后脚到来 但又因为利靖东 只是站在刚进餐厅的那个位置 跟中路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所以林渊渊瞬间就将自己心里的 这个怀疑给打消了 中路怎么配 她怎么配得到利靖东的亲爱 利靖东怕是看都不会看她那种 小门小户的女人一眼 利靖东单手插兜 淡淡回了林渊渊一句 渊渊 你跟启文都官宣了 该喊我一声三叔 林渊渊上一秒 正因为利靖东轻易地喊自己渊渊 而心花怒放 下一秒就听她让她喊三叔 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委屈死 感情她那句渊渊 是以长辈的身份喊的 中路在一旁死死抿着自己的唇 双手背在身后 用力掐着自己的掌心 用这样的方式努力憋笑 不然林渊渊可能真的会疯 林渊渊狠狠弯了她一眼 然后改口道 三叔 你也是来吃饭的吗 虽然她刚刚跟她闺蜜吃完了 虽然她被迫喊利靖东三叔 但她根本没将利靖东当三叔 一门心思想接近利靖东 如果利靖东是自己过来吃饭 那她就不管不顾地留下来 利靖东瞥了一眼旁边憋笑的中路 应道 嗯 跟你三审约会 请她吃饭 林渊渊脸上的表情 一时间比哭还难看 利靖东一句三审 瞬间给她当头浇了一盆凉水 而利靖东还用了约会这个词 语气中宠溺意味十足 林渊渊要嫉妒死利靖东那个新婚太太了 当然 一旁的中路也笑不出来了 三审这个称呼 她实在是接受无能 她才22岁 这个称呼 硬生生让她成为了42岁 她恼火地瞪了利靖东一眼 转身上楼了 刚刚利靖东去停车的时候 就告诉了她房间号 要不是一进门就被林渊渊给拦住了 她此时已经坐下了 中路上楼后 利靖东抬手看了一眼万间的手表 颇有几分不耐地对林渊渊说 我要迟到了 然后便也上楼了 全程没给过林渊渊一个多余的眼神 林渊渊气愤地跺了跺脚 拉着自己的闺蜜离开了 但她坐进车里后 却没有离开 而是固执地对她闺蜜说 我今天倒要盯紧了看看 利靖东到底娶了谁 她那闺蜜自然是向着她说话的 顺着她的心一哄着 大家都说 利靖东娶的女人很一般 这才不带出来亮相 估计是怕丢了她的人吧 虽然上次晚宴 利靖东公开宣称 什么利太太是这世间最后 但终究没人见过利太太 所以 众人依旧在酸利太太上不了台面 闺蜜的话让林渊渊的心情好了一些 她又想起了中路 顺便她 今天也要看看 中路的男人到底是哪个穷鬼 开辆破几十万的车 还能吃得起这家餐厅的西餐 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楼上包奸 利靖东腿长 上楼后几步 就追上了中路 进门后她 镜子搂住了自家太太的腰 生气了 中路哼道 你觉得哪个女孩子爱听三婶这个称呼 利靖东忍着笑 那没办法 跟我的辈分论 你就是他们的三婶 中路咬牙 她有什么办法 要怪就只能怪自己嫁的男人 太老了 利靖东危险地眯起了眼 哟哟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现在你心里在内涵我老 中路一整个瞳孔地震 这人是会读心术吗 怎么这么准地猜中了她的心思 呵呵 利靖东的笑容颇有几分凉嗖嗖的 悠悠 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 我到底老不老 中路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她这话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她危险的眼神才回过未来 连忙一把将人给推开了 不用证明了 你很年轻 年轻力壮 中路一股脑地夸着男人 差点说成老当一壮 利靖东不领情 晚了 我的心已经受伤了 当然 她也是随意开着玩笑 同时走过来坐下将菜单递给了她 当务之急 得先给丽太太吃饭 至于证明她自己的事 来日方长 中路点完菜之后 单手脱腮 本来是想欣赏一下楼下的风景的 结果就看到了林月月那辆保时捷跑车 她顿时隔音地要命 林月月不会在楼下赌我们吧 利靖东淡定交代 餐厅有后门 待会儿你从那儿出去 我去开车 她跟这家餐厅的老板是旧食 有时候私下吃饭 不爱走前面 被太多人关注到 便都从后门进出 现在并不是让林月月 也知道她跟中路关系的时候 不然林月月跟丽启文这场订婚 可就订不成了 她将林月月跟丽启文绑在一起一段时间 就是要让他们互相折磨 这样才对得起他们双方父母 给她和中路带来的伤害 吃饭的时候 利靖东问中路 什么时候回去 中路如是回 下午吧 我待会儿先回我那儿 等一下周爱南 他说要跟我一起回去 周末周爱南没客 听说他来市区一趟 于是打算跟他一起回去 对姐弟两人来说 那是家 即便父母不在家 也是能让他们放松和舒服的地方 利靖东听完之后 在心里盘算着 要不要趁这次机会 让周爱南撞破他跟中路的关系 利靖东面无表情地 给沈行周发了条信息 把我那辆库里南开到中路楼下 中路跟周爱南要不要这辆车是一回事 但他给不给 又是另外一回事 利靖东想了想 又交代沈行周 顺便给我送一套备用衣物过去 是 沈行周领命 下一秒 利靖东就不小心打翻了 自己面前的海鲜汤 中路吓了一跳 连忙抽了纸巾递给他 有没有烫伤 利靖东不动声色地低头 擦着自己的裤子 没事 早就不烫了 但昂贵的西裤已然脏了 中路提议 待会儿我自己回去就好 你回家换衣服吧 他这样的身份 自然不能穿着脏衣服去公司 利靖东淡定道 没事 先送你回去 我在你那儿洗个澡 换身衣服就好 我让沈行周给我送衣服过去 中路不解 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他直接回家换多方便 又是让沈行周给他送衣服 又是去他那儿洗澡的 利靖东抬眼 目光沉沉拧着他 悠悠 我们现在可是半分居状态 好不容易见上面 我想多跟你待一会儿 他话都说成这样了 中路还能不让他去他家 于是只好同意了 两人吃完饭后 中路游逝者 引着去了后门 利靖东则是神色平常地 从前门出去 开着自己的兵力离开 坐在车里等了半天的林圆圆 只看到利靖东自己出来 一时间又急又急 他不是来跟利太太吃饭的吗 怎么只有他自己出来 去的时候只看到了他自己 林圆圆可以理解 他工作忙 利太太先进去等着了 但离开的时候 总不至于还要分开吧 听他那话语 对利太太还挺宠 难道吃完饭后 他不应该送利太太回家吗 说不定他根本就不是 跟什么利太太吃饭 故意那样说 可能是不想让你 他那闺蜜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 他想说 利靖东就是不想 让林圆圆纠缠她自己的 但又意识到 这话会伤林圆圆的自尊 便静声不说话了 林圆圆咬了咬牙 纷纷又说 再等等 我还要看看 中路是跟谁一起离开的 结果又等了大半天 中路连个人眼都没有 再继续等下去 人家餐厅都要到 下午打烊休息的时间了 怎么回事 中路怎么人也没出来 林圆圆要崩溃了 他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他不甘心 他在这足足等了 有两个小时了 什么消息都没打探到 气得他下车踩着高跟鞋 冲进了餐厅里 中路 你给我滚出来 你躲哪儿了 林圆圆恼火地想要冲进去找人 被餐厅经理和服务员给拦了下来 林小姐 您这是做什么 这家餐厅在南城各色西餐厅中排名第一 听说幕后老板也来头不小 所以餐厅经理自然也底气而又体面 林圆圆这样闹 经理当场就沉了脸 以及林圆圆因为跟丽启文的事 这几天在南城口碑极差 虽然两人后来官宣了 是男女朋友关系 且马上要订婚 稍微挽回了一些声誉 但依旧不讨喜 我找人 林圆圆美好气地横了那经理一眼 试图继续往离床 您要是继续这样闹事 我们可要报警了 餐厅经理脸色极其难看地 这样警告了一句 林圆圆那闺蜜 连忙将她给拉了出来 林圆圆气急败坏地 重新返回了车里 吩咐司机开车走人 很显然 她自己也知道等不到中路了 而中路此时早就随立静东回家了 进门后 丽静东就去了浴室 中路则是去简单收拾了几样自己的衣物 几分钟之后 丽静东从浴室出来 腰间只系了一条他的白色浴巾 中路第一时间就别开了眼 你 你干嘛不穿衣服 沈行周不是给他送衣服来了吗 丽静东故意往他面前晃 晾干一下 中路抬手捂住眼 那你晾吧 穿好衣服再叫我 他说完就躲进卧室了 天气这么热 他受不了这惑人的难色 只是中路也没想到 周爱南会在这个时候过来 门铃响起的时候 他还在卧室玩游戏 玩得入迷 暂时忘了丽静东 还衣衫不整在他家的事 丽静东去开的门 不过他已经换好了新的西装长裤 但上身衬衣的扣子 还没来得及系上 他故意的 周爱南一开门 迎面就遇上了衣衫不整的丽静东 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甚至还退回去 重新看了一下楼层和门牌号 一度以为自己走错了 再三确定 自己来的是中路家之后 他惊骇地问 丽 丽总 你这副样子出现在我姐家 是什么意思 丽静东淡定回答他 我想你应该称呼我 姐夫 什么 周爱南的声音拔高了八度 难道不是肩夫 或者情夫 但凡丽静东说的是这两个词 周爱南也能接受 但姐夫这个词 让从小也还算沉稳的他 变了脸色 中路 他直呼中路的大名 然后冲进了卧室里 丽静东满意地关上了门 慢条丝里地 开始系自己的衬衫扣子 他越来越没耐心 等他找合适的时机 把他介绍给家人了 他迫不及待 想融入他的家庭和生活 他渴望那样的温暖 正跟别人组队 玩得热火朝天的中路 被冷不防冲进卧室来的周爱南 给吓了一跳 刚要骂人 却忽然意识到 丽静东此时还在他家里 他整个人从床上跳了起来 慌到不知所措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游戏 完蛋了完蛋了 被周爱南抓包了 他以为周爱南还要过会儿才能来 正想着打完这一局游戏 就赶紧出去 让丽静东走人 结果现在 周爱南难以置信地逼问他 丽静东说 他是我姐夫 姐夫是什么意思 他是你男朋友 他他他 中路想着 先扯个荒说是男朋友也行 总比被周爱南知道 领政要好 结果下一秒 丽静东就出现在卧室门口 一本正经地跟周爱南解释 意思就是 我们俩领政了 我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 周爱南当场待在原地 感情前几天 他在中路楼下遇见丽静东 一点都不是巧合 他就说 丽静东这样的大佬 当时怎么会那么温和地 跟他这个无名小卒打招呼 还有中路生日时 南城广场四块大瓶 同时投放的生日祝福 那个L.I.感情是丽静东的利 周爱南还处在震惊中回不了神 中路倒是先反应过来了 只见他恼火地瞪着丽静东 你故意的 他就说他那么优雅的人 怎么吃个午饭还能洒了汤 他就说他 怎么非得要来他家里洗澡换衣服 他就说他洗完澡之后 怎么不赶紧穿衣服 感情他是听他说 待会儿会跟周爱南会合后 故意让周爱南来撞破他们的关系 而且刚刚周爱南敲门 他大可以进来先通知他一声 但他没有 自己就去开了门 还故意衣衫不整的 这人太老奸巨滑了 中路愤愤不已 悠悠 丽静东低声哄人 周爱南听到他这声悠悠 再次震惊 悠悠可是他爸妈对中路的专属称呼 亲密而又亲密 下一秒 周爱南就见中路气势汹汹的 朝丽静东冲了过去 周爱南以为中路这么生气 这是要对丽静东这位大佬动粗了 毕竟他这位清姐 从小就因为习武而身手不凡 经常打的那些欺负他 和他的坏孩子们哭爹喊娘 就算长大成人 他也是对那些骚扰他 或者出言不逊的男人 一言不合就动手 结果 就见他冲过去之后 一把抓起丽静东的手腕 阿巫一声就咬了上去 周爱南 一瞬间周爱南有些没眼看 这还是他那个彪悍的姐姐吗 还有丽静东 他眼睁睁瞧着丽静东被咬了之后 丝毫没有恼怒 反而嘴角的笑容越勾越大 这还是那个传说中 为了夺权上位 而不择手段六亲不认的丽静东吗 中路本来是想狠狠咬丽静东一口的 但抓起丽静东手腕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他手腕处的那个 他名字缩写自要的纹身 一瞬间 下嘴的力道就轻了许多 根本没有疼丽静东 呆愣住的周爱南吩咐道 我们先处理一下内部矛盾 待会儿我再找你谈 他说完就半搂半爆地 将中路带进了隔壁隔壁卧室 顺便上锁 周爱南回过神来之后 气得揪着头发抓狂 什么叫力静东 待会儿再来找他谈 这强势的语气 明明他作为中路的亲弟 他才有话语权好不好 应该是他找力静东谈好不好 他抢取了他姐 还要找他谈话 19岁的周爱南 再沉稳 也完全不是力静东的对手 隔壁卧室 一进门 中路就开始骂人 当然也是压低了声音的 力静东 你可太奸诈了 中路本能的 还是不想让周爱南 听到他跟力静东 在这儿大吵大闹的 不想让周爱南担心自己 尤其他现在知道了自己闪婚 肯定更担心 他会受委屈 力静东靠在门后 一点脾气都没有的哄人 你打我吧 打我几下消消气 中路睁圆了眼瞪着他 他到底还是不是外界那个传言 冷酷无情的力静东 竟然自己主动讨打 不过他这犯错后的态度倒是挺好 更甚至 他又主动抬起自己的手腕 递到他面前 要不然再使劲咬一口 他这副没脾气的样子 中路都不知道 怎么继续发火了 力静东又道 你都见老爷子了 我也得见一个你的亲人 这样才公平不是吗 中路无语极了 力静东这话 当然是在开玩笑 他随后 伸手将人抱在怀里 下巴搁在女孩子的肩头 低声道歉 对不起悠悠 我知道我不该算计你 可是悠悠 我也真的很喜欢你们家的家庭氛围 很想早点融入进去 你不是说 要给我很多很多的爱吗 中路一时间静无言以对 他倒是真会利用他的话来噎他 他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你就不怕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万一周爱南和我爸妈 他们都不喜欢你 怎么办 力静东认真道 那肯定是我做得还不够好 如果他们不喜欢我 我就努力让他们接受我 他明明是一个高攀不起的人 如今却放低身段 说着这样的话 中路抿了抿唇 轻声说 力静东 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委屈自己 也没必要去讨好我爸妈他们 反正我们 中路想说 反正他们也未必能走得长久 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以及他这样的身份地位 肯定会找到喜欢他的岳父和丈母娘的 结果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力静东抬起脸来稳住了 他剩下的话 也就没有说出口的机会了 中路气得抬手捶了他好几下 他也太霸道了吧 就算不想听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也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堵他嘴巴 力静东本来只是想阻止中路说 自己不爱听的话 结果女孩子柔软的唇绊 他一沾上就无法自拔 于是干脆按着人加身了这个吻 直到周爱南来敲门 二位 你们的内部矛盾 解决完了没有 周爱南都等无聊了 他确实担心中路会受委屈 但好像也没听到屋里吵架的声音 中路手忙脚乱地将人给推开 没好气地低声问他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找他聊聊 力静东嗓音是不对劲的 中路脸上红了红 你不会真的 要用库里南收买他吧 没用的 无论是钟南南和周易 还是他跟周爱南 都不是为物质所动的人 力静东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抬手按了按他的唇 贴过来低声问 还有几天才能结束 中路气节 稍等一下 力静东对门外的周爱南说了一句 他现在没法出去 身上有些狼狈 给平复一下 说完后 他就那样懒洋洋靠在了门上 忧生会暗的毛子 肆无忌惮地拧着中路 明明现在他什么都没做 可中路却觉得他这眼神比做点什么 更让他脸红心跳 他根本没有勇气跟他对视 干脆背过了身去 几分钟之后 力静东打开卧室门走了出去 周爱南一看到他就对 力总 您这内部矛盾处理的时间有些长啊 力静东抬手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衣衫 成年男女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间已经算很短了 床头打架床尾和 要不是中路不方便 他可不止这点时间 周爱南总觉得 力静东这话在开车 下楼走走 力静东又丢给他一句 周爱南抿了抿唇 随他出门了 中路楼下有个小广场 两人走了过去 一路上周爱南都在想 待会儿要怎么开口 要问力静东哪些问题 结果刚站定 力静东就先发制人了 男人长身玉力站在凉亭里 明明只是穿着 简单的白衬衣黑西裤 却莫名让人有种 不敢直视的威严 在你开口问我问题之前 我先声明一下我的立场 我跟你姐结婚 是为了呵护照顾他的 而不是为了伤害他 力静东能感受出周爱南对他的排斥 他大概也知道是为什么 无非是觉得他声明狼藉 坏到骨子里 不是中路的良配 周爱南哼道 光嘴上说说 谁不会 力静东淡淡回了一句 林渊渊跟力启文订婚这件事 就是我的手笔 你觉得有没有诚意 周爱南张了张嘴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跟中路对林渊渊和成立一家的 懒得理会不同 周爱南对林渊渊一家 烦到了骨子里 但凡他们招惹他一下 他就要硬生生对着干 所以才有了上次他动手推林渊渊的那一幕 林渊渊这几次丑闻爆发 他高兴坏了 林渊渊跟力启文官宣订婚 周爱南拍手叫好 一来力启文不用纠缠中路了 二来林渊渊嫁给力启文那样的顽固 这辈子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 他能不幸灾乐祸吗 他之前还以为是林渊渊多行不易避自闭遭了报应 没想到竟然是力静东的手笔 周爱南惊讶之于又问 你是为了给我解出气 当然 力静东瞥了他一眼 反问道 为什么不喜欢我当你姐夫 周爱南贪手道 这还用问吗 你这样的神秘富商找我解 不就是图他的美貌玩玩吗 你们根本就没有心 也不会认真对待感情 力静东回他一句 只是玩玩的话 我还用跟他结婚 周爱南美好气道 就是骗他呗 反正结了也可以离 对你们这种男人来说 结个十次婚也丝毫损失不了什么 你肯定做了婚前财产公正 一分钱都不会给我解 周爱南说到这里 整个人都来了火气 觉得中路太傻了 就这样被欺骗了 他每次都提醒他 不要被力气文给蒙骗了 谁曾想防住了力气文 没防住力气文这位三叔 我如果说我没有做财产公正 你肯定不信 周爱南自然是不信的 我如果说 我找裴景年 把所有财产都立给你解了 你肯定还不信 周爱南确实不想相信 但力静东这次的话 实在是太震撼 以至于过于震惊之后 周爱南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 信了 因为如果力静东 没有这样做的话 没有必要在他面前说 这样的大话 不得不承认 大佬很会谈判 拿捏人心 他瞪着力静东 你是不是疯了 周爱南自认 如果是他 他做不到将自己所有的财产 都给自己的另一半 主要是力静东这身价 得以亿万来衡量了吧 他接着又问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跟我姐认识没有几天吧 他跟中路的联系很频繁 只要中路在南城 姐弟两人经常一起吃饭 结伴回家 他也经常来中路这里住 他就没看出中路 有恋爱的迹象 确实没多久 力静东好心提醒他 大概就是从上次你过来 他拖了好久 才开门的时候开始 周爱南 他就说呢 以往中路都是 很快就给他开门了 感情那次力静东在 周爱南抬手抹了把自己的脸 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 你有这么爱他 他再次问出了 自己心底最想问的问题 力静东回 爱情这种东西 跟认识时间长短 没有任何关系 周爱南从力静东的眼神里 看出了人身攻击 因为力静东 很显然是在嘲笑 他这个单身狗 不懂爱情 我对你姐的诚意 你大概都了解了 力静东说完后 掏出一把车钥匙 抬手开了不远处的 那辆库里男 周爱南来的时候 在楼下还看了半场 送你的见面里 力静东将钥匙递给周爱南 周爱南一整个愣住 他只能说 力静东这见面里送的 实在是太好了 毫无人性 但他不会要 所以他抬手将钥匙推了回去 我不要 他又加了一句 别以为你这样 就会收买我 力静东笑了起来 你拿着也无所谓 反正也都是你姐的 现在 我也是给你姐打工的人 周爱南依旧拒绝 力静东也别收了起来 他也知道 周爱南不会要 他接着又邀请 没事的时候 欢迎来东盛实习 真的 周爱南眼底划过一丝惊喜 他承认 这点他很心动 东盛那是什么级别的公司 那是国内风投界 排名第一的公司 是全球著名的风投公司 他要是能进东盛学习几天 就几天 就足够他在社会上磨练好几年了 这是我的私人名片 有时间的话 给我打电话 力静东掏出一张名片 来递给了周爱南 他知道 周爱南不会收那辆库里男 也知道进东盛实习这一点 会打动周爱南 他做了两手准备 要是还拿不下这个小舅子 那可真是他的失败 周爱南收了力静东的名片 力静东抬手看了眼万表 回去吧 他接着又叮嘱 先别告诉你父母这件事 周爱南小心翼翼 将他的名片收起来 然后又说 你怕他们知道 那你还告诉我干嘛 力静东也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我需要你 跟我站在统一战线 他们一家四口 如果周男男跟周易反对 至少二比二打平 姐弟俩应该是站他这边的 力静东又道 刚刚已经惹你姐生气了 不能再让你父母知道了 不然中路更生气 周爱南好奇 刚当你怎摇哄他的 少而不宜 力静东丢给他这样一句 便率先迈不进电梯了 周爱南暗暗磨了磨牙 他自然知道 少而不宜是什么画面 我去上班了 你们到家后给我电话 力静东没再进去 而是在门口跟中路告别 再见 中路跟他道别 刚刚他跟周爱南下去聊 他一点都不担心 他会搞不定周爱南 他身上就是有这种 莫名让人幸福的安全感 力静东瞥了一眼旁边的周爱南 见他完全没有要避一下的意思 干脆当着周爱南的面 抬手 将中路揽入怀里 低头在他唇上 恋恋不舍地亲了几下 周爱南 他见过其他人谈恋爱 但没见过力静东这种资本大佬谈恋爱 倒是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不 好像比普通人 更肉麻一些 就在周爱南觉得自己的双眼 要被两人这通亲吻给戳瞎的时候 力静东松了中路 转身走人了 周爱南完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一整个大无语 中路表情倒还算自然 关上门后 镜子就问周爱南 有没有收他的车 周爱南哼道 当然没有 你当我周爱南是什么人 中路点头 那就好 虽然他自信着他跟周爱南的三观还挺正 但也担心周爱南真的会被豪车吸引 毕竟他才19岁 没有那么强的自制力他也能理解 周爱南从口袋里 逃出力静东的私人名片 弱弱地对中路说 但他给了我一张名片 说 欢迎我随时去东盛实习 你可以去东盛实习 这一点是中路没想到的 不过下一秒 他就反应过来了 力静东可真是老奸巨滑 物质方面拿不下周爱南 转而便抛出了这样的诱惑 周爱南那表情 一看就很想去 中路也能理解 东盛那样的顶尖投行 谁都想进 但却不是一般人能进得去的 哪怕是实习 估计门槛都高得吓死人 中路想了想说 你要是想去 也可以去 但我觉得你也还没到实习的地步 你才大二 周爱南瞬间就明白了自家姐姐的意思 暂时不要去 中路不认为自己跟力静东之间的感情 身后倒可以靠裙带关系 让周爱南进东胜的地步 他虽然说会给出自己的爱 但对他跟力静东之间的未来 还是没有过多的期待 毕竟 未来到底有多远 没人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享受当下 目前他跟力静东相处的还不错 他觉得这就足够了 姐弟两人随后驱车返回郊区 路上中路开车 周爱南在副驾驶 好奇问中路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这些话周爱南都不敢问力静东 只好来问自家亲姐 这个问题周爱南不适合听到具体答案 否则他能现在立刻冲去找林圆圆算账 所以中路淡淡道 别的问题不要问 你只需要知道我 现在过得还不错 就行了 周爱南只好老老实实闭嘴 力静东一直觉得自己 拉拢了周爱南是件好事 直到那天下午 周爱南微信给他发了一张照片 力静东顿时就沉了脸色 照片里 中路正跟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 站在路边聊天说笑 男人穿着干净的白衬衣 戴着金丝矿眼镜 一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模样 力静东顿时觉得 自己身上的白衬衣 和金丝矿眼镜难受极了 一把将自己鼻梁上的眼镜摘了下来 丢到一旁 他接着就拨通了周爱南的电话 这是谁 男人的直接告诉力静东 跟中路聊天的这个男人 不一般 周爱南如实相告 我姐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不过前几年随父母出国了 今年夏天回国探亲 刚刚我跟我姐遛狗 就正好碰上了 然后他们俩就聊起来了 你确定只是普通同学 力静东这样问了一句 周爱南轻咳了一声道 我姐以前念书的时候 挺欣赏她的 她是学霸 学习超好 人长得也挺帅 我记得 我姐说起她的时候 说她阳光帅气 温文尔雅 周爱南承认 她是故意将这件事 告诉力静东的 她有自己的私心 想试探一下力静东对她姐 到底有几分真心 中路是她亲姐 是她的家人 无论如何 她的心都不会倾斜到 力静东那里 呵呵 力静东冷冷地笑了一声 阳光帅气 温文尔雅 她将这两个词 在舌端狠狠回味了好几遍 怪不得她那么喜欢 她戴眼镜 感情是有原型 什么很欣赏这个男人 念书时的那些所谓的欣赏 不就是暗暗地喜欢吗 力静东承认 此刻她心里打翻了醋坛子 不 是醋钢 偏偏周爱南又在那端说 他们俩还在聊呢 我听到他们说 明天要一起去母校游玩 这下力静东彻底不淡定了 我知道了 她接着就挂断了跟周爱南的电话 一个视频电话打到了中路那里 中路正跟自己的老同学斯朗 聊得无比开心 斯朗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 可是大名鼎鼎 风靡全校的风云人物 高二的时候随父母出国 这些年 他们从未回国 所以也再没见过 下午她跟周爱南出来遛狗 家后面的林英路上 迎面就遇上了文质彬彬的斯朗 中路承认 她一眼就认出斯朗来了 因为斯朗这张脸 是真的帅到 让人印象深刻 即便过了好几年 也依旧能认出来 当然 斯朗也认出了她 两人立刻就站在路边聊了起来 周爱南独自承担了遛狗的任务 溜了一圈又一圈 都准备回家吃晚饭了 两人还没聊完 周爱南于是给丽静东通风报信了 丽静东的视频电话打来时 中路正跟斯朗约着 明天去母校拜访的时间 所以本能地就挂断了丽静东的电话 那段的丽静东 直接从办公椅里站了起来 脸色阴沉地能滴出水来 所以 她这是重逢了旧人 就忘了她这个新人了 她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再次拨了回去 中路只好接了起来 捏着电话走远了一些 怎么了 她不解地问着丽静东 按理说 这个点正是要下班的时候 她一般不会给他打电话 在外面 丽静东倒也不是 上来就兴师问罪 她最擅长的 就是沉得住气 中路应道 嗯 丽静东又问 遛狗 中路笑道 嗯 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同学 所以聊了起来 她这一笑 丽静东瞬间不说话了 男人幽深的视线 就那样在屏幕里拧着她 中路这才发现 她今天没戴眼镜 她有些好奇地问了一嘴 你今天怎么没戴眼镜了 她不提眼镜还好 一提眼镜 丽静东一直克制着的醋意 顿时冒了出来 她的语气可谓是醋意横飞 中路 你是喜欢我戴眼镜 还是因为曾经喜欢的人 就是戴眼镜的 什么啊 中路一头雾水 什么叫她曾经喜欢的人 就是戴眼镜的 她喜欢过谁 她自己怎么不知道 视线撇到不远处 牵着两条狗的周爱南 中路又转头看了一眼 那边站着等她的私浪 顿时猜到了些什么 见她不说话 丽静东默认她承认了 后院失火 一瞬间 她脑海中 蹦出这样一个词来 而这个词 烧得她有些失去理智 以至于她眯着眼 悠悠开了口 悠悠 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 你现在结婚了 你先生是丽静东 中路听出了她的阴阳怪气 又好气又好笑 丽静东 难道结婚了 就不能跟异性聊天 丽静东回应道 你跟乔科又是吃饭 又是约喝酒 又是参加宴会的 你见我说过什么 男人也有自己的直觉 无论是他那个亲侄子李启文 还是乔科 中路对他们 没有任何别的心思 他能清楚地感受出来 可他对这个私郎 根据周爱南说的话 他以前八成喜欢过人家 或者说是暗恋 所以他格外介意 丽静东说的确实有道理 中路反而无话可说了 上回乔科约他谈剧本 他还主动提供了东盛的会所 给他们当场地 大气得很 他转问道 周爱南跟你说的 丽静东美好气的冷哼声 从话筒里传入耳中 算是默认了他的猜测 中路心里将周爱南狠狠骂了一通 这个臭小子 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解释道 我跟私郎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我们多年未见 所以聊的话题就有些多 丽静东打断了他的话 中路 虽然我们是夫妻 但其实我们才认识也没多久 我觉得 我们才是最应该聊得多聊得深的人 但你在我面前 可从来都话不多的样子 中路算是看明白了 丽静东这一套又一套的 归根到底 就是在介意 他跟私郎有交集 介意他跟私郎继续聊下去 他也有些恼火 他遇见了老同学 聊一聊又能怎么了 他们还约了明天 一起去拜访母校 一起吃饭呢 中路不知道 自己在丽静东眼里 是曾经暗恋过私郎的形象 所以 他只觉得丽静东现在有些无理取闹 于是说道 丽静东 我觉得 你现在有些不冷静 要不我们先挂了电话 等你冷静下来再沟通 说完 他便挂电话了 丽静东鸣警了唇 唇献博梁 视线落在一旁的金丝矿眼镜上 他抬手拿了过来 手上微微用力 眼镜腿硬生断裂 他没有任何留恋地 丢进了垃圾桶里 扮上之后 他不甘心 又重新从抽屉里 拿出一副新的戴上 就算中路 是因为那个私郎戴这种眼镜 所以才喜欢他也戴 也无所谓 他要整天戴着 给他脱脱命 要整天戴着 将他的形象 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让他往后一看到 戴这种眼镜的人 就只能想到他 按了内线电话 将沈行舟叫了进来 他默默交代 联系一下二十二中 给他们捐一栋宿舍楼 饶氏跟在丽靖东身边 多年的沈行舟 这会儿也有些反应不过来 怎么突然 要给二十二中捐一栋楼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二十二中 应该是中路的高中母校 当初丽靖东 让他查中路的所有信息 他查到过这一点来着 想到这些 他也就瞬间明白了 丽靖东为什么要给这里捐楼 八成是为了中路 他于是问道 那我们以什么名义捐 以丽靖东太太的名义 就说我太太是他们高中毕业的 感谢他们培养了 那样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沈行舟听得出来 他老板说这话的时候 颇有几分咬牙切齿 不知道中路 又怎么得罪这位大佬了 丽靖东又交代 办好之后 我们明天过去一趟 一般这种捐赠行为 校方都会安排一个 隆重的捐赠仪式 明天中路不是要跟哪个私郎 拜访参观母校吗 那他就在他们参观拜访的时候 狠刷一波存在感 沈行舟领命出去了 丽靖东这才觉得 胸口的玉气消散了几分 那乡 中路挂断电话后 重新来到私郎面前 但却是没了跟私郎 继续聊下去的兴致 正好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所以 他便开口跟私郎道别了 时间不早了 你家里人还在等你回去吃晚饭吧 咱们明天再聊 私郎人如其名 气质让人如暮春风 他微笑着应了一句 好 那明天见 中路点了点头 转身喊上 周爱南先回家了 女孩子穿了一条 清新淡雅的碎花吊带裙 转身的时候 群居飞扬 明媚招摇 一如当年那般 美得恍人眼 私郎的心 喷喷喷的剧烈 狂跳了起来 当初他随父母出国走得着急 尚未来得及 跟心爱的女孩子表白 如今重新回国 他不打算再错过 今晚林英路上的偶遇 是他刻意安排的 他打听到他最近 在帮父母看家 早晚都会出来遛狗 于是装作偶然遇见 然后互换了联系方式 聊得欢喜 不过 私郎想到刚刚聊天时 他注意到的 中路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戒指 眼神划过一丝黯然 可下一秒他又想 那大抵就是他当装饰品 带着玩玩的 他才22岁 怎么可能结婚 而且他回来后 也间接打听过了 没人听说 中路有男朋友 这样想着 他内心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明天一起拜访母校的事 是他提出来的 他想先用这样的方式 跟中路回忆一下当年 然后等一起吃饭的时候 再表白 他有信心能追到他 因为当年他听别人说起过 他觉得他很帅 也因为他是学霸而很欣赏他 这些年 他自认外形没变过 至于学识方面 比当年更优秀 他如今已经在 攻读博士学位了 在同龄人中 是独一份的佼佼者 因为他们 大多才刚刚本科毕业 或者刚考上研究生 中路回到家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咬牙问周爱南 你都跟丽敬东说什么了 周爱南如实交代 没说什么 就发了一张 你跟私朗 在聊天的照片而已 还说你以前挺欣赏斯朗的 说他温文尔雅 中路还没等说什么呢 就见周爱南 很是期待地凑过来问他 怎么了 他吃醋了吗 中路真是想掐死 自己这个弟弟的心都有了 从刚刚丽敬东说的 那些阴阳怪气的话来看 丽敬东可不仅仅是吃醋了 他是打翻了醋缸 而且还是哄不好的那种 气急的中路 美好气地对周爱南说 做你的饭去 我要吃凉拌祭司面 周爱南跟他一起 在家的好处就是 周爱南会做饭 且被周易培养的厨艺很好 中路可以随意点菜 深知自己帮了倒忙的周爱南 老老实实钻进厨房做饭去了 中路将自己丢进沙发里 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跟丽敬东沟通 说实话 中路根本想不通 丽敬东有什么好吃醋的 他那样高高在上各方面条件 都碾压众人的一个人 难道还能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觉得他会移情别恋斯朗 不可能啊 目前在他遇到的男性中 他是最优质的那一个 就算有人来抢他 中路自己都觉得 他不会被抢走 因为丽敬东已经是天花板了 正苦恼着呢 周爱南从厨房里探出个脑袋来 周爱南也继承了中男男的美貌 颜值极高 年轻帅气又阳光的大男孩 脖子上系个围裙 丝毫都不违和 他小心翼翼问向沙发里的中路 姐 我能说句话吗 中路给了他一个白眼 他倾咳了一声道 丽大佬真吃醋了 见中路默认了 他接着又说 我感觉他好像没什么安全感 你们这都结婚了 你还能跑了不成 如果你们是结婚很多年的老夫老妻 感情淡了 其中一方容易移情别恋也就罢了 可你们这才结婚没几天吧 我选修心理学的时候老师讲过 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典型表现 就是 极度渴望婚姻 你想想你们俩的闪婚 说实话 我的腰都被你们给闪到了 他要结婚 你就同意 你就不怕咱爸打断你的腿 不 咱爸不舍得 大敌只会打断他的腿 中路瞪着他 你闭嘴吧 周爱南缩回了厨房 但中路却抿唇沉默了下来 周爱南虽然刚刚帮了道忙 但他刚刚这番话却又 分析得很是透彻 丽靖东大敌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 所以心里其实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反而是他 因为从小在充满爱意与温暖的环境中长大 更独立有安全感一些 丽靖东那人表面看起来冷酷无情 实际上他才是最需要关爱的 中路又开始心疼了 周爱南做好祭司凉面的时候 中路拍了一张照片 主动发给了丽靖东 一是示好 二来也是找个话题切入聊起来 说起来这几天 一直都是丽靖东主动联系他 主动问他在干什么 吃了什么 或者晚上临睡前闲聊几句 中路闲着没事的时候 主动找丽靖东的时候 很少 丽先生 这是我的晚饭 你吃了吗 吃的什么啊 他想了想 编辑了这样几句话发了过去 当然 拍完照的下一秒 他就开始大口吃面了 因为太好吃了 而那端看到他难得主动发来的照片 丽靖东反而更闹心了 傍晚的时候 他们聊得挺不愉快 他竟然还给他发这样色香味 俱全的美味食物 看得出来他 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丽靖东本就没有吃晚饭 这会儿气得胃有些疼 不想理人 他收起手机 喊上审行周下班了 他今晚有应酬 中路一边吃面 一边看手机 结果直到自己一大碗面吃光 丽靖东也没有给他回什么信息 他瞬间气馁了 他就知道丽靖东生气 没那么好哄 晚饭后 他在自家院子里来回夺步了半天 还没想好要怎样跟丽靖东联系呢 沈行周先给他打了电话过来 沈行周在电话里语气着急地拜托 钟小姐 您赶紧劝劝利总吧 别让他再喝了 中路跟丽靖东领政后 沈行周喊过他太太 中路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于是沈行周就依旧喊他钟小姐了 中路问道 他在喝酒 是的 我们今晚有应酬 沈行周如实汇报 丽总向来极其自律 从来没有放纵自己 喝多过一次 可今晚也不知道怎么了 喝了一杯又一杯 他这副样子 我都害怕 中路听着沈行周的话 心底莫名有些恼火 他敢肯定 丽靖东这是在故意跟他置气 酒喝多了伤身 三岁孩子都知道 丽靖东能不知道 中路恼火着的 是丽靖东不爱吸身体 所以 他也咬牙说了一句 既然他愿意喝 那就让他喝呗 沈行周急了 不能让他喝多呀 他胃不好 胃不好 中路正了一下 许是自从跟丽靖东认识 他就一直是强势且凶悍的存在 外面的名声也是不好惹的 所以 中路完全没将胃不好这种事 跟丽靖东联系在一起 沈行周说道 是的 丽总小时候过得不好 经常饥一顿饱一顿 后来又因为创业拼命 胃就落下了病根 他不能喝太多酒 不能吃太凉的东西 也不能吃辛辣油腻这种刺激性的食物 中路听完沈行周的话 一时间不知道该心疼 还是该生气 很显然 丽靖东这是在跟他玩苦肉计 可他 还偏偏就被他给拿捏了 所以 他对沈行周说 我知道了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沈行周随后挂断了电话 他确实不知道 丽靖东跟中路之间闹别扭了 但他也知道 只有中路能管的助丽靖东 中路一个电话 就打到了丽靖东的手机上 丽靖东放下手中的酒杯 拿着手机起身 对饭局上的几个人说 抱歉 失陪一下 我太太打来的电话 他说完便走了出去 包间里的几个男人面面相去 总觉得他有些在秀恩爱的意思 接电话就接电话呗 何必强调一下 是他太太打来的电话 好像他们没有太太似的 好像他们的太太 丝毫不关心 他们在饭局上的死活似的 丽靖东来到外面走廊 抬手扯了扯警间的领带 让胸口一直窝着的火气 能消散得快一些 这才接起了电话 刚刚他一张照片 一句文字信息 就想哄好他 没那么容易 不亲自打一个电话过来 他不会理他的 丽太太 什么事 他靠在墙上懒洋洋地问 中路故意气他 丽先生 刚刚一直不回微信 是不是因为在左拥右抱的应酬 所以不方便呀 哼 丽靖东冷笑一声 完全没有的事 我可不像丽太太 左一个顽固富二代 右一个新锐导演 现在这又来了一个老同学 左拥右抱 那是丽太太能做出来的事 我可做不到 丽靖东这番话 可谓是将阴阳怪气 发挥到了极致 中路被他给气笑了 最终是他缓和了语气 丽靖东 你胃不好 别喝酒了 他这话说得很温和 不是女孩子那种娇滴滴的撒娇 就是平心静气地劝着 但却带着隐隐的心疼 听得丽靖东胸口温热 心底像是开出了一朵花 好 不喝了 丽靖东答应得痛快 丽太太都管了 我当然得听话 明明是他自己上演苦肉计 现在反而说的 好像是他非常关心他 非要管着他似的 中路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了 眼见两人之间的关系缓和 中路连忙解释 我跟斯朗就是老同学 因为多年未见 所以聊的时间长了而已 丽靖东语气量了几分 那约着明天一起去母校拜访游玩呢 中路暗暗咬了咬牙 周爱南这个臭小子 竟然连这件事也告诉丽靖东了 他说想回母校看看 让我陪着一起 不然他自己会觉得陌生和不自在 我正好也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于是就答应了 这有什么呀 中路坦坦荡荡 丽靖东接着又说 周爱南说你念书的时候 很欣赏他 中路为自己辩驳 哎哎 丽靖东 谁不喜欢优秀且美好的人和事 我不信你青春期的时候 心底没有欣赏的女生 初中高中的时候 不正是那种小男生小女生 心思大爆发的时候吗 下课后放学后 几个女孩子凑在一起 不就是讨论谁长得帅谁学习好吗 谁知丽靖东却是果决的回他 我确实没有 中路惊讶极了 不过他随后又说 那后来上了大学呢 或者工作以后呢 你这样的身份 身边肯定环飞燕寿围绕着很多女人 我不信你一个 欣赏的都没有 丽靖东美好气地回了他一句 要是有的话 你以为今天的丽太太 还能是你 中路一下子 被他给噎得说不出话来 以及 他这话等于在间接说 他是他第一个看上的女孩子 然后就直接娶回家了 中路又想起了他说的那句 不是这世间最好的 他历尽东不要 这句话是真的砸在他心上了 一个男人说自己是这世间最好的 谁能不飘啊 他正回味着他这句话呢 就听他在那端忽而悠悠地说 所以中路 你这是承认喜欢过他了 中路头疼不已 没有 绝对没有 就只是觉得 他长得帅 学习又好 非常优秀而已 没上升到喜欢 中路是真的没喜欢过斯朗 就是跟同学们讨论讨论而已 他又不止夸过斯朗一个男生 当然这话他不敢跟丽敬东说 丽敬东紧接着又问了一句 那你第一次喜欢的人 是谁 中路这一下是真的头疼了 怎么就上升到这个话题了 他顾左右而言他 你不是还在饭局上吗 咱们不适合讨论这个话题吧 生怕丽敬东再继续追问下去 中路赶紧又说 你今晚别再喝酒了 明天我给你个惊喜 丽敬东这一下 确实没再继续追问下去了 而是低声笑了起来 什么惊喜 他倒是会哄人 也会转移话题 有时候会被他气死 有时候却又被他给哄得团团转 都说是惊喜了 肯定不能提前告诉你 不过可能要明天晚些时候 大概下午吧 中路当然不会告诉他 以及他也说不出口 唉 这次为了哄他 他可真是豁出去了 好 那我就不问了 丽敬东捏着手机滴滴沉沉地说 期待丽太太明天给我的惊喜 不过明天一早 他可能要先给她个惊喜了 也有可能是惊吓 以他的名义 给他的母校捐了栋宿舍楼 虽然他没有对学校 公开他太太到底是谁 但明天在他母校校园里见到她的话 他怕是会吓死 两人聊得还算愉快 随后便挂了电话 丽敬东不吃醋了 但又开始期待他给她惊喜了 他想要的惊喜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这个人 他 能得偿所愿吗 丽敬东随后回了包厢 沈行舟第一时间就发现 他唇角微微上扬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看来中路是劝听了 有人在给丽敬东倒酒的时候 丽敬东抬手盖住了自己的酒杯 颇是苦恼地说 抱歉 我太太刚刚打电话过来 不准我再喝了 众人 沈行舟轻咳了一声 起身替丽敬东挡了这杯酒 因为搞定了丽敬东这尊大佛 中路晚上睡得挺香 隔天上午十点整 他跟斯朗在母校大门前会合 斯朗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Polo衫 浅米色休闲裤 主打一个温文尔雅的千千君子形象 中路则是穿了一条颜色毅丽的碎花长裙 也来自于自家品牌 长发扎起了丸子头 愈发显得年轻靓丽 斯朗早早就到了 远远看到诗诗然朝自己走来的自容角色的女孩子 他不由自主地感叹 中路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不该在娱乐圈岌岌无名啊 可能 我就这个命吧 不火的命 中路笑得轻快 丝毫看不出失落和黯然来 他的性格也是让人沉沦的一部分 他念书时就是这样 像个小太阳 开朗又快乐 能温暖照亮许多人 斯朗不由地看得有些诗神 走吧 咱们进去吧 中路就当没看到斯朗眼底的那些爱慕 招呼着他进校门了 幸好丽静东看不到斯朗的表情 不然他可真是完蛋了 两人先去校长办公室 拜访了老校长 中路逢年过节都会去给校长拜年 所以校长跟他不陌生 但是斯朗的到来 却是让校长又惊又喜 老校长抓着斯朗的手各种问 在得知如今 斯朗已经在攻读博士学位了之后 更是喜出望外 将斯朗好一顿夸 一通寒暄之后 中路笑着打去老校长 校长 您今天怎么打扮得格外惊慎 感觉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 中路跟老校长开玩笑开习惯了 老校长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他校竹延开地解释 今天咱们学校有大事发生 我待会儿得迎接一位贵客 他给咱们学校捐了一栋宿舍楼 你说 我能不好好捞吃一下我自己吗 捐了一栋教学楼 真是大手笔啊 中路嘖嘖赞叹着 确实是大手笔 是咱们的校友吗 斯朗也这样说了一句 校长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东盛集团的丽静东 你们听说过吗 中路一口茶喝下去 立刻被惊得呛到了自己